如果朴布城能尽快赶到广元道人身边的话,或许还能在汤德义大开杀戒之前,将广元道人请过来救场。 然而,正当分舵众弟子,期望着朴布城能够赶快离开此地时。 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朴布城那淡然的神色。 师叔! 不要勉强,还是把广元长老请过来吧。 是啊,师叔! 对方是炼虚禁后期的强者,没有胜算的。 分舵众弟子皆是朝着朴布城喊道。 他们才与广元道人分开半天,按道理说,朴布城很快就能把广元道人给请过来的。 然而,面对众弟子的苦苦相劝,此时的朴布城却连半句话都没听进去。 他的目光先落在了汤德义的身上,随后又聚焦在了汤德义腰间的挂坠之上。 那枚吊坠通体赤红,还闪动得淡淡的诱人光泽,看起来倒挺招人喜欢。 你的那个挂坠,是什么凭接的? 就在这时,朴布城却忽然开口问道。 分舵众弟子闻言,当场就蒙圈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朴师叔怎么还有闲功夫,关心这种事? 汤德义闻言,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哼!小子,算是识货。 此乃地阶高级至宝,单凤印。 佩戴此宝,本尊便可随时补充灵力。 就连这妖兽山脉的妖气,也奈何不到本尊。 小子,你拿什么跟本尊斗? 汤德义得意道,但凡是个修炼者,在踏足至妖兽山脉后,修为也会受到影响。 而如今的他,已是找准了时机,现在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小子,今天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汤德义说罢,便看向了朴布城。 他已经能想象到朴布城此时震惊的表情了。 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在朴布城身上时,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仿佛看到了不远处的朴布城,此刻却忽然舔了舔嘴唇。 嗯,确实是件好宝贝。 朴布城附和道。 当然了,朴布城说出这番话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他看中了那款挂坠的款式。 那种地阶高级的货色,放在他们浩天宗内, 甚至都不够格当的垃圾。 而好巧不巧的是,那枚吊坠, 刚好有着规避妖兽山脉中妖气的属性。 若是他能将那枚吊坠送给苏琴儿的话, 想必苏琴儿肯定会对他回心转意吧。 想到这,朴布城便朝着汤德义勾勒勾手。 来吧,我倒要看看。 你这圣宗龙的长老,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话音落下,黑色的熔熔之焰便已经布满了他的全身。 昨天的他,也并未打得尽兴。 今天,既然对方不怕死地又找了过来, 那他自然也不会惯着对方。 汤德义看着燃烧在朴布城身上的熔熔之焰, 心中不禁微微有些忌惮。 但很快,他便将状态调整了回来。 死到临头,竟还敢嘴硬? 本尊今日便要取下你的首级! 话音落下,汤德义便瞬间朝着瓢布城暴尸而去。 其速度之快,甚至都响起了阵阵破空之声。 在场的分舵众弟子, 看着汤德义那忽然消失的身形, 皆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不愧是炼虚静的强者, 以他们原音静的修为, 竟完全捕捉不到对方的踪影。 然而,面对汤德义那逼人的气势, 此时的瀑布城却微微眯起了眼睛。 只见他猛地转过了身, 随即便朝着身后轰了一圈。 没有人能看清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不远处发出了一声闷响, 紧接着一道身影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重重地朝着远处的山体上暴射而去。 哄! 山岩崩塌间,汤德义的身体此时竟直接镶嵌在了山体之中。 分舵众弟子见状,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难道说, 普师叔能看清那练虚静强者的动作? 分舵众弟子心中暗自惊叹道。 双方的交手, 仅在电光火石之间, 如果他们刚刚不小心眨了下眼睛的话, 他们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这点能耐吗? 朴普城感觉很不尽兴。 尽管, 这一拳打出去, 他的整条手臂都在发麻。 但对方表现出的实力, 实在是令他有些失望。 汤德义闻言, 挣扎着从碎盐之中爬了起来, 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说话, 他便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汤德义的双眸之中, 满是震惊。 他不明白, 这个黑小子为什么到了妖兽山脉后, 修为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倒是比昨天又强了几分。 想到这, 汤德义便感觉那个黑小子愈发的危险了。 若是让对方再成长个几十年的话, 就连他们圣宗蒙恐怕都要忌惮起三分了。 死子不可留。 随即, 汤德义的双腿便猛地一蹬继续朝着瓢不成暴尸而去, 脚下的力量几乎是瞬间便将身后的山体踏碎了。 飞行的途中, 汤德义再次运转起了地阶终极功法, 乾坤印。 境界被秘书强行提升至练须境后期后, 他所能施展出的乾坤印的威力乃是以倍数增长的。 昨天的他使用乾坤印只勉强与对方打了个平手。 今日, 这个黑小子又能施展出怎样的手段接下他这一招。 想到这, 汤德义的嘴角都不禁微微上扬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朴不成却一如既往地操控着熔龙针法, 在身后凝结出了两道活马。 汤德义见状, 心中顿时冷哼了一声。 果然, 这黑小子也就只有这点能耐了。 汤德义感觉, 那个黑小子今日肯定是必输无疑了。 然而, 正当他那裹挟着恐怖力量的双拳即将轰击在朴不成的面门之上时, 在朴不成身后的那两道活马, 却忽然晃动了一下, 紧接着, 竟又分裂出了五道活马。 汤德义见状, 瞬间大惊失色。 七条?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汤德义满脸的难以置信。 难道说, 真如他门下报信的弟子所说的那样, 这小子当真隐藏了实力。 可是这实力隐藏的, 未免也太多了吧。 你刚当的气势去哪了? 瞟不成满脸淡然地看着汤德义, 随即操控着身后的七条活马, 朝着汤德义扑了过去。 汤德义见状, 赶忙架起双拳, 以乾坤硬护体, 勉强将两条活马给打散了。 然而, 面对那剩下的五条活马, 此时的汤德义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 仅是眨眼间的功夫, 那五条如墨盘般粗壮的活马, 便瞬间相互缠绕着, 将汤德义吞噬在了其中。 面对那熔龙之焰炙热的温度, 汤德义瞬间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此时的他, 人未忘记, 目光凶狠地望着眼前的瓢不成。 小子, 你完了? 你若是杀了本尊, 圣宗盟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连云龙殿也保不住你。 感受到死亡威胁的汤德义, 再次搬出了圣宗盟的名号。 放眼整个五周大陆, 他们圣宗盟的势力, 遍布四个不周。 若是有人招惹到了圣宗盟, 不论跑到哪里, 都会被他们找到。 只可惜, 这圣宗盟的名号, 若是用来威胁其他人的话, 或许还有用。 但用在浦布城的身上, 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 听到对方说出的这番话, 此时的朴布城却哑然失笑。 汤德义见状, 心中顿时充满了不解。 可还没等他开口问其缘由, 朴布城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你不成爷爷, 何时需要云龙殿的庇护? 什么? 汤德义的双眸之中满是费解。 那所谓的云龙殿, 你不成爷爷跟他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我是浩天东的弟子, 为何还需要云龙殿的庇护? 朴布城笑着反问道, 汤德义闻言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什么? 浩天宗? 莫非是那个在龙丰州内造反的浩天宗? 不可能。 舵主明明派了七长老与九长老, 镇守在长州平原。 你是怎么来到长州的? 可面对汤德义的质问, 此时的朴布城却依旧默不作声地看着对方。 汤德义这才发现, 自己似乎是真的低估了这黑小子的底细。 如果说对方说出的这番话属实的话, 那岂不是就意味着, 浩天宗的人已经摸到了他们长州? 不行, 我得把这个消息带给舵主。 汤德义的心中是这样想的。 然而, 在那五条火蟒的缠绕下, 汤德义的身体却无法移动分毫, 炙热的温度, 无时无刻地不再灼烧着他的肉身。 渐渐地, 黑色的熔龙之焰便已经爬满了他的全身。 不出几期间的功夫, 汤德义便在绝望当中逐渐断了气。 朴不成拍了拍手, 将地上散落的熔龙之焰熄灭。 只见他抬手一勾, 紧接着那枚佩戴在汤德义腰间的吊坠, 便飞入了他的掌心。 分堕众弟子看着他们的朴实书, 竟如此轻描淡写地秒杀了一名炼虚尽的强者。 他们皆是露出了崇拜的目光。 迎战横跨一个大境界的强者, 居然丝毫没有落得下风。 难道说, 这就是总堕内培养出的妖念吗? 想到这, 在场的分堕众弟子无不又加深了几分败入到总堕的想法。 可就在这时, 屈良毕却上前一步, 开口道, 是说, 你杀了圣宗盟的长老, 会不会闯祸啊? 屈良毕还是能看清现状的。 虽然他也知道, 他们好天宗的强大, 但那圣宗盟, 好歹也统御着四大周遇。 若是让圣宗盟的人知道了这件事的话, 圣宗盟那边很难不对此采取点措施。 然而, 面对屈良毕的担忧, 此时的朴不成却大手一挥, 道, 放心吧, 圣宗盟若是想对咱们浩天宗动手, 他们早就攻入龙丰州了。 更何况, 是那个老东西挑衅在先, 咱们若是不还手, 倒霉的就是咱们了。 区区圣宗盟而已, 咱们浩天宗迟早都得把他们给灭了。 朴不成慷慨激昂地说着, 引得分堕众弟子心中一阵的悸动, 不愧是从总堕内走出来的人。 说话的逼格, 都比他们这些分堕的小弟子高一个档次。 在场的分堕众弟子, 心中顿时感慨万千。 身为修炼者的他们, 若是心中没有宏图壮志的话, 又怎好意思称自己是逆天形之人? 看样子, 以后他们还是得跟他们的朴实书多加学习。 当然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 朴不成这小子只是个愣头青的话, 他们或许就不会这样想了。 与此同时, 月龙山谷, 浩天宗, 坠日阁内。 莫悠然的脑海中, 瞬间想起了几道分堕弟子的忠诚度增加的信息。 莫悠然满脸问号地从主位之上爬了起来, 完全没有想明白, 究竟是谁又在分堕那边吹牛逼了。 不过, 算了。 反正分堕的人忠诚度越高, 他就越不用担心被别人背后捅刀子。 等到分堕内的人忠诚度都达到百分百后, 他就可以找机会提升一下分堕的总体实力了。 然而, 正当莫悠然, 想要当个闲鱼, 再混一天日子的时候, 坠日的大门, 却被人敲响了。 莫悠然闻声, 先是感知了一下门外的气息, 随后这才开口道, 进来吧。 随着莫悠然的话音落下, 坠日阁的大门便被人推开了。 随后, 顾灵雪的身影便缓缓地走进了坠日阁的主殿之中。 先是朝着莫悠然恭敬的行过里后, 顾灵雪的声音这才响起, 弟子顾灵雪, 拜见老祖。 莫悠然点了点头, 示意顾灵雪平身, 随后开口道, 今日拜见本尊, 可有要事。 说话的同时, 莫悠然便下意识地感知了一下顾灵雪的境界。 可这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感知出顾灵雪的修为后, 他竟发现顾灵雪这丫头, 不知何时, 居然已经从化神境巅峰, 突破至了炼虚境出气。 这岂不是就意味着, 加上他自己, 他们浩天宗内炼虚境以上的强者, 已经有五人之多了。 面对顾灵雪境界的提升, 莫悠然表示很满意。 此时的他, 看向顾灵雪的目光都顺眼了不少。 而顾灵雪, 面对莫悠然的发问, 也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随后赶忙回应道, 老祖, 是这样的。 弟子今日收到了封密函, 只不过, 这封密函之上似乎有阵法保护, 以弟子如今的境界根本无法将其打开。 这封密函是突然间出现在弟子阁楼内的, 弟子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所以才过来请示老祖宁老人家。 顾灵雪说罢, 便将藏于怀中的密函取了出来。 莫悠然文言, 随即眉头微微一皱。 听顾灵雪话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 那封密函是被外人刻意安放在顾灵雪阁楼内的。 可是, 拥有着系统的他, 在有人进入到月龙山谷时, 系统都会对他发出提示。 难道说, 将那份密函放入顾灵雪阁楼的人, 还有什么过人的手段? 想到这, 莫悠然便随即催动了张传送符, 将顾灵雪手中的那封密函传送到了他的手中。 顾灵雪见手中的密函消失并没有太过惊讶, 而是低下了头, 静候他们老祖吩咐。 莫悠然趁着顾灵雪没注意, 便赶忙开启了透视能力。 在透视能力的加持下, 他果然在那封密函之上, 看到了有阵法存在的迹象。 只见莫悠然微微眯起了眼睛, 随后关于那道阵法的破解之法, 也随即出现在了莫悠然的脑海之中。 玄葬阵, 若想破解此阵, 须破阵者修为达到大乘境之上。 玄葬阵? 那么神奇, 莫悠然上下打量着那封密函之上的不起眼的微型法阵。 很难想象, 这世界上竟还有如此微小的法阵。 难怪顾灵雪打不开这份密函, 原来想要打开这份密函, 居然还有境界要求。 而刚好, 莫悠然的修为早已踏足至了大乘之境, 因此, 莫悠然便直接抬手一挥, 抹出了那密函之上的法阵。 密函打开, 石余航有毛笔书写的清秀字迹, 随即映入了莫悠然的眼帘。 莫悠然看着那封密函那书写着的内容, 她的眉头也渐渐皱起, 直到她看到最后, 她却又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啥玩意? 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 显然是把顾灵雪给吓了一跳。 顾灵雪还以为那封密函中写着的 是对他们老祖不敬的内容, 于是赶忙开口问道, 老祖, 这密函内究竟写的是什么? 可, 没事, 你先出去吧, 本尊有事的话, 自会找你。 莫悠然轻咳了一声, 随即把顾灵雪给打发走了。 顾灵雪虽然也对那封密函内的内容充满了好奇,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退出了坠日阁。 直到顾灵雪离开坠日阁后, 莫悠然才又重新审视了一番那封密函内书写着的内容。 确认过自己没有看走眼后, 莫悠然身子一软, 直接摊在了主位之上。 她的目光紧盯着坠日阁的天花板, 此时的她甚至都开始怀疑起了人生。 只见那封密函之上, 开篇的第一段话便写道, 爷爷, 孙女找您找得好苦。 神TM爷爷, 老子单身了一万多年, 都没碰过女人, 这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孙女? 起初, 莫悠然还以为这封密函是寄给宗门内的其他人的。 毕竟, 在他们浩天宗内, 广远道仁和宫问天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修炼者。 按道理说, 他们也是最有可能在外面留下个一男半女的人。 可直到将整个密函看完, 莫悠然却发现, 那封密函内对那所谓的爷爷的描写, 就差把他的名字给写上去了。 在那封密函内, 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浩天宗老祖, 和月龙之巅闭关之类的字眼。 这怎么看, 说的都是他? 趴在主位之上的小白, 见莫悠然满脸震惊地看着手中的那封密函, 此时的他也不禁凑过头去看了两眼。 可是, 当他看到了那封密函内的内容时, 他却瞬间朝着莫悠然流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莫悠然见状, 差点没被气死。 你又不认识字, 你这样看着我干啥? 莫悠然说着, 便将手中的密函丢进了系统空间。 这玩意, 他可不能让他门下的人看到, 不然的话, 他这完美老祖的人设, 可就彻底崩塌了。 毕竟, 他这辈子可还没碰过女人呢。 这突如其来地蹦出来一个孙女, 这可就真是喜当野了。 不过话说回来, 写下这封密函的人, 境界应该不会太低吧。 收起了密函后, 莫悠然便开始猜测起了, 写下了那封密函的人的境界。 从对方翘无声息地潜入浩天宗, 以及对方设下的玄奘阵便能看出, 对方的修为至少是在合体境之上的。 而且, 对方明知道他闭关的事, 还敢称其为他的孙女。 这也说明了对方的年龄肯定不小。 想到这, 莫悠然的脑海之中, 忽然产生了画面感。 要是过几天, 忽然跑过来一个老太太, 跪在我面前叫我爷爷的话。 莫悠然想着想着, 便瞬间倒吸了口凉气。 可千万不要发生那么狗血的事情啊。 莫悠然在心中暗自祈祷道道。 不过, 不论他现在怎么担心, 他也根本没有什么办法。 对方将密函放入顾灵雪的阁楼中后, 却并没有要现身的意思。 或许, 对方也并不确定, 那所谓的爷爷是否是莫悠然, 所以才设下了那道玄奘阵试探他们这边的底细。 不行, 我得出去避避风头。 莫悠然猛地一个翻身, 从主位之上做起。 他可不希望自己莫名其妙地陷入被动。 眼下, 只有先离开月龙山谷才是上策。 随后, 莫悠然便直接催动了张传颂符, 将自己传送到了开元圣帝分舵。 开元圣帝分舵内, 还有圣元道人这个精通推演执法的执法长老。 他打算让圣元道人推演一下这件事, 以防不测。 随着天机阁内闪过一道金光, 莫悠然的身影瞬间显现于此。 此时的天机阁内, 圣元道人正手把手地交着林飞一神演绝。 身为原天机阁的剑宗老祖, 他实在看不下去, 林飞翼如今的修为实在是令人失望。 如今的林飞翼才不过是金丹靖后期的修为。 这样的修为, 放在一万年前, 甚至都没有资格成为他们天机阁的外门弟子。 而面对圣元道人的亲自指导, 林飞翼更是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那传说中的剑宗老祖, 如今竟然亲自教导他这样的后辈, 林飞翼的心里不紧张,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们在忙吗? 就在这时, 一道清亮的声音却忽然在天机阁内响起。 圣元道人和林飞翼闻声皆是一愣, 随后便朝着主殿内看去。 只见在此时的主殿之中, 一道身着墨绿道福的身影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圣元道人和林飞翼见状, 赶忙从主位之上退了下去, 随后恭敬回应道。 拜见前辈! 拜见先帝大人! 属下闲来无事, 正与林舵主探讨推演之法。 不知先帝大人有何吩咐。 圣元道人恭敬道。 哦? 你们先忙, 本尊也没什么急事。 墨幽然说着, 便将自己传送到了主位之上, 一屁股坐了下去。 虽然他也挺着急的, 但为了自己的完美人设, 他又怎好意思现在就支开林飞翼, 当场寻求圣元道人的帮助。 圣元道人见状, 点了点头, 随后也并未多说些什么。 紧接着, 圣元道人便继续交起了林飞翼神眼觉的第二层。 只不过, 原本就有些紧张的林飞翼, 此时却更加紧张了。 这可是两位老祖级别的大人物啊。 就这样坐在他的身旁,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这小心脏乃承受得住。 煞时间, 林飞翼的额头上便布满了冷汗。 此时的他, 如坐针毡, 恨不得时间再过得快一些。 反观莫悠然, 他倒是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 根本没有察觉到, 林飞翼这个中年男人, 那被吓得面色惨白的样子。 转眼间, 半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林飞翼身上的道符, 早已被汗水浸湿。 那副样子看起来, 甚至比从宗门传送大阵中出来的样子, 还要狼狈。 神眼觉第二层的全部内容, 林舵主可曾记住。 圣元道人忽然开口道, 记住了, 记住了。 林飞翼赶忙点头回应道, 嗯, 那就好。 回去之后, 还请林舵主多加练习, 千万不可怠慢。 圣元道人缓缓道,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那么晚辈就先行告退了, 两位前辈先聊。 林飞翼说着, 便先后朝着莫悠然和圣元道人拱手行了行礼, 随后便逃命般地化为了一道流光, 飞出了天机阁。 等到林飞翼离开了天机阁后, 莫悠然感觉自己是时候该跟圣元道人说一说他的心事了。 然而, 还没等莫悠然开口, 此时的圣元道人却朝着莫悠然拱手恭敬道。 不好意思, 先帝大人, 让您久等了。 天机阁内, 现在就只有您与属下了。 您有事的话, 尽管吩咐便是。 圣元道人说罢, 便看向了莫悠然。 将神眼觉修炼至大圆满的他, 其实只是看了莫悠然一眼, 就看出了对方是有心事的。 只不过, 因为林飞翼在场, 如果他将林飞翼支开的话, 倒显得这位先帝大人的格局不够大了。 因此, 在林飞翼走后, 他便第一时间问起了莫悠然特意来到此处的原因。 莫悠然文言, 不禁微微感到有些惊恶。 毕竟, 刚当的他是说过, 自己是没有急事的。 不过, 既然圣元道人都主动访问了, 他也不藏着掖着了, 随后便缓缓开口道。 圣元, 不瞒你说, 本尊最近似乎是摊上市了。 相比于跟其他人的交谈, 莫悠然跟圣元道人之间的交谈, 就显得直白了许多。 毕竟, 早在莫悠然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圣元道人就已经是天际阁的建宗老祖了。 论辈分的话, 其实莫悠然还得叫圣元道人一生前辈。 只不过, 因为莫悠然赋予了圣元道人肉身, 并将其修为恢复至了顶峰, 所以, 两者之间便淡缺了这辈分的关系。 圣元道人在听过莫悠然的陈述后, 他的眉头顿时紧皱了起来。 有没有可能, 是先帝大人您曾经做了什么事? 只不过时间太长, 所以就忘记了。 圣元道人猜测道, 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莫悠然当场便否认道, 要知道, 他当初穿越过来的时候, 才刚成为浩天宗的锅炉宫, 就被系统强制丢到月龙之巅上闭关了。 直到几个月前, 他才从月龙之巅上下来。 这前后的时间加起来, 才半年的时间, 那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他又怎可能不记得? 圣元道人闻言, 这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先帝大人, 您可否将那封密函拿出来给属下看一眼? 圣元道人说罢, 便端坐了起来。 眼下的这种情况, 也只有他使用神眼诀, 才能探清其中的秘密了。 莫悠然也没有犹豫, 直接就将那封密函, 从系统空间中取了出来, 递给了圣元道人。 圣元道人接过密函, 粗略地看过了一眼后, 便随即闭上了眼睛。 神眼诀瞬间发动。 在神眼诀的加持下, 没有什么天机, 是他洞察不了的。 圣元道人在推演之法上的造诣, 是极为自信的, 即便是称他为推演第一人, 也丝毫不为过。 神眼诀的发动, 圣元道人的神识, 瞬间游走在了那份密函之上。 不知不觉间, 半刻钟的时间便过去了。 此时的圣元道人, 依旧紧皱着眉头, 他的额头上, 渐渐冒出了冷汗。 莫悠然看着圣元道人, 那副吃力的样子, 心中不免, 有些担忧。 对方的这副样子, 像极了林飞翼, 当初推演朴不成等人的未来时的样子。 应该不会遭受反噬吧? 莫悠然的心中, 是这样想的。 然而, 就在莫悠然的思绪落下的瞬间, 坐在他身旁的圣元道人, 却猛地睁开了眼睛。 莫悠然见状, 心中顿时一喜, 可还没等他开口询问, 此时的圣元道人, 却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紧接着便两眼一闭, 栽倒在了地上。 我去, 不会吧? 你是认真的吗? 莫悠然见状, 赶忙将圣元道人给搀扶住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便想在系统空间内, 他才回想起自己的闺元单早就用完了。 这一下可怎么办, 连圣元道人都推演不出来。 难道就只能等着对方找上门来吗? 莫悠然看着圣元道人灵魂迷前, 还在紧握着的密函, 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当初他进入到红元气韵大阵的时候, 圣元道人其实也使用了醍醐灌顶之法, 将神眼觉传输给了他。 只不过, 他每次使用神眼觉的时候, 都会推演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比如说上次的那个洛青城, 正是因为他使用神眼觉, 无意中看到了对方在洗澡, 这才引得对方在他们弟子挑战赛中捣乱。 可眼下, 就连圣元道人都无法推演这封密函中的天机。 难道说, 只能我来了吗? 想到这, 莫悠然不禁咽了口唾沫。 按道理说, 能进入到红元气韵大阵中的他, 是可以将神眼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 虽然他也不能保证, 自己能否看出这封密函之中蕴含的天机, 但眼下,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赌一把了。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后, 莫悠然在心中暗自运转起了神眼觉。 手指触碰到那份密函的瞬间, 无数的信息便如潮水般涌入了莫悠然的脑海之中。 上层羊皮纸, 生产地, 无伦草原。 精选上品羊皮, 9981道工艺, 制作周期, 两个月。 指导销售价, 50金币。 下品墨汁, 初产地, 窝云周, 布宇村, 私人工房。 汁, 胡桃壳, 凝胶, 普通蜜蜡, 使用数量, 5克, 生产地。 莫悠然读着脑海中闪过的信息, 眉头也渐渐皱起。 正如他预料中的那样, 有用的信息他是半点没推演到。 反倒是获取了不少垃圾信息。 不过, 莫悠然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再次打开了系统空间。 在系统空间内翻找了一阵后, 他最终取出了一张先帝修为体验卡。 只剩下六张先帝修为体验卡了, 希望能推演出来点有用的信息啊。 莫悠然在心中祈祷着, 随后便将那张先帝修为体验卡捏碎了。 煞时间, 先帝之境的恐怖气息, 瞬间从莫悠然的体内散发而出。 莫悠然没敢耽搁时间, 旋即闭上了眼睛, 再次使用起了神眼觉。 刹那间, 更多的信息涌入了莫悠然的脑海。 例如被制作成羊皮纸的那只山羊交配时的场景, 此时也生动形象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当然了, 莫悠然肯定不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 他就只看了一眼。 随后, 莫悠然便继续捋顺着脑海之中的信息。 而就在这时, 莫悠然眼前的画面却忽然发生了转变。 他的视野仿佛穿过了亿万里的江海, 横跨了数个大路, 落在了一处昏暗的宫殿之中。 在那座宫殿外生长着的, 是早已化为了枯木的松树, 天空之上充满了混沌且暴力的恐怖黑云。 而在那昏暗的宫殿之外, 七道高矮长又不一的身影正齐刷刷地跪拜在那座宫殿前面。 莫悠然几乎是下意识地, 便想要查看那几人的修为。 然而, 此时的他却发现, 即便是拥有着先帝修为体验卡的他, 此时竟也完全看不透那几人的修为。 谁? 就在这时, 跪拜在那座宫殿外的一道苍老的身影, 却猛然回过了头, 朝着后方看去。 几乎是瞬间, 莫悠然便与那名老者对视在了一起。 死! 莫悠然见状, 瞬间倒吸了口凉气。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使用神眼诀, 居然有被人察觉到了。 吸取了骆青城上次的教训后, 莫悠然连想都没想, 就赶忙强行打断了神眼诀。 瞬间, 恐怖的反噬之力, 席卷了他的全身。 莫悠然只感觉全身的经脉都在胀裂, 紧接着, 他便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我怎么推演到了这种画面? 那些人是谁? 那里, 又究竟是什么地方? 莫悠然捂着胸口, 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知不觉间, 他竟发现, 自己身上的道符居然都被汗水打湿了。 稍微缓和了许多后, 莫悠然看着手中的那封密函, 再次陷入了沉思。 刚刚他看到的画面, 显然是他透过手里的这封密函那蕴含的天机, 所窥探到的。 然而, 令莫悠然感到费解的是, 他所看到的那个宫殿, 却似乎并不在五洲大陆之中。 而那些人的修为, 就连使用了先帝修为体验卡的他, 都无法看透。 但莫悠然不知道的是, 他使用的先帝修为体验卡, 其实就只能将他的修为, 维持在一命先帝的水准。 先帝之境, 每突破一层小境界所带来的提升, 就赶得上其他修为的修炼者, 突破一个大境界。 所以, 彭为先帝之境的强者, 有人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也当属情理之中。 缓缓地抹去了嘴角的鲜血后, 莫悠然不禁苦笑了一声。 没有了归缘丹, 就连他也需要通过自我调息, 恢复刚刚的反噬所带来的伤害。 眼下, 他也只能期望着, 广源道人等人尽快回来了。 至于追溯那封密寒源头的事情, 他倒是不能继续深究了。 万一他使用使用神眼诀, 招惹来了连他都招惹不起的存在, 那他可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 他打算等圣缘道人苏醒后, 再问一问圣缘道人刚刚推演到了什么。 转眼间, 两天时间已过。 莫悠然借助着万道神体的体质, 很快便将伤势恢复了。 可反观圣缘道人的情况, 圣缘道人却迟迟没有苏醒的意思。 莫悠然倒也没有着急, 在天机阁内静静等候着。 而与此同时, 妖兽山脉那边, 广源道人等人在妖兽山脉外围 搜寻灵药的进度, 也渐渐进入了尾声。 经过这两天时间的搜寻, 妖兽山脉外围的灵药 已经被广源道人等人采摘得差不多了。 途中, 广源道人等人 刚好偶遇了许多 同样采摘灵药的修炼者。 妖兽山脉外围的妖兽并不算多, 所以很多修炼者 都会选择在入春的时候 进入妖兽山脉采灵药。 广源道人等人则是用了两倍的价格, 从那些修炼者的手中 买到了炼制归原丹所需的灵药。 虽然那点零食 对于他们浩天宗来说 不过九牛一毛, 但对于寻常修炼者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此时的妖兽山脉南部, 云书瑶和苏琴儿 以及带领着的十名分舵弟子 同样收获颇丰。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这些天 他们采摘的灵药 也足以炼制两万枚左右的归原丹了。 按照广源道人的要求, 在分头行动的最后一天, 他们需要返回那眼灵泉处集合, 然后再前往妖兽山脉的中部。 可就在这时, 走在面前的云书瑶 却忽然转头, 朝着身后的众人说道 不好意思诸位, 我可能只能陪你们到这里了。 云庄主不打算与我们同行了吗? 苏琴儿闻言 其实也没有太过惊讶。 云书瑶之所以与他们同行, 正是因为 对方想在与他们同行的期间 找寻他妹妹云落霄的下落。 只不过, 现在都已经过去两天的时间了。 中途, 云书瑶也返回过云河山庄, 但是却并没有听到 云落霄返回云河山庄的消息。 这对云书瑶来说 可不是个好消息。 眼下, 妖兽山脉的外围 他们都已经搜寻得差不多了, 却始终没有发现 云落霄的踪迷。 因此, 云书瑶便打算抛下苏琴儿等人, 先行前往妖兽山脉的中部。 云书瑶点了点头, 随后继续道, 妖兽山脉内情况多变, 时间越长变数越大。 还请苏小姐 告知广员前辈一声, 云书瑶说着便朝着苏琴儿拱了拱手。 苏琴儿闻言 也只能点了点头, 毕竟对方并不是他们好天宗的人, 他们也不能强行将对方给留下。 所谓人各有志, 凡事不可抢求。 那云庄主多加保重, 我会将这件事 转达给广员长老的。 苏琴儿回应道。 随后, 在苏琴儿的注视下, 云书瑶的身影便瞬间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妖兽山脉的中部飞去。 苏琴儿等人也并未耽搁, 等云书瑶走后, 他们便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那道灵犬的方向赶去。 然而, 还没等苏琴儿等人刚踏上归途, 跟在苏琴儿身后的一名奋舵弟子, 却忽然惊呼道。 苏世仪, 你看那是什么? 苏琴儿闻言, 赶忙停下了脚步, 顺着那名奋舵弟子手指着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一处生满青苔的巨石的后面, 一只红色的鞋子, 显得格外显眼。 他们是从相反的方向过来的, 因为这块巨石的遮挡, 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现那只鞋子。 苏琴儿见状, 赶忙快步上前, 将那只鞋子给捡了起来。 细细地感知过, 那只鞋子中残存的灵力波动后, 苏琴儿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几名分舵弟子见状, 快步上前, 轻声问道。 苏世仪, 这只鞋子该不会苏琴儿闻言, 点了点头。 分舵众弟子看到苏琴儿那副肯定的样子, 结实一愣。 通过这只鞋子上残存的气息, 他们便能看出, 穿戴着这只鞋子的人, 修为最多才勉强摸到金丹镜的门槛。 而此时的他们, 已经非常接近妖兽山脉的中部了。 拥有着这般修为的人, 即便是在妖兽山脉的外围, 恐怕也是寸步难行, 更别说对方出现的位置, 是在这里了。 遗留下这只鞋子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云书瑶要找的云落霄。 位置来看, 如果云落霄没有出事的话, 他应该是朝着与云书瑶相反的方向离去的。 对方究竟遭遇了什么, 才将这只鞋子落在了此处? 众人的心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云落霄现在的处境, 恐怕是不容乐观的了。 你们先去跟广元长老他们会合, 我去把云庄主叫回来。 苏琴儿朝着分舵众弟子说道, 以他现在的修为, 他也不敢贸然在妖兽山脉内独自行动。 只可惜, 时间经不起单个, 这只鞋子遗留在此处的时间, 大概是在半天前。 苏琴儿感觉, 他还是将云书瑶给叫回来比较稳妥。 话音落下, 苏琴儿的身影便随即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东南方向的妖兽山脉中不飞了过去。 时间一晃, 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 原本苏琴儿和云书瑶带领着的十名分舵弟子, 已经返回了那眼灵犬所在的位置。 而广元道人和浦布城, 却早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此时的广元道人正统计着朴布城那边采摘的灵药数量。 清点过树木后, 广元道人竟发现, 但是他们这两边采摘的灵药数量, 便已经足以炼制十万玫瑰圆丹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 他们只需要前往妖兽山脉的中部, 将那最后一位灵药采集够数量后, 他们便能返回宗门了。 然而, 正当广元道人和朴布城还在为此高兴的时候, 有南部折返回来的十名分舵弟子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随后起了眉头, 随后开口询问道, 云庄主和苏秦儿怎么没有回来? 广元道人说罢, 便看向了那十名分舵弟子。 他明明交代过云淑瑶和苏秦儿, 让他们看护好这些分舵弟子, 可是为何, 如今回来的却只有那十名分舵弟子? 折返而来的分舵弟子文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随后赶忙开口回应道, 回长老的话, 云庄主已经孤身前往妖兽山脉中部了。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发现了云落霄的下落, 苏氏仪不放心云庄主, 所以就过去找他去了。 分舵众弟子, 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 这才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转告给了广元道人。 广元道人文言, 眉头顿时紧锁了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广元道人问道。 分舵众弟子面面相聚后, 随后赶忙回应道, 大概是半天前。 半天前。 广元道人文言, 心中顿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苏秦儿的天赋虽然也不差, 但跟朴不成相比, 修为却是差了许多。 而且, 还没有朴不成那小子逆天的体质。 拥有着原音静修为的苏秦儿, 若是独自前往妖兽山脉的中部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半路的妖兽袭击。 广元长老, 我们现在就过去找他们吧。 朴不成文言, 脸上也顿时写满了交集。 或许是因为苏秦儿不知道, 在那妖兽山脉的中部, 是有着炼虚静的妖兽存在的。 就连朴不成这个愣头青, 也不敢贸然前往妖兽山脉的中部。 如今, 半天的时间都过去了, 没有人能保证苏秦儿与云书瑶不会遭遇什么不测。 然而, 正当朴不成想要尽快找到苏秦儿等人的下落时, 广元道人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不可, 以你们现在的状态, 前往妖兽山脉中部, 不是去送死的吗? 本长老先过去看一看, 你们先在此处调养半天的时间, 等体力恢复后, 再前往妖兽山脉中部。 广元道人, 还是能看得清目前的情况的。 他们虽然人多, 且平均的实力也不差, 但是在那妖兽山脉的中部, 这些分舵弟子却是派不上半点用场的。 说不准到时候, 这些分舵弟子还会拖了他的后腿。 因此, 广元道人便打算将这些分舵弟子留下, 独自前往妖兽山脉中部。 可就在这时, 朴不成的声音又再次响起。 长老, 弟子跟您一起去。 朴不成主动请阴道。 广元道人闻言, 先是一愣,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好吧, 其余人在此等候, 瞟不成你跟本长老走。 话音落下, 广元道人与朴不成的身影, 便瞬间化为了两道流光, 朝着妖兽山脉的中部暴舍而去。 与此同时, 妖兽山脉中部。 一处潮湿的洞穴中, 三道身影正蜷缩在此处。 而在那洞穴之外, 一体长数十米的青色妖蛇, 正不停地朝着那个东西内吐着灼气。 或许, 是因为那只妖蛇的头颅太大, 所以才给了洞穴内那几人喘息的时间。 若是感知起那只妖蛇的修为的话, 不难发现, 那只妖蛇竟有着恐怖的炼虚镜巅峰的修为。 拥有着这般修为的他, 本是可以撼动山河, 将那处洞穴掀翻, 直接将洞穴内的三人吞噬。 可此时的他却并没有那样做, 反倒是静静地守在那处洞穴的外面。 这样的姿态, 像极了玩弄猎物的猎人。 而此时的洞穴内, 那蜷缩着的正是苏擎儿, 云淑瑶以及云洛骁三人。 其实早在半天前, 苏擎儿便很快追上了云淑瑶。 可云淑瑶却并没有听苏擎儿的话, 去寻求广源道人的帮助。 苏擎儿放心不下云淑瑶, 便跟着云淑瑶前往了此处。 但谁曾想到, 原本被困在这处山洞内的云洛骁, 竟是那只妖蛇钓鱼的诱饵。 还没等苏擎儿和云淑瑶刚踏足进这个山洞, 那只妖蛇便迅速地将它们困在了其中。 这畜生真是狡猾, 没想到竟还有这般心机。 云淑瑶紧握着玉拳, 目光死死地盯着这洞穴外的妖蛇。 自古以来, 人类修炼者凡是遇见妖兽, 都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杀, 夺其皮毛及妖丹。 可谁曾想到, 今天的她们, 竟被一只妖兽玩弄在了鼓掌之间。 此时躲在云淑瑶身后的云洛骁, 身体还在止不住地颤抖着。 这世明年纪与苏擎儿相仿的少女, 她的面容虽然略显青色, 但不难看出, 等再过上几年, 她也会成为像云淑瑶那般动人的女子。 只不过, 此时的她, 却早已被吓得面色惨白。 原本的她, 本是打算在妖兽山脉内采摘到灵芝草后, 将其作为生日礼物, 送给她的姐姐云淑瑶。 他们的父母, 常年忙于宗门之事, 很少返回云河山庄, 所以, 云洛骁打小, 就是跟云淑瑶一同长大的。 只可惜, 平时的云淑瑶, 还要忙于管理云河山庄内的事, 这才对云洛骁的关心少了些。 因此, 云洛骁这才打算, 前往妖兽山脉采摘灵芝草, 来搏得云淑瑶的关系。 但谁又能想到, 还没等她刚踏足至妖兽山脉, 她与她同行的化神镜强者, 就遭遇了妖兽的围攻。 那四名化神镜强者, 更是在保护她的路上, 惨死在了那只妖蛇的口中。 此时的云洛骁, 已经被吓得有些双目失神了。 在那只恋虚境巅峰的妖蛇面前, 他们这样的小修炼者, 简直与蝼蚁无异。 因为, 她前往妖兽山脉采摘灵芝草的这一举措, 她不但让四名化神镜强者陨落在了这里, 更是让她的姐姐云淑瑶身处了险境。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岂不是只有在这里等死的份了? 对不起, 姐姐, 是我连累了你。 云洛骁见出逃无望了, 再次向云淑瑶道歉道。 云淑瑶文言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随后目光便落在了苏晴儿的身上。 苏小姐, 不好意思, 这次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也让你受到了牵连。 云淑瑶的心中充满了自责。 早在半天前, 她发现云落霄的时候, 她几乎想都没想, 就直接闯进了这处洞穴内。 也怪她没有查看附近的情况, 这才造成了如今的这般窘境。 妖兽山脉内, 妖气极上。 尤其是在这妖兽山脉的中部, 这十足的妖气几乎掩盖了所有的灵力流转的迹象。 也就是说, 即便是拥有着合体静修为的广原道人, 也不可能通过临时感知获取她们的具体位置。 如今的她们, 已经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然而, 面对云淑瑶的致歉, 此时的苏秦儿却摇了摇头, 道, 云庄主, 千万不要这样说, 这两天你也帮助我们铲除了不少妖兽, 我也是自愿跟着你过来的。 苏秦儿尽量平复着云落霄以及云淑瑶的情绪。 其实, 她的心里也没谱, 她们究竟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这妖兽山脉内的妖气, 不再侵蚀着她们的身体。 即便是拥有着原音静修为的她, 此时能施展出的实力也只有金丹静左右的水准。 也就是说, 如果那只妖蛇想要将她们杀死的话, 只需稍微动用一下威压, 便可直接将她们诛杀。 这样拖下去的话, 情况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劣。 目光紧盯着洞穴外的那条妖蛇, 苏秦儿沉淫了片刻后, 最终做出了决定。 云庄主, 等一下我会尽量为你们争取时间。 你们找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吧。 苏秦儿缓缓道, 云淑瑶闻言先是一愣, 随后赶忙开口道。 苏小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云淑瑶大概也猜出了苏秦儿的想法, 只不过她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是否是正确的。 苏秦儿淡淡地摇了摇头, 随后继续道, 没什么, 只是字面意思。 如果咱们再不行动的话, 那条妖蛇恐怕就要对我们动手了。 云庄主与其大家都死在这里, 倒不如我去拼一下试试吧。 苏秦儿说罢便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云淑瑶闻言顿时面露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苏小姐你疯了吗? 那可是练虚境巅峰的妖兽。 以你现在的修为, 你又真可能是她的对手。 云淑瑶表示自己不能理解。 在她看来, 苏秦儿的这一举动完全就是在去送死的。 她与苏秦儿之间本就是萍水相逢的关系, 双方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 她云淑瑶又是何德何能, 让这位苏小姐舍命相救。 然而, 面对云淑瑶的质疑, 苏秦儿却侧过了脸, 看向了对方。 那么除此之外, 云庄主还有其他办法吗? 云淑瑶闻言当场就沉默了。 的确, 正如苏秦儿所说的那样。 若是他们再不从这洞穴内离开的话, 他们迟早都要殒命在那妖蛇吐出的妖气之下。 她的姓名, 她倒是不在意, 但她妹妹云洛霄的姓名, 她却是不能不管的。 而眼下, 也只有苏秦儿提出的这个办法, 能留给他们一线的生机。 只不过, 这仅存的一线生机, 其实也已经非常渺茫了。 在那只妖蛇恐怖的修为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的身法和功法都形同虚设。 或许, 还没等苏秦儿能给他们拖延到时间, 他们就已经尽数死在那只妖蛇的口中了。 这无疑是场豪赌。 片刻后, 云淑瑶这才开口道。 苏小姐, 我同你一起拖住那条妖蛇吧。 苏小, 等下你找机会, 尽快逃离此处, 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云淑瑶朝着云苏小嘱咐道, 云苏小文言, 眼角顿时泛起了泪花。 她知道, 如果她的姐姐云淑瑶, 真的要去迎战那只恋须尽巅巅的妖蛇的话。 这一遍, 很有可能就是永远了。 云苏小微微张开小嘴, 想要说出她, 也想跟那条妖蛇拼命之类的话。 但又或许是当初, 那四名化神境强者, 在她的面前被那条妖蛇活活吞噬给她留下的太大的阴影。 此时的她话到嘴边, 却是连半个字都没敢说出口。 然而, 正当云苏小还沉浸在深深的内疚中时, 苏秦儿的声音却又再次响起。 云庄主, 你还是带着云苏小一同逃走吧。 仅凭她自己一人, 即便是逃离了这个山洞, 她也会丧命在妖兽山脉之中的。 啊? 这云苏瑶柳眉微醋着, 顿时面露出了为难之色。 苏秦儿说出的这番话的确在里, 但她又怎好意思, 以苏秦儿的牺牲给他们争取逃走的时间。 云若萧文言, 下意识地便想抬起小手, 将她的姐姐云苏瑶留下来。 可是, 她又感觉, 这样做实在是太自私了。 顿时, 她的手便停在了半空中, 不知道是要伸出去, 还是收回来。 心中更是纠结不已。 苏秦儿看了眼云苏瑶, 又看了眼云苏瑶。 虽然此时的云苏瑶和云苏瑶都没有说话, 但他们的想法, 其实也已经显而易见了。 苏秦儿没有过多的等待, 随后便直接开口道, 我数三个数, 数过三个数后, 我就冲出去, 你们立即从这里逃走。 苏秦儿说吧, 便直接调动起了灵力, 运转起了紫霜圣徒。 云苏瑶见状, 胆忙道, 苏小姐, 咱们要不再考虑考虑, 或许还有其他。 三? 就在这时, 苏秦儿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打断了云苏瑶的这番话。 云苏瑶见苏秦儿去意已决, 只能狠了狠心, 也赶忙调动起了灵力。 二? 苏秦儿猛地睁开了眼睛, 无尽的寒意已包裹了她的全身。 一? 随着最后的这道声音落下, 苏秦儿的身影便瞬间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洞穴外报射而去。 而此时, 云苏瑶也早已调转好了灵力。 在苏秦儿冲出洞穴的瞬间, 她便拉起了愣在原地的云落霄, 也朝着洞穴外相反的方向暴射而去。 盘踞在洞穴外的青色妖蛇, 在看到了那洞穴内暴射而出的三道身影后, 她那灵脚分明的面孔上, 瞬间露出了细血的神色。 仿佛这一刻, 她已经等了很久。 常言道, 万物皆有灵。 此灵意为通道, 指的是活的时间久了, 任何生灵都能成精。 而此时, 盘踞在那处洞穴外的妖蛇, 追其年岁, 足以达到了上万年之多。 在这上万年的时间里, 她曾经看到了无数的人类修炼者, 想尽任何办法, 将妖兽斩杀的场景。 时间长了, 她也便学会了。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的情况下, 直接杀死猎物, 反倒是没有什么意义。 只有将猎物玩弄致死, 直到看到了他们拼死挣扎的样子后, 才算是有真正的满足感。 而这只妖蛇, 显然是将苏琴儿等人, 当作是了落入她掌心的玩具。 因此, 当苏琴儿等人, 从那处洞穴内逃出来后, 她便瞬间来了精神。 So! 只听洞穴外响起了一道破空之声, 紧接着, 两股墨绿色的粘稠毒液, 便瞬间朝着苏琴儿和云淑瑶飞去的两个方向, 抱舍而去。 云淑瑶听到身后响起的声响, 赶忙回头望去。 可当她看到了那如泉涌般朝着她抱舍而来的毒液时, 她便瞬间露出了亥然的神色。 若是她独身一人的话, 她倒是能将那股毒液轻松躲开。 可是, 此时的她, 身边却还带着她的妹妹云洛霄。 两个人的重量夹在她的身上, 令她短时间内无法及时地闪躲。 眼看着那道毒液即将冲击在他们的身上, 云淑瑶和云洛霄皆是被吓得面色惨白。 果然, 想要从炼虚境巅峰的妖兽眼皮子底下逃走, 并不是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情。 难道说, 他们就只能止不于此了吗? 云淑瑶和云洛霄的心中顿时充满了绝望。 然而, 正当他们以为他们要被那毒液吞噬的时候, 一道寒光, 却在他们的眼前一闪而过。 刷! 刺骨的寒意瞬间席卷了他们的全身。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降至了冰点之下, 连他们喘出的热气都被化作了淡紫色的冰晶。 仅是眨眼间, 那来势汹汹的毒液便瞬间被冻结成了一道冰重。 云淑瑶见状赶忙看向了苏秦儿所在的方向。 只见此时的苏秦儿正一手掐着指掘, 一手操控着几根数米长的紫色冰锥, 朝着那条妖蛇直辈去。 是苏小姐救了我们? 云淑瑶和云洛霄皆是反应了过来。 随后, 他们也不敢有丝毫的耽搁, 直接朝着相反的方向暴射而去。 青色妖蛇见状, 下意识地便想要动用威压, 将要飞走的云淑瑶和云洛霄给拦下来。 可还没等他刚刚调动起灵力, 那几根数米长的冰锥便已直奔着他的要害之处, 冲刺而下。 找死! 青色妖蛇见状, 顿时勃然大怒。 他万万没有想到, 眼前的那个圆英镜的小修士, 竟敢挑衅他练须镜妖黄的威严。 刹那间, 青色妖蛇便猛地一攻身子, 瞬间暴尸而起, 直奔着苏琪儿便撕咬了过去。 而此时, 正在逃走的云淑瑶和云洛霄, 根本不敢回头去看身后的情况。 在苏琪儿给他们争取的这几秒的时间内, 他们便已逃出了数千米的距离。 体内残存不多的灵力终于耗尽, 云淑瑶带着云洛霄至天空之上跌落而下, 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云洛霄痴痛地从地上爬起来, 检查着云淑瑶的伤势。 可这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看清他姐姐后背的情况时, 他便瞬间倒吸了口凉气。 或许是他们逃走得不够及时。 只见在云淑瑶的后背处, 几滴冒着白烟的毒液下, 大片的衣物都已经退去, 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 因为灵力耗尽, 云淑瑶在跌落至地面后, 便直接昏死了过去。 饶饰云洛霄再怎么呼喊他的名字, 他却始终没有要醒来的意思。 身处在妖兽山脉, 两人跌落至地面的声音, 很快便引来了许多闻声赶来的妖兽。 渐渐地, 云洛霄能明显地看到, 在四周的密林处, 几只妖兽正缓缓落着爪子, 朝着他们两人的位置靠近。 云洛霄见状, 赶忙抬起了双手, 捂住了小嘴, 生怕自己惊呼出来。 完蛋了! 这一下是真的完蛋了。 云洛霄心中暗道, 即便是拥有着金丹镜中期修为的他, 此时竟也看不透那几只妖兽的修为。 况且, 他体内的灵力也所剩不多了, 根本无法让他将云洛霄带走。 倘若云洛霄现在有意识的话, 肯定会命令云洛霄抛下他从这里逃走。 但是, 此时的云洛霄却并没有那样做, 而是调动起了为数不多的灵力守在了云洛霄的身旁。 虽然他也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那几只妖兽的对手。 虽然他也知道, 这样做他也对不起方才的那位道友舍命相助。 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 势必要保护他的姐姐一次。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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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的妖兽的脚步声变得愈发沉重。 云洛霄的精神顿时就紧绷了起来。 此时的他, 几乎全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就连呼吸都变得急错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四周妖兽的脚步声却骤然停止了。 云洛霄见状不禁放松了几分警惕, 朝着四周张望了起来。 然而, 就在他转头的一瞬间, 三只狼形的妖兽便瞬间从他身后的密铃中钻出, 朝着他后背的方向便暴射而去。 云洛霄听到身后的一响, 赶忙回头。 可当他看到身后那三张张开的血盆大口时, 他差点被吓得心脏骤停,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姐姐, 对不起, 我果然还是做不到啊。 云洛霄被吓得直接闭上了眼睛, 根本不敢面对那飞速袭来的三只妖兽。 然而, 就在云洛霄闭上眼睛的瞬间, 熔龙针法。 风气十足却又略显稚嫩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紧接着, 一股炙热的热浪瞬间贴着云洛霄的头皮, 朝着那近在咫尺的三条妖狼暴射而去。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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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闷响随即响起, 紧接着密铃之中便响起了那三只妖狼惨叫着的声音。 云洛霄闻声赶忙睁开了眼睛。 可此时的他却发现, 原本要扑到他身上的三条妖狼彻底没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却是名肤色有黑, 身穿黑色道服的年轻人的身影云洛霄见状, 彻底傻了眼。 他万万没有想到, 那三条连他都看不透修为的妖狼, 竟被眼前的这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轻易抹杀了。 看着那名少年从容自若的侧颜, 云洛霄先是一愣, 随后赶忙开口答谢道。 多!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 云洛霄的脸颊上顿时挂满了感激的神色。 若不是这名少年出手及时的话, 他与他的姐姐恐怕就会丧命于此了。 这名少年究竟是何等境界, 又究竟是哪方宗门的弟子? 想到这, 云洛霄又不禁有些好奇地望向了那名少年。 可是, 即便是那名少年未曾收敛气息, 此时的他竟也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你们都没事吧? 就在这时, 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 却从他们的身后, 响起。 云洛霄愕然回头, 此时的他竟发现, 不知何时, 他们的身后, 正站着一名同样身穿着黑色道服的老者。 那名老者看起来先锋道鼓, 眉宇之间透露出的气质, 仿佛看破了世间的一切凡尘俗事。 而出现在此地的两人, 正是闻声赶来的朴不成和广元道人。 三只化神镜的妖狼而已, 弟子足以应对了。 朴不成满是骄傲地开口炫耀道。 广元道人闻言, 很显然, 刚刚他问出的那番话, 压根就不是说给朴不成听的。 不过, 对此, 广元道人便不打算再说朴不成两句了。 见到云洛霄和云淑瑶都没事后, 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去。 只不过令广元道人感到唏嘘的是, 时间居然过得那么快。 当年那个跟在云淑瑶屁股后面的小屁孩, 如今竟也过了痘扣之年。 若不是对方与云淑瑶长得有几分相像的话, 他肯定是认不出来对方的。 云洛霄听着广元道人与朴不成的对话, 他心中的震惊更是难以附加。 三只化神镜的妖兽而已。 难道说, 刚刚的那三只妖兽是拥有着化神镜的修为? 想到这, 云洛霄顿时感觉到了一阵的后怕。 可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 那名少年明明斩杀了三只化神镜的妖兽, 竟将话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那名少年究竟拥有着何等恐怖的实力? 云淑瑶的心中更是对朴不成平添了几分好奇。 而在此期间, 朴不成的目光却又看向了四周, 他试图寻找到苏秦儿的踪影。 可是环顾了一周后, 朴不成的眉头却微微地皱了起来。 很显然,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苏秦儿的身影。 广元道人看着朴不成那微皱着眉头的样子, 他的目光也下意识地看向了四周。 当他察觉到苏秦儿并不在此处后, 他的眉头也顿时紧锁了起来。 云洛霄看着眼前的那两人眉头紧皱的样子, 这时的他才从震惊之中缓过了神来, 随后目光急迫地赶忙开口道。 前辈! 前方不远处, 还有一位道友正身处险境。 前辈您一定要去救他啊。 云洛霄说着, 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广元道人的身前。 虽然他也不知道, 在这个弱肉强势的修仙界内, 这两位前辈为何还要出手将他救下? 但通过这两位前辈的为人他便能看出, 这两位前辈绝对不是那种 救的人。 于是, 云洛霄便想要恳求一下这两位前辈, 将那位给他们争取时间的苏小姐救出来。 还有一位道友, 广元道人和朴不成文言, 心中皆是一个咯噔。 看样子, 事情完全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随后, 朴不成便赶忙开口问道, 他现在的具体位置在哪? 此时的朴不成, 心里比谁都要着急。 他可不希望, 他的师妹在妖兽山脉内遭遇了不测。 云洛霄见原本嬉皮笑脸的少年, 忽然转变了神色, 他差点被吓了一跳。 随后, 云洛霄也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胆忙指了指密林深处的方向, 道, 前面不远处有个洞穴, 那位道友正孤身一人, 迎战一只炼虚境巅峰的妖兽。 炼虚境巅峰? 听到那只妖兽的修为, 广元道人顿时在心中暗道起了不妙。 以苏琴儿的目前的境界, 想让他迎战炼虚境的妖兽, 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是刚突破至合体镜的他, 都没有足够的信心, 与炼虚境巅峰的妖兽为敌。 如今的苏琴儿, 恐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 然而, 正当广元道人还在想着应对之法的时候, 此时的浦不成, 却一言不发地, 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云落消首指着的方向暴射而去。 这个愣头青, 广元道人看着朴不成的背影, 顿时就在心中暗骂了一声。 虽然他也承认, 朴不成这小子的实力不可小觑, 但又不是任何境界的强者, 都是朴不成能够应对的。 倘若让朴不成去迎战那只炼虚境巅峰的妖兽的话, 这不就是让朴不成去送死吗? 当然了, 广元道人倒也不是特别担心这些弟子们的生命安全。 毕竟, 以他们老祖的通天手段, 他们老祖完全可以将殒命的弟子复活。 只不过, 广元道人却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若是在他带领弟子外出的期间, 门下弟子频频殒命的话, 他这个当长老的, 肯定就没有颜面继续留在宗门内了。 想到这, 广元道人也只能被地里剁了剁脚, 随后便朝着云落霄说道, 你和云淑瑶先留在此地, 等我回来。 广元道人说罢, 便瞬间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瓢不成飞去的方向赶去。 云落霄看着那两道离去的背影, 他的脑海中, 此时还不断地浮现着那名少年出手将他救下时的场景。 暂时脱离了险境的他, 这时才发现, 他的脸颊, 不知何时已经红到了耳根。 云落霄赶忙抬起了两只小手, 捂住了自己有些发烫的脸蛋, 心中已是小鹿乱撞。 体力得到了些许恢复的云淑瑶, 此时却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当他看到了云落霄那幅红着脸的模样时, 他的眼眸之中不禁闪过了几分疑惑。 你这是怎么了? 云淑瑶开口关心道, 啊, 姐姐我没事。 云落霄见云淑瑶醒了过来, 顿时惊叫了一声, 随后心虚地转过了头去。 从小就跟着云淑瑶长大的他, 从未接触过同龄的男修士。 此时的他才发现, 他心中产生的这种异样的情感, 竟是他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与此同时, 妖兽山脉中部另一端, 朴不成几乎是谋足了全身的灵力, 以最快的速度, 抵达了云落霄所指的那处洞穴处。 可刚抵达此处, 他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在那处洞穴的外面, 一条青色的数十米长的蛇形妖兽正张开了巨口, 准备将一块硕大的紫色冰晶吞噬。 只不过, 那块紫色冰晶的高度, 却远远超出了那条蛇形妖兽巨口张开的最大极限。 那条青色妖蛇, 仅是将那块紫色冰晶含在了口中, 却无法下咽分毫。 朴不成定睛一看, 却发现了冰封在那块冰晶中的苏琴儿的身影。 聂辍! 还不快松口! 朴不成当场就急了眼。 几乎是瞬间, 七条黑色火蟒便在瓢不成的身后显现。 青色妖蛇在听到了身后, 响起的呵斥声后, 随即目光轻蔑地看向了身后。 化神经出气! 这般的修为实在是入不了他的法眼。 他完全想不明白, 身后的那个人类小修士是怎敢对他口出狂言的。 被冰晶完完全全包裹起来的苏琴儿, 在听到了瓢不成的声音后, 猛然睁开了眼睛。 原本的他, 本是打算给云淑瑶和云洛霄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后, 就直接放弃抵抗了。 毕竟以他的修为, 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条恋虚境的妖蛇面前活下去。 只不过到时候, 他得麻烦他们老祖他老人家一次了。 可是就在这时, 苏琴儿却听到了瓢不成的呵斥声, 微微愣了片刻后, 苏琴儿这才朝着瓢不成喊道。 师兄, 你怎么过来了? 别问那么多。 师妹, 你等着, 师兄现在就去救你。 瓢不成说吧, 便直接操控着身后的七条火蟒, 朝着那条青色妖蛇便暴射而去。 青色妖蛇见状, 双眸之中的轻蔑之色只增不减。 他根本不认为, 朝着他飞来的那个人类小修士能伤得到他分后。 只见他猛地一瞪眼, 一股裹挟着恐怖力量的气浪, 便瞬间朝着瓢不成席卷去。 碰! 只听空之中传来了一声闷响。 紧接着, 瓢不成身后刚刚凝结而成的七条火蟒, 便瞬间节节寸断, 化为了虚无。 而瓢不成的身影更是化为了一道流光, 直接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这畜生好强! 瓢不成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抹去了嘴角的鲜血。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使出的熔龙针法, 在那条青色妖蛇面前, 进行铜虚射。 苏秦儿见状, 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赶忙开口道。 师兄, 你快走吧, 不用来救我。 苏秦儿的心里也有些急了。 虽然他的心中多少还记得昨天的事情, 但在这大是大非面前, 他还是能认得青线状的。 这条链虚尽的妖蛇, 远不是他们这种级别的修炼者能够对付的。 若是他的师兄为了救他, 而因此丧命的话, 他师兄这可是就要死第六次了。 老祖他老人家, 能不生气吗? 不行, 师妹, 我身为你的师兄, 又怎能对你见死不救? 然而, 面对苏秦儿的苦苦相劝, 瓢不成的意念却异常地坚定。 在他看来, 这根本不是麻不麻烦他们老祖的事情。 如果身为师兄的他, 抛下了同门弟子独自离开的话, 他又怎单地起着大师兄的身份? 尤其是如今遇险的是苏秦儿, 他就更不能坐视不管了。 仅是眨眼间, 七条火蟒便又再次出现在了瓢不成的身后。 可就在这时, 广元道人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不成, 这只妖兽的实力不可小觑, 万不可轻易出手。 随着广元道人话音的落下, 广元道人的身影 便瞬间出现在了瓢不成的身旁。 苏秦儿见广元道人也跟了过来, 他的心中顿时生起了几分希望。 他们广元长老的境界, 是远在这条青色妖蛇之上的。 若是广元长老出手的话, 说不准还能与这条妖蛇一战。 只可惜, 苏秦儿不知道的是, 广元道人的境界虽然已经达到了合体之境, 但归根结底, 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名恋要失。 即便是迎战同等境界的强者, 广元道人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 更别提他们要迎战的是一条 拥有着恋虚境巅峰修为的妖蛇了。 几乎是同时, 青色妖蛇也很快注意到了赶过来的广元道人。 细细地感知过广元道人的修为后, 他的目光顿时就变得警惕了起来。 合体竞出气! 这般的修为,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 才能与对方为敌。 随后, 青色妖蛇便直接将口中的冰金吐在了地上。 上下打量了一番广元道人后, 此时的他却忽然口吐人言道, 老家伙, 你可知道, 打扰本尊禁食, 是要承担怎样的后果。 青色妖蛇说罢, 便高高地扬起了头颅。 身为妖兽山脉四大妖皇之一, 他的境界仅次于栖息在妖兽山脉深处的妖帝。 只不过, 一个月前, 那位有着杜劫七十例的妖帝, 却被路过的一名长相极为英俊的男子挖走了妖丹。 如今的妖兽山脉的众妖皇中, 他的修为虽然最低, 但同样也是寻常修炼者招惹不起的存在。 刚刚对他动手的那个黑小子不明事理也就算了, 可为何连这位合体精的强者都敢站在他面前猖狂? 面对青色妖蛇的质问, 广原道人却冷冷地开口反问道, 小畜生, 那么你知不知道, 你吃了本掌老门下的弟子, 是要承担怎样的后果? 放肆! 找死! 青色妖蛇闻言顿时勃然大怒, 话音落下, 炼虚境巅峰的威压便骤然释放,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威压, 瓢不成顿时感觉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广原道人也同时施展出了威压。 合体精初期那丝毫不输对方的威压, 仅是眨眼间便与那条青色妖蛇释放出的威压碰撞在了一起。 两道威压一出, 方圆石里的妖兽全都匍匐在了地上。 就连远在妖兽山脉外围的分舵众弟子, 也瞬间感知到了妖兽山脉中部散发而出的恐怖气息。 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分舵众弟子皆是露出了骇然的神色。 他们根本不敢想象, 若是他们直面那道恐怖气息的话, 究竟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妖兽山脉中部释放而出的威压, 足足持续了有半可钟的时间。 守在灵犬处的分舵众弟子, 虽然对妖兽山脉内的情况心生好奇, 但却没有人敢离开此地。 直到那两道恐怖的威压消失, 分舵众弟子, 那紧绷着的神经, 这才得以舒缓。 而与此同时, 摇手山脉中部。 此时的广元道人, 面色已经变得极为难看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那条妖蛇的根基竟如此的深厚。 就连拥有着合体静修为的他, 在与对方比拼威压的时候, 也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强者之间比拼威压, 谁的威压更胜一筹, 就意味着谁占据了话题的主导权。 而在这次的威压比拼中, 双方只是打成了平手。 这也就意味着, 双方不能通过交涉, 而劝对方收手了。 威压消散的瞬间, 那条青色妖蛇便瞬间爆起, 朝着广元道人和朴不成扑了过去。 那数十米长的庞大身躯, 仅是张开的锯口, 就足有近十米之高。 在那张锯口面前, 即便是化神镜的妖兽, 也会被瞬间吞噬。 广元道人和朴不成健壮, 赶忙朝着两侧躲闪开来。 哼, 几乎是眨眼间, 那条青色妖蛇的锯口便猛然轰击在了地面之上。 待那条青色妖蛇抬起头颅, 地面之上已经出现了一道近五米深的锯坑。 若是细细观察的话, 不难发现, 在那处深坑的四周还遍布着墨绿色的粘稠液体。 倘若将其沾染到身上的话, 必将会遭受其腐蚀。 而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广元道人就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 要说起他修炼的功法, 他就只在几百年前修炼过一本玄阶高级功法。 这种级别的功法, 显然是没有办法对那条妖蛇造成伤害的。 广元道人顿时眉头紧皱, 此时的他也只能希望, 朴不成这小子能使用熔龙针法, 将那条妖蛇抹杀了。 不成, 本长老给你寻找突破口, 你找机会把他干掉。 广元道人朝着朴不成传音了一声, 紧接着便随即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那条青色妖蛇所在的方向飞去。 青色妖蛇见状, 不禁缓缓地眯起了眼睛。 通过刚刚的威压比拼, 他大致地也清除了广元道人的实力。 因此, 当他看到广元道人正朝着他冲过来时, 他不但没有躲闪, 反倒是主动迎了上去。 换火掌! 广元道人在心中默念了一声, 紧接着便猛地抬起了右掌, 朝着那条青色妖蛇凭空拍出去了一掌。 刹那间, 燃烧着妖翼的蓝色火焰的掌风, 便瞬间朝着青色妖蛇席卷去。 然而, 面对广元道人打出去的这道火掌, 那条青色妖蛇却只是猛地瞪大了眼睛。 几乎是瞬间, 一股凌冽的气浪便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碰! 火掌与气浪相撞, 发出了一声闷响。 紧接着, 那道火掌就像是碰到了一层天然的屏障似的, 在冲击到那道气浪的瞬间, 便已是寸步难行了。 在本尊交手过的合体镜强者中, 你应该是最没有排面的一个了。 青色妖蛇开口嘲讽道, 若不是他主动攻击对方的话, 他根本就看不出那名人类老者, 只是空有着一身的修为。 还好他在刚刚的威压比拼中, 没有输给对方。 如若不然, 他肯定会被对方那合体镜的修为哄骗住。 老东西, 你若是有你徒儿一半的水平, 本尊倒还可能忌惮你三分。 就凭你这点三角猫的功夫, 你还想伤到本尊? 青色妖蛇继续开口挑衅道。 话音落下, 青色妖蛇便猛然攻起了身子。 他的身体, 顿时就像一把紧绷的弓箭似的弓的笔直。 仅是瞬间, 青色妖蛇身上的灵甲, 就宛如刀片似的, 从他的身体上剥落, 然后朝着广源道人报射而去。 广源道人, 面对着那上百道, 带着破空之声的灵甲,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那些灵甲的飞行速度之快, 且攻击范围之广,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躲闪开的。 广源道人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急忙弹动了下手中的储物戒指。 电光火势之间, 一道金光便在储物戒指内暴射而出, 紧接着一口赤红色的药顶, 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天接高级药顶! 广源道人也没有任何的防身手段, 无奈之下, 他只能将他们老祖赐给他的那口天接高级药顶, 拿出来防身。 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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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色的灵甲, 轰击在那口药顶之上, 瞬间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然而, 在天接高级药顶的面前, 那来势汹汹的攻击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 灵甲撞击在药顶上, 非但没有撼动药顶分毫, 反倒是全都撞成了粉末。 青色妖蛇见状, 双眸之中难免闪过了一丝震惊的神色。 在他看来, 刚刚他施展出的那一击, 已经算得上是他的最强手段了。 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那名人类老者居然还有这样的护身手段。 广源道人兼自己抗住了对方的攻势, 此时的他不禁微微松了口气。 可就在这微微愣神的片刻, 那条青色妖蛇却又再次掀起了一道气浪。 广源道人来不及将面前的药顶收回, 那道气浪便笔直地撞击在了那口赤红色的药顶之上。 赤红色药顶受到气浪的冲击, 下一秒便瞬间轰击在了广源道人的身上。 没等广源道人来得及反应, 他的身体便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深深地砸进了地面之中。 破! 广源道人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正面遭受了如此的撞击, 他的丹田甚至都有些受损了。 广源道人想要推开身上的药顶站起来, 可此时的他却发现, 自己根本调动不起任何的灵力了。 青色妖蛇看着广源道人难副苦苦挣扎的样子, 眼眸之中不禁闪过了一丝贪婪的神色。 若是能将那名人类老者吞噬的话, 他的修为恐怕很快就能突破至合体之境了。 青色妖蛇缓缓地蠕动着他那庞大的身躯, 朝着广源道人坠落的方向靠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他却忽然察觉到了空气中的一丝异样。 刚刚的那个人类黑小子, 去哪了? 青色妖蛇四处张望着, 却压根就没有看到那黑小子的踪影。 然而, 正当青色妖蛇还在寻找着瓢不成的下落时, 一个身穿黑色道服的年轻人身影, 却悄然间踏在了那青色妖蛇的头顶之上。 你在找谁? 瓢不成的声音在青色妖蛇的头顶上瞬间响起。 青色妖蛇闻声赶忙抬起了头, 朝着天空之上看去。 然而, 他不曾知道的是, 此时的瀑不成正站在他视角的盲区处, 即便是他抬起了头, 他也根本看不到瓢不成的身影。 被冰封在紫色冰镜中的苏秦儿, 以及被压在药顶之下的广源道人见状, 心中皆是一喜。 而立在青色妖蛇头顶上的瓢不成, 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运转起了熔龙针法。 煞时间, 七条火蟒在瓢不成的身后瞬间凝成。 如磨盘般粗壮的黑色火蟒, 在瓢不成的操控下, 尽数缠绕在了青色妖蛇的身上。 熔龙之焰, 那深入灵魂的炙热温度, 瞬间传遍了青色妖蛇的全身。 熔龙之焰, 最强大的地方, 莫过于, 只要将其沾染到身上, 就没有办法将其熄灭。 如今, 这青色妖蛇给了瓢不成近身的机会, 被熔龙之焰沾染, 几乎就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可能了。 青色妖蛇看着自己身上燃起的黑色火焰, 顿时被腾得满地打滚。 可即便是这样, 那诡异的黑色火焰, 却依旧没能熄灭。 而在此之前, 瓢不成已经悄然从青色妖蛇的头顶上跳了下去, 静静地看着那条被熔龙之焰焰烧着的青色妖蛇, 直到对方彻底没了挣扎后, 瓢不成才微微松了口气。 广元长老, 你没事吧? 弟子马上拉您出来。 瓢不成赶忙来到广元道人的身边, 准备将压在广元道人身上的药顶推开。 广元道人看着瓢不成那处编不惊的样子, 顿时倍感欣慰。 在面对横跨了一个大境界的妖兽时, 瓢不成这小子, 居然能如此冷静地找到尽对方身的办法, 这绝对是同龄修炼者不具备的。 好小子, 果然没让本长老失望啊。 广元道人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越看越觉得, 瓢不成这小子是个可塑之才。 可是,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那条青色妖蛇 被熔龙之焰烧死的时候, 在众人的身后却传出了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广元道人和瓢不成文声赶忙转过了头去。 可就在这时, 他们却发现, 那条原本已经没有了挣扎的青色妖蛇, 此时竟又缓缓地从地面上爬起。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 那条青色妖蛇 缓缓地吞去了身上 燃烧着熔龙之焰的皮甲。 蜕皮! 众人见状, 心中皆是一个咯噔。 他们完全忽略了, 那条青色妖蛇 竟还有这一般的手段。 早在那条青色妖蛇 借助身上的灵甲 对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们本就该注意到这一点的。 可是为何? 他们直到现在才有所察觉, 能把本尊逼到这个份上。 小子, 也算是本尊小看你了。 退去了皮甲的青色妖蛇, 此时身上的灵甲 已经焕然一新。 虽然退皮过后, 他的境界有所跌落, 但对付眼前的这几个人类 也算是绰绰有余了。 青色妖蛇 没有丝毫地迟疑, 直接朝着广原道人 和朴不成 甩动了一下蛇尾。 朴不成和广原道人 根本来不及躲闪, 便直接被那蛇尾 重重地掀飞了出去。 哄, 哄, 两人的身体砸入地面, 当初便失去了意识。 青色妖蛇感知过 那两人微弱的气息后, 他的嘴角 瞬间扬起了一个诡异的弧度。 所谓兵不厌诈, 这一点他 早就从妄想猎杀 他的人类修炼者的身上穴道了。 接下来, 他只需要享受 自己的进食时间便可以了。 苏秦儿望着 已经昏迷的朴不成 和广原道人 顿时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之中。 如果他早点 与命在这条妖蛇的口中, 或许朴不成和广原道人 还能避免此劫。 如今, 说什么都晚了, 他们三个都免受不了 他们老祖的训责了。 苏秦儿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已经不敢直视 朴不成和广原道人 被那条妖蛇吞噬时的画面了。 然而, 正当苏秦儿以为 眼下的局势 已成定数的时候, 杰杰杰, 小小爬虫, 竟敢这般猖狂。 朴不成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只不过, 此时的朴不成的声音 却略显沙哑, 甚至根本听不出 这是朴不成原有的声音。 青色妖蛇 见那名人类小修士 又不知死活地爬了起来, 他的双眸之中 更是充满了讥讽。 对方醒过来了, 又能怎样? 还不是随便 被他蹂躏的玩物? 可是, 正当这青色妖蛇 想要让那个黑小子 为他刚刚说出的话 付出代价时, 青色妖蛇的目光 却猛地聚焦在了 朴不成的双臂之上。 只见在朴不成的双臂之上, 黑色的灵甲 竟如雨后春笋般凭空生成。 青色妖蛇 看着那黑色的灵甲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龙灵? 这, 这怎么可能? 青色妖蛇 上下打量着朴不成 试图看清对方的身份。 龙族! 这种强大的种族 早在数万年前 就已经灭绝了。 虽然身为妖蛇的他 能够通过肚结 但杜结为龙的他 却实为蛟龙 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龙族。 可那个人类小修士 明明是个人类 却为何具备着龙族的特征? 青色妖蛇的心中 顿时极度不已。 他已经不想再看到 那个人类小修士 继续活在这世上了。 这小子 今天必须得死。 想到这 青色妖蛇 便猛然张开了巨口 朝着朴不成 便吞咬了过去。 然而 此时的朴不成 面对那青色妖蛇的攻击 双眸之中丝毫没有慌张 更是平添了几分玩味。 在青色妖蛇 张开巨口的瞬间 他便 朝着那张巨口 便暴射而去。 蹭! 朴不成的身影 就如同出唐的子弹般 直逼那青色妖蛇的咽喉。 没有人能看得清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见到一道流光 在那青色妖蛇的口中 一闪而过 紧接着 那青色妖蛇的头颅 便如打爆的西瓜似的 怦然炸碎。 秒杀! 轰隆咚 轰然倒地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苏琴儿望着那 失去了头颅的庞大身躯 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 这当真是他师兄所为 师兄 苏琴儿下意识地 便呼喊了一声 朴不成 此时的他 只感觉站在不远处 身上沾满鲜血的朴不成 看起来有几分陌生 在苏琴儿的印象中 朴不成的目光 始终都是清澈且坚毅的 但现在 朴不成眼神中透露出的 却是充斥着几分阴霾和暴力 这显然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大师兄 只可惜 苏琴儿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朴不成 看起来虽然是清晰的状态 但他本身却是毫无意识的 龙灵神体的血脉之力 朴不成本身是没有能力掌控的 而且 也没有人教给他 如何掌控这股暗藏着的力量 因此 当朴不成陷入昏迷临近死亡的时候 他的血脉之力 便占据了主导权 而他手臂上蔓延的龙灵 也正是这血脉之力激活时的特性 朴不成听到苏琴儿的呼喊声 几乎是瞬间便朝着苏琴儿看了过去 只不过 此时的他却并未回应 而是直奔着 那冰封着苏琴儿的冰晶 便暴湿而去 蹭 五指挥动间 那连练须近巅峰妖兽 都无法咬碎的冰晶 此刻 竟如刀切豆腐般碎裂开来 被冰封在冰晶之中的苏琴儿 终于得到了解放 然而 还没等苏琴儿反应过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朴不成就宛如一只猛兽般 将他扑倒在了地上 苏琴儿望着那近在咫尺的有黑面孔 他的心头猛的一紧 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朴不成呼出的热气 毫无阻拦地扑在了他的脸颊上 自从他拜入到浩天宗后 他还是第一次 与他的师兄 这般近距离地接触 尽管苏琴儿也看得出 他的师兄此时的意识并不清醒 但他却也没有 将对方推开的意思 两双眼睛几乎是同时便对视在了一起 苏琴儿见状 几乎是下意识地便抬起了两只手 护在了自己胸前 此时的他 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刚将双手抬起 瞟不成那布满灵甲的右手 却早已搭在了他身上的黑色道符之上 只听到一声轻量的义务破损的声响 紧接着大片的雪白便露了出来 苏琴儿见状 顿时满目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师兄 你怎么了 苏琴儿连忙问道 面对那大片露出的肌肤 他的两只手 显然已经无法将其彻底折挡 可是 面对苏琴儿的这番询问 朴不成却像是没听见似的 已经准备付诸行动了 苏琴儿本想将朴不成直接推开 但看着那熟悉的面孔 他又不忍心这样做了 他本就对朴不成心有好感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他被朴不成夺去的话 他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可是 正当两人之间 只差那临门一角的时候 朴不成的身体 却猛地一颤 紧接着那犀利的眼神 又便回了原本那有些耿直的样子 他的意识恢复了 看着被他压在身下 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的苏琴儿 朴不成先是一愣 随后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是 师妹对不起 我 我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 朴不成赶忙背过身去 不敢指示身后的光景 可直到他转过身后 他才惊讶地发现 那条青色的妖蛇 此时竟已没了头颅 惨死在了不远处 难道说 有高人相助 出手救了他们 朴不成的心中 是这样想的 不过 既然那条妖蛇 已经被人斩杀了 他们倒是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 随后 朴不成就像是想起了什么 只见他在袖口中翻找了一阵后 一枚赤红色的玉坠 便被他从袖口中取出 不好意思师妹 虽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不过 还请你 能将这梅玉佩收下 朴不成说着 便将一只手伸撇到了身后 将那梅玉佩 呈现在了苏琴儿的面前 苏琴儿望着朴不成那副憨憨的样子 差点想死的心都快有了 师兄这也太不解风情了吧 这都什么干什么啊 明明刚刚如果进行下去的话 两人还不会那么尴尬 可是现在 此时的苏琴儿 压根就没有心思去问 朴不成为何会变成那副样子了 他的脸颊通红 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朴不成了 而此时的朴不成 心中也是异常的尴尬 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醒过来后 为什么会骑在他师妹的身上 而且他也更不知道 他师妹的衣服 为什么会破损成那副样子 他只能期盼着苏琴儿 将他送给对方的吊坠收下 让他的师妹 不再为几天前的事情生气 可就在这时 两条洁白的小臂 却绕过了他的腰间 将他抱在了怀中 朴不成见状 心中顿时一惊 他下意识地便转过了头 朝着身后看去 可当他看到了身后 那满脸通红的翘脸时 下一秒 一对红唇 却贴在了他的脸颊之上 朴不成 顿时感觉大脑一阵的空白 饶是再怎么磨练过心性的他 此时也彻底慌了神 与此同时 开源圣地 好天宗分斗 莫悠然看着 依旧昏迷在地的圣元道人 脸上写满了百无聊赖 圣元啊圣元 你这老头 昏迷的时间也太长了些吧 莫悠然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指头不停地戳着圣元道人 也可能是因为 他只朝着一个地方戳的原因 圣元道人的道符之上 已经被他戳出来了一个窟窿 莫悠然细细地算了算时间 圣元道人直到今天 已经足足昏迷了有三天的时间了 可是直到现在 圣元道人却依旧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在此期间 莫悠然甚至还尝试过给对方输送一点灵力 让对方尽快醒来 但只可惜的是 这种高难度的操作 显然不是他这种 靠刻要升级的人能够掌握的 哎 没办法了 只能先去趟广元道人那边 让他先给我炼制几枚归缘丹出来了 莫悠然长叹了口气 随后便从系统空间内 取出了张传送符 按照广元道人之前跟他说过的计划 现在的广元道人 应该正身处于妖兽山脉 所以 莫悠然便直接将自己传送去了妖兽山脉 随着妖兽山脉内 亮起了一道金光 莫悠然的身形便瞬间显现于此 然而 还没等莫悠然刚站稳脚跟 系统那温馨的提示音却忽然响起 叮 检测到宿主面前有不和谐画面 系统以为宿主自动添加马赛克 莫悠然 莫悠然听着脑海中闪过的系统提示音 当场就想骂娘了 狗币系统 劳兹才刚来到这里 你就给我胡马赛克是几个意思 莫悠然看着眼前充满了马赛克的妖兽山脉 心中是一万个物语 在十万大山 他被天河宗的人带去宗门 被迫接受美人计的时候 系统就为他添加过一次马赛克 但那时候 系统就只为他遮挡了部分不和谐的画面 看其他的东西 却是能够看清的 可是现在 系统居然把他所有的视线 都给添加上了马赛克 这画面胡得跟近视了两千度似的 这换谁谁不难受 然而 正当莫悠然想要把系统叫出来 跟系统掰着掰着的时候 两道惊呼声却忽然响起 老祖 紧接着 莫悠然便看到了 远处有两道马赛克动了动 随后便朝着他站着的方向赶来 莫悠然听声音 便听出了 这两人是朴布城和苏擎 所以 也没有被那两团马赛克 吓到 等那两道身影靠近后 他眼前的马赛克 才终于消失 而这个时候 朴布城和苏擎 已经红着脸 跪拜在了他的面前 莫悠然看着跪拜在他面前的两人 那副衣衫不整的样子 不禁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死 我是不是过来的 不是个时候 可就在这时 莫悠然却又转念一想 不对不对 你们两个 在这荒郊野外的 干啥子呢 直到这时 莫悠然这才明白了 系统为什么给他添加马赛克的原因 不过 事已至此 他倒也不打算多说些什么了 毕竟 他向来 不是个死板的人 那种不允许宗门内男女弟子 亲近的事情 他肯定是不会去刻意要求的 可是 莫悠然的心中虽是这样想 但朴不成和苏秦儿 却已经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了 明明 他们才刚刚开始 他们的老祖 就亲自来到了这里 难道说 他们老祖他老人家 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特意亲自赶来 准备将他们逐出宗门了 想到这 朴不成几乎没有犹豫 赶忙开口道 对不起老祖 这件事是弟子强迫的师妹 与师妹无关 若是老祖要责罚 就请老祖责罚弟子一人吧 莫悠然和苏秦儿闻言 皆是一愣 随后 苏秦儿的声音 便又忽然响起 不是的老祖 弟子是自愿的 与师兄无关 还请老祖责罚弟子吧 苏秦儿满是坚定地 抬起了头 看向了他们老祖 嫖不成文言 也是赶忙抬起了头 看向了他们老祖 莫悠然看着这俩徒弟 那副为了爱情至死不渝的样子 当场就被破防了 我特么在你们心目中 就那么凶吗 老子只是碰巧过来啊 你们跟我道歉 是几个意思啊 莫悠然本想开口解释 自己压根就不在意 这种繁文入节的小事 毕竟 他上个月还给了舒子轩 金阳拍卖行的黑卡 让舒子轩出去嫖呢 可是 现在的气氛都烘托出来了 自己如果直接这样解释的话 会不会影响 自己在弟子心目中的形象 莫悠然顿时就纠结了 思考了片刻后 莫悠然这才缓缓开口道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本尊其实早就知道了 莫悠然说着 便摆出了一副 高深莫测的样子 朴不成和苏琴儿文言 心中皆是一个咯噔 果然 他们平日里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他们老祖的眼睛 想到这 朴不成和苏琴儿 皆是低下了头 不敢直视他们老祖 可就在这时 莫悠然的声音 却又再次响起 不过 念及你们年岁尚小 为经历凡尘俗事 便踏足修仙界 若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恐怕也会在你们 日后的修炼中 衍生心魔 既然你们两人都是 你情我愿的话 那本尊便破例允许 你们结为道理吧 莫悠然说罢 便摆出了一副 无奈的样子 演戏这种事 他必须得演个全套的 不然的话 就没人信了 朴不成和苏琪尔文言 皆是面露震惊之色地 抬起了头 在他们看来 这足以将他们 逐出宗门的猎行 他们老祖居然同意了 这一结果 显然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没等莫悠然 再编出来 几句台词 朴不成和苏琪尔 便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多谢老祖成全 朴不成和苏琪尔的心中 皆是激动不已 有了他们老祖 说出的这番话 他们的关系 岂不是就相当于官宣了 莫悠然看着眼前 这俩小屁还激动的样子 不禁浅浅一笑 唉 像我这样深明大义的老祖 你们就等着做梦 都去笑醒吧 而这两名弟子的天赋 也不差 倘若他们以后 有个一男伴女的话 想必也是个妖孽般的存在吧 莫悠然想着想着就跑偏了 紧接着 他便猛然回想起了 自己特么还有个八杆子 都打不到的孙女 想到这 莫悠然差点猛男落泪 老子心里苦啊 对了 你们不是跟着广元道人吗 广元道人去哪了 两久之后 莫悠然忽然想起来了 自己专程来到此地的目的 随后赶忙问道 毕竟 他还等着从广元道人手里 拿几玫瑰圆丹 把圣元道人给就行了 听到自家老祖的这番问话 朴不成和苏琴 这时才猛然想起了这件事 对啊 广元长老 好像也被那条妖蛇打飞了 广元长老去哪了 也怪他们 刚刚都太不理智了 这才忘记了 他们正身处于妖兽山脉之中 随后 朴不成和苏琴儿的目光 便赶忙朝着四周搜寻而去 不过很快 他们便看到了广元道人的身影 只不过 此时的广元道人 却似乎依旧没有醒来 莫悠然顺着朴不成和苏琴儿的目光 朝着远处看去 很快便看到了广元道人的身影 然而 此时的广元道人 却正趴在一处泥潭之中 嘴里 还在不停地朝外吐着泡泡 莫悠然见状 当场就裂开了 你们俩到底是有多急啊 不管你们经历了啥 在干那种事之前 你们好歹也得先把广元道人 从那个泥坑里拽出来好不好 几乎是瞬间 朴不成和苏琴儿 便注意到了 他们老祖骤变的神色 两人皆是被吓得打了个机灵 都怪他们太着急了 居然把广元道人给忘记了 朴不成和苏琴儿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赶忙跑到那处泥潭内 将趴在泥潭里的广元道人 给拔了出来 此时的广元道人 气息极其微弱 嘴里还含着一块淤泥 样子看起来极为狼狈 将广元道人救出来后 朴不成和苏琴儿 显然也是慌了 随后 他们便赶忙 看向了他们老祖 莫悠然看着广元道人 那副只吊着一口气的样子 也只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还好他及时赶了过来 若是稍微慢几步的话 广元道人这个合体劲的强者 可就要被憋死在那个泥坑里面了 老祖 这 这该怎么办 架着广元道人胳膊的朴不成 神色慌张地问道 莫悠然文言 一张老脸 瞬间就垮了下去 你还问我怎么办 我手里又没有归缘单 你问我怎么办 有什么用 先把它安放在地上吧 莫悠然的心中虽然不悦 但还是洋装镇定地开口道 朴不成和苏琴儿文言 不敢有丝毫地耽搁 赶忙按照他们老祖要求地去做了 莫悠然漫步向前 朝着广元道人走去 朴不成和苏琴儿见状 赶忙为他们的老祖让开了路 虽然莫悠然并不懂得医术 但他还是向征信地动用起了灵力 查看了一番广元道人的伤势 只见此时的广元道人 体内的经脉已经被毁掉了大半 就连丹田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若是不及时医治的话 广元道人甚至都有可能彻底与修炼无缘 很难想象 广元道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战斗 莫悠然瞥了眼倒在不远处 失去了头颅的蛇形妖兽 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只见他在系统空间内翻找了一阵后 一口黑色的石缸 便被他从系统空间内取出 朴不成和苏琴儿 望着那口黑石缸内晃动着的淡绿色液体 皆是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老祖 这是何物 朴不成不禁开口问道 此乃天阶高级洗髓液 有着温养经脉 踢出体内杂质的作用 莫悠然缓缓道 随后他便抬手指了指 被安放在地上的广元道人 你们两个把它丢进去吧 丢进去 朴不成和苏琴儿闻言 顿时面露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虽然他们未曾使用过洗髓液 但他们却对这种名贵的东西 有所耳闻 洗髓液难道不是用来喝的吗 老祖为何让我们把广元长老丢进去 老祖 这洗髓液实在是千金难求的贵重之物 这样做会不会太浪费了 苏琴儿不禁弱弱地开口提醒道 即便是身为陆海诚苏家小女的他 也从未使用过这般贵重的洗髓液 而此时的广元道人身上全都布满了淤泥 若是将广元道人丢进那洗髓液中的话 这一整缸的洗髓液不就浪费了吗 按老祖他老人家吩咐地做就行 难道你还想惹老祖他老人家不高兴吗 朴不成拉拉拉苏琴儿的衣角 轻声说道 虽然他也对他们老祖这般手笔使用洗髓液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但结合着他们老祖的作风 他便很快就想通了 以他们老祖手中掌握的巨额修炼资源来看 这区区的一缸洗髓液 对他们老祖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苏琴儿听朴不成竟然都这样说了 他也只好作罢 随后 朴不成和苏琴儿便架着广元道人的胳膊 将广元道人浸泡在了那缸洗髓液中 当广元道人的身体沉入那缸洗髓液的瞬间 洗髓液的表层之上 便瞬间亮起了一道淡绿色的光芒 紧接着 广元道人体内以及体表的杂质 便随着洗髓液浸泡身体 逐渐地漂浮在了水面之上 虽然广元道人已经踏足至了合体之境 体内并没有多少杂质 但莫悠然拿出的洗髓液 毕竟也是有着天阶高级的品级 因此 广元道人体内为数不多的杂质 也全都被逼了出来 不出几期间的功夫 广元道人那微皱着的眉头 便缓缓地舒展开来 然而 此时的洗髓液 却依旧还在发挥着功效 紧接着 广元道人那已经断裂的经脉 经过了洗髓液的冲洗 很快便重新连接在了一起 就连那已经破损的丹田 此时竟也开始渐渐地愈合 又过了几期间的功夫 广元道人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在醒来的瞬间 他便感觉到了一阵的神清气爽 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舒爽感 这种感觉 就像是初春迎着朝阳醒来时的感觉 简直令人欲罢不能 下意识地 广元道人的喉咙间 便发出了一声舒服的清恩声 朴不成和苏秦尔闻声 皆是羞红了脸 转过了头去 莫悠然听着这奇怪的声音 也顿时微皱起了眉头 很难想象 平日里一向严谨严肃的广元道人 此时竟会发出这般充满诱惑性的声音 而醒来后的广元道人 很快便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 他的目光赶忙朝着四周看去 可这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转过头的瞬间 他便震惊地发现 此时他们的老祖 竟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前 不光是只有他们老祖 就连朴不成和苏秦尔 也站在离他不远处的位置 回想起自己刚刚发出的声音 广元道人便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 你终于醒来了 莫悠然没好气道 你倒是在那个泥坑里睡得挺香 你也不看看 咱们下的两个好图 在你的旁边都干了啥 广元道人几乎是瞬间 便听出了他们老祖语气之中 掺杂着的略带责备的意味 从他们老祖出现在这里 他便能大致地猜出 他肯定又给他们老祖添麻烦了 广元道人心头一慌 紧接着便赶忙从那口黑石缸内跳了出来 跪败在了莫悠然的面前 对不起前辈 晚辈没能保护好门下弟子 还给您添了麻烦 广元道人的脸上顿时挂满了自责 在他看来 在他带着弟子外出的期间 只要门下的弟子出了事情 那他就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况且 这次的事情还并不是件小事 居然都把他们老祖他老人家惊动了 广元道人在心中暗道着不妙 若是他的实力再强些的话 他就能将门下的弟子保护起来了 但只可惜 他方才并没有做到 莫悠然看着广元道人 那副一言不合就认错的样子 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疑惑 显然 身为一条老咸鱼的他 永远都明白不了广元道人此时的心情 不过 莫悠然倒也没有深追这件事 随后他便直奔主题地缓缓开口道 这些天 你们采摘的灵药 够炼制多少玫瑰圆丹了 莫悠然最关心的事情 肯定是自己要求广元道人 炼制的归缓丹的数量 广元道人文言 顿时面露尴尬之色 不 不好意思前辈 目前采摘的丹药 还不足以炼制归缓丹 广元道人顿了顿 随后又继续补充道 不过 晚辈现在 就只差最后一味灵药了 采摘完最后一味灵药 差不多就能炼制出十万枚归缓丹了 广元道人说罢 便看向了莫悠然 莫悠然文言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速度不算慢 对了 你现在能否给本尊 先炼制出来几玫瑰缓丹 莫悠然是问道 啊 现在吗 广元道人文言 明显是愣了一下 莫悠然见状 不禁眨了眨眼睛 显然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广元道人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不过很快 莫悠然便知道弃缓由了 几个月前 他忽悠广元道人的时候 曾经说他能炼制出神接丹药 而广元道人 肯定是记得这件事的 在广元道人的眼中 广元道人肯定是把他当成了随便动动指头 就能炼制出天机丹药的人 这也难怪 广元道人听到他说出的这番话后 会明显地愣了一下 他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番话 这不就相当于他 想要检验广元道人能否炼制出归缘丹吗 嗯 就是现在 莫悠然无奈 只能佯装镇定地继续道 本尊近日身体不适 不便动用灵力 圣元道人刚好因意外昏过去了 本尊需要几枚归缘丹救急 你能尽快给本尊炼制出几枚吗 听到莫悠然说出的这番话 广元道人的神色终于舒缓了许多 随后 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赶忙回应道 前辈的命令 晚辈亦不容辞 还请前辈稍等片刻 晚辈去去救回 广元道人说罢 便直接起身 朝着密林内飞去 此时时的他们 正身处于妖兽山脉的中部 所以 只是寻找几株灵药的话 根本耗费不了多长时间 不出半个钟的功夫 广元道人便带着几株 生长着绿色花冠的灵药飞了回来 这位灵药名为玄青花 只剩开在妖兽山脉中部 而这位灵药 也是炼制归缘丹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药材 有着平衡药效的作用 所谓是要三分毒 而丹药也是同理 若是不将炼制丹药中 其他灵药的毒性驱除的话 救命的丹药 也有可能变成夺人性命的毒药 将最后一位灵药采摘到手后 广元道人便赶忙将那口被妖蛇打飞的药顶捡了回来 开始了灵药的炼制 但蓝色的火焰涌入药顶 几位灵药娴熟地投入药顶之中 不出半颗钟的功夫 三枚墨绿色的归缘丹便被他炼制了出来 只不过 因为广元道人也并没有炼制过多少次归缘丹 所以这三枚归缘丹中 有两枚是天阶低级的品阶 只有一枚达到了天阶高级 广元道人看着手里的三枚归缘丹 心里很不满意 对于他们老祖这种级别的强者来说 天阶高级以下的丹药 就相当于残刺品 根本搬不上台面 犹豫了片刻后 广元道人便将那两枚残刺品 直接丢进了那个泥坑里 只将那枚天阶高级的归缘丹 递给了他们老祖 前辈 您稍等片刻 晚辈再去摘才挤住灵药 广元道人有些不好意思道 他们老祖第一次看着他炼制丹药 他就炼制出了残刺品 这对他来说 无非是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当然了 这种情况也仅存于他们浩天宗 若是换作其他宗门的修炼者 看到了他将天阶级别的丹药 丢进了泥坑里的话 那些修炼者 非得趴到那个泥坑里 缩泥汤不可 不用了 一枚也暂且够用 你的伤势也刚刚恢复 先休息去吧 莫悠然摆了摆手 示意广元道人不用折腾了 广元道人炼制出的归缘丹 他也看过了 跟系统奖励 给他的归缘丹简直完全一样 只不过 广元道人炼制出的归缘丹 要显得更新鲜一些 毕竟 他现在系统空间内的东西 都是几百年前 甚至几千年前 系统奖励给他的 绝对没有这种刚炼制出的丹药鲜亮 前辈 一枚真的够用吗 广元道人面露担忧之色道 毕竟他们老祖刚刚也说过 除了圣元道人 因为意外昏了过去 他们老祖最近也感觉身体有所不适 若是将那玫归缘丹 给圣元道人吃了的话 他们老祖岂不是就没有归缘丹吃了 够用了 只要药效没有问题 肯定是够用的 莫悠然说着 便朝着广元道人 做出了个安心的手势 没等广元道人再说些什么 莫悠然便直接化为了一道金光 离开了此处 毕竟 他还急着 从圣元道人的口中问出 对方究竟推演到什么了呢 广元道人看着面前逐渐消失的金光 心中顿时充满了自责 若是他的炼药技术能再精湛些的话 他就不会让他们的老祖 没有归缘丹吃了 广元长老 老祖他老人家那么厉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让他老人家身体不适啊 朴不成不禁开口问道 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们的老祖 向来都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广元道人凝视着远方的天空 两久之后 他这才缓缓开口道 或许 是那诸天之神吧 与此同时 开元圣地号天宗分舵 随着一道金光在天机阁内亮起 莫悠然的身心瞬间显现于此 此时的天机阁主位之上 圣元道人依旧紧皱着眉头 未曾醒来 对于圣元道人这样的合体静强者来说 昏迷那么长时间 其遭受的反噬之身可想而知 莫悠然也没有多做耽搁 直接便将手中的归缘丹 放进了圣元道人的口中 喉咙滚动间 归缘丹已然下毒 拥有着天阶高级品阶的归缘丹 其药效可见一般 不出几期间的功夫 圣元道人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可是 还没等他的眼睛刚刚睁开 他便直接扑通一声 跪拜在了莫悠然的面前 对不起先帝大人 属下点灵添麻烦了 圣元道人紧低着头 不敢直视莫悠然 将神眼觉修炼至大圆满的他 几乎是在醒来的瞬间 便知晓了这位先帝大人 这些天守在他身边的事 这位先帝大人找他帮忙 可他却昏迷了那么长时间 这实在是有事体面 然而 面对圣元道人的致歉 莫悠然仅是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 随后继续道 那封密函内的天机 你可曾推演出来 这 这个 圣元道人文言 顿时就语色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 他便又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还请先帝大人 饶恕属下的无能 属下修为上浅 未能看破其中的天机 仅是窥探到了其中一角 圣元道人的脸上 顿时写满了难堪 原本对推演之法极为自信的他 此时竟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实力 他也未曾料到 这位先帝大人 递给他的那封密函 其中包含着的天机 根本就不是他这般修为的人 能够看穿的 如果不是他大意了的话 他或许还不会遭受那么严重的反噬 莫悠然听到圣元道人 没有推演到全部内容 脸上不禁浮现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毕竟 如果连圣元道人都看不透那封密函内的天机的话 这五周大陆之中 就更不可能有人看穿了 不过莫悠然脸上的失望 仅是出现了片刻 便很快就消失了 说说你看到的内容吧 莫悠然缓缓道 圣元道人文言 赶忙点了点头 随后开口道 属下前几天使用神眼诀的时候 不知为何 竟推演到了五周大陆之外的世界 那里周遇辽阔 灵力充沛 根本不是这五周大陆 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属下只是看到了那么多 然后 然后便遭受到了反噬圣元道人说罢 又再次低下了头 听到了圣元道人说出的这番话 莫悠然的眉头 顿时就紧锁了起来 要知道 他前几天使用神眼诀的时候 也推演到了五周大陆之外的世界 只不过 他看到的内容 相比于圣元道人所说的这些 会更多一点 也就是说 他那天推演到的五周大陆之外的 某处大陆上的神秘宫殿 并非是推演到的垃圾信息 莫悠然的心中 是这样猜测的 而就在这时 圣元道人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先帝大人 五周大陆之外 真的还有其他的大陆吗 他记得他前些天使用神眼诀的时候 他的神石 是穿过了一个洁洁的空洞后 这才窥探到了外面的世界 早在一万年前 他就曾经尝试推演过 五周大陆之外的世界 可那时候的他 却只能推演到五周大陆之内的事情 根本获取不了任何外界的信息 就连他也曾经怀疑过 这个世界 或许就只有他们五周大陆 一个适合修炼者生存的地方 可直至今日 他才发现 似乎自己真的搞错了 为了求得真相 圣元道人便试探性地问了一声 这位无所不能的先帝大人 莫忽然文言 只是轻点了下头 五周大陆不过弹丸之地罢了 隔海之外有其他大陆 算是新鲜事吗 莫忽然说吧 便没好气地 白了圣元道人一眼 但其实 若不是他听旺财说起了 其他大陆人先进强者的事的话 他也会被那天推演到的场景吓上一跳 不过 既然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 那他该装的杯 还是要去装一装的 圣元道人听到了自己的话 得到了这位先帝大人的肯定 他顿时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难道先帝大人 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不过仔细想想 圣元道人便释然了 毕竟 以这位先帝的通天手段 即便是横跨整个世界 抵达世间的尽头 恐怕也只是抬手一挥间的功夫 这位先帝大人知道 五周大陆外其他大陆的事情 也确实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 想到这 圣元道人又不禁感觉到了一丝后怕 要知道 他所窥探到的外面的世界 其灵力充沛程度 远不是他们五周大陆能够比拟的 即便是他们浩天宗的总舵内的修炼环境 与之相比 甚至都占不到丝毫的上风 很难想象 在五周大陆之外的那些大陆之上 究竟会诞生多少名妖孽般的巅峰强者 然而 正当圣元道人的思绪还在跳动的时候 莫悠然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你注意调养好身体吧 本尊给你服下的丹药不是万能的 反是带来的伤害 你还得多靠自身的调戏去弥补 莫悠然说吧 便随即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了张传送服 圣元道人见状 赶忙站起了身来 先帝大人 您现在就要回去了吗 圣元道人总觉得 自己没有帮得上这位先帝大人的忙 他的心里很是内疚 如果这位先帝大人 早就知道了 五周大陆外 还有其他的大陆的话 那么他推演到的信息 对这位先帝大人来说 就毫无用处了 本尊还有要事在身 前些天的事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莫悠然看了圣元道人一眼 随后便催动着手中的传送服离去了 得到了这位先帝大人的宽慰后 圣元道人的心里 总算是好受了些 看着眼前逐渐消失的金光 圣元道人又不禁揣测起了 那份密函究竟是何人所写 那封密函内的天机 连他也未曾看透 那么写下那封密函的人 又究竟会有着何等恐怖的境界 窝云州 圣宗盟总舵 总舵主殿内 圣宗盟盟主慕天成 此时还在闭目调息中 若是仔细观察的话 不难发现 此时在慕天成的身旁 早已堆满了灵石 而那些灵石 毫无例外地 都拥有着地阶之上的品鉴 伴随着慕天成的每一次调息 那些灵石 便随之闪动出了淡绿色的光泽 吸那灵石中的灵力 这种极为奢侈的修炼方式 整个圣宗盟内 也只有身为盟主的他 能够享受 圣宗盟作为统一着 五周大陆的存在 其宗盟内的资源 更是集结了整个 五周大陆内的天才地宝 虽然慕天成每修炼一天 都要耗费十余煤地阶灵石 但为了能让自己的修为 重返渡劫期 他也只能狠下心来这样做了 距离上次的渡劫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吧 就在这时 慕天成却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护法在他身旁的大长老 赶忙拱着手迎了上去 恭敬回应道 回盟主大人的话 已经过去四十三天了 这位总舵大长老名为石玉山 作为慕天成的亲信 也只有他能够胜任 慕天成闭关期间的贴身护法一职 慕天成听到大长老的回答 眉头微微挑动了一下 沉浸在修炼状态中的他 自然是不知道 外面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 片刻过后 慕天成的声音便再次响起 龙峰州那边 可有闹出动静 慕天成说罢 便看向了石玉山 身为圣宗盟的第三代盟主 有着上万年到零的他 自然是允许在他任职的期间 五州大陆内的某个部州失守的 若不是他在杜劫失败后 才知道了龙峰州沦陷的消息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直接带人杀去龙峰州 如今 他已经闭关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他也该关心一下龙峰州那边的情况了 禀报盟主 这段时间长州分舵那边 已经派人盯着龙峰州了 只不过 龙峰州那边 好像非常安静 甚至都没有人离开龙峰州 依属下之见 想必是那个造反的浩天宗 也知道 咱们圣宗盟抵御雄厚 所以就不敢踏出龙峰州了吧 石玉山恭恭敬敬地 简述着龙峰州那边的情况 慕天成听着石玉山做出的这番分析 也不禁点了点头 那个什么浩天宗 忽然不动声响地拿下了龙峰州 本尊还觉得奇怪呢 不过 现在看来 那个浩天宗 不过是逞个一时之勇罢了 慕天成说罢 便再次眯起了眼睛 继续调息 虽然当初的他 在得知了龙峰州轮陷后 被惹得气血攻心 但那么长的时间都过去了 他也倒是冷静了下来 毕竟 但凡是个有脑子的人 在攻陷了他们圣宗盟的一个步骤后 肯定会派出使者 先跟他们圣宗盟交涉一番的 要么跟他们圣宗盟谈条件 要么跟他们圣宗盟直接闹掰 可那个浩天宗可倒好 在站下了龙峰州后 直接就没了动静 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 能办出来的事 因此 慕天成敢笃定 那个浩天宗里的人 肯定都是些有勇无谋之人 根本不值得忌惮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慕天成也肯定不会选择 马上反攻龙峰州的 作为一个活了上万年的老妖怪 他自然是深知小心使得万年传的道理 反正龙峰州那边 也不敢闹出什么动静 等到他的修为重返杜劫期后 他再对那个龙峰州下手也不迟 转眼间 三天时间已过 此时的妖兽山脉内 广元道人已经带着众弟子 将全部所需的灵药 都采摘完毕了 因为 那只链须尽妖黄的尸体存在 方圆数十里内的妖兽 都不敢贸然踏足此地 所以 广元道人等人采摘灵药的过程 还算顺利 几乎没有遭遇到妖兽的袭击 经过这三天灵药的采摘 广元道人等人也是收获颇丰 此时的灵犬处 广元道人清点过储物戒指内 灵药的数量后 顿时喜上眉梢 不错 大家这些天表现得都不错 广元道人说罢 便朝着众弟子 投去了赞赏的目光 远超他预料的是 他们采摘的灵药数量 竟都足以炼制 十五万枚左右的归原丹了 不足十天的时间 采摘了超额分量的灵药 这已经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众弟子听闻广元道人的称赞 也皆是相视而笑 经过了这些天妖兽山脉的历练 他们都感觉自己的实力 精进了不少 习惯了妖兽山脉内 灵气稀薄的环境后 等他们 从妖兽山脉内出去 他们肯定会比同境界的修炼者 更适合高强度的战斗 广元道人清点过弟子们的数量后 见没有少人 于是便打算带着众弟子 返回长州分舵了 而就在这时 云书瑶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广元前辈 有机会的话 您一定要常来云河山庄坐一坐呀 云书瑶见广元道人等人要离去了 赶忙带着云洛霄 来到了广元道人的身旁 他和云洛霄是 自愿留下来帮助广元道人采摘灵药的 若不是广元道人出手相助的话 他和云洛霄 肯定会允并在这妖兽山脉之中的 嗯 有机会 的话一定常来 广元道人点头答应道 因为后续在妖兽山脉中部内 采摘灵药太过于轻松 所以 广元道人便不打算返回云河山庄 再休息一日了 至于那没天接高级灵石 广元道人便打算暂存在了云书瑶手里 毕竟 他后续还要将瓢布城 培养成一名炼药师 这妖兽山脉 他们肯定不会少来 又跟云书瑶闲谈了几句后 忽然开口问道 广元前辈 晚辈记得 您之前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弟子啊 看这些弟子身上的道符 您难道已经记名在御丰宫门下了吗 其实 在云书瑶遇到广元道人的当天 他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只不过他 一直没好意思开口 然而 面对云书瑶问出的这番话 此时的广元道人 却哈哈一笑 紧接着便摆了白手 知道的多了 反倒是对你没有好处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你就知道 我身居何处了 广元道人说罢 便朝着身后的苏琴儿 和朴不成招了招手 苏琴儿和朴不成快步走来 跟云书瑶道别过后 便跟着广元道人 及分舵众弟子 纷纷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妖兽山脉外飞去 跟在云书瑶身后的云落霄 望着远处那逐渐远去的黑色道符身影 下意识地捏紧了自己的裙脚 云书瑶见状 不禁哑然失笑 姐姐可就只能帮你那么多了呀 云书瑶说罢 便无奈地摇了摇头 云落霄看着云书瑶那副 似乎早就看透了她的样子 顿时羞红了脸 攥起了粉拳 朝着云书瑶的胸口 便捶了过去 时隔两日 月龙山谷 浩天宗总斗 莫悠然在坠日隔内宅了两天 压根就没敢动他 因为他在使用神眼觉的时候 又被人察觉到了他的气息 所以 这些天 他始终在担心 会不会有人找上门来 为了保险起见 莫悠然还特意把旺财派了出去 希望旺才能出去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而正当莫悠然百无聊赖之际 庭院之中 却忽然响起了三道出水声 莫悠然闻声 赶忙打开了庭院内的景象 只见在庭院之中的传送大阵内 广原道人带领着朴不成和苏秦儿 正接连从那传送大阵中往外爬 莫悠然见状 不禁有些惊讶地 微微睁大了眼睛 不是说好的半个月的时间吗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莫悠然感觉很是意外 直至今日 广原道人等人 才出去了不到十天的时间 那么短的时间内 他们就已经将灵药采集完毕了 想到这 莫悠然便随即使出了张传送 将自己传送到了庭院之中 站在庭院中 还在用灵力轰干着身上井水的广原道人等人 在看到了他们身前亮起的那道金光后 皆是跪拜在地 恭敬道 拜见前辈 拜见老祖 莫悠然闻言 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将目光落在了广原道人的身上 灵药已经采集齐全了 广原道人闻言 赶忙抬起了头 随后便将手中的储物戒指摘下 递给了他们老祖 回前辈的话 已经采摘完毕了 根据目前的灵药储备量 晚辈便可足以炼制 十二万枚左右的龟原丹 广原道人说着 脸颊上不禁闪过了一丝激动的神色 对于他这种沉迷炼药的老炼药师来说 能一次性炼制那么多的丹药 也算得尚是一种享受 莫悠然听着广原道人的汇报 随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 尽快将龟原丹炼制出来吧 事成之后 本尊自有重赏 莫悠然说罢 便将广原道人递给他的储物戒指 递还了回去 他反正也不用担心他门下的人会骗他 所以他自然是不会去清点那储物戒指那灵药的数量的 广原道人听到他们 老祖竟还要赏赐他 他的心中不免生出了几分期待 毕竟 以他们老祖的手笔 但凡是 被他们老祖拿出来的东西 都是值得整个修仙界 争破头皮去争抢的存在 而且 他们老祖还着重强调了 要重赏他们 这就让广原道人有些好奇 他们老祖究竟会赏赐给他们什么东西了 不过就在这时 广原道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随后赶忙开口道 对了前辈 晚辈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前辈您能否成全 广原道人说罢 便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色 莫悠然文言 不禁来了几分精神 广原道人 平时就无欲无求的 几乎没有主动向他寻求过帮助 可是今天 广原道人却一改常态地主动找起了他 这倒还真是件新鲜事 但说无妨 莫悠然轻描淡写道 他根本就不担心 广原道人 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请求 广原道人文言 不禁眼眸一亮 随后赶忙开口道 前辈 不知您 能否再赏赐给晚辈 一口天接要顶 天接要顶 莫悠然文言 不禁眨了眨眼睛 显然 他从未预料到 广原道人会提出这般请求 跪拜在广原道人身后的瓢布城文言 不禁偷偷地抬起了头 看向了广原道人 此时的他 仿佛已经猜出了 广原道人向他们老祖求要要顶的原因 广原道人点了点头 随后赶忙开口解释道 是这样的前辈 晚辈见谱不成 天赋不差 或许是个能成为炼药师的苗子 刚好您需要晚辈炼制归原丹 借此机会 晚辈考虑过后 打算试一试将朴布城培养成一名炼药师 不知前辈 您觉得如何 广原道人 征求着他们老祖的意见 莫悠然听到了广原道人说出的这番话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炼药师 就朴布城这小子 能成为一名炼药师 莫悠然肯定打死也不相信 朴布城这小子 能炼制出来什么弹药 毕竟 朴布城在宗门内的时间那么久 他早就看出了朴布城的心性 这小子 不但是个愣头青 而且还虎头虎脑的 就这副样子 能干得了炼药师的精细活 不过 这些也只是莫悠然心中所想的 他肯定是不会 将这些话说出口的 毕竟 朴布城这小子 平日里闲着也是闲着 让朴布城去学习一下炼药 也不是为一种打发时间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 让朴布城跟在广原道人的身旁 他也不用担心 自己会隔三差五地跑一趟复活神坛 将朴布城复活了 片刻过后 莫悠然便点了点头 区区一口要顶而已 倒也算不上什么不情之情 只不过 广原啊 你确定朴布城能成为一名炼药师 莫悠然说吧 目光便落在了朴布城的身上 朴布城见状 下意识地便想低下头 每次他们老祖这样看他的时候 他都免受不了 被他们老祖责骂几句 可是一想到 这是观着他能否成为一名炼药师 朴布城便又马上抬起了头 老祖 不管成为一名炼药师有多难 弟子也愿意竭力一事 还请老祖成全 朴布城的目光中 充满了对成为一名炼药师的向往 广原道人看着朴布城那幅目光坚定的样子 心中默默地为朴布城点了点头 莫悠然看着这两人一唱一和的样子 此时的他也不便再多说些什么了 毕竟他也就只是随口一问 门下弟子想成为一名炼药师 他也没有理由干涉 随后 只见莫悠然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一口黑色的药顶 便被莫悠然从系统空间内取出 药顶落在地面上 发出了沉重的声响 与他赐给广原道人的那口药顶相同 这口药顶也是拥有着天阶高级的品阶 请加练习吧 希望你能尽快让本尊看到你的成绩 莫悠然朝着朴布城嘱咐了一句 随后便直接化为了一道金光 返回了坠日阁 朴布城看着面前的那口黑色药顶 目光之中是止不住的兴奋 要知道 这可是他们老祖专程为他选的一口药顶 能被他们老祖亲自挑选出的药顶 对他而言肯定是最适合他使用的了吧 广原道人看着朴布城那副激动的样子 此时的他也只是无奈一笑 你小子可赶上好时候了 刚学习炼药就能使用天阶高级药顶 本长老学习炼药的时候 使用的还是黄阶中级药顶呢 广原道人说罢 便拍了拍朴布城的肩膀 朴布城闻言 此时的他也不禁憨憨一笑 还得多亏了广原长老刚刚美言了几句 弟子在这里谢过广原道人了 油嘴滑舌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广原道人说罢 便美好气地白了朴布城一眼 但他口中虽是这样说 可他却也打心底的为朴布城感到高兴 事已朴布城将要顶收进储物界之后 广原道人这才继续开口道 你先回去把行李放回聚林阁吧 稍后你到本长老的双龙阁来 本长老今天就教你炼药 啊 可是弟子出门也没有带行李啊 朴布城弱弱回应道 苏秦儿见朴布城那么不适去 胆忙在朴布城的身后 偷偷扯了扯朴布城的衣角 广原长老的意思是说 师兄你先回去等会 他老人家还有事情要处理 苏秦儿此话说完 便朝着广原道人礼貌地笑了笑 啊 是这样 朴布城露出了似懂非懂的神色 广原道人见状 也只是淡笑着 微微地点了点头 随后 他便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十月阁的方向飞去 关于长洲分舵重建的问题 他还得接顾林雪之口 转达给林飞翼 所以 他便打算 今天先把这件事给顾林雪说一说 等广原道人离开后 朴布城和苏秦儿 也没有在庭院内多坐停留 而是准备直接返回他们的聚林阁 可当他们 走到聚林阁那边时 原本早该停下脚步的朴布城 却并没有返回他自己的阁楼 苏秦儿见状 先是一愣 随后赶忙开口道 师兄 你走过了 你的阁楼在那边 苏秦儿说着 便指了指他们身后的 那栋聚林阁 可就在这时 朴布城却忽然伸出了一只手 拦住了他的细腰 苏秦儿见状 顿时羞红了脸 他想要将对方推开 可是对方的力气却出奇的大 根本没有留给他挣脱的余力 苏秦儿见挣扎不过 赶忙轻声交集道 师兄 你疯了吗 咱们现在可是在宗门内 可是 咱们经过老祖他老人家同意了 朴布城看着苏秦儿那副慌张的样子 有些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 即便是老祖他老人家同意 咱 咱也不行 苏秦儿的态度非常坚决 在宗门之中 他们绝对不能 做与修炼无关的事情 而这一幕 恰巧被返回坠日阁 使用投影功能的莫悠然 刚好看到了 莫悠然见状 心中那叫一个急啊 你们俩在妖兽山脉的时候都不避嫌 怎么到现在就矜持起来了 老子还等着看好戏呢 你们那骨子奔放进跑哪里去了 莫悠然表示 自己还挺无语的 或许只有在他们浩天宗内 他的狗币系统 才不会给他狐马赛克 这下可好了 戏都没得看了 而就在这时 聚灵阁方向 另一侧的聚灵阁大门打开了 那是西侧的第三间阁楼 里面住着的人是舒子轩 舒子轩听到了外面有细微的声响 这才跑出来查看情况 可当他看到 东侧聚灵阁门前发生的那一幕时 他险些被当场惊掉了下巴 等等 我看到了什么 普师兄 居然拦着苏师姐的腰 舒子轩赶忙揉了揉眼睛 他甚至怀疑 是自己修炼的时间太长了 以至于都饮花了 可当他看清 东侧聚灵阁的门前 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这一幕后 他顿时被惊的眼珠子都掉了一地 这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舒子轩当场就蒙圈了 站在苏琴儿的房门前 还在劝说着苏琴儿的朴不成 猛然间察觉到了 有一样的眼神投了过来 出于在妖兽山脉内 行动了那么长时间的本能 朴不成的目光便瞬间投了过去 而这一看 便跟舒子轩看了个对眼 朴不成的心里顿时就慌了 赶忙松开了 拦着苏琴儿那柔嫩的细腰的手 苏琴儿见朴不成松开了手 还以为是他的师兄妥协了 可当他顺着朴不成的目光 朝着西侧望去时 他的脸顿时都快红到了耳根 紧接着 没等朴不成再去跟舒子轩解释什么 苏琴儿便赶忙跑进了自己的阁楼 将自己反锁在了阁楼内 朴不成听着耳畔边响起的关门声 此时的他也知道 今天肯定是没戏了 随后 朴不成便跟舒子轩招了招手 朝着舒子轩所站着的方向走去 舒子轩见状 当场就慌了神 自己出来的真不是时候 这一下可怎么办 自己坏了大师兄的好事 大师兄会不会打我 舒子轩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可是出于礼貌 舒子轩还是硬着头皮 硬生生地挤出来的笑脸 大 大师兄你回来了 嗯 今天刚回来 朴不成笑着跟舒子轩打着招呼 只可惜 话到此处 舒子轩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 常年修炼双修之法的他 仅是看了朴不成和苏琴儿一眼 便看出了这两人的气息 与先前已是截然不同了 难道自己的师兄师姐 在外出的期间 已经 舒子轩在心中 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 只不过 他压根就不敢点破这件事 然而 正当舒子轩不知道 如何面对蒲不成的时候 蒲不成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师弟 师兄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就是 你 能不能找机会 教我两招 话到此处 朴不成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也知道 他的师弟是天和宗出身的唯一男弟子 在天和宗内 他的师弟肯定学到了不少招式 而从未经历过那种事情的他 自然是没有多少经验的 既然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 而刚刚的那一幕 也被舒子轩看到了 他也只好借颇下驴 让舒子轩教他两招 舒子轩文言 瞬间明了了 朴不成话中的意思 看着眼前的大师兄 舒子轩只觉得自己的心里苦啊 师兄啊师兄 咱老祖之前给咱们钱 让咱们出去嫖的时候 你还带我去打牌 现在你跟师姐在一起了 而我却早就跟老祖发誓 从此以后 与黄赌督不共带天了 师兄啊师兄 你这样搞 我很难吧 与此同时 十月阁内 广源道人 已经安坐在了十月阁内 将长州分舵那边的情况 如实汇报给了顾灵雪 顾灵雪文言 顿时颇为震撼 咱们浩天宗 成立第二个分舵了 顾灵雪满目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他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的浩天宗的发展 竟如此的迅猛 要知道 即便是一万年前 他们浩天宗 还是五品宗门的时候 都没有那么多的财力 组建分舵啊 广源道人看着顾灵雪 那副震惊的样子 不禁有些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成立长州分舵的事情 前辈他老人家 没有跟你提起吗 广源道人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成立分舵那么重要的事情 按道理说 顾灵雪应该早就该知晓了才对 可是 面对广源道人的询问 此时的顾灵雪 却摇了摇头 老祖他老人家 最近很少出门 或许是他老人家 忘记这件事了 顾灵雪猜测到 广源道人文言 随后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的确 成立分舵这种事情 对他老人家而言 可能还真算不了什么大事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接触 广源道人大致地 也摸透了他们老祖的处事风格 对于他们老祖这样 拥有着通天手段的人来说 即便是将五周大陆掌控在手掌之间 也不过是动动手指头 就能办到的事情 而或许也正因如此 他们老祖才 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所以才没有告知顾灵雪一声 经过了短暂的讨论后 两人的心中 皆是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随后 广源道人便又跟顾灵雪 谈起了长州分舵那边的情况 掌门 咱们长州分舵那边的情况特殊 重建宗门需要大量的人手 掌门 不知您可否跟灵舵主那边商量一下 派出些弟子 增援一下长州分舵 广源道人说出了自己专程拜访的目的 顾灵雪文言 思考了片刻后 最终点了点头 既然御风宫已经成为了咱们的分舵 分舵有难 咱们不帮忙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这件事就交由你与灵舵主着手负责吧 你们尽快将长州分舵重新发展起来 顾灵雪吩咐道 是 掌门 广源道人拱手答应道 有了顾灵雪的许可 广源道人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有了开源圣地分舵的帮助 恐怕不出半个月的时间 长州分舵那边便能完成宗门的重建了 距林阁方向 朴不成听着舒子轩说出的招式 接连地发出了倒吸凉气的声音 嗨 还有这种操作 朴不成感觉自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山村的时候 他曾经见过隔壁的里图户养过几头猪 他目前所掌握的技巧 都是他在隔壁里图户的后院中 无意中看到的 听完舒子轩的战斗经验后 朴不成甚至都开始怀疑起了 自己这十几年的时间都是白活的了 师弟 你能详细跟我说说 那个倒立的姿势的具体细节吗 朴不成的双眸之中流露出了好学的神色 但只可惜 此时的舒子轩却摇了摇头 师兄 你有所不知 这种招式 乃是战斗中最难的形态 就连师弟我 也很难把控 他不但要求 你的个人实力要强 更对战斗双方的默契程度 有着极为苛刻的限制 师兄 你先将我教你的那几招熟练一下 等过段时间 我再跟你细说此招 舒子轩说罢 便摆出了一个散工的动作 毕竟 他曾经答应过他们老祖 从此以后 都不碰这种事情了 如果不是他师兄专程请教他的话 他肯定是不敢想这种事情的 今天他将自己的战斗经验分 想给了他的大师兄 也算不愧对于他这三年的 日夜兼程的修炼了 对了师兄 忘记提醒你一句了 就在这时 舒子轩像是想起了什么 随后便在朴不成的耳边 一语了几句 朴不成闻言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楼梯 桌子 房门前 这种地方也行 朴不成顿时感觉自己 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 嗯 过招的环境 对双方的心境 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些地方 师兄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舒子轩将自己压箱底的知识 全都传授给了朴不成 朴不成听罢 赶忙朝着舒子轩拱了拱手 多谢师弟赐教 等过段时间 咱们都有空了 师兄我再带你 去陆海城打麻将去 师兄 还是算了吧 舒子轩能感受得到朴不成的好业 可是 他是真的不想去打牌啊 转眼 业已入身 朴不成本是打算 先去找广元道人 让广元道人教他炼药 但是在前往双龙阁的路上 他却刚好在传送大阵那边 看到了广元道人 正在准备 使用宗门传送大阵 沟通后他才知道 广元道人要去一趟开园圣地分舵 跟灵舵主商量 常州分舵那边的事情 眼看着今天学习炼药无望了 朴不成便打算 先返回自己的聚灵阁休息 可是 当他在苏琪儿的房门前经过时 他却顿时停下了脚步 随后鬼使神差地 走到了苏琪儿的房门前 将房门敲响 几期间的功夫后 苏琪儿居住的 那间聚灵阁的大门便打开了 此时的苏琪儿 已经换掉了身上的道符 准备休息了 可当他看到了房门外站着的人是谁时 他脸上的困意 瞬间就消失了 师兄 你怎么来了 苏琪儿说吧 赶忙将头探出房门 朝着四周张望了一番 直到他发现 庭院内没有人后 他才微微地松了口气 可就在这时 朴不成的前脚却已经踏进了聚灵阁内 还没等苏琪儿反应过来 他便拦着苏琪儿的腰 将对方抱在了桌子上 在苏琪儿惊讶的目光当中 朴不成开口道 师妹 你先别着急讲话 师兄我刚学了两招 说话的同时 朴不成便已经开始了手中的动作 苏琪儿本想反抗 但此时已是深夜 氛围都已经烘托到了 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三分钟后 朴不成伸了个懒腰 坐在了桌子上 苏琪儿红着脸颊也坐了起来 回想着刚刚的那一幕幕 苏琪儿感觉自己的脸颊都在发烫 两久之后 苏琪儿这才有些好奇地开口问道 师兄 你那几招都是在哪学的 你为何如此熟练 朴不成文言 这才给对方投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秘密 与此同时 坠日隔内 莫悠然看着大殿云层之中传播的内容 额头上顿时缠满了黑线 这就完事了 当然了 莫悠然肯定不是那种随便偷看弟子的人 他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身为老祖的义务 身为宗门的老祖 如果他不随时看护好门下的弟子的话 他这个当长辈的人 岂不是就显得很不懂得照顾晚辈 只不过 朴不成啊 朴不成 我该说你啥 你特么 这也太快了吧 你对得起你的修为吗 你对得起你的肤色吗 你在搞瞇啊 莫悠然一阵吐槽后 这才若有所思地缓缓地叹了口气 身为老祖的他 自然是不可能允许自己门下的弟子那么丢人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打算送给朴不成几粒丹药 让这小子拿去补一补 当然了 他这样做绝对是出于对门下弟子的关心 绝对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够 绝对不是 将主殿内的画面关闭后 莫悠然便缓缓地躺在了主位之上 因为天气回暖 坠日阁原本吹出的热风 此时已经被自动转换成了微凉的戏风 莫悠然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准备补上一觉 明天准备正式朝着大城镜中期突破 随着莫悠然的眼眸闭起 不出几期间的功夫 坠日阁内很快便响起了憨声 趴在莫悠然身旁的小白 在注意到莫悠然睡着后 便悄然地从主位之上跳了下去 随着一道银白色的光芒亮起 小白的身影瞬间幻化 为了人形 那窈窕的身影 与此时坠日阁内响起的憨声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小白看了一眼莫悠然 又看了一眼 早已被关闭了画面的云层 此时的他不禁无奈地叹了口气 主人的心思 还真是难以揣测啊 小白感慨道 不过 他也并未在此多作停留 而是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五洲大陆的边界处飞去 拥有着先帝修为的他 仅是几期间的功夫 便已抵达了五洲大陆的边界 与其称他为先帝 倒不如 称他为六命先帝更为准确 六命先帝 在整个修仙界的历史长河中 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而支撑着他 苦苦修炼到这般境界的动力 则是来自于一万年前的一场邂逅 当初的他 尚未踏足修仙界 不过是只普通的野猫 无意中闯入了月龙山谷 浩天宗所在的地方 原本快要被冻死的他 却阴差阳错地 被浩天宗的锅炉宫发现 这才侥幸避免了被冻死的命运 当初的他并未开启灵志 他只知道对方的修炼天赋极差 而且经常被同门的外门弟子欺负 尽管对方也经常抱怨自己 没有修炼天赋 经常抱怨着每天的遭遇 但对方却依旧没有放弃对修炼的执着 也正因如此 对方的执念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转眼间 一万年的时间过去了 那个锅炉宫在此期间离奇消失了 而他也从未放弃过修炼 试图找到对方的去向 直至半年前 他重返了浩天宗 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 只可惜 那个男人却并不记得他了 即便是他 已经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就这样 他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浩天宗的护宗神兽 并且 还被某人仔细地辨别了性别 每当小白回想起那天的遭遇 他都感觉自己 没有脸面在对方面前化为人形了 该看的不该看的 都被对方给看遍了 这谁敢化成人形啊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万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对方对待他的态度 却是从未改变的 或许 就这样换个身份 留在对方身边 也不是为一种 报答对方当年救命之恩的办法 思绪回转 小白的目光 已然落在了武洲大陆边界处的 那道孔洞之上 透过那个孔洞 武洲大陆边界外的海域 尽收眼底 在那宽广的海域之上 一名老者正眯着眼睛 同样注视着他 而在那名老者的脚下 则是踩着一条 十几米长的黑色妖狼 老者注意到了 那名身着白衣的 窈窕女子的到来 所以并没有着急 对脚下的妖狼 痛下杀手 仔细地查看过 对方的修为后 老者那微眯着的眼睛 这才缓缓睁开 六命先帝 没想到武洲大陆 这种弹丸之地 竟能诞生 便微微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 对对方实力地肯定 而与此同时 小白的目光 也在仔细地 观察着那名老者 只见那名老者 身着着一身 青蓝色的盗袍 盗袍之上 还闻着一个 由银丝绣克的魂子 虽然对方有着白发白须 但对方却丝毫不见老态 反倒是显得格外精神 只不过对方的眼神之中 却处处透着寒意 这种冰冷 并不是新生杀意后 才带有的冰冷 而是杀人成性后 才带有的阴冷 小白试图看穿 对方的修为 但此时的他却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透 对方的境界 别看了 你即便是多看几眼 你也看不穿老夫的修为 老者说罢 便微微仰起了头 随后他继续开口道 不妨告诉你 老夫早已踏足 至八命先帝之境 乃是魂玉殿第三长老 当然 你这种弹丸之地 出身的小小六命先帝 没听说过魂玉殿 倒也正常 老者望着那名窈窕女子 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缓缓地捋了捋自己的白须 在他看来 尤其是在魂玉殿面前 这小小的六命先帝 根本就不配 站在他的面前 不过 既然对方主动现身在了这里 那么不用想也知道 对方是奔着他脚下 踩着的这条妖狼而来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就是这条小狼的主人吧 老者说罢 便不禁加重了几分脚下的力度 饶是有着 惊鲜尽修为的旺财 在对方的踩踏之下 也不禁狂吐出了几口鲜血 此时的他 早已是奄奄一息 甚至连哀嚎的声音都发不出了 小白见状 白皙的前额之上 点缀着的细眉 顿时就紧了紧 很显然 这名老者来者不善 若是让这般修为的强者 踏足至五洲大陆的话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你来五洲大陆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 小白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尽管他也知道 对方极有可能是他招惹不起的存在 但这依旧不能让他放弃 将对方拦在五洲大陆结界外的决定 说话的同时 小白便逐渐调动起了体内灵力 银白色的光芒 在他的身后缓缓亮起 一道近百米高的腰猫虚影 随即横拦在了五洲大陆的结界之外 老者见状 他的眉头不禁轻轻挑动了一下 显然 他根本没有预料到 对方在明知道双方的实力 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竟还敢以武力 跟他解决问题 精神神体 对方居然刚跟他打了个照面 就打算直接动用全部的实力 不过 尽管对方的气势已经到位了 但老者却依旧没有忌惮对方的意思 六命先帝与八命先帝 虽然只有两个境界之差 但两者之间 确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别说是六命先帝 就连通境界的八命先帝 他也未曾放在眼里 魂玉殿 掌控着整个修仙界最顶尖的资源 寻常的先帝之境的强者 根本就没有 与他们魂玉殿叫板的资格 不过 老者却并没有着急与对方动手 只见他的身形晃动了一下 紧接着被他踩在脚下的妄财 便如炮弹般 直接朝着小白报尸而去 那数十米长的庞大身躯 竟如路边的石子般 轻而易举地被他踹飞了出去 小白见状 不禁微微睁大了眼睛 那名老者未曾动用灵力 却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力量 小白赶忙调动着身后的精神神体 将朝着他报尸而来的妄财接住了 只不过 那强大的惯性 依旧让他的精神神体 朝着后方暴退了数十步 这才勉强稳住脚跟 你们五周大陆之中 有人动用推演之法 窥探魂玉殿内的事情 老夫过来将那贼人抓回去交差 阁下应该没有意见吧 老者说吧 目光随即便落在了 那名窈窕女子的身上 对方的修为 虽然入不了他的法眼 但对方毕竟是从五周大陆 这种弹丸之地诞生的先帝强者 在这种偏僻之地 修炼至先帝之境的人 其修炼天赋肯定不差 因此 在威慑过对方后 他并没有打算与对方动手 倘若能与对方结识一下的话 日后说不准 还能被他们魂玉殿利用一下 老者的心中 是这样想的 然而 面对老者的妥协之语 此时的小白 却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不论你出于何种目的 五周大陆 我都不可能让你踏足 小白的态度异常坚决 尽管他未曾插手过 浩天宗内的宗门之事 但对于浩天宗内的情况 他却是了如指掌的 推演之法 这种与炼制丹药 同等修炼难度的技能 放眼整个五周大陆 也就只有他们浩天宗的 开源圣地分舵 最为擅长 对方想抓的人 大概率 是在他们浩天宗之内 所以 在这方面 他是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做出让步的 小娃娃 老夫劝你不要不识抬决 你可要知道 即便是你想拦下老夫 老夫也有能力闯入五周大陆 面对那窈窕女子坚决的态度 老者的话语之中 透露出了几分不耐烦 那你倒可以试试 小白微微抬起头道 找死 老者见状 顿时怒游心声 既然这小小的六命先帝 存心找死 那他也不介意送对方一程 随着老者的话音落下 八命先帝的恐怖威压 骤然释放 只见老者抬手一挥 紧接着昏暗的天空之上 便破开了一片虚空 在那虚空之中 一只半透明的黑色巨手伸了出来 直接朝着小白身后的精神神体 便抓了过去 对付这六命先帝 他甚至都懒得动用自己的精神神体 小白望着天空之上的那道巨手 心中顿时就是一个咯噔 拥有着先帝之境实力的他 仅是看了一眼便能看出 对方使出的这招 乃是修炼之大圆满级别的天阶功法 若是他的精神神体 被对方抓住的话 他的精神神体必然会破碎 进而对他造成严重的反噬 小白没有丝毫的犹豫 当机力断的 就将身后的精神神体收了回去 随后猛地向后抱退了数百米 这才躲过了那虚空之手的抓去 老者看着小白那副警惕的样子 眼神之中顿时充满了玩味 算你有点眼力尽 若是你动作稍慢些的话 你恐怕就没有机会 再站在老夫面前了 老者感慨道 当年他们回玉殿七大长老 追杀恒山先帝的时候 但是恒山先帝的精神神体 就拖了他们整整五天的时间 为此 他特地修炼了这一招 为的就是在面对 同为先帝之境的强者时 能克制对方的精神神体 那名窈窕女子 虽然收起了精神神体 避免了殒命的下场 但失去了精神神体加持的 先帝强者 在他面前 就更没有什么威慑力了 随着老者的话音落下 老者的身形又是一晃 仅是眨眼间 他便直接站在了小白的身后 小白感受着身后的恐怖气息 心中顿时震惊不已 对方的速度之快 甚至都超出了他的感知范围 难道自己在八命先帝面前 就连半点反抗的余力都没有吗 小白的美眸之中 不经意间闪过了一丝惊慌 然而 正当小白以为自己 要白给的时候 一道如风铃般动听的声音 却在远处的天边响起 齐老头 你他妈的 你等等我能死啊 声音的确非常动听 但说出的这番话 却不怎么中听 立在小白身后 正准备结果小白性命的老者 听到了这个声音后 眉头顿时就紧锁了起来 第七长老 出门在外 希望你能注意言行 老者说罢 目光便看向了远方的天空 小白见身后的老者收敛了气息 此时的他 也不禁抬起了头 朝着远处的天边望去 只见在远方的天空之上 一名同样穿着青蓝道袍的女孩 正掐着腰 指着被 称之为其老头的老者 破口大骂 对方同样是魂玉殿的人 只不过这次 小白却看清了对方的修为 五命先帝 这个魂玉殿 究竟是什么来头 就连这第七长老 都拥有着恐怖的 五命先帝的实力 女孩样貌看起来年龄不大 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她身上穿着这的 魂玉殿的道服 明显是大了几号 站在原地 两只衣袖搭拉下来 都快碰到她的膝盖了 很难想象 拥有着这般样貌的女孩 竟有着 五命先帝的恐怖修为 然而 面对其老头的好言相劝 这个女孩 却连半个字都没听进去 只见她的身影一晃 下一秒 她便直接站到了 其老头的身旁 注意你妹啊 我要是在外面 迷路了怎么办 你负责吗 不是我说你 你都多大年纪了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 挑衅人家小姐姐 女孩的气势 丝毫不输于 这个八命先帝 其老头闻言 面色瞬间就阴沉了下去 老夫这是在办正事 她是你要找的人吗 女孩继续追问道 这倒不是 但是其老头本想反驳 但就在这时 女孩的声音又再次响起 那不就得了 你还敢说 你没再调戏人家 老夫这是 哎 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其老头说罢 便直接将头扭到了一旁 不再搭理对方了 毕竟 他特意来到五州大陆 只是过来抓人的 等他把该抓的人抓到手 他就可以直接回去 交差了 反正五州大陆这种灵气稀薄的地方 他是一秒钟都不想多待 而就在其老头独自生闷气的时候 那个女孩却已经蹲在了小白的脚边 养着头满脸童真的问道 姐姐 姐姐 我能跟你问个路吗 女孩说罢 便眨了眨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 小白虽然也知道 这个女孩是魂育殿的人 对方来到这里的目的 肯定不单纯 可鉴于对方的出现 间接性地救下了她的性命 小白思考了片刻后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她打算先听听对方 想问她什么地方 女孩见小白答应了下来 顿时喜上眉梢 只见她略显笨拙地 在袖子里翻找了一阵 随后便将一幅地图 呈现在了小白的面前 而那幅地图上绘制着的 正是整个五州大陆的 全部地貌 女孩微微仰起头 在地图上面找了半天 随后手指便落在了 龙峰洲内的一角 就是这个地方 你能告诉我 怎么去吗 女孩说着 便向小白投去了 期待的目光 小白看着那女孩 人畜无害的样子 不禁将目光 落在了女孩 手指着的方向 可是 当她看清 女孩手指着的地方 究竟在哪时 她的心中顿时 掀起了惊涛骇浪 月龙山谷 月龙之巅 难道说 这个女孩也是 本着她们 浩天宗而来的 想到这 小白的心中 不禁生出了几分警惕 但是 她却并没有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表面出来 继而开口问道 你去那里 难道也是 去抓人的吗 小白说着 便偷偷调动着体内的灵力 若是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话 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诛杀 八命先帝 她对付不了 对付这个五命先帝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 面对小白的询问 女孩这时却摇了摇头 不 我是去寻亲的 寻亲 小白文言 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 她的思绪被瞬间拉回了几天之前 小白清楚地记得 在几天前 她的主人曾经收到了蜂蜜函 而那蜂蜜函内的第一句话 就是在叫她主人爷爷 小白上下打量着女孩 试图在对方的身上 看出来些什么 可两久之后 小白却依旧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随后她才试探性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墨雨帆 女孩爽朗地回应道 小白文言 赶忙去回忆了一下自己主人的名字 可是思来想去 她却发现自己 压根就没听自己的主人 说起过她的名字 为了防止隐狼入室 小白思考了片刻后 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恐怕没有办法帮你带路了 啊 是吗 女孩文言 脸颊之上竟显扫兴 齐老头听着这两人 在这里磨叽了半天 不禁发出了一声冷哼 哼 你以为修仙界的人 都愿意出手帮助别人吗 齐老头 要你管 女孩不耐烦道 随后 她便扯了扯齐老头的衣服 走吧 带我去这里 老夫还有要事处理 哪有闲工夫陪你瞎逛 齐老头不悦道 说话的同时 她的目光 便又再次落在了小白的身上 经过墨语帆的这番闹腾 她已然没有了 大开杀戒的性质 无奈地叹了口气后 齐老头那冰冷的声音 再次响起 这次算便宜你了 下次碰到老夫 长点眼力劲 齐老头说罢 实在挨不住墨语帆的拉扯 随即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武洲大陆内飞去 小白看着那两道远去的身影 本想要阻止 但碍于实力太过于悬殊 她也只好作罢 不行 我得尽快将这件事告诉主人 小白说着 便准备动身折返月龙山谷 可就在这时 她却注意到了 躺在海面上奄奄一息的旺财 你再坚持几天 我去去就回 小白说罢 随即化为了一道流光 同样朝着武洲大陆内陆飞去 旺财 与此同时 月龙山谷 好天宗 坠日阁内 莫悠然连打了十几个喷嚏 我去 是不是感冒了 不应该吧 莫悠然自言自语道 按道理说 达到了她这般境界的人 一辈子都不可能感冒的 但连续打了十几个喷嚏的情况 属实是有些罕见 为了防止病情恶化 莫悠然逮着系统界面操作了半天后 终于将坠日阁内吹出的凉风 又调回了暖风 舒舒服服地躺在了主位之上准备休息 可就在这时 坠日阁内的云层 却忽然翻滚了起来 紧接着 庭院内的画面 便被系统自动投影在了云层之上 莫悠然满脸疑惑地 看着庭院内的画面 不知道她的系统 又在抽什么风 可正当她 准备将庭院内的画面关闭时 一道身穿白色道服的倩影 却悠然落在了庭院之中 莫悠然望着那长相绝美的冷艳女子 连忙又从主位之上爬了起来 我靠 这女的是谁啊 怎么自己就闯进来了 莫悠然下意识地 就把不灭金身体验卡往外掏 这些天 她一直都在担心 她那个莫名其妙的野生孙女 找上门来 而如今 她的浩天宗 忽然闯进来一名女子 她下意识地就将对方 联想成了她的那个野生孙女 不对啊 这长得也不像我啊 这肯定不是我亲生的啊 莫悠然将袁须静取出 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五官 这绝对不是亲生的啊 就冲着对方那副绝美的脸庞 莫悠然就不相信对方 跟自己有什么血缘关系 心中得到了这个答案后 莫悠然随即使用了张传送符 将自己传送到了庭院之中 小白见莫悠然主动传送了出来 她的心中顿时一喜 赶忙朝着莫悠然站着的方向迎了过去 然而 还没等她刚走到莫悠然的面前 莫悠然却抬起了一只手 示意她停下脚步 小白见状 先是一愣 随后便赶忙停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莫悠然的声音便缓缓响起 你走吧 本尊向来无亲无故 不可能有你这个孙女 你找错人了 还请你离开吧 莫悠然的话语之中 透露着几分冰冷 她生怕自己对对方的态度稍微好点 对方就会赖在她这里不走 小白文言 心中顿时哭笑不得 直到这时 她才意识到 原来是她的主人认错人了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她的主人 还从未见过她的这般姿态 只不过 今天的情况实在是有点紧急 她已经来不及让她的主人 适应这件事了 只听小白清了清嗓子 随后她便赶忙回应道 主人 是我呀 我是小白呀 小白说着 身上便亮起了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但那道银白色的光芒消失 原本站在庭院中的窈窕女子的身影 便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却是织毛发蓬松的雪白家猫 莫悠然见状 先是一愣 随后便猛地发出了一阵到稀凉气的声音 这猫好特么厌熟啊 这不是自己养的护宗神兽吗 莫悠然当场就傻了眼 等等 等等 这不对劲啊 难道我养的护宗神兽是人变的 不对 难道是我养的护宗神兽能化为人形 莫悠然顿时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崩了个稀碎 很难想象 她平日里闲着没事就撸两下的家猫 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小白望着莫悠然那副愣在原地的样子 其实他早也猜到对方会有这样的反应了 不过 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了 若是他在这件事上再解释半天的话 魂玉殿的人估计马上就要抵达月龙山谷了 随后 小白便赶忙跟莫悠然 汇报起了五州大陆边界外发生的事情 主人 魂玉殿的人 已经抵达五州大陆了 目前正在赶往月龙山谷的路上 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 其中一位是五命先帝 另一位是八命先帝 主人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他们 小白说着 目光便落在了莫悠然的身上 只可惜 此时的莫悠然还在大脑放空的状态 已经彻底放弃了思考 他还沉浸在那震惊的情绪中 无法自拔 小白见状 只能狠了狠心 又变换成了人形 只见他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了莫悠然的身边 随后便猛地拍了一下莫悠然的肩膀 莫悠然顿时大梦出行 这才彻底地回过了神来 你是小白 显然 他的思绪还沉浸在上一个话题中 小白无奈 只能又将魂遇殿的动向 又跟莫悠然说了一遍 莫悠然文言 顿时就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魂遇殿是哪方势力啊 五命先帝 跟八命先帝又是什么玩意啊 这玩意听起来好像很强的样子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莫悠然说着 便准备把传送服往外掏 在不清楚敌人实力的情况下 先耸对方一波 肯定是没有错的 莫悠然准备将整个宗门内的建筑 全都传送到别处 让对方白跑一趟 只可惜 莫悠然的想法是好的 但小白的话 却将他无情地打回了现实 应该马上就到了吧 小白说着 目光便朝着月龙山谷南部的方向看去 可这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的目光投过去的瞬间 他却发现 有两道身影 已经站在了月龙山谷的南侧 尽管双方之间 还有着上百里的距离 但小白明显地能看到 那两道身影的目光 已然落在了浩天宗的庭院之中 已经来了 小白见状 手心之中 顿时就庆出了冷汗 不愧是八命先帝 在不知道路的情况下 居然那么快就找到月龙山谷了 主人 他们已经到了 小白说着 便下意识地 往默悠然地身后站了站 身为先帝之境强者的他 很少表露出 这般软弱的一面 也或许是站在他主人的身旁 他的主人给了他无尽的安全感 所以 他才下意识地做出了这番举动 默悠然文言 心中顿时就是一个咯噔 完了 想跑都没得跑了 虽然默悠然从未接触过 先帝之境的强者 但但凡是能踏足到这般境界的人 其手段肯定是数不胜数的 若是他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认了耸的话 对方肯定会觉得他好欺负 静怀对他穷追不舍 难道只能硬上了吗 想到这 默悠然便将已经拿出手的传送符 丢回了系统空间 进而取出了张先帝修为体验卡 正如小白所说的那样 目前的情况确实有点紧急 他已经来不及再去关心 小白能不能变换为人形的事情了 只见默悠然身上的气息逐渐暴涨 他的修为已然踏足至了先帝之境 一命先殿 先帝之境中 最底层的存在 然而 默悠然对此却毫不知情 毕竟 系统也没有告诉 给他那么多 身上有了先帝修为体验卡的加持后 默悠然顿时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有了底气 你先在宗门内躲着 我去会会他们 默悠然说着 便朝着小白使了个安心的手势 他准备回来之后 再问清小白的身份 小白感知着默悠然体内 散发而出的一命先帝的气息 他下意识地便想伸手 将默悠然拦住 要知道 那两名回玉殿的长老中 修为最低的 也是五命先帝 一命先帝站在五命先帝面前 就相当于一名炼器器的修士 再跟化神镜的强者叫板 若是他的主人 真就这样冲过去的话 对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对他主人动手的 与此同时 月龙山谷外 七老头与墨宇帆 已经盯着浩天宗的庭院 看了半天时间了 在抵达月龙山谷的第一时间 七老头便感知到了小白的气息 然而 还没等他准备冲入月龙山谷的时候 他却注意到了 站在小白身旁的那个身穿墨绿道服的身影 奇怪 那个男人的修为 老夫为何看不透 七老头发出了不解的声音 身为拥有着八命先帝实力的强者 就连隐藏了气息的九命先帝 他也能看透其修为 但此时 站在庭院中的那个男人的境界 他竟连半点都看不透 墨宇帆文言 也下意识地感知了一下 那庭院中的气息 可同样的是 他也感知到了那个六命先帝的气息 却根本看不透那个男人的境界 难道说 他是个凡人 墨宇帆猜测道 眼下 也只有这样的解释 能够说得过去了 然而 听到了墨宇帆的猜测 此时的齐老头 却摇了摇头 不对 你看 那个六命先帝 现在正躲在那个男人的身后 以老夫之见 这个男人绝对不简单 齐老头说吧 心中顿时就纠结了起来 因为他循着前几天推演之法的气息 他同样也是追到了月龙山谷 可眼下 那个男人的出现 却让他又 有些不敢贸然闯进月龙山谷了 倘若那个男人 真的不是个凡人 那么对方的修为 绝对是远在他之上的 可要知道 先帝之境 就只有九个境界 九命先帝在修仙界中 就已经是最强的存在了 那个男人的修为 在九命先帝之上 这怎么可能 然而 正当其老头 还在为此不断地揣测之时 远处的宗门庭院之中 却又忽然爆发出了 一道先帝之境的气息 一命先帝 这气息 显然是从那个男人的身上 爆发出来的 其老头感知着 那个男人一命先帝的实力 心中更是充满了不解 难道自己 连一命先帝的实力 都看不透 又或者说 这是那个男人 隐藏了实力后 所展现出的境界 其老头感觉 自己越来越看不透 那个男人的底细了 然而 就在这时 在他们身前不远处的山峰之上 一道金色的光芒瞬间亮起 随着那道金色光芒的消失 一道身穿墨绿道服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了 那座山峰之上 其老头和墨宇帆见状 都不禁将目光 落在了那座山峰之上 可当他们看清 那个男人的长相时 他们两人的面色 结实一变 这个男人 不正是刚刚站在 庭院内的那个男人吗 对方是怎么瞬间 出现在那山峰之上的 两人的目光不禁一间 又瞥了一眼 那月龙山谷之中的庭院 而此时的那个庭院内 除了那位六命先帝之外 便再也看不到 那个男人的身影了 这个男人的 速度好快 其老头和墨宇帆的心中 皆是得出了这个答案 然而 正当他们还在犹豫着 要不要主动 与对方开口搭话的时候 远处的那座山峰上 一道清亮的声音 却随之响起 月龙山谷 乃本尊修炼之地 你们两个过来坐慎 墨悠然说吧 便微微仰起了头 看向了对方 尽管他也不知道 五命先帝和八命先帝 究竟有多么强 但他却感觉 大家同为先帝之境的强者 实力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更何况 他还有系统爸爸的帮助呢 只要他的底气够足 对方应该不会轻易 对他动手 其老头望着那穿着 墨绿道服的男人 那副楚边不惊的样子 他的心头顿时就是意境 这当真是一命先帝 面对八命先帝应有的姿态 其老头心中震惊道 此时的他更加肯定了这个男人并不简单的想法 从刚刚他所看到的情况 他便能得出这个男人 与那名六命先帝 有着不浅的交情 可在感知到他的到来后 出来应战他的 却并不是那名六命先帝 而是这个一命先帝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 这个男人的实力 肯定在那个六命先帝之上 其老头的心中 已然有了答案 哦 好险 若不是老夫反应速度快了些 还针上了这人的档了 其老头心中暗自庆幸道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男人想跟他玩一招 半猪吃虎 只可惜 对方的计谋已经被他看破了 他是绝对不可能轻易招惹对方的 心中确定了立场后 其老头这才缓缓回应道 这位道友 老夫不过是途经此地 想要找个人罢了 还请这位道友行个方便 其老头客客气气地 跟莫悠然说道 莫悠然看着对方 那副客气的态度 心中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我就说吧 一命先帝 跟八命先帝之间 果然也没差多少 这老头肯定是感知到了 我也是先帝之境的强者 所以才认怂了 莫悠然的心中 很是得意 系统给他的东西 果然没有坑他 先帝修为体验卡 果然好用 所谓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既然这老头先认怂了 那他肯定是要主动出击的 只听莫悠然清了清嗓子 随后开口道 行个方便 你也配跟本尊谈条件 莫悠然说吧 一命先帝的威丫 骤然释放 其老头感知着 那微不足道的威丫 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威丫 好弱 可是 看着对方那自信的神色 其老头又不敢贸然 与对方动粗 既然对方敢如此嚣张地 在他这个八命先帝面前 展露威丫 就意味着对方 肯定留有后手的 呼 差点又上当了 其老头暗自在心中松了口气 总之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信 拥有着一命先帝实力的人 敢在他的面前这般嚣张 面对莫悠然的出言挑衅 其老头几乎是瞬间就收敛了身上的全部气息 还没等旁人反应过来 下一秒 他竟直接扑通一声 跪拜在了地上 道友 老夫真的有要事去做 若是不能回去交差 老夫这项上人头可就不保了 恳请这位道友给老夫行个方便吧 其老头满脸恳求地说道 这话他说的的确没错 若是不能将那个偷窥了魂玉殿的人 抓回去交差的话 他们魂玉殿的店主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眼下 这个男人的实力实在令他捉摸不透 他也只能使出此等下策 才能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了 然而 这一跪 直接就给莫悠然整得不会了 不是吧 在这老头的眼中 就那么有威慑脸 而同样的 站在庭院中的小白 也是满脸震惊地 看向了莫悠然 主人 好强 莫悠然原本的想法 是准备将这两人直接赶走的 放眼整座五周大陆 就连踏足先进的修炼者 都屈指可数 先帝级别的强者 在五周大陆内 完全就是动动手指头 就能将五周大陆 搅得天翻地覆的存在 因此 莫悠然肯定是不敢让对方 继续留在五周大陆之中的 然而 在莫悠然意料之外的是 原本他以为很难对付的 先帝之境的强者 如今居然为了求他 直接跪在了他的面前 对方是踏足先帝之境的强者 年龄说不准是远在他之上的 而如今 对方就这样跪在了他的面前 难不成对方 还真有什么难言之意 莫悠然的内心 微微有些动摇 随后 他便假装不在意地开口问道 你要找的人是谁 其老头文言 顿时心中大喜 随后 他便赶忙回应道 前些日子 有人使用推演之法 窥探了我们魂遇店内的情况 老夫今日前来 正是准备将那人抓回去问罪的 其老头 感觉自己说不准 还能与对方有商量的余地 既然这个男人愿意开口问这一句 就说明 这件事八成有心 然而 当莫悠然听到对方说出的这番话后 他瞬间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推演之法 莫悠然瞬间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前些天使用推演之法胡乱窥探的人 除了他 还能是谁 难不成这两个人都是专程跑过来抓他的 这段时间 他光担心他那个野生孙女找上门了 完全就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这下可好了 人家都堵门口来了 这想跑也来不及了 随后 莫悠然的目光 便落在了莫宇帆的身上 你也是来抓人的 莫悠然面不改色地问道 在浩天宗内 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老祖 他早已经养成了 言不服于表的习惯 面对莫悠然的询问 莫宇帆先是一愣 随后便赶忙摇了摇头 莫悠然见状 这才在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还好这两人来月龙山谷的目的不同 如果只让他对付一名先帝之境的强者的话 他或许还有得打 然而 还没等莫悠然刚开始庆幸 莫悠然的话 却将他无情地打回了现实 我跟这老头又不是一路人 我是过来寻亲的 寻亲 莫悠然听闻此言 顿时如遭雷击 他上下打量着眼前的那名年岁不大的女孩 眼神之中充满了不解 先不说对方跟他长得像不像 就凭对方先帝之境的实力 对方也肯定不可能跟他有什么血缘关系 修炼天赋差 难道不是遗传的吗 闹了半天 这两个人都是过来找我的 莫悠然感觉这件事变得有些难办了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 那个女孩绝对不是他的亲生孙女 可如果他现在跟对方挑明了这件事的话 这两个人大概率是不会信的 倘若现在 让这两个人进入月龙山谷的话 这两个人绝对会成为五周大陆的隐患的 念及至此 莫悠然已经下定决心将这两人赶走了 只见他大手一挥 直接开口道 你们走吧 本尊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倘若你们再不离开 就休怪本尊翻脸了 莫悠然说吧 便做出了一个请对方离开的手势 原本的齐老头还在为他的下跪 而求得这位道友的妥协 而沾沾自喜呢 可当他听到了莫悠然说出的这番话 他的刚浮现在脸上的喜悦神色便瞬间消失了 道友 这是为何 齐老头有些蒙圈了 按照刚刚对话的内容 这位道友接下来不应该允许他们通行才对吗 没有什么为什么 难道本尊说的话 你们还不信 莫悠然说吧 再次将一命先帝的威压斩露 齐老头赶制着对方施展出的 那近乎令他察觉不到的威压 他的眉头不禁缓缓地皱了起来 从始至终 这个男人都在想将他们赶走 可是 对方所斩露而出的实力 却实在起不到半点的威慑作用 倘若对方不是想扮猪吃老虎的话 对方从刚开始就直接斩露出真实的实力 将他们震退不就行了 顿时 齐老头的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现在严重怀疑 眼前的这个男人 想对他使出一招空城计 想让他不攻自退 结合着这个男人 从刚出现到现在的种种行为 齐老头愈发地肯定了心中的这个猜想 只见他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随之他的面色也变得冰冷了起来 道友 你这样做 老夫很难回去交差啊 既然道友不愿意和平解决的话 那么老夫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齐老头说罢 随即调转起了体内灵力 从那个男人的态度他便能看得出 不论他说出多少好话 对方都不可能做出丝毫地让步的 常言道 事不过三 既然对方都扬言 要准备跟他动手了 那么他也不介意 会议会对方的实力 他倒想看看 这五周大陆之中诞生的强者 究竟能有着怎样的手段 莫悠然见对方想跟他动手 他的眉头不禁微微挑动了一下 难道说 这个老头是打算跟他来个鱼死网破 玩个狗急跳墙了 想到这 莫悠然的心中也不禁来了几分兴致 从这个老头一开始认怂的架势 他便能看出 对方的实力大概率是与他平齐的 对方能看得透他的实力 却看不透他有着多少质宝 如果真动起手来的话 他的实力应该是略胜于对方才对吧 因为早在坠日阁的时候 莫悠然就往身上砸了不灭精神体验卡 而且 他们的浩天宗内 还有着复活神坛这样开挂般的存在 因此 真动起手来的话 他还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随着其老头八命先帝的恐怖威压骤然释放 整座五周大陆内的修炼者 都感知到了月龙之巅方向传来的恐怖压迫感 身在庭院内的小白健壮 赶忙燃烧着灵力 调动起了威压 这才勉强将对方的恐怖威压消除 倘若对方的威压 扩散到他们浩天宗的庭院内的话 他们浩天宗内的所有人 恐怕都会无一幸免 其老头感知着自己体内散发而出的威压 他顿时就重新找回了自信 他 堂堂八命先帝 仅次于修仙界顶峰的九命先帝之下的存在 他倒是不信 眼前的那个男人 实力会在他之上 然而 正当其老头那自信的目光 重新落在了莫悠然的身上时 看清了莫悠然此时表情的他 却彻底愣在了原地 淡然 满脸的淡然 其老头的心中顿时震惊不已 因为此时的他能看到 站在山峰之上的那个男人 面对他八命先帝的威压 居然淡定自若 眉宇之间丝毫不见惧色 对方的反应 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原本的他 本以为当自己的威压施展而出时 对方会直接匍匐在地上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非但没有受到半点的影响 反倒是还在淡笑着看着他 其老头健壮 心中顿时一个咯噔 难道说 这个男人当真隐藏了不俗的实力 其老头的心中是这样想的 但事实却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刚才莫悠然在坠日阁内照完镜子后 就随手把原须镜就揣进了怀里 身上有着原须镜的加持 其老头释放出的威压 还没有被莫悠然感知到 就早已经被原须镜给彻底吸收了 把原须镜揣在了怀里的事 就连莫悠然自己都忘记了 此时的莫悠然只感觉 八命先帝 不过如此 哦 没想到 你竟能看得住老傅的威压 其老头面色难堪的 硬着头皮说道 对于他这般境界的强者而言 展露威压就相当于给敌人下了战书 如今的他 已是骑虎难下 早已经没了退路 其老头只能选择一条路走到黑了 既然 他已经没了退路 他无论如何 也要摸清那个男人的真实实力 然而 面对其老头的试探之语 此时的莫悠然 却不明所以地眨了眨眼睛 威压 什么威压 莫悠然感觉很是纳闷 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半点威压 其老头闻言 瞬间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对方说出这番话的意思 岂不是就在说他的威压 是微不足道般的存在 不应该啊 老夫堂堂八命先帝 就连九命先帝 也达不到无视老夫威压的程度 这个男人 究竟是在口说大话 还是当真有着这样的实力 其老头发现 自己越跟这个男人接触 就发现愈发地 看不透这个男人的底细了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男人绝对不简单 可这个男人展露出的实力 却又让他在心中 不断地否定着他的直觉 其老头的心中 很是煎熬 片刻过后 其老头中 就还是狠了狠心 直接运转起了功法 倘若他再不迈出去 这一步的话 他永远都不可能 找到那个 窥探了魂欲垫的家伙 随着其老头体内 功法的运转 月龙山谷的上空 瞬间布满了乌云 天阶高级功法 寻龙爵瞬间发动 只听天空之上 传来了一声龙吟 紧接着 一只漆黑的龙爪 便从天空之上的乌云中 探了出来 那黑色的龙爪 显得格外巨大 整个浩天宗的庭院 在那龙爪之下 也形同玩物 莫悠然看着 云层之中 伸出的那只爪子 不仅有些好奇起了 那龙爪 究竟是怎么 被对方召唤出来的了 谁人都知道 真龙早已在 修仙界内灭亡了 可对方召唤出的 那道龙爪 却是有血有肉的真东西 难道说 龙族并没有彻底灭亡 其老头望着莫悠然 那副微微睁大眼睛的样子 他的嘴角之中 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没想到 他只是使用了一招 寻龙爪 对方就被吓成了这样 看样子 这个男人果然没有多少实力 对方刚刚表现出的 那副处之淡然的样子 绝对是这个男人 在故作声势 紧接着 七老头便操控着那道龙爪 朝着莫悠然便抓了过去 面对那宛如遮天蔽日之势的 巨型龙爪 莫悠然仅是震惊了片刻后 便恢复了平静 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他关心 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见他微微 抬起了一只手 随后他便在心中 跟系统沟通道 系统 强者光环如何激活 叮 口令正确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 一道金色的光芒 瞬间在莫悠然的身后亮起 七老头望着莫悠然身后 亮起的那道金光 眼神之中 顿时充满了不屑 对方的这副驾驶 显然是 想要召唤金身神体 他倒想看看 对方召唤出的金身神体 就能能达到何等程度 然而 正当其老头以为 对方召唤出的金身神体 撑死 也就只能跟那个六命先帝 一个水平的时候 莫悠然身后的那道金光 却骤然膨胀到了数百米之高 其老头健壮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这 这是金身神体 在其老头的注视之中 一尊数百米之高的庞然大物 在那道金光中显现 那道金身神体的高度 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即便是身为八命先帝的他 所能召唤出的金身神体 也只有百米的高度 可眼前的那个男人 召唤出的金身神体 高度却是他的数倍 其老头的心中顿时就慌了神 显然 想通过对方召唤出的金身神体 去揣测对方的修为 根本就是 见不可行的事情 就连九命先帝的金身神体 都没有那个男人那么夸张 这个男人 究竟是什么来头 其老头愣神的片刻 莫悠然已经开始操控起了 身后的金光虚影 只见他抬头看了看 云层之上探出的那只龙爪 紧接着 他便将手举过了头顶 操控着金光虚影 将那只龙爪 给握在了手中 那原本有着遮天蔽日之势的龙爪 此时竟像只被握在手里的鸡爪似的 显得格外吸收 莫悠然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金光虚影抓住了那只龙爪后 只见他将手用力往下一拉 天空之上便瞬间传出了一声 骨骼爆裂的声音 伴随着一道凄惨的龙音声 那只刚探出云层的龙爪 便被莫悠然整个扯了下来 黑色的鲜血 如咒语般 洒向月龙山谷 莫悠然看着被金光虚影扯下来的龙爪 不禁有些不满意地撇了撇嘴 他本来是想把云层上 躲着的那条龙给拽下来 看看那所谓的龙 究竟长得什么样 可现在看来 他的想法是彻底泡汤了 随后 莫悠然的目光 便落在了齐老头的身上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吧 刚刚你使出的那一招 你能不能再用一次 齐老头 齐老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 他使出的这招寻龙爵 乃是他五万年前游历在外的时候 在一位爵士强者的陵墓内找到的 当时的他 为了开启那座陵墓的封印 甚至都不惜献祭了自己大半的精血 根据巡龙爵的记载 只要他使出此招 他便能从上位神界 召唤出杜结为神的真龙帮助 只不过 修仙界内对神界的记载 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催动这招巡龙爵的条件 也是极为苛刻 将其施展出来的同时 他就必须要冒着 神魂被真龙吞噬的风险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绝对不可能使出这一招的 然而 令其老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几乎被他当作是压箱底的手段 在那个男人面前 竟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那个男人仅是抬手间的功夫 便将他这一招给轻松破解了 这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 难道这个男人的实力 已经超越了先帝之境 其老头的心中是这样想的 不过 他很快便否定了这个想法 毕竟 拥有着这般实力的强者 又怎可能尾身于 五州大陆这种犄角嘎拉之处 倘若对方的实力足够强 他又怎可能没听说过对方的存在 其老头看着那个男人身后立着的精神神体 他的心中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紧接着 他便在身后偷偷念了个指诀 仅是瞬间 天空之上的乌云再次翻滚了起来 空气之中充满了压抑的气息 雷鸣闪烁间 天空之上顿时破开了一片虚空 一道气势丝毫不输那熊龙爵的虚空之爪 便瞬间从那片虚空之中破空而出 身在庭院之中的小白 望着天空之上破碎的那片虚空 他的心中顿时感到有些不妙 从他之前与其老头的交战中 他便能看出 这个其老头使出的这招虚空之爪 是专门用来克制精神神体的 他的主人 对此肯定毫不知情 倘若他主人的精神神体 中了对方的这一招的话 谁也不知道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几乎是下意识的 小白便赶忙朝着立在山峰之上的莫悠然喊道 主人 小心 千万不要中了他这一招 此时的小白 只想提醒莫悠然 不能轻视了对方的这个手段 然而 面对小白的呼喊 远在山峰之上的莫悠然 却缓缓地回过了头 嗯 你说什么 莫悠然表示自己 压根就没有听清 小白究竟说了什么 而这一回头 却显然是 给了七老头反攻的机会 七老头看着对方那漏洞百出的样子 不由得心中暗喜 这个男人 今天必死无疑 七老头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将自己体内全部的灵力 都注入到了那道虚空之肘中 被注入了大量灵力的虚空之肘 顿时又暴涨了数十倍 即便是远在月龙山谷中央的月龙之巅 在那道虚空之肘之下 也显得格外渺小 稳了 七老头在心中提前庆祝着 操控着那道虚空之肘 便朝着那个男人身后立着的精神神体 便抓了过去 小白看着自己主人那副完全没有预感到 危险即将到来的样子 顿时长子都快毁清了 如果他刚刚不开口提醒他的主人的话 他的主人或许还有应对 那招虚空之肘的办法 可是现在 他的主人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已经陷入到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若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主人的精神神体 肯定会被对方破解的 心中来不及犹豫 小白直接调动起了体内灵力 准备召唤精神神体 为他的主人挡下这一招 可就在这时 莫悠然的手指头 却动了动 只见莫悠然缓缓地 抬起了右手的食指 紧接着 一股裹挟着天道之力的恐怖波动 瞬间席卷了整个月龙山谷 须于戒指瞬间发动 面对同为先帝之境的强者 莫悠然肯定是不会掉以轻心的 只不过 他一直都在寻找着时机 莫悠然清楚地记得 他第一次使用虚余戒指的时候 小白并没有受到虚余戒指的影响 结合着小白能化为人形的这件事 莫悠然的大脑 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系统给他的这个虚余戒指 很有可能对先帝级别的强者无效 因此 莫悠然并没有一开始就 直接使出虚余戒指 所谓高端的猎手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他等着的 正是其老头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准备攻击他的瞬间 随着虚余戒指的发动 整个月龙山谷内的时间 都被瞬间静止了 天空之上 那道裹挟着毁天灭地力量的虚空之肘 也在此时静止在了空中 其老头感知着空气之中 弥漫着的天道之力 他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这个男人 居然能够掌控天地法则的力量 彻底了解了对方的恐怖之处后 其老头下意识地便想要逃走 可就在这时 令他感到更为震惊的事情却发生了 此时的他竟发现 他的身体 就像是完全被定格了一般 根本动弹不了分毫 他的全身上下 唯有他的眼睛 和他体内的神石 能够躲避 那道天道之力的束缚 果然 对付你们这样的老妖怪 还是得用点特殊的手段 就在这时 莫悠然那清亮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原本他看向庭院的 那有些呆滞的目光 此时却变得凌厉了起来 其老头见状 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上当了 如果他没有将全部的灵力 都用在攻击对方上的话 他或许还能调转起灵力 躲避那天道之力的束缚 可是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居然故意 卖给了他一个破绽 而他也像个傻子似的 就直接上当了 莫悠然看着其老头 那副背积的眼珠子乱转的样子 心中也不禁暗自庆幸了起来 还好他多了个心眼 并没有 直接使用虚余戒指 如若不然 他还真找不到 将这个先帝级别的 强者摁在这里的办法 想跟本尊动手 你也配 莫悠然说着 便催动了张传送福 站在了其老头的身边 在其老头惊恐的目光之中 莫悠然的声音 又再次响起 你有没有兴趣 跟本尊聊一聊 魂玉殿的事情 这个男人 居然想从他的口中 得到魂玉殿的情报 其老头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在修仙界内 纵横了十万多年 即便是恒山先帝 也未能结果了他的性命 可到头来 他却在武洲大陆 这种偏远之地 落得了任人宰割的下场 其老头原本是打算 调动起为数不多的灵力 挣脱那天道之力的束缚 可尝试后他才发现 那道力量 已经将他彻底锁死 根本就没留给他 挣脱的机会 面对莫悠然说出的这番话 其老头当场就被气得 翻起了白眼 你把老夫的肉身 彻底锁死了 老夫上哪回答你的问题去 其老头的心中 已经彻底认怂了 他的确是低估了 这个男人的手段 谁能想到 这武洲大陆之中 除了那个六命先帝 还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身为活了十万多年的 老修炼者 其老头肯定是不甘心 自己就与命在这种地方的 现在的他 只希望这个男人 能饶他一命 他也甘愿回答 这个男人的问题 然而 正是他刚刚不经意间 翻白眼的动作 却传达给了 莫悠然错误的情报 哦 没想到 还是个硬骨头 死到临头 居然还想跟本尊嘴硬吗 莫悠然看着对方 那副翻白眼的样子 不禁在心中惋惜地叹了口气 说来也对 人家为了魂欲电 能不远万里地 来到武洲大陆 若是他能轻而易举地 从对方的口中 套出情报的话 那还真就奇了怪了 深知修仙界残酷的莫悠然 缓缓地抬起了手 准备结果了 其老头的性命 其老头健壮 顿时就慌了神 老夫还什么都没说呢 道友你这是为何 其老头的眼睛 拼了命地转动着 希望对方能给他的 将功补过的机会 然而 当这一幕落入 莫悠然眼中的时候 莫悠然的眉头 却微微地皱了起来 你刚刚是不是骂本尊了 其老头 卧槽 还敢骂 莫悠然差点没被气死 虽然对方什么都没说 但是从对方那 猙獰的眼神中 他明显地感觉到 对方是在说他的坏话 随后 莫悠然没有丝毫地犹豫 直接抬起了自己右手的钟指 钟指一数 万物皆灭 伴随着莫悠然右手 食指的抬起 他身后的金光虚影 也跟着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刹那间 灵烈的刚风 瞬间在整座月龙山谷内席卷 饶是那足以撼动 月龙之巅的虚空之手 在那灵烈的刚风之下 也显得吹弹可灭 其老头赶至着月龙山谷内 那肆意游走的恐怖力量 顿时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此人的精神神体 竟还能施展功法 而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 这人施展出的功法 莫非这个男人 跟他五万年前盗墓的那位绝世强者一样 是为超脱先帝之境的恐怖存在 其老头的心中顿时悔恨不已 早知道这个男人如此恐怖 他就不该轻易试探对方的底细 可是现在 他说什么都晚了 伴随着那凌冽的刚风席卷 不论是天空之上的虚空之肘 还是被莫悠然定格在原地的其老头 皆是在眨眼间被撕成了碎片 最难缠的敌人已经解决了 莫悠然的目光 转而落在了蹲在不远处的那个女孩身上 自从他与其老头开始交手后 那个女孩就直接躲在了树里之外 甚至都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这两人虽然都是从魂欲垫而来 但这两人却有着不同的目的和立场 莫悠然的心中很是纠结 倘若他放了活口回去的话 那所谓的魂欲垫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可如果他将那个女孩 也一同抹除的话 万一他与对方针颤了点亲切 那他岂不是就在大义灭亲 然而正当莫悠然还在犹豫的时候 蹲在远处的女孩的身影 却忽然站起来身来 紧接着 还没等莫悠然反应过来 那个女孩便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莫悠然看着身边站着的 并没有受到虚余戒指影响的女孩 他的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咽 果然 这虚余戒指 是无法对先帝之境的强者 直接奏效的 可正当莫悠然准备掀下守围墙的时候 那女孩却并没有要跟他动手的意思 只见他朝着 其老头陨落的地方拜了拜 随后便满脸天真的看向了莫悠然 你难道就是那个浩天宗的人 莫悠番看了看远处的庭院 有些激动地说道 他拜入到魂玉殿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能寻找机会 突破五州大陆外的结界 深入到五州大陆内 寻找他的爷爷 虽然他平日里跟其老头没少接触 但修仙界内的规矩 大家都是懂的 只不过是个屈所需罢了 而如今他已经深入到了五州大陆的内部 只要他能寻找到他的亲人 他便能彻底跟魂玉殿划清界限了 莫悠然看着对方那副 对于其老头的死无动于中的女孩 他的心中不免有些不解 你难道不想为他报仇 报仇 莫语番文言不禁眨了眨眼睛 他先动了手 他打不过你 这赖谁啊 死 这话说的 好像也没啥毛病啊 莫悠然文言 瞬间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用这般稚嫩的脸庞 说出了这般令人无法反驳的大实话 实在是令人感到惊讶 不过 当时知道了对方的修为 莫悠然大概也能看出 这丫头 应该也是有着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的倒横 只不过对方的修炼速度较快 样貌并没有发生改变 听到了对方不愿为其老头报仇 莫悠然只能保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并没有完全放松戒备 而就在这时 莫语番又再次开口问道 你倒是说啊 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浩天宗的人 莫悠然看着对方那副没大没小的样子 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叹了口气 随后便点了点头 莫语番见状 心中顿时一喜 随后赶忙问道 既然这样 你肯定认识我的爷爷吧 莫悠然闻言 心中顿时哭笑不得 认识 何止是认识 这不都站在你面前了吗 只可惜 对方要找的人是他 但他却并不是对方要找的人 思考了片刻后 莫悠然终究还是将藏于怀中的那封密函给拿了出来 莫语番看到了那封他亲笔书写的密函 他的眼眸顿时一亮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与对方相认 莫悠然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这封密函本尊已经看过了 浩天宗内并没有你要找的人 本尊劝你 还是回去吧 莫悠然说着 便将那封密函交还给了莫语番 莫语番看着手里的密函 心里顿时无味杂陈的 这个男人说话时的表情 并不像是在撒谎 可是 根据他父亲对浩天宗的描述 他要寻找的人 的的确确是在这浩天宗内的 心中带有着几分怀疑 莫语番再次开口确认道 你难道没有骗我 莫语番说着 便朝着浩天宗庭院的方向张望了一番 浑然不知他要寻找的人 此时正站在他的面前 莫悠然看着对方那副不死心的样子 暗自在心中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自己这样欺骗对方不好 但如果他承认了 自己就是对方要找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欺骗了对方 穿越到这个世界那么多年 他连女人都没碰过 上哪里多出来这个孙女 随后 莫悠然便点了点头 目光坚定道 你与本尊无冤无仇 本尊为何要骗你 莫语番闻言 心中不眠 有些失落 他在魂遇殿内待了六千年 好不容易都进入了五州大陆 却被人告知他要找的人并不存在 这换作是谁 谁也接受不了 片刻过后 莫语番便收起了那嬉皮笑脸的态度 转而认真地开口道 前辈 如果方便的话 你能让我去浩天宗的庭院看一看吗 到庭院里看一看 莫悠然闻言 心中自然是不愿意的 尽管对方并没有表现敌意 但对方归根结底是与刚刚的那位老者同降而来的人 若是让对方闯进他们浩天宗的庭院的话 他很难保证自己门下弟子的安全 可是 当他看到了对方那失落的神色后 此时的他又实在是不忍心拒绝 心中犹豫了片刻后 莫悠然终究是点了点头 并开口提醒道 进去以后 不得随意走动 本尊只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莫语番闻言 顿时喜上眉梢 多谢前辈 晚辈定会遵从前辈指引 莫悠然看着对方那副天真的样子 心中虽是无奈 但还是取出了两张传送符 随着两道金光在浩天宗庭院那亮起 两人的身影随即出现在了浩天宗的庭院之中 立在庭院中的小白 注意到了他的主人将那人给带了回来 他的眼眸之中 不禁闪过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难不成 自己的主人真的跟这个女孩有关系 返回了庭院的莫悠然 很快便注意到了小白那一样的眼神 不过对此 他却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随后他便朝着莫宇帆开口道 庭院内的任何阁楼你都不可入内 其他地方你随便看看吧 本尊会跟在你后面 莫悠然大大方方地说道 现在的浩天宗庭院 相较于一万年前早已是沧海桑田 他反正不相信 对方能在他们浩天宗的庭院内 发现什么能将他扯出来的线索 莫宇帆望着浩天宗庭院内 那一栋栋崭新的阁楼 一时间他顿感茫然 这浩天宗内的景象 与他的父亲对浩天宗的描述 简直判若两个宗门 大到宗门主店 小到茅厕和锅炉房 他都没有在这庭院中 看到那些建筑的影子 难道说 如今的浩天宗 已经更新换代 变成了其他同名宗门的地盘 想到这 莫宇帆也知道自己 在这里继续逛下去 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 迟疑了片刻后 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 在这个庭院内多坐停留 前辈 不用了 晚辈已经知道 自己来错了地方 是晚辈给前辈添麻烦了 莫宇帆说着 便朝着莫悠然拱了拱手 准备离去 莫悠然看着对方那副落寞的背影 心中微微有些不忍 随后 他便假装不在意地开口问道 你可知道 你爷爷的名字 莫宇帆文言 只是呆呆地摇了摇头 他爷爷的名字 就连他的父亲 就不知道其名讳 莫悠然看着对方 那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 又不禁开口问道 那么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莫宇帆自然是能回答的上来的 随后 他便直接开口道 林洞天 林洞天 听到这个名字 莫悠然顿时就愣住了 他的思绪 瞬间被拉回了一万年前 他清楚地记得 当初在锅炉房 与他同住的 砍柴公林二狗家中的妻子 怀了孩子 因为那林二狗 打小在农村出身 没有什么文化 所以便让他帮忙起了个名字 而林洞天这个名字 正是由他起的 当初对方为了答谢他 甚至还想让他成为那孩子的干爹 只可惜 还没等那孩子还没出生 他就被系统 丢到月龙之巅上闭关了 难不成 眼前的这丫头 是那个林二狗的孙女 这玩笑可开大了吧 随后 莫悠然便再次开口确认道 你要找的人 是不是跟你没有亲属关系 莫宇帆文言 顿时满脸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前辈你怎么知道 莫宇帆的心中很是惊讶 因为这件事 除了他自己知道 其他人他都没有告诉 他要找的人 其实是他的干爷爷 自从他的父亲和母亲 在战斗中陨落后 他就一直想找到这唯一的亲人 莫悠然看着对方 那副震惊的样子 心想这下肯定是没得跑了 难怪对方的密函中 对他的描写如此准确 闹了半天 对方居然是那林二狗的孙女 想到这 莫悠然不禁发出了一声痴笑 因为他曾经误解过 修炼者进行过男女之事后 就不能再继续修炼了 所以他一直保持着 洁身自好的习惯 直到宗门平级的时候 他接触到了舒子轩 这才打破了 他这一万多年的误解 眼下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 莫悠然总算是暗自 在心中松了口气 别找了 老子就是你爷爷 说出此话 莫悠然甚至都已经想象到了 对方激动的样子 然而 出乎莫悠然预料的是 当他将这句话说出口 莫语帆的眉头 却微微皱起 前辈 晚辈又未曾招惹过您 您为何这般辱骂晚辈 莫悠然跟对方解释了许久 终于是将这件事 给解释清楚了 经过交谈 他也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 因为他当初给林二狗的儿子 起了林洞天这个名字 林洞天在成年后 得到了一位上仙赐予的机缘 据说 那位上仙曾提点过林洞天 说是给他起这个名字的人 乃是有着通天造诣的人 切不可将其淡忘 林洞天思考了许久后 终究还是给他的孙女 取下了莫语帆这个名字 当然了 他只听他的父亲 说起过那位干爹的姓氏 却不知道对方的真名 至于林二狗的名字 林洞天自然是不可能 告诉给莫语帆的 若是让莫语帆知道了 他亲爷爷叫林二狗的话 他爷爷还要不要面子了 之后 林洞天便以祖上之名 不可泄毒为由 将莫语帆给搪塞了过去 这才造成了如今的这般情形 只不过 令莫悠然感到意外的是 一万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林二狗的后人 居然还能跟他扯上关系 更重要的是 对方的修为 居然都已经达到了 五命先帝之境 尽管莫悠然也不知道 五命先帝 究竟是怎样的实力 但是对方归根结底 也算是一名先帝之境的强者 若是对方能留在 浩天宗内的话 被他们浩天宗的 整体实力而言 绝对会是个不小的提升 随后 莫悠然便转问道 魂玉殿那边 你还要回去复命吗 莫语帆文言 只是乖巧地摇了摇头 不回去了 孙女只想留在浩天宗内 莫悠然望着眼前 从未谋面的干爷爷 心中是止不住地激动 自从他的父母陨落后 这世上 他便再无亲人了 若是能留在这浩天宗内的话 这对他而言 肯定是最好的寄托了 莫悠然见对方愿意留下 压在他心口的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误会解开了 浩天宗内 还平添了一名先帝之境的强者 这对他而言 无非是最好的结果了 随后 莫悠然便为莫语番安排了住所 因为聚灵阁到现在还空着两洞 所以 莫悠然便将莫语番 安排在了西侧第二间聚灵阁内 虽然莫悠然现在很想 从对方的口中得知 一些关于魂玉殿的情报 但是他们才刚刚相认 问出这番问题 显然会破坏了气氛 因此 莫悠然也并没有多问些什么 与对方闲聊到深夜后 莫悠然这才缓缓地 从聚灵阁内走出 而刚一出门 莫悠然便迎面遇见了 在庭院内等候着的小白 淡泊的月色下 小白那双赤红色的毛子 显得格外醒目 银白色的头发 配上那白皙如玉的肌肤 更是令人难以一目 或许是当初 她对小白能变为人形的这件事 太过于震惊 所以 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对方绝美的脸庞 直到这时 莫悠然才意识到 自己平日里撸着的护宗神兽 变成人形后 居然那么好看 这就令莫悠然 不禁联想到了自己家的狗子 旺财那家伙 变成人形之后 也是纯纯的一个美男子 难道说 整个浩天宗内 也就只有我像个配卷 莫悠然的思绪 想着想着就跑偏了 小白有些怯弱地站在原地 不敢与莫悠然主动搭话 毕竟 她与她的主人认识那么久 直到现在 她主人才知道了 她能化为人形的事情 尽管她也挺喜欢她的 主人每天都能闲着没事 就撸她两下 但等她化为人形后 再去想那些事 她就感觉这气氛就有些微妙了 你穿的这身衣服 其实还挺适合你的 就在这时 莫悠然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小白闻言 先是一愣 随后便赶忙地低下了头 结合着她 主人平日的作风 她的主人能说出这番话 就已经表明她的主人 是在刻意夸奖她了 莫悠然看着对方 那有些害羞的样子 心中忽然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如今的她 已经知道了 小白能变为人形的事情 这虽然是件好事 但是她却不能将对方 继续留在坠日阁内住着了 所谓男女有别 尽管对方的真实的姿态 还是那只小白猫 但继续将对方留在坠日阁内 反倒是会引起宗门内 其他人的误会 片刻过后 莫悠然的声音便再次响起 最西边的那间聚灵阁还有空余 要不从今天以后 你就去那间聚灵阁里住着吧 莫悠然说吧 便抬手指了指西侧的那间聚灵阁 小白闻言 眼神之中顿时充满了慌张 只见她猛地抬起了头 随后有些错愕地说道 主人 难道你要赶我走吗 莫悠然从未预想过 对方的反应会如此夸张 她下意识地也慌了神 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你现在的这副样子 若是与本尊同住的话 难免会被门下的人说闲话 莫悠然说出了 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 更何况 平日里的小白都是 趴在她身上睡觉的 知道对方能变为人形后 万一哪天她半夜睡迷糊了 这也不合适啊 然而 面对莫悠然的推托 小白内心却异常地坚定 主人 若是您不喜欢我的这副样子 我以后便再也不再化为人形了 还请主人不要将我赶出去 对于小白而言 坠日阁才是她真正的居所 若是离开了坠日阁 即便是她身在浩天宗内 她也找不到丝毫的归属感 此时的她 只想留在她的主人身边 若是因为她能变为人形的这件事 而被她的主人赶出坠日阁的话 那她情愿一辈子都不愿化为人形 听到小白说出的这番话 莫悠然顿时感觉一阵头大 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话题的高度 居然上升得那么快 小白如今的这副模样 换作是个正常男人 都会对气垂涎三尺 人家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 好不容易能化为人形了 就因为她的几句话 而断送了对方那么多年的道行 这种残忍的事情 莫悠然自然是干不出来的 见小白的态度如此坚决 莫悠然也只是在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 同居就同居嘛 谁怕谁嘛 一日清晨 圣宗盟 长州分舵 分舵主殿内 分舵舵主娇远凯 正坐在主位之上 处理着宗门内的琐事 贵为分舵舵主的她 之所以要亲自处理宗门内的事情 正是因为 他们如今的长州分舵内 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帮手了 说来也是倒霉 这一年对他们长州分舵来说 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几个月前 宗门平级的时候 龙丰州分舵那边出事 她将大长老和二长老 两位合体进的强者派过去救场 结果却一去无回 因为龙丰州的叛乱 她又不得不将七长老 以及九长老 派到长州平原 盯着龙丰州内的情况 如今的长州分舵内 长州的长老就只有三位了 因此 若是娇元凯再不插手宗门内的琐事的话 他们长州分舵 可就要乱套了 然而 正当娇元凯还在忙得焦头烂额 批阅着来着 来自长州各个宗门的文案时 他所在的分舵主店的大门 却被人猛地撞开了 这突如其来的开门声 显然是把娇元凯吓了一跳 可当他看清 闯进来的人 只是他们分舵内的 一名内门弟子时 顿时勃然大怒 找死 没看到本舵主正忙着吗 娇元凯拍阿尔起 怒视着闯进门的那名内门弟子 内门弟子见状 顿时被吓得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长州分舵 作为圣宗门麾下最得力的分舵 其分舵内的综合实力 是相当雄厚的 在巅峰时期 长州分舵内 共有三名合体镜的强者 以及四名炼须镜的强者 而他们分舵的舵主 更是拥有着大成镜初期的恐怖修为 对这名内门弟子来说 娇元凯随便动动手指头 便能将其轻易抹杀 这名内门弟子的心中虽然恐惧 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赶忙开口禀报道 多卓 弟子有要事起奏 这名内门弟子 神色有些慌张地说着 娇元凯文言 眉头顿时紧锁了起来 他这才回想起 这名内门弟子 似乎是他们长州分舵五长老的清传弟子 而他们分舵的五长老 早在几天前 就带着百余名弟子前往了妖兽山脉 采摘灵药去了 这名分舵弟子 作为五长老的清传弟子 按理说 也应该被五长老带去妖兽山脉才对 可是为何 这名内门弟子 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分舵之中 娇元凯的心中 微微感到有些不妙 随后他便赶忙开口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快讲 娇元凯表示自己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没有功夫在这里跟对方浪费时间 那名内门弟子文言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赶忙回应道 禀报堕主 五长老他 五长老他 那名内门弟子 支支吾吾的说着 似乎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娇元凯差点都快要 被对方给挤死了 只见他眉头一束 怒斥的声音顿时响起 有屁快放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名内门弟子文声 顿时被吓得浑身打了个哆嗦 随后 他便有些胆怯地 开口禀报道 五长老他 好像已经陨落了什么 娇元凯文言 差点被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你们不是外出采摘灵药去了吗 汤德义那家伙 在搞什么名堂 娇元凯感觉自己的呼吸都不顺畅了 继他们分舵的大长老 与二长老支援龙峰周分舵陨落后 汤德义已经是重长老中 实力较强的一位长老了 他原本还打算 等汤德义回来后 多在对方身上 投入点宗门资源 助其早日突破至合体之境 可谁又能想到 汤德义在这种结果眼上 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他是被何人所杀的 娇元凯目光冰冷道 这个 弟子没有亲眼所见 所以不敢妄下定论 那名内门弟子不自信道 说一说你知道的吧 娇元凯说罢 直接摊坐在了主位之上 原本他们长州分舵的实力 就大不如前了 再加上汤德义的陨落 这对他们长州分舵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名内门弟子 见娇元凯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这才将云河山庄内发生的事情 以及汤德义独自前往妖兽山脉的事情 转述给了娇元凯 娇元凯听着那名内门弟子讲述的全过程 他的眉头渐渐地拧在了一起 很显然 汤德义是在云河山庄内 与其他宗门的人发生了冲突 并且独自前往妖兽山脉寻仇 却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那名内门弟子之所以始终不敢肯定地说出汤德义的死讯 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发现汤德义的尸体 汤德义身为一名炼虚敬的强者 究竟是与何等实力的强者发生了冲突 才落得连尸体都没有留下的下场 娇元凯不禁猜测起了将汤德义杀死的那人的身份 而就在这时 那名内门弟子又像是回想起了什么 随后赶忙补充道 对了多主 弟子曾在云河山庄内打听到一点风声 据说对方领头的人似乎是叫广源道人来着 好像还是咱们五周大陆的第一炼药师 大陆第一炼药师 娇元凯文言瞬间倒吸了口凉气 因为这段时间 他没少打探那个浩天宗的情况 所以他对那个浩天宗内的几名实力较强的人 已经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除了浩天宗内 那个令人捉摸不透的老祖之外 浩天宗的宗主以及长老的信息 他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 而那名内门弟子所提到的 大陆第一炼药师 可不就是那个浩天宗的人吗 难道浩天宗的人已经来到长洲了 娇元凯顿时就坐不住了 尽管汤得意的死让他的心中很是难过 但现在显然是 有个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处理了 浩天宗 作为将龙峰州从他们圣宗蒙手中 玻璃出去的宗门 其宗门内的人出现在长洲境内 对他们长洲分度而言 绝对不是件好事 传本堕主命令下去 尽快将七长老及九长老召回 娇元凯面色焦急地 朝着那名内门弟子吩咐道 那名内门弟子虽然不知道 他们堕主为何这般着急 但还是应喝了一声 从主殿内退了出去 直到那名内门弟子离开 娇元凯又再次摊坐在了主位之上 他那略显老太的双眸之中 此刻又平添了几分的茫然 如今 他们长洲分度那状态百出 若是那浩天宗攻入他们 长洲分度的话 那么他们长洲分度 岂不是就要成了待宰的羔羊 娇元凯虽然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但如果 让他去面对浩天宗的话 他还真没有十足的把握 坐在主位之上愣神了片刻后 赶忙摇了摇头 又从主位之上站起 眼下 他再怎么消沉都没有用了 他必须要在那个浩天宗攻过来前 做好十足的准备 随后 娇元凯便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几封密凯 在那上面挥笔书写了起来 这几封密凯中 除了有一封密凯 是既往他们圣宗蒙总舵的 其他的几封 皆是准备寄往长洲内四平以上宗门的 如今 大敌将至 他必须要集结起整个长洲内的全部力量 才能与那浩天宗一战 当日中午 娇元凯亲笔起书的几封密凯 便准时地被派发了出去 按照长洲分舵与圣宗蒙总舵的距离 他寄往总舵的密凯 至少要在两天后才能送达 而其余的几封密凯 因为寄往的宗门 都是位于长洲境内 所以 当天凌晨前 便可被那几个宗门的宗主翻阅 长洲分舵内 四平以上的宗门 须值可数 云霄谷的二品宗门云龙殿 连启山的三品宗门御封宫 以及金兰谷的三品宗门宁幽宫 这三大宗门的宗门实力加起来 甚至都远超了他们长洲分舵 娇元凯相信 只要能得到这三大宗门的帮助 面对那个浩天宗 也应该有个一战之力了 而正如娇元凯预计的时间差不多 当日凌晨 三封寄往三大宗门的密函 便准时送达了 此时的御封公主殿内 准确地说 是浩天宗长洲分舵的主殿内 分舵舵主陈天化 看着手中的那封密函 他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浩天宗要攻入长洲分舵了 这件事 我总不知道 身为长洲分舵的舵主 陈天化表示自己 这舵主当得很是憋屈 他们浩天宗 有那么大的动作 身为舵主的他 居然完全不知道 不过 这也不奇怪 毕竟他们浩天宗老祖的心思 实在令人难以揣测 准备攻入长洲的事情 或许也只是他老人家一时兴起罢了 此时的分舵主殿内 前来带话的盛宗门 长洲分舵三掌老干陈飞 看着陈天化 那副眉头紧皱的样子 不禁冷笑着开口提醒道 陈宗主 这可是你们御封公 在我们盛宗门面前表现的大好机会 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干陈飞说罢 便自顾自地找了个座位坐了下去 三品宗门在长洲内 虽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但在他们盛宗门面前 就显得有些不值一提了 在他看来 他们长洲分舵 能给御封公 这个表现的机会 就已经算是很看得起对方了 坐在主位之上的陈天化 看着干陈飞那副 完全不将自己当外人的样子 心中微微有些不悦 干长老 你坐的位置 是我们御封公老祖的御座 还请你换个地方坐吧 陈天化的语气还算客气 并没有选择 直接将对方赶出去 自从他们御封公 成为浩天宗的分舵后 他们分舵 便不受圣宗门的管辖了 他让对方进入 他们御封公之中 也只是想听一听 圣宗门那边的动向罢了 只不过 对方如今表现出的这般言行 实在是令人心里隔应的慌 我坐什么地方 还需要你教吗 就凭我圣宗门 分舵长老的身份 你就不配坐在那里跟我讲话 甘臣飞说着 便摆出了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在他的概念中 这小小的三品宗门的宗主 甚至都没有 与他平起平坐的资格 陈天化 我的时间有限 有些话就跟你直说了吧 如果我们圣宗门的长州分舵 被那个浩天宗沦陷了的话 你们御封公的底盘 到时候 肯定也会被那个浩天宗霸占 我们舵主让我给你带来的这封密函 并不是在争取你的意见 而是在命令你 你若是敢违背圣宗门的意愿 我想 你应该知道后果 甘臣飞直接开口威胁道 哦 你在叫我做事 陈天化文言 不禁来了几分兴致 这不是在叫你做事 这是我们圣宗门的规矩 甘臣飞从始至终 都在摆着一副臭脸 或许是他的错觉 他总觉得今天的陈天化 对待他们圣宗门的态度 相较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可究竟是哪里不同 他一时半会 也有点说不上来 陈天化强忍着心中的笑意 故意没将对方给点破 这个圣宗门的长老 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圣宗门寻求帮助的这个宗门 如今却早已成为浩天宗的分舵 即便是圣宗门的人都死绝了 跟他们分舵 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然而 正当陈天化 还想故意弃一弃对方的时候 分舵主殿的大门 却忽然被人推开了 只见那大门外 一道苍老的身影 正缓缓地朝着主殿内走来 陈天化健壮 赶忙站起身 攻身拜见道 弟子陈天化 拜见老祖 来的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圆域丰宫的老祖 陈五伯 陈五伯本是在闭关修炼 当他注意到宗门内来了外人后 他便准备出来看一看来的人究竟是谁 进而跟到了这主殿之中 甘臣妃望着陈五伯那老太的身影 唇口之间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陈老宗主 你是怎么教的徒典 这小子 多敢在我们圣宗门面前 蹬鼻子上脸了 甘臣妃故意将话说得非常严重 他清楚地记得 几百年前陈五伯还掌教御丰宫的时候 对他的态度就异常地恭敬 而如今 御丰宫虽然已经更替了新的宗主 但陈五伯在宗门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面对陈天化的无礼 甘臣妃准备让陈五伯 这个老宗主对其教育一番 说话的同时 甘臣妃依旧坐在那张陈五伯的寓座之上 始终没有站起身来 陈五伯瞥了眼甘臣妃 然而 令甘臣妃感到意外的是 原本对他毕恭毕敬的陈五伯 此时就像是没有听到他说话一般 静止地朝着主位之上走去 在甘臣妃诧异的目光中 陈五伯静 直接就坐在了那主殿的主位之上 陈天化见陈五伯都已经过来了 于是便收起了顽心 将圣宗蒙寄来的那份密函 递给了陈五伯 陈五伯看着那份密函内的内容 他的眉头也不禁渐渐皱起 很显然 这份密函中所写着的 关于他们好天宗的动向 连他也未曾听说过 甘臣妃看着陈五伯 那副紧皱眉头的样子 又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随后继续道 陈老宗主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了吧 你这好徒儿 非但没有听从我们圣宗蒙的管束 还反倒是说什么 我坐着的座位是你的寓座 这件事 你看看怎么处理吧 甘臣妃说罢 便直接翘起了二郎腿 静候着陈五伯对陈天花的处罚 就在这时 陈五伯的声音便随即响起 本尊平日里是怎么教你做事的 陈五伯朝着陈天花怒斥道 甘臣妃闻言 瞬间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可还没得 他在添油加醋地再说陈天花两句坏话 陈五伯的声音 却忽然再次响起 本尊不是告诉过你吗 不要随随便便地 就把一些臭鱼烂虾带入主殿 什么 甘臣妃闻言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要知道 整个主殿内 除了陈五伯和陈天花之外 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难不成 陈五伯所说的臭鱼烂虾 指的就是他 陈五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甘臣妃顿时面露怒一道 陈天花那小子 不懂事也就算了 怎么连陈五伯 都敢用这般语气跟他说话 面对甘臣妃那激进猙獰的老脸 陈五伯依旧安坐在主位之上 不为其所动 密函里的内容 本尊已经看过了 这件事 我们宗门并不打算参与 陈五伯语气平淡道 话音落下 陈五伯便挥了挥手 已然是下了逐客令 甘臣妃见状 顿时勃然大怒 陈五伯 你可要看好 那封密函 乃是由焦舵主亲笔所写 你不打算参与 难道你就不考虑一下后果吗 甘臣妃说吧 炼虚敬后期的恐怖威压 骤然释放 感受到那恐怖的威压 站在主殿之上的陈天化 不禁往陈五伯的身后缩了缩 他的修为 才勉强摸到炼虚敬的门槛 直面这般恐怖的威压 实在令他有些招架不住 陈五伯见甘臣妃有动手的意思 紧接着 他也毫不犹豫地 展露出了自身威压 炼虚敬巅峰的威压一出 瞬间盖过了对方释放而出的威压 甘臣妃感知着 那远胜于他的恐怖威压 他下意识地 便将自身的威压收起 顿时 他面露震惊之色地 看向了陈五伯 他甚至不敢相信 陈五伯居然敢在他的面前 展露威压 陈五伯 你好大的胆子 谁给你的勇气 敢对我动手 甘臣妃虽然已经收起了威压 但他却依旧还在嘴硬 陈五伯看着对方那副 不知死活的样子 他的眼眸之中 不禁闪过了一丝冰冷 甘臣妃 本尊建议你 先搞清楚你自己的立场 再跟本尊讲话 进入到本尊御丰公的山门前 难道你就没有注意到 山门外挂着的牌匾吗 陈五伯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似的 看着甘臣妃 甘臣妃文言 先是一愣 随后便赶忙释放出了一缕神石 查探起了御丰公山门外挂着的牌匾 然而 当他看清那牌匾上写着的几个大字时 他却瞬间瞪大了眼睛 浩天宗长周分舵 甘臣妃的脸上顿时写满了难以置信 你们御丰公居然成为了浩天宗的分舵 甘臣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御丰公好端端的 怎么就成为了那个浩天宗的分舵 所以 你觉得本尊还会帮助你们圣宗盟吗 陈五伯反问道 甘臣妃文言 瞬间瘫软了下去 难怪陈五伯和陈天化 敢用那种语气跟他说话 原来这御丰公居然被地里投靠了那个浩天宗 好啊 好啊 没想到 你们御丰公居然被判了长州 带我回去 将这件事禀告舵主 你们就等着 被我们圣宗盟分舵 和两大宗盟围攻吧 甘臣妃说吧 便慌忙起身 准备从这御丰公内逃出去 然而 还没等他刚刚站起身来 陈五伯却大手一挥 直接将宗盟主殿的大门关闭了 主殿内氛围 顿时变得阴暗无比 甘臣妃见对方并不打算将他放走 他顿时就慌了神 陈五伯 你想干什么 我乃圣宗盟长州分舵三长老 你知道对我动手的后果吗 甘臣妃声嘶力竭地吼道 或许说出这番话 对方还有可能放他一条生路 可是 面对甘臣妃的威胁 陈五伯的表情却出奇地平静 既然我们浩天宗总舵要攻下长州 本尊又岂会放弃这个 削弱你们圣宗盟分舵实力的大好机会 陈五伯说吧 右手之中已然开始积攒起了灵力 甘臣妃见对方杀意已决 终于 他彻底服软了 陈 陈老宗主 你这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你忘了 四百年前 我还请你喝过茶 甘臣妃企图与对方套进关系 然而 面对甘臣妃的苦苦相求 陈五伯的却依旧不为所动 只见他猛地一挥手 一道裹挟着恐怖力量的气静 便瞬间朝着甘臣妃抱舍而去 甘臣妃见状 瞬间瞪大了眼睛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躲闪 那股气静便已经拍在了他的身上 陈五伯与甘臣妃虽然同为炼虚静强者 但陈五伯却早已踏足炼虚静巅峰多年 距离合体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对陈五伯而言 想将甘臣妃杀死 只不过是抬手间便能办到的事情 随着那道气静轰在甘臣妃的身体上 甘臣妃的身体瞬间就爆成了一片血污 陈五伯缓缓缓收起了自身威压 对他而言拍死甘臣妃 就像是拍死一只苍蝇一样简单 老祖威武 就在这时 躲在陈五伯身后的陈天化 赶忙站了出来 朝着陈五伯恭敬道 陈五伯美好气地看了眼陈天化 随后便一巴掌拍在了对方的头顶上 少在这里放彩虹片 刚刚你怎么没站出来 陈五伯想想就觉得气得慌 弟子修为尚浅 这 这也没办法啊 陈天化激励解释道 陈五伯白了陈天化一眼 终究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若是陈天化 有他们浩天宗总多弟子一半的修炼天赋的话 他就不用在这里受这种气了 随后 陈五伯便将桌面上的密函拿了起来 又将那封密函内的内容细读了一遍 根据密函中所写的内容 圣宗盟长州分舵那边 不但请了他们袁裕丰公 作为抵御浩天宗的帮手 更是邀请了云龙殿 以及宁幽公作为最后的底牌 对于这两个宗门 陈五伯大概的也对其宗门实力有点了解 据说 那云龙殿的老祖 实力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大成静中期的修为 而云龙殿的现任殿主 也早已突破至了合体静巅峰期 其门下的长老更是有三位 已经突破至了合体静 这般的宗门实力足以与圣宗盟长州分舵媲美 而宁幽公虽然只是三品宗门 但其宗门实力依旧不可小觑 至少不是他们浩天宗长州分舵能够与之为敌的 若是他们浩天宗真的攻入了长州 这两大宗门再和圣宗盟长州分舵联手 这对他们浩天宗来说 绝对会是个不小的阻力 想到这 陈五伯的眉头不禁紧锁了起来 早已隐退的他 本不应该参与到这样的事情中 但为了他们浩天宗能有更好的发展 他觉得自己也是时候该为他们浩天宗做点贡献了 随后 陈五伯便从储物戒指内取出了两封密函 认真地书写了起来 半课中的功夫后 两封密函便已经写好了 陈五伯将其中的一封密函交给陈天化 随后开口叮嘱道 你把这封密函送到宁幽宫那边 本尊要亲自去一趟云龙殿 陈天化接过陈五伯递来的密函 看过了密函内的内容后 陈天化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老祖 您想联合云龙殿和宁幽宫 攻入圣宗蒙分舵 陈天化不禁为陈五伯这大胆的举措 深深地倒吸了口凉气 眼下 他们还未曾跟他们浩天宗总舵 确认攻入长州的具体时间 可陈五伯却想要在圣宗蒙长州 分舵联合到这两大宗门之前 先将这两大宗门 反水到他们浩天宗的名下 这无非是个孤注一掷的办法 他们遇封宫 是因为受到过那位前辈赐予的机缘 并深知了那位前辈的强大 才主动成为了浩天宗的分舵 可云龙殿和宁幽宫的情况 却有所不同 这两大宗门 与他们浩天宗之间 并没有任何的交集 换句话来说 这两大宗门 并不知道他们浩天宗的强大 若是他们在这种结果眼上 求助这两大宗门反水 反攻圣宗门长州分舵的话 搞不好这两大宗门会连起手来 先将他们浩天宗长州分舵给灭了 长州内大大小小的宗门 都是在圣宗门的管辖范围内的 对圣宗门那强大的统治地位 早已是根深蒂固 眼下 他们想要联合另外两大宗门反水 他们浩天宗长州分舵 很有可能会成为众矢之地 当然了 陈天化所担心的事情 陈武博肯定是考虑到了的 只不过 他想得比陈天化更远 既然圣宗门长州分舵 在长州内寻求了三大宗门的帮助 那么就意味着圣宗门分舵那边 肯定也向圣宗门总舵发出了求助 若是圣宗门总舵那边派来支援 四天之内便可抵达长州 因此 陈武博认为攻占下长州的最佳时间 肯定是要在三天之内的 联合着两大宗门 再配合着他们总舵的进攻 想必攻占下长州 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面对陈天化的顾虑 陈武博只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随后嘱咐道 前辈他老人家的手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放心大胆地 将这封密函送去宁幽宫便是 陈天化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便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对啊 我即便是陨落在外 前辈他老人家 也能将我救活啊 我究竟是在担心什么 想到这 陈天化顿时就释然了 连死都不用怕 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他去担心的 好的老左 弟子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陈天化说罢 便将陈武博书写的那封密函 放入了储物戒指 随后便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宁幽宫所在的金兰谷方向飞去 而陈武博 也没有在主殿内多坐停留 云龙殿是个宗门实力 远超他们浩天宗 长州分多数倍的二品宗门 想将其劝说过来 反攻胜宗门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 陈武博紧跟着陈天化的后脚 也同样飞出了山门 朝着云龙殿所在的云霄谷方向飞去 转眼间 一日清晨 宁幽公主殿内 陈天化已将陈武博 亲笔书写的那封密函 交到了宁幽公宗主的手中 宁幽公宗主穆萧 看着手中的两封密函 她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这是位长相三十余岁的 红唇艳丽女子 身上穿着的双鸟文锦的道袍 又给她平添了几分忧郁 她手中的两封密函中 一封是圣宗门那边寄来的 而另一封 则是陈天化带来的 内容却是极为相似的 这两封密函内所表达的内容 都是希望她们宁幽公 能够加入到这场 长洲之战的战场之中 沐霄营将两封密函放于桌前 始终没有开口讲话 对于她们宁幽公而言 若是被绞进如此大规模的 周狱之战中的话 她们宁幽公必将损失惨重 可偏偏给她送来密函的 这两大势力 都是她们宁幽公不敢招惹的存在 一边是统一了 武洲大陆数万年的圣宗门 一边是刚刚宫占下了龙峰州的浩天宗 若是招惹了这两大势力中的其中一方的话 她们宁幽公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因此 只有她们宁幽公站队到这两大势力中获胜的一方 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宁幽公的损失 盯着桌前的两封密函看了许久后 沐霄营最终将陈武伯书写的那封密函 向前推了推 不好意思陈宗主 贵宗提出的要求 我们宁幽公可能没办法接受 在圣宗门和浩天宗之间 她最终是选择了前者 圣宗门作为统一着五州大陆数万年的存在 其宗门抵运肯定是相当雄厚的 虽然龙峰州的那个浩天宗势头正旺 但在圣宗门那强大的宗门抵运面前 恐怕还真算不了什么 因此 沐霄营便表明了他们宁幽公的立场 他们拒绝与浩天宗合作 而面对沐霄营的拒绝 陈天化道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 宁幽公打建宗以来 就在圣宗门的管辖范围之内 其不敢违背圣宗门的命令 肯定是正常的 不过对此 陈天化却并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随后她便滔滔不绝道 牧宗主 我知道你心里是在担心着什么 你无非是在担心 我们浩天宗不是圣宗门的对手 会在这场战争中败下阵来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圣宗门那么厉害 他们为何会放任我们浩天宗 将整个龙峰州攻占 这无非是表明 圣宗门是在忌惮我们浩天宗的实力 所以不敢与我们浩天宗正面发生冲突 而圣宗门龙峰州分舵 就是个特例 但我们浩天宗将其攻占下来 却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据我所知 圣宗门长州分舵的大长老 二长老 以及五长老 都已经陨落了 而他们分舵的三长老 昨日也刚刚被我们分舵的老祖所杀 圣宗门长州分舵的实力 早已大不如前 我们浩天宗 攻占长州的事情 已成定局 只不过是时间快慢的问题 牧宗主 我希望你能认真地考虑一下 早点与我们浩天宗结交关系 绝对是百利而无遗憾 陈天化非常明确地 对圣宗门长州分舵的情况 做出了分析 并且很巧妙地定位了宁幽宫 在这个选择中所占有的立场 若是对方执意要帮助圣宗门 只会落得与圣宗门一同被灭掉的下场 可如果对方愿意帮助他们浩天宗的话 对方的加入 也只会起到 让这场战斗一边倒的作用 但该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表达清楚了 接下来 就看牧宵营如何选择了 牧宵营文言 心中微微有些动摇 难怪 那原本趾高气扬的圣宗门 如今会向他们这些长州内的宗门 请求协助 原来 是因为圣宗门内的长老 已经陨落了近半数之多 若是事情真如陈天化所说的话 没有半点虚假 那么 在这次的周狱之战中 选择与浩天宗联手 的确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 正当牧宵营准备答应下这件事的时候 坐在他身旁的副宗主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陈宗主 你所说的这些 只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 龙丰州的确被你们浩天宗拿下了 可那又如何 龙丰州 乃是五州大陆中 灵气最为稀薄的州域 你们仅是拿下了一个龙丰州而已 凭什么敢肯定 你们同样能拿下长州 宁幽宫的副宗主 咄咄逼人道 当然了 他说出这番话的目的 也是为了他们的宁幽宫着想 毕竟 若是对方说什么 他们就信什么的话 他们到时候 只会被牵着鼻子走 慕营文言 这才反映了过来 的确 正如他们的副宗主所说的那样 龙丰州内的修炼者的平均实力 是远在他们长州之下的 就拿圣宗蒙长州分舵 与圣宗蒙龙丰州分舵做对比 圣宗蒙长州分舵的舵主 可是拥有着恐怖的大成竞的实力 而那龙丰州的分舵舵主 直到陨落前 才不过是合体境的实力 相当于圣宗蒙长州分舵的 一名长老的水平 那个浩天宗拿下了龙丰州 的确不假 但这却并不表明着 浩天宗能从圣宗蒙的手中 夺走长州 陈宗主 口说无凭 你至少得拿出来点 值得我们宁幽宫 相信你们浩天宗的理由吧 慕营说吧 目光便落在了陈天化的身上 除非 对方能拿出来点 能让他们彻底折服的证据 否则 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改 他们原本的决定的 面对这两名 炼虚境强者的连续发问 陈天化的脸上 却挂满了从容与淡定 他的实力 虽然才勉强摸到炼虚境的门槛 但既然他能够胜任 元玉丰宫的宗主 那就说明他 自然是有点手段的 对方说出的这番话 仿佛也早在他的计算之中 只见他微微弹动了下 手中的储物戒指 紧接着 几枚通体碧律的零石 便被他从储物戒指内 取了出来 宁幽宫副宗主 看到陈天化取出了零石 他的嘴角 不禁挂上了几分讥讽的笑意 难不成 这位陈宗主 打算用那几枚零石 将他们宁幽宫收买 想到这 宁幽宫副宗主 再次开口道 陈宗主 这件事 事关我们宁幽宫的存亡 难道你以为你 仅靠这几枚零石 便能将我们收买吗 木霄银文言 点了点头 这种事关宗门存亡的大事 的确不是能用几枚零石 就能将他们彻底打发了的 可就在这时 陈天化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两位不要误会 这几枚零石 并不是要赠予两位的 既然两位不相信 我们浩天宗的实力 那么敢问两位 你们能否看出 这几枚零石的品鉴 木霄银文言 先是一愣 随后便下意识地 释放出了一缕神石 查探起了那几枚零石的品鉴 然而 拥有着练须镜后期实力的他 当目光落在那几枚零石上时 他却震惊地发现 自己压根就看不透 那几枚零石的品鉴 木霄银以为自己 是看走了眼 随后目光便落在了 宁幽公副宗主的身上 可当他看到了 他们副宗主 同样震惊的神情时 他才忽然意识到 原来他们两人 竟都看不透 那几枚零石的品鉴 此乃天阶高级零石 陈天化见时机差不多了 于是便 直接说出了答案 这种级别的零石 即便是圣宗农的总舵 也没有资格拥有 而这种级别的零石 在我们浩天宗内 就像田里的大白菜一样 树以溢己 而我拿的这些零石 是为了修复我浩天宗 长州分舵的灵脉 而特意准备的 在我的储物戒指中 这样的天阶高级零石 还有上万枚 如果两位不信的话 不妨将我的储物戒指 拿去看一看 陈天化说罢 便直接摘下了手中的储物戒指 宁幽宫的副宗主文言 下意识地便想走下主殿 窥探一下 那枚储物戒指 内存着的东西 可还没等她的前脚 刚迈出去 沐潇营却向她使了个眼神 示意对方 不要轻易做出 这般无理的举动 宁幽宫的副宗主健壮 也只好作罢 安静地留在了原处 沐潇营望着陈天化 那副自信的样子 她的眉头 渐渐舒展开来 从陈天化这小半天的状态 她便能看出 陈天化是做好了 十足的准备后才过来的 既然陈天化敢说 她的储物戒指 内有数万枚之多的 天阶高级灵石 就意味着对方 肯定是没有撒谎的 若是这时候 他们再去检查 对方的储物戒指的话 反倒是会显得 他们宁幽宫太小家子气 灵石 作为修仙界内的通用货币 灵石的储备量越多 就意味着宗门的实力越强 高品界的灵石 不但能当作 修炼时的辅助品 更有着修筑灵脉的用途 若是浩天宗真的有那么多 拥有着如此恐怖品质的 天阶高级灵石的话 他们确实就得先 掂量掂量浩天宗的 综合实力了 陈色片刻后 慕霄营终究是摆了摆手 随后道 不用看了 陈宗主 我相信你 贵宗的宗门抵御 的确超出了我的预期 使我眼拙了 错怪了陈宗主 既然陈宗主愿意 与我们宁幽宫联手的话 那么我们宁幽宫 也愿助你们浩天宗一臂之力 慕霄营说吧 便直接抬起手 将桌前圣宗盟寄来的密函 撕了个粉碎 从陈武伯寄来的密函中 他也得知了 这浩天宗长州分舵 在与他们宁幽宫 争取合作的同时 也在拉拢云龙殿那边的关系 慕霄营本是可以等 云龙殿那边表态过后 再决定 要不要与浩天宗联手的 但慕霄营 却并没有选择那样做 因为 他现在推辞的越多 浩天宗对他们宁幽宫的信任度 就降低的越多 倘若浩天宗日后 真的攻占下了长州的话 他们即便是 已经与浩天宗联手了 也很难在浩天宗的手中 得到好处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他必须要果断地 做出选择才行 陈天化见 对方将此事答应了下来 并没有表现得太过于激动 只见他朝着 慕霄营拱了拱手 随后轻描淡写道 多谢慕宗主相助 既然如此 在下就不多做停留了 具体计划都写在了密函内 到时候就麻烦咱们宁幽宫了 又跟慕霄营 简单地聊了几句后 陈天化这才从宁幽宫的 主殿内走了出去 只不过离开主殿后 他的脚步却越走越快了 直到走出了宁幽宫的山门 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将储物戒指 重新戴在手上后 陈天化又不禁感到了几分后怕 因为他刚刚拿出来的 那几枚天阶高级零食 已经是他储物戒指内的全部了 与此同时 云龙殿那边 相较于陈天化这边的情况 陈武博那边要应对的情况 就显得有点棘手了 直到陈武博进入到云龙殿后 陈武博才从云龙殿的殿主口中得知 云龙殿压根就不打算参与到这场周遇之战中 云龙殿 作为常州仅存的二品宗门 其宗门实力 几乎与盛宗门常州分舵旗鼓相当 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云龙殿自然是不打算参与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忌惮圣宗门的分舵 会威胁到他们 因此 当陈武博与云龙殿的殿主 谈起这件事后 便遭受到了云龙殿的殿主的果断拒绝 陈老宗主 还请你回去吧 我们云龙殿 是不可能介入到这件事中的 还没刚开始交谈 云龙殿的殿主 便给陈武博下了逐客令 对于他们云龙殿而言 不论是圣宗门的分舵 还是统治了龙丰州的浩天宗 都不是值得他们去帮助的势力 面对云龙殿殿主的果断拒绝 陈武博顿时面露难堪之色 他万万没有想到 云龙殿在那么重要的事情中 居然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明明云龙殿的介入 足以让这场战斗 变成一边倒的局势 但云龙殿却偏偏选择了 两边都不得罪的选项 这实在是令人有些出乎意料 云殿主 你真的不打算参与到这件事中吗 陈武博说罢 便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叹息的是 对方这明显是放弃了 与他们昊天宗合作的机会 他与云龙殿的殿主 也算是老相识了 周玉之战一旦打响 不论战况如何 他们都避免不了宗门内人员的伤亡 他实在有些难以开口 让对方卷入到这场周玉之战中 陈老宗主 我们云龙殿一贯的作风 你也是知道的 没有人招惹我们云龙殿 我们云龙殿 就不会轻易对别人动手 我承认 你们昊天宗 的确是骨不可小觑的势力 但是这种事 你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云龙殿的殿主 其实心中也挺无奈的 昨天刚收到圣宗门寄来的密函后 他就召开了宗门会议 经过众长老的商讨 他们才刚刚得出了 不帮助圣宗门的决定 眼下 他总不能刚发布出 不参与到这场战斗中的决定 就选择帮助龙丰洲的浩天宗吧 云殿主说的是 不过既然云龙殿 不打算协助圣宗门的话 我也倒是放心了 陈武伯说罢 便跟对方告辞了一声 随后便从云龙殿的主殿内 退了出去 对他而言 云龙殿保持中立的态度 总比云龙殿帮助圣宗门 与他们浩天宗为敌 要强得多 这样的结果 也算是不错的了 从云龙殿的山门内离开 陈武伯的目光 不禁落在向了 遥远的北方天空 陈天化那小子 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 陈武伯自言自语道 虽然陈天化的修为 远没有达到成为宗主的水平 但陈天化却有着不错的 处理宗门事务的能力 陈武伯还是比较相信 陈天化能搞定 宁幽宫那边的事情的 随后 陈武伯便缓缓地调动起了灵力 准备返回他们长州分舵 重新制定反攻圣宗门的计划 可就在这时 一道悦耳的声音 却在他的身后 响起 陈老爷爷 是您吗 陈武伯闻声向身后看去 只见在他的身后 站着一长一又两道歉影 而发出那道声音的人 正是那年幼的女孩发出的 陈武伯只看着对方有点眼熟 片刻过后 他才幡然醒目道 你 你是云洛霄 陈武伯以猜测的口吻 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云洛霄闻言 赶忙点了点头 站在云洛霄身旁的云书瑶 见陈武伯转过了身来 于是便赶忙拱手上前失礼道 晚辈云书瑶 见过陈老宗主 原来是你妈 免里免里 洛霄这小丫头 如今也变成大姑娘了呀 陈武伯看向云洛霄的眼神中 充满了感慨 因为他与广源道人的交情 他前几年 可没少帮广源道人 往妖兽山脉里跑 而云书瑶和云洛霄 自然是 他在云河山庄内认识的 云洛霄听到陈武伯 夸奖他变成大姑娘了 他便下意识地 自豪地挺了挺胸 那是 这都多少年没见您了 洛霄 不得无礼 云书瑶轻轻地 拍了下云洛霄的脑袋 以示惩罚 不好意思陈老宗主 让您见笑了 云书瑶赶忙向陈武伯道歉道 也怪他平日里太忙了 这才让云洛霄 养成了这样没大没小的习惯 而面对云书瑶的道歉 陈武伯只是淡笑着摆了摆手 不碍是的 不碍是的 云书瑶望着陈武伯 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随后便与对方闲谈道 对了陈老宗主 您今天怎么有空来 云龙殿做客了 只不过 因为是一些宗门内的小事罢了 陈武伯简简单单地回应道 至于云书瑶和云洛霄的具体身份 陈武伯其实是知道的 云书瑶除了有着云和山庄庄主的身份外 其实还有着云龙殿殿主亲闺女的身份 只不过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少之又少 只有云和山庄的常客 才有可能有所耳闻 不过 陈武伯却特意没有 将他要处理的事情说出来 因为这是他们这些宗主之间的事情 没有必要将这些后辈给牵扯进来 云书瑶见陈武伯没有要跟他细说的意思 于是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可就在这时 云书瑶像是想起了什么 随后又赶忙问道 对了陈老宗主 前些天 广元前辈是不是带着您门下的弟子 去了妖兽山脉 我看着广元前辈带去的那些弟子 似乎是穿着您御丰宫的道服 云书瑶说罢 便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当初的他 其实就一直在好奇这件事情 只不过 他当初只是没好意思去问广元道人 那些弟子的身份罢了 陈武伯闻言 只是哈哈一笑 我们御丰宫早就成为了浩天宗的分舵 与其说广元带去的人是御丰宫的弟子 倒不如说是带领的我们浩天宗分舵的弟子 陈武伯感觉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于是便直接跟对方袒露出了实情 而此话一出 站在云书瑶身后 还在捂着头的云落霄 顿时眼眸一亮 难道说当初救了他的那个黑哥哥 也是那个浩天宗的弟子 云书瑶听到陈武伯说起了 御丰宫成为浩天宗分舵的事 他的双眸之中顿时闪过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很难想象 御丰宫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使得御丰宫成为了其他宗门的附属宗门 陈武伯注意到了云书瑶那震惊的样子 随后便笑着摆了摆手 我们御丰宫是自愿成为浩天宗的附属宗门的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云书瑶听罢这才缓缓地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是御丰宫内发生了什么变故 才使得陈武伯被迫这样做的 不过说起到浩天宗 云书瑶这才想起 浩天宗可不就是那个 将龙丰洲从圣宗门手底下夺走的那个宗门吗 也难怪当初广源道人没有透露给他太多信息 想必广源道人肯定是怕将他牵连其中 所以才特意没有告诉他的 站在云龙殿的山门前又闲聊了几句后 云书瑶本打算将陈武伯请进去歇歇脚的 但陈武伯因为刚被云龙殿的殿主拒绝 所以也不太方便再次进入了 于是便婉拒了云书瑶的好意 陈武伯见时候不早了 于是便跟云书瑶道别了一声 随后便化为了一道流光 返回了分洞 而云书瑶则是带着云洛霄 走进了云龙殿的山门 因为他们二人几乎每年都会来一趟云龙殿 所以沿途中注意到他们的云龙殿的弟子 都跟他们主动打起了招呼 云龙殿内所有的弟子都知道 那云河山庄的庄主云书瑶 以及云洛霄 是他们云龙殿店主的女儿 所以他们都巴不得找机会讨好对方 抵达了云龙殿的主殿后 云洛霄总算是安耐不住了 他直接跑上前去 推开了云龙殿主殿的大门 随着主殿的大门被如此暴力地推开 坐在主位之上的云龙殿店主下意识地 就想要开口怒斥 可话还没到嘴边 他却忽然注意到了闯入主殿的人是谁 一瞬间 他脸上的怒意便瞬间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宠溺 哦 你们怎么来了 云龙殿店主赶忙起身 朝着主殿内便走了进去 云淑瑶本想要教育一番云落霄 希望对方不要那么鲁莽 可看到他们的父亲并没有亲自发火 而且还从主位之上直接走了下来 他便放弃了心中的这个想法 傅剑 云淑瑶赶忙朝着云龙殿店主拱了拱手 行过了见面之礼后 云淑瑶这才回答起了对方提出的问题 父亲 上次过来找您 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云河山庄的迎圣阁 最近需要重新装表一番 所以 孩儿就想带着洛霄过来看看您了 云淑瑶公公静静地说着 身为云龙殿店主的长女 和云河山庄的庄主 她必须要随时随地的 都要注意形象 相反 她的妹妹云洛霄的行为 就显得稍微随意了些 云龙殿店主 看着云淑瑶那副董事的样子 不禁点了点头 因为云河山庄那边有云淑瑶打理 所以她向来不担心 云河山庄内会发生什么状况 随后 云龙殿的店主便将两姐妹 拉到了主位之上坐下 对她而言 唯有云淑瑶和云洛霄过来 找她的时候 她才有暂且将宗门之事 抛在脑后的想法 而云洛霄也是毫不含糊 直接就坐在了云龙殿店主的腿上 云淑瑶看着云洛霄那副 没大没小的样子 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便与他们的父亲 主动搭话道 父亲 孩儿刚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您是不是有心事 云淑瑶问道 哦 被你看见了吗 云龙殿店主说罢 便苦笑了一声 一年不见 云淑瑶的修为 似乎精进了不少 就连洞察能力 也比以前强出了许多 云龙殿店主 看着云淑瑶那副担心的样子 这才指了指那封 放在桌前的那两封密函 示意云淑瑶可以拿去看一看 云淑瑶作为他的长女 等在过几年 云洛霄的年纪在稍大些 他便准备将云淑瑶接到云龙殿内 帮他处理宗门内的事情 所以 在这种结果眼上 他倒觉得 让云淑瑶接触一下云龙殿内的宗门之事 也算不上什么坏事 云淑瑶望着他们的父亲那副苦笑着的样子 也没有推脱 直接拿起了桌前的两封密函看了起来 而令云淑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拿在手里的第一封密函 竟是圣宗门那边寄过来的 圣宗门居然需要云龙殿的帮助 云淑瑶表示自己不能理解 平日里见谁都想压过一头的圣宗门 如今竟还有求助其他宗门帮助的一天 父亲 您答应了吗 云淑瑶问道 而面对云淑瑶的问题 云龙殿店主 只是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 那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圣宗门的作风 你又不是不知道 帮助他们这一次 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麻烦找过来 云淑瑶闻言也不禁点了点头 的确 圣宗门作为统御这五周大陆的存在 早已习惯了随意调遣其管辖范围内的宗门 帮助了他们 他们不但不心怀感激 而且还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 那圣宗门自然是帮不得的 云淑瑶的目光 并没有在圣宗门的那封密函上停留太久 随后 他便看起了手中的另一封密函 然而 当他看清书写了那封密函的字迹时 他却猛然睁大了眼睛 这是陈老宗主的笔记 云淑瑶震惊道 云龙殿店主点了点头 示意云淑瑶继续看下去 云淑瑶见状 赶忙看起了那封密函那书写着的内容 可当他看到那封密函那书写着的内容 竟是关于浩天宗攻入长州的事情后 他心中的震惊之情更是难以附加 浩天宗居然希望云龙殿 与他们一同攻入圣宗蒙长州分舵 父亲 您这件事答应了吗 云淑瑶急切地问道 听到云淑瑶说出了这番话 就连坐在云龙殿店主腿上的云洛霄 也不禁来了几分精神 然而 就在云洛霄那漫画期待的目光中 云龙殿店主 却又再次摆了白手 那浩天宗与圣宗蒙无异 我为何要答应这件事 云龙殿店主毫不避讳地 说出了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因为他与陈武伯的交情 所以有些事情 他不想点破 但其实 在他的眼中 不论是那个圣宗蒙也好 还是那个浩天宗也罢 都不过是想在五州大陆中 充当统治者角色的存在 战争一旦打响 倒霉的必然是周域内的普通修炼者 再加上他们云龙殿不主动惹事的作风 云龙殿店主 自然是不可能答应这两者的其中之一的 听到了他们的父亲说出了这番话 云淑瑶的脸颊上 不禁浮现出了几分尴尬的神色 他刚刚邀请陈武伯到宗门那歇脚时 对方会拒绝他 原来 是因为陈老宗主刚在云龙殿内 被他们的父亲拒绝 倘若他刚刚真的 将对方邀请进来的话 那画面简直令人不敢直视 不过 令云淑瑶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父亲 居然拒绝了与浩天宗合作的机会 而且 他们的父亲对那个浩天宗 似乎还有着不小的误解 想到这 云淑瑶便赶忙开口道 父亲 我觉得那个浩天宗 其实还蛮不错的 云淑瑶说出的这番话 可以说是发自肺腑的了 云龙殿殿主文言 不禁感到了几分意外 听你这话中的意思 难不成你还与那浩天宗有过交集 云龙殿殿主 上下打亮了一眼云淑瑶 以云淑瑶沉稳的性格 按道理说 云淑瑶是不应该与那个 在龙峰州内搞叛乱的浩天宗 走得很近的 云淑瑶见话题都进行到这份上了 于是便与对方主动说起了 他与云洛霄在妖兽山脉内遇险的事情 当云龙殿殿主 听到云洛霄险些惨死在妖兽山脉中时 他险些被惊得冒出了冷汗 云淑瑶和云洛霄 作为他的两个亲生女儿 他从始至中都将他们视为手心中的软肉 恨不得将他们天天保护起来 可碍于宗门内的琐事 他又不得不长年留守在云龙殿内 直到他听到云淑瑶说起 他们在妖兽山脉中的遭遇 云龙殿殿主这才意识到 原来前些日子 居然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随后 云龙殿殿主便将斥责的目光 落在了云洛霄的身上 云洛霄见状 赶忙缩了缩头 生怕他们的父亲会责骂他 云龙殿殿主看着云洛霄 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他心中的怒火便瞬间消散了 云洛霄没有在妖兽山脉中出世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他又怎么狠地下心来 去责骂 这刚刚死里逃生的亲生闺女 得知了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后 云龙殿殿主 这才对那个浩天宗的印象有所好转 没想到五周大陆中 竟会出现这般奇才 年纪轻轻便已踏足至了化神之境 若是能将其收入到云龙殿门下的话 想必日后肯定能在云龙殿内大有作为 云龙殿殿主感慨道 放眼整个五周大陆 即便是在整个修仙界的历史的长河中 年仅十余岁便能踏足至化神境的修炼者 屈指可数 对方的修炼天赋 已经不能用天才二字来形容了 这简直就是妖念 云洛霄听着自己父亲 对那位黑哥哥的称赞 不知为何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小脸都要红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 云洛霄便主动跟他们的父亲提议道 父亲 要不您改改计划 帮助一下那个浩天宗吧 云洛霄说吧 便又将头赶忙埋了下去 就连他们的父亲都说 对方日后能大有作为了 若是浩天宗真的要攻入长州 他的那位心上人 说不准也会作为战场的主力加入战斗 若是对方在战斗中出了事的话 呸呸呸 我在想什么呢 云洛霄一阵的小路乱撞后 赶忙摇了摇头 让自己变得清醒一些 云龙店店主以及云书瑶 望着云洛霄那自顾自的脸红的样子 他们一眼便看出了云洛霄的心思 这也难怪 云洛霄也到了情斗初开的年龄 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 被同龄人救下 换做是谁都会暗生情愫吧 然而 面对云洛霄的期待 此时的云龙店店主 却又再次摇了摇头 洛霄 你想报恩的事情 父亲也能理解 不过 云龙店内的掌视者 却并非只有我一人 我也承认 浩天宗的人就吓了你 我很感激他们 但我身为云龙店的店主 我总不能将个人恩怨 强加到整个宗门之上嘛 云龙店店主 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他虽然平日里很宠女儿 但他却不会将个人的事情 上升到宗门的高度 如果云龙店内 所有的掌视者都这样做的话 那整个云龙店 怕不是就要乱套了 云书瑶听着他们父亲 说出的这番话 也不禁点了点头 他跟他们的父亲 说起妖兽山脉内的那件事 也只是希望他们的父亲 能对浩天宗有所改观 并不期望着他们的父亲 能改变想法 轻动整个云龙店的力量 帮助浩天宗 可就在这时 云洛霄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那父亲 您一个人去帮助浩天宗 不就行了吗 云龙店店主文生 瞬间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洛霄啊洛霄 你真是我的亲闺女啊 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 就那么强吗 你让我一个人 去跟整个圣宗谋为敌 你给我挑好棺材了吗 洛霄 别瞎闹 云书瑶文生 赶忙开口制止道 父亲他身为云龙店的店主 一旦出手 就意味着他代表着的 是整个云龙店的一员 若是事情闹大了 说不准会牵动整个云龙店 这样的道理 难道你还不懂吗 云龙店店主文言 顿时面露欣慰地 看向了云书瑶 唉 真不愧是 我的贴身小棉袄啊 可还没等他再开口补充两句 云落霄的声音 却又忽然响起 那让父亲戴个面具 去不就行了吗 此话一出 不论是云龙店店主 还是云书瑶 都沉默了 两久之后 云书瑶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睛 好像有点道理 云龙店店主 你们俩可真是黑心眠啊 这种办法 都能让你们给想出来 云龙店店主表示 自己压根就不想 参合到这种事情中去 可是 看着这两个亲生闺女 那期待的眼神 云龙店店主的心 又彻底融化了 妈的 老子可不能 让两个闺女失望 这活 这活得应接啊 当天下午 陈武博与陈天化 几乎是同时返回的山门 陈天化见陈武博 那副沮丧着脸的样子 赶忙上前攻声问道 老祖 云龙店那边沟通的怎么样了 陈武博文言 无奈地摇了摇头 云龙店压根就不打算 加入这场战争中 希望他们帮忙的事情 算是泡汤了 陈武博说罢 便长叹了口气 陈天化文言 不禁有些惊愕地 微微睁大了眼睛 他们连圣宗蒙都不帮 陈武博点了点头 随后便又开口问道 先不说云龙店那边的情况了 宁幽宫那边的事情 你办妥了吗 回老祖的话 牧宗主那边 已经将这件事答应下来了 陈天化顿了顿 随后继续开口道 只不过 仅凭咱们两个宗门的力量 想与圣宗蒙为敌 是不是有点太过牵强了 陈天化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 虽然他们袁玉峰宫 以及宁幽宫 都是长州内排名前列的三大宗门 但他们两大宗门的实力加起来 却比不过云龙店的一半 宗门之间的战斗 并不是靠宗门内的人数取胜的 获胜的关键 大多取决于对战双方的宗门内 修为最高的人究竟能达到何等境界 而人数方面 站着的分量就相对较少了 就拿圣宗蒙长州分舵内的情况来说 圣宗蒙长州分舵的舵主 乃是拥有着大成竞初期的恐怖修为 在这般实力的强者面前 即便是庶民合体竞强者联手 也不一定是对方的对手 而他们浩天宗长州分舵和宁幽宫内 实力最强的 才不过是陈武博那练虚境巅峰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 放在大成竞强者的面前 显然是不够看的 如果没有大成竞的强者插手此事的话 他们恐怕就得等到总舵那边攻过来的时候 再跟圣宗蒙摊牌了 圣宗蒙那边 暂时还不知道咱们御丰公 成为浩天宗分舵的事 所以 咱们还是可以按照原计划进行的 陈武博说罢 便看向了圣宗蒙长州分舵所在的方向 停顿了许久后 他这才继续开口道 传令下去 分舵内全部长老 以及真传弟子 都到庭院内集合 本尊要亲自宣布这件事 老祖 陈天化赶忙应喝了一声 随后便退了下去 半个钟的功夫不到 分舵庭院内 众人便已经集结完毕了 陈武博详细地跟在场的众人 说出了他们的计划 听到了陈武博说出的这番话 在场的众人无不震惊不已 我们浩天宗终于要对长州动手了吗 尤其是当众人听到陈武博 说出了里应外合之类的话后 他们的心中更是激动不已 看样子 这个计划 老祖他老人家 已经蓄谋已久了 这件事 绝对稳了 一时间 庭院内的气氛顿时高昂了起来 陈武博看着众弟子情绪高涨的样子 终于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关于圣宗盟那边的情况 陈武博也特地交代了一声众弟子 在他下达指令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暴露 他们要与圣宗盟为敌的意图 包括宁幽宫那边 以及云龙殿那边 陈武博都将他们的行动暗号 详细地记载在了密函之中 而那所谓的暗号 即摔杯为号 只要他将杯子一摔 就意味着 他们已经打响了反攻圣宗盟的号角 因为时间紧迫 陈武博及分舵内的众人 也没有在庭院内多坐停留 而是直接动身 前往了圣宗盟长州分舵外的展先锋 展先锋 位于圣宗盟长州分舵南百余里地之处 乃是座高达八千余米的山峰 曾有古代前辈高人说过登上此风 拳掌通天 挥手即可展先而被命名 只不过 这牛逼显然是吹得有点过头了 后来那位前辈 就因此挨了雷劈 最后落得了与命的下场 不过 也正因如此 展先锋这个名字 才得以被后人知晓 而他们要前往展先锋的目的 正是为了要在那里 跟宁幽宫集合一下 然后再一同前往圣宗盟 时间一晃 近整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一日清晨 天色才刚亮 陈武伯便带着众人 抵达了展先锋 而此时的展先锋上 宁幽宫宗主慕霞 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在慕霞霞的身后 站着五名老者 以及三名中年男子 陈武伯打眼看过去 只见慕霞霞带来的帮手 都是化神镜之上的强者 他的心中 这才微微地松了口气 想必这位前辈 便是那位赫赫有名的陈老宗主吧 慕霞霞见陈武伯等人到了 于是便赶忙拱手迎了上去 陈武伯的名号他是听说过的 只不过当他上位宗主后 对方便隐退了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过于 对方见面的机会 不敢当 不敢当 陈武伯笑着 也朝着对方拱了拱手 陈武伯见对方年岁不大 心中也不免产生了些别的小心思 要知道 陈天化这小子年龄也不小了 却至今还没有婚约 若是他们打赢了这场仗的话 他倒是想撮合一下这两人 说不准陈天化那小子 还能把婚给结了 不过当然了 这些都是后话了 慕霄营见陈武伯等人都来了 却始终没有见到云龙殿的人的身影 他的心中不免产生了几分焦虑 与陈武伯寒暄过后 他便向陈武伯问道 陈老宗主 云龙殿那边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按道理说 他们早该到了吧 慕霄营说着 便朝着四周张望了一番 从云龙殿到展先锋的路程并不算远 若是有云龙殿殿主那位大城镜强者 带对的话 按道理说 早该抵达了才对 听到慕霄营发问 此时的陈武伯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好意思慕宗主 云龙殿那边 恐怕不能参与到这场计划中了 不过 你倒也可以放心 他们同样是不会帮助盛宗盟的 啊 不会吧 慕霄营文言 顿时面露出了担忧之色 那咱们的计划 还要按照原本制定的计划进行吗 慕霄营忽然感觉 这件事变得有点难办了 要知道 他从始至终都是以为 云龙殿会成为这场战斗中的主力的 眼下 若是云龙殿不参与这件事的话 就凭他们几个练须境的强者 又怎可能与那慕宗盟的大成境强者为敌 陈武伯几乎是瞬间 便看出了慕霄营心中的顾虑 为了安抚军心 陈武伯便赶忙解释道 因此 针对这样的变故 咱们的计划可能要调整一下 随后 陈武伯便跟慕霄营说起了 他们要等到浩天宗总督攻过来的时候 在跟圣宗盟动手的事情 慕霄营听到了陈武伯说出的完整计划后 这才微微地松了口气 还好陈武伯临时变更了计划 如若不然 他们这些人 还真不够圣宗盟的人杀的 只可惜 云龙殿那边并不愿意插手这件事 若是云龙殿能介入到这件事中的话 或许这场战役的进程 就能向前推一步手 然而 正当慕霄营还在为此感到惋惜的时候 天空之上 却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展先锋上何时变得那么热呢 不妨带本尊一个 随着这道声音的落下 一鸣穿着浅色道服 佩戴着白色面具的中年男子身影 便随即出现在了展先锋之上 看着眼前那道壮实的身影 陈武伯顿时激动地瞪大了眼睛 云 云殿主 陈武伯几乎是瞬间便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就冲着他以前跟云龙殿殿主的交情 他仅是看过对方一眼 便能认出对方的身份 云龙殿殿主文言 瞬间倒吸了口凉气 不会吧 我伪装成这样都能被你认出来 可 这位道友 你认错人了吧 云龙殿殿主轻咳了一声 随后目光便看向了远方 沐霄迎听着这两人的对话 不知道他们在交流些什么 因为他才刚成为宁幽宫的宗主没多久 所以 他还并未见过云龙殿的殿主 陈武伯望着云龙殿殿主 那副假装与他不熟的样子 他瞬间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随后 他便善善一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年龄大了 容易认错人 还请这位道友不要见惯 嗯 无碍 云龙殿殿主摆了摆手 随后继续道 你们刚刚所说的计划 本尊已经听见了 本尊对此很有兴趣 诸位道友 不妨加本尊一个如何 云龙殿殿主说罢 便看向了在场的众人 在场的众人文言 双眸之中 难免闪过了一丝狐疑 这家伙 究竟是哪里蹦出来的 对方偷听了他们的计划也就算了 怎么还光明正大的跑出来了 难道对方就不怕他们杀人灭口 陈天华见对方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 便看向了陈武伯 而此时的陈武伯 只是给陈天华 做出了个噤声的手势 较能察言观色的陈天华 一眼便看破了陈武伯的意思 随后 他便心领神辉地点了点头 可就在这时 站在沐啸银身旁的宁幽公副宗主 却看不下去了 他望着眼前那突然驾到的男子 眉头不惊 微微紧锁了起来 这位道友 你偷听别人谈话 是不是有点不妥 宁幽公副宗主说着 便上前一步 直接拔出了腰间的佩剑 因为他们这次 战斗的主要敌人 乃是那统一着 五周大陆几万年的圣宗盟 所以他肯定是 不敢在这种事情上 有丝毫的懈怠的 眼下 有人偷听到了他们的计划 若是让对方活着离开的话 日后必将成为 他们计划中的一大隐患 陈武伯望着宁幽公副宗主 那剩气凌人的样子 他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家伙 也太不上道了吧 他刚刚的一个口误 几乎都将云龙殿殿主的身份 暴露出来了 为了能让更少的人知道 此人正是那云龙殿的殿主 所以他才慌忙改了口 而在这种时候 就连穆萧盈 都没敢开口讲话 这个副宗主蹦出来 刷存在感 又是几个意思 云龙殿殿主望着宁幽公副宗主 那副恨不得当场 把他砍了的样子 他不禁发出了一声痴笑 紧接着 每一等在场的众人反应过来 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 便瞬间席卷了整座展现风 感知着那恐怖的威压 在场的众人 无不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就连拥有着炼虚敬初期 修为的宁幽公副宗主 此时也不禁感到双腿一阵发软 大 大成竞强者 宁幽公副宗主 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突然驾到的这个人 竟有着如此恐怖的修为 大成竞 能达到这般的修为的人 即便是放眼整个长洲 也是屈指可数 对方究竟是什么来头 宁幽公副宗主 这才意识到 自己招惹到了 他完全招惹不起的存在 沐潇寅感知着那恐怖的威压 他的眉宇之间 顿显喜色 前辈 您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吗 沐潇寅的心中 激动无比 虽然不知道为何 陈武博会将对方错认为云龙殿的店主 但对方这般恐怖的修为 却足以在这场战斗中 充当那位云龙殿店主的角色 若是有这般修为的强者加入他们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按照原本的计划 在圣宗盟总舵的支援抵达之前 将圣宗盟长洲分舵给拿下 本尊不过是想凑个热闹罢了 你们若是缺人 本尊倒也可以加入 云龙殿店主轻描淡写道 自从他戴上了云洛霄 亲自为他做的面具后 他只感觉自己的全身 似乎都充满了力量 真不愧是我的好闺女 为我亲自做的面具 除了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鼻子完全不透气 说话的时候 嘴巴的地方还点个牙 那除此之外 简直一点毛病都跳不出来 沐霄迎见对方有意要加入他们 他赶忙将征求意见的目光 落在了陈武博的身上 对此 陈武博也只是淡笑着点了点头 看样子 这云龙殿的店主 是打算以个人的名义 加入到这场战斗中了 虽然陈武博也不知道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好在 他们总算是可以按照原本的计划 攻入圣宗盟了 与此同时 圣宗盟长州分舵 分舵主店内 分舵的两名长老 正跟焦远凯 汇报着云龙殿和宁幽宫的情况 当焦远凯听到云龙殿那边 拒绝了与他们圣宗盟联手的请求后 他的眉头顿时就紧锁了起来 这云龙殿是什么意思 难道就连他们 都不把咱们圣宗盟放在眼里 焦远凯被气得不轻 若是没有云龙殿的帮助的话 浩天宗一旦骑袭长州 他们的分舵 恐怕很难抵御浩天宗的围攻 看着主店内的两名长老 焦远凯继续开口问道 三长老怎么还没有回来 从玉丰宫到这里 顶多一天的路程 他究竟是在搞什么名堂 焦远凯对他们分舵三长老陨落的事情 并不知晓 他还等着对方 回来汇报玉丰宫那边的情况 如今的圣宗盟长州分舵内 除了他以外 就只有四长老 一名合体净初期的强者 以及六长老和八长老 两名炼虚净强者了 对于他们圣宗盟长州分舵而言 若是他们的三长老 再在外面出了意外的话 他们分舵 就又将会失去一名炼虚净的强者了 然而 正当焦远凯还在犹豫着 要不要派人出去寻找一下三长老的去向时 镇守在分舵山门前报信的弟子 却火急火燎地赶往了主店 禀报堕主 宁幽宫以及御风宫的人 已经在山门外等候了 哦 那么快吗 焦远凯文言 顿时喜出望外 连他也没有想到 这两个三品宗盟 居然对他们圣宗盟的事 那么伤心 他的密函才刚发出去两天的时间 宁幽宫的人和御风宫的人 就已经赶过来了 不错 看样子 咱们圣宗盟的威慑里 还是存在的 至少在长州境内 这两大三品宗盟 不敢与咱们圣宗盟为敌 焦远凯点了点头 随后便朝着戴华的弟子吩咐道 传他们进来吧 是 堕卓 戴华的弟子应喝了一声 随后便从主殿中退了出去 约莫过了几期间的功夫 芬舵主殿外 便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焦远凯文生 不禁微微眯起眼睛 他的神识 瞬间穿过了芬舵主殿的大门 看到了芬舵庭院内的景象 只见在芬舵庭院内 由御风宫和宁幽宫组建的队伍 已经整整齐齐地站在了那里 精锐力量 除了有四名炼虚敬的强者之外 还有化神敬强者十余名 以及众多元英敬实力的弟子 焦远凯健壮 瞬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还好这两大宗门的支援来得及时 填补了他们盛宗门长州分舵的空缺 有了这两大宗门助阵 即便是纳浩天宗 现在就攻入长州 他们也能拖到他们盛宗门总舵的支援抵达的那一刻 想到这 焦远凯便朝着主殿内的两名长老点了点头 两名长老见状顿时心领神会 随后便走出了主殿 将裕丰宫以及宁幽宫的掌饰者带了进来 被带入到主殿的人 共有五名 宁幽宫的宗主 以及副宗主 裕丰宫的宗主 前任宗主 以及一名戴着白色面具的神秘男人 听陈武伯介绍 那名戴着面具的男人 是裕丰宫的副宗主 所以 引路的两名长老 也没有过问对方的身份 进入到圣宗门分舵主殿后 陈武伯等人的目光 便齐刷刷地落在了娇严凯的身上 沐霄严感知着娇严凯那大成劲的恐怖气息 不禁偷偷地咽了口唾沫 虽然她的心里早有准备 但当她真的站在对方面前时 她的心中 还是避免不了 萌生出了几分慌张 陈武伯看着沐霄严那副紧张的样子 她深知 若是这一幕被娇严凯看到的话 娇严凯肯定会心生疑虑的 于是 陈武伯便跟娇严凯主动搭话道 娇舵主 陈武伯说着便朝着娇严凯拱了拱手 娇严凯看着陈武伯那副依旧毕恭毕敬的样子 心中顿时感慨万分 要知道 陈武伯身为御丰公的前任宗主 早已是隐退多年了 按道理说 这种事情 陈武伯本是可以选择不参与其中的 而如今 陈武伯却也跟着御丰公的人 来到了这里 娇严凯心想着 这肯定与他们圣宗盟那绝对的地位 脱不开关系 随后 娇严凯便指了指他身旁的几个座位 道 陈老宗主客气了 诸位请上座 咱们一同商议御敌大计 此时的娇严凯完全没有意识到 如今进入到主殿内的这几个人 正是过来要取他首级的人 或许 是他早已习惯了圣宗盟的掌控者的身份 所以他压根 就没有对陈武伯等人起疑心 陈武伯 陈天化 以及木霄银文言 心中顿时狂跳不止 要知道 娇严凯为他们安排的位置 距离娇严凯所坐着的主位 仅有巴掌之远 若是在这般近距离的情况下 骑袭娇严的话 或许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陈武伯等人互视了一眼 随后便心照不宣地 按照娇严凯指定的位置 各自入座 等众人安坐好后 娇严凯的声音 这才继续响起 昊天宗作风狂妄 霸占了我圣宗盟的龙丰州 最大恶极 刚好近日 本舵主听到了风声 说是昊天宗的人 已经抵达了长州 如果消息无误的话 本舵主门下的五长老 已经惨死在了昊天宗的手中 想必过不了多久 昊天宗就会正式 与咱们长州宣战 到时候 还得仰仗着诸位 共同抵御外敌啊 娇严凯说罢 便朝着陈武伯等人 拱了拱手 陈武伯等人见状 也赶忙拱手回礼 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的情况下 他们肯定是不敢贸然 对这名大成镜的强者动手的 为了能打探到 更多关于圣宗盟内的情报 此时的陈武伯 只能配合着对方演戏了 唉 没想到五长老年纪轻轻的 竟这样走了 还请教舵主节哀啊 陈武伯说罢 便面露出了惋惜之色 娇严凯看着陈武伯 那副为他伤心的样子 他的心中顿时颇为感动 他能感受得到 陈武伯是打心底的 在为他们圣宗盟的发展而惋惜的 娇严凯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道 陈老宗主有心了 想必五长老的在天之灵 也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意吧 虽然他们没有得到云龙殿的帮助 但有了这两大宗门撑腰 他感觉 他们也并非没有与那浩天宗的一战之力 话到伤心处 娇严凯不禁感到了一阵口感舌燥 随后便安排了几名弟子 为在座的诸位沏上了茶水 陈武伯把玩着手中的茶盏 心中已然开始有了算计 又跟娇严凯闲聊了几句后 陈武伯便又将话题迁回了正轨 对了娇舵主 也会支援咱们吗 敢问咱们总督那边的支援 何时才能抵达长州 陈武伯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坐在主殿内的众人文言 纷纷竖起了耳朵 而这个问题 也正是他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根据陈武伯的推算 若是圣宗蒙总督那边派来支援的话 大概要需要四天左右的时间 除掉他们赶到圣宗蒙长州分督的这几日 圣宗蒙总督的支援 最快应该是在后天抵达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不能在圣宗蒙总督的人 抵达长州前 将长州攻占下来的话 到时候 他们要面对的 可就是整个圣宗蒙的力量了 娇元凯看着众人那副 对此事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了起来 不妨告诉你们一声吧 我们圣宗蒙总督那边 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蒙主大人已经亲自下令 其他两大周域的舵主以及长老 届时都会奔往长州 迎战浩天宗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墨宇州那边的支援 最快今晚便能抵达长州 哼 恐怕那个浩天宗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们圣宗蒙会倾动所有的力量 与他们抗衡吧 娇元凯看着主殿内的众人 感觉那个浩天宗 已经蹦得不了几天了 眼下 他只需要与他们长州的 这两大宗门联手 先抗住浩天宗的第一轮进攻 等到他们总舵的支援 抵达长州之时 便就是那浩天宗灭门之日 陈武博等人表面平静地 听着娇元凯说出的这番话 心中却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圣宗蒙的墨宇州分舵居然也参合进来了 而且今晚就能抵达长州 这个消息 在娇元凯寄给他们的密函中 是显然没有提起的 或许是因为 娇元凯在给他们送去密函的同时 也给圣宗蒙总舵那边送去了密函 进而圣宗蒙总舵那边 才给墨宇州那边下达了命令 虽然圣宗蒙墨宇州分舵的实力不及长州 但同样也是古不可小觑的实力 若是等到墨宇州的支援抵达长州的话 仅凭他们几人的力量 恐怕很难在这长州分舵内掀起风浪 他们必须要赶在今晚之前 将圣宗蒙长州分舵拿下 顿时 众人的目光便齐刷刷地落在了陈武博的身上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们估计是拖不到 与昊天宗总舵里应外合的时间了 陈武博感受着众人炽热的目光 他的心中也顿时感觉到了压力 看了看手中的茶盏 又看了看坐在他身旁的云龙店店主 陈武博随即微微眯起了眼睛 娇元凯望着主店内忽然就默不作声的众人 他的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疑惑 可还没等他来记得询问主店内众人的情况 一道清脆的声音 却在主店内忽然响起 啪 摔杯为号 陈武博只能当机立断地 选择了现在 就与圣宗蒙长州分舵动手 仅凭他们几人的实力 但是应对这个长州分舵就已经非常棘手了 若是他们拖到墨宇州的支援赶来 他们就只能沦为那瓮中之憋了 随着手中的茶盏摔在主店那冰冷的地面上 武道身影便齐刷刷地朝着娇元凯所在的方向暴射而去 娇元凯见状 他的瞳孔顿时紧缩了起来 看着眼前那五人毫无保留地调动灵力的样子 娇元凯的心中顿感不妙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话音落下 娇元凯也赶忙调动起了体内灵力 仅是眨眼间 大成静的恐怖威压便骤然释放 身为圣宗蒙长州分舵的舵主 他若是连这点反应速度都没有的话 那他这几百年的舵主可就白当了 随着大成静的恐怖威压扩散至整个主店 实力较弱的陈天化和宁忧公副宗主 几乎是瞬间就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陈武伯和穆霄盈瞥了眼那倒地不起的两人 并没有放慢他们的速度 他们知道 在迎战娇元凯之的大成静强者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有停下脚步的机会 若是有了丝毫的迟疑 殒命的必将是他们在场的五人 几乎是瞬间 陈武伯与穆霄盈便同时抬起了一掌 朝着焦元凯拍了过去 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只要他们的攻击能命中对方的要害 哪怕对方是大成静的强者 恐怕也难以生还 找死 焦元凯见状 顿时勃然大怒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两大宗门的宗主居然被地里干起了背叛他们圣宗盟的勾当 直到主殿内的那五人出手的那一刻 他才意识到 原来这五个人 是想借着商议御敌之势的机会 将他诛杀在主殿之中 只可惜 这想法太天真了 焦元凯见对方已经起了杀心 他也毫不含糊地直接抬起了双掌 朝着陈武伯和穆霄盈对轰了过去 尽管双方之间仅有着八掌左右的距离 但焦元凯应付起来还是非常的得心应手 仅是电光火石之间 焦元凯的双掌 已然对轰在了陈武伯以及穆霄盈的双掌之间 碰 四掌焦风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滚滚气浪在主殿内肆意游走 十八根支撑着主殿的石柱 顿时节节寸断 身在主殿外等候着的宁幽宫 以及御风宫的众人闻声 便瞬间意识到战斗已经打响了 原本就已经调动好灵力的他们 在这一瞬间便直接朝着庭院内的圣宗盟弟子 发起了进攻 而首当其冲的 自然便是宁幽宫以及御风宫的长老们 实力本就在化神镜的他们 对付起圣宗盟的弟子 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还没等圣宗盟的弟子反应过来 十余名化神镜强者便已经杀进了人群中 一时间 庭院内哀嚎声顿时响彻不断 血光四溅 身在主殿内焦元凯 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的眉头不禁紧锁了起来 原来对方早就蓄谋已久了 如果继续在这里跟对方拖下去的话 他们长洲奋斗的弟子 恐怕就要被外面那十几名化神镜的强者杀光了 陈武伯 你该死 焦元凯朝着陈武伯怒吼了一声 随后便加重了几分手中的力度 原本拼尽了全力 才能与焦元凯不相上下的陈武伯 在焦元凯动了真格的瞬间 便直接被对方一掌拍飞了出去 而同样的 木啸营的身影 也紧随着陈武伯被焦元凯拍飞了出去 焦元凯重地被轰击在了主殿的墙壁之上 墙壁之上顿时蔓延起了猪网般的纹路 焦元凯看着他毫不费力 就拍飞出去的两人 心中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就这点实力 也敢在他眼皮子底下造反 随后 焦元凯便直接运转起了功法 准备将陈武伯以及木啸营彻底诛杀 可就在这时 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 却忽然在他的身后响起 焦舵主 你是不是选错对手了 焦元凯听着那有些熟悉的声音 顿时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难道说 刚刚陈武伯和木啸营的攻击 只是降攻 而真正要取走他性命的人 却是他身后的那个人 想到这 焦元凯的冷汗 刷得就冒了出来 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哪怕是化神镜修为的小修士 都有可能将他重创 而如今 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 又究竟会是何等境界的强者 焦元凯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只见他慌忙调转着灵力 此时的他 只想尽快与对方拉开距离 但只可惜 现在的他 再怎么挣扎都没用了 当他听到对方声音的那一刻 基本上 就决定了 他已经完全没有躲闪的空间了 看着焦元凯那毫无防备的后背 云龙殿殿主 手持着利刃 双眸之中 尽显杀意 对付焦元凯 这般修为的强者 必须要快刀斩乱麻 若是给了对方喘息的时间 再想杀死对方 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直接抄起了手中的利刃 朝着焦元凯的丹田处 便刺了过去 焦元凯感受到了 身后传来的浓浓沙意 他全身的汗毛 顿时都竖了起来 难道自己今天 真的要隐名于此了 焦元凯的眼中 血满了不甘 现在的情况 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选择 正面与对方硬碰硬了 只见焦元凯 慌忙地转过了身 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 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 就直接抬起右手 朝着他的腰间 便抓了过去 云龙殿店主见状 顿时被对方 这般疯狂的举动 吓了一跳 要知道 焦元凯是不知道 他所攻击的位置的 若是这一手抓空了的话 他手中的利刃 便会直接刺进 对方的要害 焦元凯是在 赌他攻击的位置 是对方的丹田处 但很明显 焦元凯这次是赌对了 在那刀利刃 即将刺入焦元凯体内的瞬间 焦元凯的右手 便已然抓在了 那刀利刃的刀尖之上 滚烫的鲜血 瞬间顺着焦元凯的手掌低落 然而 那刀即将刺中焦元凯丹田的利刃 却就这样被抓在了空中 无法向前挪动分喉 险向还生 焦元凯的心中 虽是在庆幸 但他 还是没有放松警惕 只见他的左手一挥 递接高级功法悬影 决瞬间发动 他准备一击 就将面前的这个面具男人击败 大成竞强者 一旦施展功法 其破坏力 可谓是毁天灭地的 对方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攻击了他 虽然对方能有 将他杀死的机会 但同时 对方也会 身处于险境当中 焦元凯认定 若是对方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中了他这一招的话 那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然而 正当焦元凯以为 自己稳操胜券的时候 那个面具男人的身上 却爆发出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 焦元凯感知着那道恐怖的威压 他的双眸之中 顿显惊骇之色 对方竟也是大成竞的强者 感知着那微微有些熟悉的气息 回想到对方说话时的声音 焦元凯几乎是瞬间便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你 你是云龙殿的店主 焦元凯万万没有想到 云龙殿的人不帮助他们圣宗蒙也就算了 居然还勾结着长州内的叛党 私下与他们圣宗蒙为敌 云龙殿店主见对方猜出了他的身份 此时的他 也不打算再隐瞒下去了 若是刚刚那一件能刺中对方的话 他说不准 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如今 对方已经动了真格的了 他如果再不拼尽全力 那么陨落的人反倒是会成为他了 焦舵主 我早就想与你切磋切磋了 借今日之变 我倒要看看 你我究竟孰强孰弱 云龙殿店主说罢 也随即调动着灵力 施展出了云龙殿的镇宗秘书 递接高级攻法 九鼎云掌瞬间发动 强者之间的战斗 不必浪费太多口舌 两人纷纷记出了自己的毕生所学 准备将对方一举拿下 仅是电光火石之间 两道恐怖的灵力波动 瞬间在主殿内爆发 在两招递接高级攻法碰撞的瞬间 圣宗蒙长洲 分舵的主殿便轰然炸碎 烟尘四起 原本还在庭院中交战的众人 在那道气浪席卷而来的瞬间 便纷纷被先飞了出去 在大乘七强者交手的过程中 哪怕是练虚境的强者再次经过 恐怕都会被战斗波及 被先飞出去的众人 纷纷吐血坠地 当场就昏厥了大半 而在圣宗蒙主殿的残垣断壁之中 焦原凯与云龙殿殿主 还在不断地交锋 两人的速度之快 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 早在战斗之初 就被拍飞出去的陈武博和穆霄盈 望着主殿内那闪动着的身影 顿时面露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这就是大乘竞强者之间的战斗吗 他们两人虽然也想帮助云龙殿殿主 对付焦原凯 但这对战双方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根本就没有留给他们插手的余地 咱们先去帮一帮外面吧 云殿主会将他解决的 陈武博朝着穆霄盈提议道 穆霄盈点了点头 随后便紧跟着陈武博 化为了一道流光 飞出了主殿 此时的主殿外 圣宗蒙的弟子 已经折损了近半数之多 少部分明市里的圣宗蒙弟子 则是在战斗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放弃圣宗蒙跑路了 眼下 留在圣宗蒙分舵主殿外的人 除了那两名练须境的长老外 便只有千余名左右的金丹靖 或是原音靖实力的弟子了 陈武博跟穆霄盈互视了一眼 随后便很快地投身在了庭院内的战斗当中 战斗一旦打响 双方就没有收手的余地了 不论是主殿内的战斗 还是庭院内的战斗 短时间内都很难见出胜负 不知不觉间 半天时间已过 对战双方的灵力几乎都快耗尽了 但双方之间却依旧没有出现 决定胜负的转机 陈武博望着西山上逐渐消失的光亮 心中愈发的感觉有些不妙 他的心里非常清楚 若是这场战斗再拖下去 等到圣宗蒙墨宇州分舵的支援赶来 他们就真的没有取胜的希望了 与陈武博等人的状态相反 圣宗蒙长州分舵的人 却欲战欲勇 因为他们的心中 也对这场战斗的战况 心知肚明 现在的他们 并不急于将长州内叛乱的 两大宗蒙的人全部杀死 而是只需要拖住时间 等到墨宇州分舵的支援赶来 这些敢与他们圣宗蒙为敌的人 肯定全部都会死在这里 交手了不下于上百回合后 云龙殿殿主 与娇元凯体内的灵力 也几乎快要耗尽了 因为两者实力悬殊不大 且使用的都是地阶高级功法 所以他们必须要拼尽全力 才能将对方的招数化解 交云凯望着那天色渐暗的天空 他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了起来 云殿主 本舵主承认 你两下子 不过那有如何 我们墨宇州分舵的支援 恐怕早已经踏足至长州境内了 你现在想逃 估计也来不及了 你就等着你门下的人 给你收尸吧 交云凯感知着云龙殿殿主 那微弱的气息 他终于暗自在心中松了口气 虽然此时的他 也几乎无法继续战斗了 但现在的形势却已经非常明朗了 只要他还活着 这场战斗的胜利方 必定是他们圣宗蒙长州分舵 云龙殿殿主望着交云凯 那副得意的样子 不禁清脆了一声 逃 我既然选择来到这 就没有要逃走的理由 云龙殿殿主说罢 便将自己的护身法器 从储物戒指内取出 他准备拼上他们云龙殿压箱底的质宝 与对方撕个鱼死网破 双方之间 火药味十足 但只可惜 也完全达不到战斗刚开始的那种气势了 焦远凯见云龙殿殿主 连护身法器都掏出来了 他知道 对方接下来的这一击 将会是对方的最后一击 随后 焦远凯便调动起了体内为数不多的灵力 准备全力抗下对方的这次攻击 此时的他 早已是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云龙殿殿主拿出的那个护身法器上面了 只可惜 焦远凯未曾察觉到的是 他身后的废墟中 一处倒塌的墙壁 此时却晃动了两下 陈天化躲藏在那处倒塌的墙壁下 早就在那里观察了半天的时间了 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 拥有着半步练须修为的他 其实是根本不会被焦远凯那大成劲的威压震晕的 当时的他 只是因为对方的威压 而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可随着云龙殿殿主 与焦远凯的战斗 接近到尾声 焦远凯的威压 也已经彻底 对他失去了作用 望着焦远凯那副将 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龙殿殿主身上的样子 陈天化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他出手的最佳时机了 云殿主 本舵主倒是还挺好奇 你这般拼命 陈武伯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 焦远凯有一茬没一茬的 跟云龙殿殿主搭着话 却忽然不知 不远处的废墟中 一道身影正朝着他悄悄靠近 云龙殿殿主望着陈天化 那副手持着利刃 偷偷靠近焦远凯的样子 他的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 他清楚地记得 这个陈天化是裕丰公的现任宗主 实力甚至还没有 踏足至炼须之境 难道不成 陈天化这小子 想要偷袭焦远凯 云龙殿殿主的手心中 顿时庆出了冷汗 要知道 大成静与化神静之间 乃是横跨了两个大境界 尽管焦远凯此时的灵力 几乎都要耗尽了 但仅凭对方的修为 想要将化神静的修饰抹杀 也不过是抬手间就能办到的事情 陈天化的这一举动 毫无疑问是在去送死 云龙殿殿主虽然知道 陈天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大 但现在将陈天化贺退回去 显然不是个明智之举 此时的他 只能尽可能地为陈天化创造机会 想尽办法将焦远凯给拖住 焦多主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云龙殿殿主忽然表情严肃到 焦远凯望着云龙殿殿主 那忽然转变的态度 他先是一愣 随后便更为警惕地看向了对方 云长生 你想耍什么花招 你想跟我讲什么 焦远凯如临大敌道 其实 我想跟你讲的是 云龙殿殿殿主顿了顿 下一秒 他直接口吐芬芳道 你根本就是个孬种 我是你爹 焦远凯文言 当即就愣在了原地 什么情况 老子莫名其妙地被人骂了 陈天化听着云龙殿殿殿主 说出的这番话 也显现一个没站稳 摔倒在地 虽然他也能看得出 云龙殿殿殿主 是在特意为他分散 焦远凯的注意力 但是这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未免也太朴实无华了点吧 焦远凯愣了好半天 这才意识到 对方是真的在问候他 云长生 你喊什么意思 打不过就骂人 焦远凯差点没被气死 大家都是修炼者 都是心性成熟 而且是有涵养的人 至少近几百年里 他都没有听到有人 对他发出这般的友好问候了 而如今 战斗都快接近到尾声了 他却忽然被那云龙殿殿主 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特么水顶的桌 焦远凯想到这 顿时怒游心声 他倒想看看 云长生这个秋后的蚂蚱 究竟还能蹦跶多长时间 而与此同时 焦远凯的身后 陈天化已然收敛着气息 摸到了焦远凯的身后 手持着利刃的手 微微颤抖 他做梦 都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才勉强摸到 炼须进门槛的人 竟能如此近距离地 站在一名大成竞强者的身后 而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云龙殿殿主的那一声怒骂 效果竟是这般出奇的好 这焦远凯的注意力 果然都被云龙殿殿主吸引过去了 不过仔细想想 这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 对于云龙殿殿主 和焦远凯这样修为极高 且位居高位的人来说 那一句如山间刁鸣般的辱骂 带来的冲击力 可以说是相当拔群的了 焦远凯能做出这般反应 也当属情理之中 陈天化望着焦远凯那近乎毫无防备的后背 他也知道这个机会 是云龙殿殿主破了几千年的应得 才为他争取而来的 陈天化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下一秒 他便直接抄起了手中的利刃 朝着焦远凯的丹田处便刺了过去 此时的焦远凯 甚至对身后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绝 只见他憋红了脸 还在心中细想着 将云龙殿殿主骂回去的说辞 说来也是奇怪 几千年没骂过人的他 现在忽然想骂人 一时间竟找不到 如何将对方骂回去了 然而 正当焦远凯还在苦思冥想的时候 一道深入骨髓的刺痛感 却在他的身后猛地传来 进而席卷了他的全身 焦远凯猛地瞪大了眼睛 赶忙回过了头 看向了身后 可这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看到身后发生的那一幕时 他差点没被气死 只见在他的身后 那御丰公的宗主陈天化 不知何时已经摸到了他的身后 而在陈天化的手中 则是端着一把利刃 那把利刃早已刺进了他的身体 伤口处还在不断地朝外涌着鲜血 找死 焦远凯想要调动灵力 直接将陈天化震飞出去 然而 当他体内的灵力开始流转的瞬间 他才震惊地发现 他体内的气息早已是乱作了一团 原来 陈天化刺进他体内的那把利刃 不但割开了他的皮肉 更是直接插在了他的丹田之中 对于修炼者而言 丹田是至关重要的 不论是平时土纳修炼时所吸纳的灵力 还是他们的元神 都寄存于丹田之处 丹田破损 几乎就意味着与修仙世界无缘了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想要废掉别人修为时 会直接选择攻击对方丹田的原因 焦远凯剑体内的灵力 已经调动不起来了 他这时候 便彻底慌神 哪怕他是大成镜的强者也好 在无法调动灵力的情况下 他跟一个普通的凡人 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若是在与云龙殿殿主交手的过程中 他的灵力有所保留的话 他或许还能使用真气护体 躲避陈天化的偷袭 可是现在 他体内的灵力本就所剩不多了 这才给了陈天化的手的机会 年轻人 你不讲武德 居然根本堕主搞偷袭 焦远凯发出了不甘的嘶吼声 体内仅存的灵力逐渐流逝 焦远凯只觉得自己双腿一软 劲儿就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云龙殿殿主见陈天化得手了 他不禁长输了口气 还好焦远凯没有反应过来 若是让焦远凯察觉到陈天化的存在的话 焦远凯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过头 将陈天化一巴掌拍死 不过 不得不说的是 陈天化这个年轻的宗主 的确是胆识过人 陈天化做出的如此大胆的举措 就像是不怕死的一样 别的他不敢说 就冲着陈天化这胆大欣细的作风 他们云龙殿几千年都没有出过这样的人才了 陈天化望着焦远凯那副不甘的样子 眼神之中没有丝毫的同情 只见他猛地将刺进焦远凯体内的利刃拔出 随后便将那把利刃猛地举过了头顶 焦远凯见状 赶忙开口道 不 你不能杀我 你杀我 我们总督那边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焦远凯试图做出最后的挣扎 不论他生死与否 他们盛宗能的支援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若是等他们盛宗能的支援赶来 发现他死了 在场的人不论是谁都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 哦 你这话说的 就跟不杀了你 盛宗能会对此事既往不就一样 陈天化无所谓道 在他看来 盛宗能的人就知道 拿盛宗能的名号 欺压其他宗门的人 但可惜 时代已经变了 不论是这盛宗能的长州分舵 还是那盛宗能的总舵 总有一天都会被他们的号天宗取代 不论焦远凯现在说出怎样的话 对陈天化来说 都是不痛不痒的 陈宗主 你若是放过我 我到时候会跟盛主求情的 你们号天宗 不可能是我们盛宗盟的对手的 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的 对吧 焦远凯一边眼睛 偷瞄着云龙殿殿主 一边向陈天化求情道 陈天化文言 当场都快被逗乐了 别说是盛宗盟的总舵了 就连天王老子来了 都不可能是他们号天宗的对手 他们号天宗的那位老祖 可是抬手间就能将 杜劫期的龙族强征抹杀的存在 那区区盛宗盟又算是什么东西 这不早晚都要 被他们号天宗踩在脚下 面对焦远凯的苦苦相劝 陈天化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手起刀落 随着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消失 那废墟中仅存的鲜红血液 也印证着盛宗盟 被长州的统治就此终结 焦远凯的头颅掉落在地 身体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陈天化从地上揪起了焦远凯的头颅 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 化神镜巅峰 单杀大成镜强者 云龙殿殿主望着陈天化 那副满脸喜悦的样子 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好意思点破对方 如果不是他与焦远凯 大战了几百回合 陈天华甚至连进对方身的资格 都没有 不过还好 这场战斗也算是完美收场了 既然陈天化那么高兴的话 那就让他再高兴一回吧 两人在主殿的废墟内 稍微静养了片刻后 云龙殿殿主的灵力 大概恢复至了一层左右 随后两人便立即动身 赶往了圣宗蒙分舵庭院 此时的庭院内 双方依旧交手的难舍难分 御丰公与宁幽公的平均实力 虽然比较强 但碍于人数战略是 此时竟被圣宗蒙的重弟子 反包围在了庭院当中 陈天化提着焦远凯的头颅 缓缓地落入庭院当中 陈武博看着陈天化 手里提着的那个圆滚滚的东西 他的眼睛顿时一亮 难道说 云殿主那边的战斗 已经结束了 圣宗蒙长州分舵的众人 很快便注意到了 那突然嫁到的中年男子 可当他们看清 那个男人手中提着的东西 究竟是何物时 他们便纷纷地向后倒退开来 那 那竟是焦舵主的这 这怎么可能 焦舵主竟然陨落了 圣宗蒙长州分舵的众人的军心 顿时就涣散了 焦原凯的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 是支撑其整个分舵的重要保障 若是连他们的舵主都陨落了的话 这庭院之中 又有谁会是这两大宗门的对手 焦原凯一死 由本宗主亲手所杀 你们谁想当下一个 陈天化牧视众人 眉宇之间丝毫不见惧色 圣宗蒙的众人闻言 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的焦舵主 竟是被这人所杀 陈武博望着陈天化 那副霸气侧漏的样子 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无语 陈天化这小子 说出的这句话 只是在单纯地炫耀吧 与此同时 月龙山谷 浩天宗总舵 坠日阁内 随着莫悠然双眸睁开 他的眼眸之中 顿时闪过了一道金光 几次吐纳过后 他的境界 便已然稳固在了大成静中气 莫悠然感知着 体内涌动着的力量 他相信自己应该用不了多久 便能踏足之渡截期了 再加上宗门内有复活神坛的加持 等他渡截成功后 他便能真正的踏足致人先进了 莫悠然的心中 激动不已 可就在这时 接连的系统提示音 却忽然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所在宗门 成功攻占圣宗门长洲分舵 恭喜宿主所在宗门在长洲境内 获得绝对统治权 检测到宿主所在宗门 在长洲境内建有分舵 长洲境遇已归入浩天宗宗门领地 系统奖励 神阶剑法混元九斩 自动领悟至第二层 莫悠然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 当场就傻了眼 卧槽 什么情况 长洲这就被我们浩天宗拿下了 莫悠然只感觉自己的脑瓜子嗡嗡的 完全没有搞懂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就待在坠日阁内闭关了几天 怎么长洲就忽然变成他们浩天宗的地盘了 这些天外面有人找过我吗 莫悠然侧过了头 朝着小白问道 小白文言也是满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这些天他一直都留在莫悠然的身边护法 宗门内的其他人也都在干着各自的事情 外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莫悠然见没有人找过他 他的心里就更加纳闷了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压根就没有下达过要去攻占长洲的命令 难不成是他们长洲分斗那边 擅自做出的决定 莫悠然来不及去查看系统给他的奖励 他赶忙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了张传送符 随后便将自己传送到了那边 眼前的场景迅速变换 当他看到眼前早已化为了火海的圣宗盟长洲分斗后 他不禁有些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好家伙 这是把圣宗盟的长洲分斗给直接跟除了呀 还在处理着后世的陈武博 几乎是瞬间便察觉到了他们浩天宗老祖的到来 陈武博见状 赶忙丢下了手中忙着的事情 朝着莫悠然所在的方向狂奔去 晚辈陈武博拜见前辈 陈武博一直都在担心 圣宗盟墨宇州那边的支援马上会赶来 所以这处理后世的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在提心吊胆的 不过还好 如今他们浩天宗的老祖 已经带着他们总舵的人赶来了 这下他们就不用担心 圣宗盟的支援会将他们围剿在这里了 陈武博拜见过后 便赶忙看向了莫悠然的身后 他想看看 他们老祖究竟带来多少人对付圣宗盟 可是 当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 就只有他们老祖一人时 他险些被惊掉了下巴 难道说 只有他们老祖赶到了这脸 这是你做的 莫悠然朝着陈武博点了点头 示意对方起身 他的表面看似平静 但心中早已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据说 这圣宗盟长州奋斗的舵主 乃是明大城晋级别的强者 陈武博是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真的把圣宗盟的长州分舵给干掉了 嗯 不好意思前辈 晚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没来得及跟您汇报一声 陈武博说罢 便赶忙站起身来 继续解释道 晚辈听到了风声 说是咱们浩天宗要准备攻占长州 这消息 还是圣宗盟长州分舵发出来的 他们准备与长州境内三大宗盟联手 与咱们浩天宗为敌 晚辈也想 为咱们浩天宗尽一份力 所以就提前集结了其他两大宗盟 准备与咱们总舵里应外合 将长州拿下 只可惜 晚辈又听说了圣宗盟墨宇州分舵的支援 今晚便能抵达长州 所以 所以晚辈 才做出了如此草率的决定 陈武博说罢 便又赶忙低下了头 一副认错的样子 莫悠然文言 瞬间在心中倒吸了口凉气 浩天宗准备攻占长州 这件事 我咋不知道 莫悠然感觉自己闭关了几天 都跟外面的世界脱节了 那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他亲自发话的话 宗盟内的其他人 肯定是不敢做出这个决定的 很显然 这中间肯定是闹了误会 这圣宗盟的长州分舵的人 怕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因为他们的自作多情 反倒是给他们自己 引来了灭门之灾 莫悠然看着陈武伯 那副低头认错的样子 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该先说 对方两句 还是先夸奖一下对方 毕竟 这种事情谁遇到了 谁不犯迷糊 沉默了许久后 莫悠然这才缓缓开口道 那么危险的事情 以后不要擅作主张了 陈武伯文言 顿时将头埋得更深了 然而 正当他以为他们老祖要再数落 他两句时 他们老祖的声音 却又忽然变得平和了许多 不过本尊也倒能看得出 你是为咱们浩天宗着想 既然如此 本尊便不追究你的过错了 本尊向来讲法分明 这件事 你功大于过 本尊过些时日 自然会嘉奖于你的 莫悠然轻描淡写道 陈武伯文言 差点被感动得想跑过去 抱抹悠然的大腿 要知道 越是高品级的宗门 宗门内的规章制度 就愈发的繁琐 他虽然帮助他们总舵 提前攻占下了 圣宗门的长州分舵 但归根结底 他的行动是没有跟总舵报备的 按道理说 他的这种行为理应受罚 可陈武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老祖对他的责罚 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了他一句 随后便承诺要嘉奖于他 直到这时 陈武伯才意识到 他们的老祖并非是位刻板之人 而是位懂得变通的大格局者 多谢前辈海涵 晚辈必将铭记于心 陈武伯说罢 便赶忙又跪了下去 朝着莫悠然施起了大礼 莫悠然看着陈武伯 那副对他感恩戴德的样子 心中多多少少有点过意不去 陈武伯帮他打下了长州不说 对方居然反过头来 还要谢他 如果他不给陈武伯 准备点像样的奖励的话 那属实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 却忽然在莫悠然和陈武伯的身后 响起 陈老宗主 你这是在做什么 云龙殿店主望着陈武伯 跪拜着的年轻人的身影 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居然连陈武伯这样的老修炼者 都要对七星如此大脸 莫悠然闻声 缓缓转过头去 只见一名戴着面具的男人 此时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陈武伯见状 赶忙上前介绍道 云店主 这位便就是我跟你经常提起的那位前辈 云龙殿店主闻言 先是一愣 随后赶忙确认道 这位就是你们浩天宗的老祖 云龙殿店主下意识地 便上下打量起了莫悠然 在他看来 这位被称之为前辈的男子 样貌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这可跟他想象中的 那位前辈的样貌相差甚远 陈武伯不止一次地 跟他提起过这位前辈 在陈武伯的描述中 这位前辈不但守法通天 而且还可以未卜先知 云龙殿店主以为 对方怎么说 也得是位先锋道骨的老者形象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前辈的样貌 看起来竟是如此的年轻 小陈 这位是你的朋友 在云龙殿店主打量着莫悠然的同时 莫悠然也在感知着对方的修为 大成竞出妻 这样的修为倒也能入得了他的眼 陈武伯闻言 这才赶忙回头 跟莫悠然介绍道 前辈 这位是二品宗门云龙殿的店主 也算是晚辈的一位老朋友了 这次讨伐圣宗盟长州分斗的过程中 云殿主可谓是功不可没呀 陈武伯如是道 若是没有云龙殿店主出手相助的话 这场战斗恐怕进行的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云龙殿店主闻言赶忙笑着摆了摆手 他能听得出 陈武伯是特意在这位前辈面前给他邀功 只不过 云龙殿店主 却并不想在这位前辈的手中得到什么机缘 毕竟 他之所以出手帮助陈武伯 就是因为陈武伯所在的浩天宗的弟子 曾经救过他的女儿 而他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不过是想要还上这个人情罢了 若是他在奢望着 在这位前辈的手中讨到机缘的话 那未免就显得他有些太过贪心了 陈老宗主言重了 在下不过是进一次举手之劳罢了 云龙殿店主 并不想将这场战斗的胜利 归功于他自己 陈武伯文言 双眸之中顿时写满了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当初与他们老祖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他曾经也向他们老祖求过机缘 但只可惜 他们老祖并不是那种 随便就赐给别人机缘的人 当时的他 甚至还吃了个闭门羹 而如今 云龙殿店主明明有机会 在他们老祖的手中讨要一份机缘 但云龙殿店主说出的这番话的意思 却显然是 想要将他身上的功劳 推脱干净 这就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 陈武伯当场就着急了 随后他便赶忙劝说道 云殿主 都这种时候了 你就别谦虚了 若是没有你出手相助 咱们又怎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陈武伯说着 便偷偷地跟云龙殿 殿主使着眼色 他希望对方能意会出他的意思 但只可惜 此时的云龙殿殿主 却压根没有要在那位前辈手中 讨要机缘的意思 陈老宗主 我明白 你的意思 不过 还是算了吧 云龙殿殿主 又笑着摆了摆手 云龙殿 作为五州大陆内 屈指可数的二品宗门 云龙殿殿主 自认为自己的宗门内 是什么都不缺的 他们宗门内 所具备的最高阶的功法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地阶高级 即便是那圣宗门的盟主 修炼的功法 也才不过是地阶高级 由此可见 他们云龙殿的宗门底蕴 是极为深厚的 因此 云龙殿殿主 并不想贪这个小便宜 若是 他真接受了 这位前辈赐予的机缘 而得到了一个 他们云龙殿并不需要的东西 到时候再反欠 这位前辈一个人情 那这个人情 他可没机会还了 莫悠然听着两人的对话 早就听出了 两人对话中深层的意思 其实 在他得知了 这位云龙殿殿主 帮助陈武博 拿下了盛宗门的长州分舵后 他就想随便 拿出来点东西送给对方 作为答谢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云龙殿殿主 并非是冲着 能从他的手中得到机缘 而去帮助的陈武博 这不禁令莫悠然 多看了对方几眼 小陈 不必多言 本尊心里只有定数 莫悠然跟陈武博提醒道 陈武博听他们老祖都发话了 此时的他 也只能点了点头 对此事闭口不谈了 莫悠然感知着陈武博 那练虚境巅峰的修为 此时的他 不禁猜想起了 陈武博在这场战斗中 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不过 他却清楚地记得 几个月前 他与陈武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陈武博的修为 就早已踏足至练虚境巅峰了 而如今 几个月的时间都过去了 陈武博的修为 却依旧还停留在原地 莫悠然猜想着 陈武博恐怕是遇到突破的瓶颈了 随后 他便从系统空间内 取出了一枚城蓝相间的丹药 朝着陈武博便递了过去 这是本尊特意赏赐给你的 你先将他服下吧 过段时间 本尊再找本功法给你修炼 直到发生了今天的这件事 莫悠然才意识到 随着他们浩天宗管辖的范围增加 周遇内的很多事情 他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 为了加强浩天宗对长洲的统治力 莫悠然觉得 提升一下陈武博的修为 是必要的 陈武博从莫悠然的手中 接过了那枚城蓝相间的丹药 将丹药放在手心中 陈武博能明显地感知到 那枚丹药表面炙热的温度 妹 这梅丹药有何作用 陈武博不禁好奇道 你吃下去不就知道了 莫悠然没好气道 咋了 你还不敢吃吗 我又不会给你下毒 陈武博见他们老祖有些不高兴了 于是也不敢多言 随后便将那梅丹药吞服了下去 可伴随着那梅丹药落入腹中 此时的陈武博却忽然瞪大了眼睛 云龙殿店主见状 不禁有些好奇地动用起了神识 查探起了陈武博现在的状态 可是他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看清陈武博体内的变化时 他却也同样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好汹涌的灵力 云龙殿店主敢发誓 自己从未见过药力如此迅猛的丹药 仅是在那梅丹药被陈武博吞入腹中的瞬间 那梅丹药中所蕴含着的灵力 便扩散至了陈武博的全身 刚经历过大战 体内灵力机会被耗尽的陈武博 仅是在眨眼间 体内的灵力便得到了补充 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 那梅丹药还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浩瀚的灵力涌动的同时 无尽的灵力也在冲击着陈武博的丹田 这是要突破的迹象 云龙殿店主当场就傻了眼 要知道 修炼到他们这种修为的修炼者 想要向前迈出去一步 都是异常艰难的 无数的炼虚敬的强者 想要迈过合体敬的门槛 都要花费甚至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时间 有的人直到寿终正寝 甚至也未曾迈过那道坎 云龙殿店主曾感知过陈武博体内的气息 以他的估算 陈武博至少还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才有可能踏足合体境 可是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的陈武博 仅是服下了一枚丹药 就已经有了要突破的迹象 很显然 陈武博的突破 与那位前辈赐予的丹药之间 有着绝对的联系 此时的云龙殿店主 终于按捺不住了 趁着陈武博还在闭目突破 云龙殿店主便小心翼翼地 朝着莫悠然所站着的地方靠了靠 前 前辈 云龙殿店主试探着 跟莫悠然打着招呼 哦 什么事 莫悠然轻描淡写道 前辈 您赐给陈老宗主的丹药 究竟是何种丹药 云龙殿店主试探性地问道 陈武博吃下去的那枚丹药 不论是外观还是气味 都是他未曾见识过的 他很好奇 陈武博究竟是吃下去的什么 才使得陈武博那么快就突破了 龟体丹罢了 难道你没有见过吗 莫悠然不解道 按道理说 对方身为二品宗门的宗主 应该是听说过这种丹药的 可是 当云龙殿店主听到了那枚丹药的名字后 云龙殿店主却彻底傻了眼 龟体丹又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云龙殿店主早就听陈武博说起过 这位前辈手中的修炼资源极其丰富 但他却从未想过 这位前辈竟能拿出连他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 莫悠然望着云龙殿店主那呆愣愣的样子 这才想起了什么 随后便开口补充道 哦 对了 那玫瑰体丹是天阶高级的 可能与寻常的龟体丹看起来有所差异 你没认出来 倒也正常 天 天阶高级 云龙殿店主文言 顿时惊呼出声 看着那位前辈云淡风轻的样子 云龙殿店主能看得出 对方并不是在故意吹嘘 也就是说 那玫瑰体丹 当真是有着天阶高级的品鉴 这也难怪 那玫丹药的药效 会如此迅猛 原来如此啊 云龙殿店主的心中 不禁发出了一声苦笑 前辈啊前辈 我连寻常的龟体丹都没有听说过 又怎可能见过 天阶高级的龟体丹 或许 这种级别的丹药 对这位前辈而言 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 难道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形装逼 最为致命 你也想吃吗 要不我拿出来几颗给你尝尝 莫悠然看着云龙殿店主 一副很想吃的样子 不禁开口道 自从龟原丹被他吃完后 他平时都没什么东西吃了 而这个龟体丹 与那龟原丹 仅有一字之差 所以就被他拿出来充数了 反正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强者来说 吃下去一枚龟体丹的作用 近乎微乎其微 但拿来当个零嘴吃 也算是绰绰有余了 云龙殿店主闻言 更是被惊得下巴 差点掉在地上 舔接高级级别的丹药 在这位前辈的口中 居然只是被用来拿出来尝尝味道的 你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不 不了前辈 晚辈还不饿 云龙殿店主擦着冷汗回应道 既然他从一开始 就拒绝了这位前辈的好意 那他就必须要将这个想法贯彻到底 此时的他 肠子都快毁清了 直到他真正地接触到这位前辈 他才意识到 陈武博跟他所说的一切 都并非是空穴来风 若是他刚才不那么谦虚的话 这位前辈 或许还有可能赐给他点 他用得到的东西 但只可惜 因为他的一己孤见 他反倒是 葬送了自己的机缘 陈武博突破的速度并不慢 因为他早已踏足至了 炼虚镜巅峰多年 再加上天接高级品质的丹药催动 仅是过了半个钟的时间 陈武博便猛地睁开了眼睛 随着他的双眸睁开 他的境界 便已然稳固在了合体境初期 若是此时细细地感知 他体内的气息的话 不难发现 此时陈武博体内的气息 甚至比那些 踏足至合体境百余年的老妖怪 还要扎实 气息稳固后 陈武博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是抛下了他们老祖 自己就下意识地 进入到了修炼状态 想到这 陈武博不禁老脸一红 随后赶忙朝着墨幽然道歉道 不好意思前辈 晚辈突破心切 忘记跟您老招呼一声了 陈武博说吧 赶忙低下了头 在他们老祖这种级别的前辈面前 他就跟刚学会走路的小孩 没啥区别 莫悠然看着陈武博 那副满脸歉意的样子 只是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 本尊赐给你那玫瑰体单 便早有此意 你无需道歉 莫悠然感觉 自己门下的人 对他的态度都太客气了 不论是他门下的弟子也好 还是他门下的长老也罢 都闲着没事 就跟他道歉 劳子又不吃人 你们这也太怕我了吧 陈老宗主 恭喜你啊 云龙殿殿主赶忙上前庆贺道 可以想到 若是他刚刚不跟那位前辈客套 如今能突破的人会是他时 他的心中就是一阵的懊悔 但只可惜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若是他现在再跟那位前辈讨要机缘的话 反倒是会显得 他只会见风使舵了 又跟陈武博寒暄了几句后 料理完圣宗能分舵内 后世的穆萧 以及他门下的副宗主 也从废墟内走了出来 穆萧望着 被陈武博和云龙殿殿主 围在中间的青年男子 双眸之中 不禁闪过了一丝恶然 显然 在看到莫悠然的第一时间 他也没看出来 莫悠然的具体身份 随后 穆萧便想要上前 与那名男子结交一番 可是 还没等他的前脚刚迈出去 圣宗蒙分舵废墟的天空之上 却忽然响起了一声怒喝 后天宗的贼人 还不快出来受死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废墟的上方的天空中 瞬间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修炼者 那些修炼者身上 皆是穿着整齐的白色道服 毫无疑问 他们都是圣宗蒙的人 站在废墟中的众人健壮 顿时心都快凉了半截 圣宗蒙的支援 居然那么快就赶来了 眼下 他们才刚将圣宗蒙的长周分舵 给处理完 没想到圣宗蒙墨宇周分舵的人 就赶来了 以他们体内空荡荡的灵力 他们又怎可能去迎战圣宗蒙另一个分舵内的强者 此时的天空之上 圣宗蒙墨宇周分舵堕主雷安福 正目光轻蔑地扫视着 站在长周分舵废墟墟内的众人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圣宗蒙的长周分舵 居然那么快就被豪天宗给灭了 而且 此时站在庭院中的众人中 甚至还不乏有大乘境级别的强者 但是 那又如何 雷安福的目光 在众人的身上一次扫过 而那些人毫无例外地 都将体内的灵力耗干了 也就是说 此时站在废墟中的那些人 都不过是一群残兵败将罢了 想到这 雷安福的嘴角 不禁微微上扬了起来 倘若他们墨宇周分舵 将那个祸害龙峰周的浩天宗铲除 那么 这场战斗的功劳 岂不是就全归他们墨宇周分舵所有了 浩天宗的人 你们都给本舵主听好了 雷安福裹挟着灵力的声音 瞬间传遍了整个废墟 若你们是能放弃抵抗 本舵主或许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如若不然 你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随着雷安福的话音落下 大成静初期的恐怖威压 便瞬间席卷了整座废墟 原本就已经耗尽了灵力的众人 在感知到了那强大的威压后 纷纷失去了抵抗能力 跪倒在了地上 对方竟也是名大成静的强者 众人感知着那恐怖的威压 身体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仅仅是对付一个圣宗蒙长洲分舵 他们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而如今 圣宗蒙那边又派来一名大成静强者 且在那名大成静强者的身后 还站着两名合体静的强者 这般的阵容 显然不是他们这些 刚经历过大战的人能够应对的 云龙殿殿主望着雷安福 那副俯视众生的样子 他的手心中也不由地冒出了冷汗 明明他们战斗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但这圣宗蒙长洲分舵 竟终究还是等来了墨宇洲的增援 难道他们现在就只能乖乖投降了吗 云龙殿殿主想到这 那略显期待的目光 不禁落在了莫悠然的身上 眼下的这种情况 也就只有昊天宗的这位老祖 能够救场了 可是 当云龙殿殿主的目光 落在那个身着墨绿道夫的年轻人身上时 他的嘴角上 又不禁挂上了几分自嘲的笑容 他不得不承认的是 昊天宗的这位老祖 实力的确深不可测 但是 眼下他们要面对的 却是整个圣宗蒙墨宇洲分舵的全部力量 哪怕是这位前辈的手段再怎么逆天 也不可能更圣宗蒙的一整个分舵为敌吧 云龙殿殿主想到这 只能无奈地在心中叹了口气 看样子 他们今天就只能认栽了 然而 正当云龙殿殿主 以为他们都将殉命于此的时候 站在他身旁的陈武博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这圣宗蒙的人是真不怕死啊 前辈他老人家都亲自过来了 他们居然还敢跑出来露面 陈武博说话的同时 脸上写满了看戏般的神色 云龙殿殿主文言 心中很是不解 陈老宗主 你这说出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不要管 好好看着就行 陈武博的目光异常地坚定 对于他们老祖的手段 陈武博肯定是深信不疑的 云龙殿殿主见状 心中虽然不解 但终究还是闭上了嘴 莫忽然听着陈武博 与云龙殿殿主之间的对话 心中并没有在意 他的目光 始终都停留在天空之上 望着空中那千余名圣宗蒙的人 莫忽然的心中 不禁感到了一丝惋惜 今天这是什么日子 怎么那么多不长眼的人 想与他们浩天宗为敌 看样子 如果他今天不将浩天宗的真正实力 展露出来的话 这圣宗蒙的人是 永远不可能消停的 想到这 莫忽然便微微仰起了头 随后清亮的声音便随即响起 本尊也给你们个忠告 想脱离圣宗蒙的人 最好现在就离开 否则等下 就休怪本尊滥杀无辜了 莫忽然朝着站在雷安符身后的 圣宗蒙众弟子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对他而言 对付那些原音镜 或是化神镜的弟子 只不过是抬手间 便能将其抹除的事情罢了 眼下 圣宗蒙来势汹汹 其所带的弟子中 肯定步伐有被强行带过来的 莫忽然表示 自己还是很通情达理的 他至少还愿意 给那些不愿参与争斗的 圣宗蒙弟子留条活路 莫忽然的本意是好的 然而 面对莫忽然的好意相劝 站在天空之上的圣宗蒙弟子 却纷纷发出了阵阵痴笑 那个男的是谁啊 这里有他说话的分吗 那小子恐怕到现在 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的立场吧 则则则 我们好不容易才败入到 圣宗蒙的门下 谁会闲着没事离开圣宗蒙 面对莫忽然说出的这番话 圣宗蒙的众弟子 皆是不屑一顾 圣宗蒙 作为统一着武洲大陆的宗蒙 想败入其门下 其难度可想而知 哪怕是想要败入到 圣宗蒙分舵的门下 都必须先完成极为严格的考核 在场的圣宗蒙的众弟子中 哪个人不是某篇地界的天之骄子 在他们看来 能败入到圣宗蒙门下 就足以奠定了他们以后 飞黄腾达的未来 因此 无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他们都是不可能离开圣宗蒙的 这位道友 看样子本舵主门下的弟子 并没有人听从你的忠告 雷安福说吧 随即便满脸细血地 看向了莫忧然 虽然此时的雷安福压根就看不穿莫忧然的修为 但他却只是觉得 对方是使用了某种法器 屏蔽了自身的修为 别的他不敢多说 就冲着对方那二十出头的样貌 他就敢肯定 对方的修为肯定高不到哪里去 因此 不光是莫宇周分舵的众弟子 没将莫忧然放在眼里 雷安福也同样没有将莫忧然放在眼里 哦 那倒是有些可惜了 莫忧然说吧 便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 他想给这些人一点活命的机会 而他换来的 却是一片的冷嘲热讽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就那现在的情况来说 现在的圣宗萌气焰正盛 这显然是压过浩天宗一头的机会 因此 不论他现在说些什么 对方都只不过是以为 他是在给自己找开脱的借口罢了 不过 既然这些人都愿意追随圣宗萌的话 那他稍后动起手来 也不必顾及这些人的生死了 随着莫忧然的 话音落下 莫忧然的身影 便瞬间化为了一道金光 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云龙殿殿主望着莫忧然 那一副独占群雄的架势 他的心头便猛地一紧 难不成 这位前辈还真打算以一己之力 迎战圣宗萌整个分舵的力量 想到这 云龙殿殿主便下意识地想要起身 前去帮助那位前辈 可还没等他将体内仅存的灵力调动出来 一只枯瘦的右手 却已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云殿主 前辈他老人家 既然选择出手了 你就不要去参合了 陈武博如是道 陈老宗主 这不合适吧 云龙殿殿主望着天空之上 那密密麻麻的圣宗萌的人 双眸之中写满了焦虑 哪怕是他 都不敢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原因 近实力之上的修炼者 那位前辈的实力再怎么通天 也不可能同时与那么多人为敌啊 你放心 你即便是不出手 前辈也不会怪你的 你若是这时候过去 前辈他老人家说不准 还有可能会伤到你 陈武博说着 便跟云龙殿殿主 做出了个安心的手势 云龙殿殿主望着陈武博 那副淡定自若的样子 心中的疑惑变得更深了 他云长生怎么说 也是明大成静的强者 按道理说 他也不可能被那位前辈误伤吧 安心在这待着就行 陈武博意味深长地 看了云龙殿殿主一眼 随后便面露崇拜之色地 看向了天空 此时的天空之上 莫悠然望着不远处 圣宗盟的千余名人 双眸之中不带有一丝慌张 只见他在系统空间内 摸索了片刻后 一把镶嵌着七颗 颜色各异的零食的宝剑 便被他从系统空间中取了出来 这把剑应该够用了吧 莫悠然垫了垫手中的那把宝剑 表示对那把宝剑的重量 很是满意 刚好在陈武博 将圣宗盟长州分舵拿下后 系统帮他将神接剑法 混元九斩 自动领悟到了第二层 原本的他 本还愁着自己找不到练剑的对象呢 而如今 他刚好可以拿圣宗盟的这群人试试水 当那把宝剑被莫悠然取出来后 众人的目光 皆是落在了那把宝剑之上 但不出意外的是 在场的众人都看不出 那把宝剑的品贱 不过 单是从那把宝剑的装潢便能看出 那把宝剑的品贱绝对不低 那绝对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 没想到来一趟长州 竟还有意外收获 你们都给本舵主小心点 别把那把宝剑给损毁了 雷安福朝着身后的两名合体镜的长老吩咐道 在他看来 莫悠然拿出的那把宝剑 早已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 是 舵主 两名长老硬喝了一声 随即便化为了两道流光 朝着莫悠然便报尸而去 对付这样 刚踏足至修仙界 仰仗着自己有几分天赋 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修士 根本就用不着他们舵主亲自出马 随着那两名长老逐渐靠近莫悠然 合体镜的恐怖威压 瞬间爆发而出 竟是两名合体镜后期的强者 被雷安福的威压震慑住的众人 感知着那两名长老的恐怖威压 皆是为莫悠然捏了把冷汗 要知道 即便是那云龙殿的店主 都不敢独自面对两名合体镜后期的强者 眼下 那两名合体镜的强者连起手来 一同发动了攻击 这般的阵势 怎可能是寻常修炼者 能够独自面对的 小子 老夫劝你识相点 尽早收手吧 随着莫语周分舵大长老的话音落下 两名长老的身影 便瞬间出现在了莫悠然的身旁 只见他们两人 各自抬起了一只右手 两道裹挟着恐怖力量的掌风 便瞬间朝着莫悠然便拍了过去 就凭你们 也敢跟本尊论备份 莫悠然满是不悦道 面对那两名合体镜强者的围攻 他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只见莫悠然缓缓地提起了手中的那把宝剑 紧接着 他便在心中默念了一声 太玄斩星绝 随着莫悠然的一声默念 莫悠然体内如潮水般涌动着的灵力 便迅速地灌入了他手中的那把宝剑 拥有了万道神体的他 拥有着万倍的灵力储存量 因此 当他的灵力灌入到那把宝剑中时 他所能施展出的力量也是以万倍增加的 仅是眨眼间的功夫 莫悠然手中的那把宝剑之中 便已积攒了相当恐怖数量的灵力 圣宗盟的两名长老 望着莫悠然手中的那把散发着诡异灵力波动的宝剑 心中微微感到有些不妙 但只不过 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既然他们都已经选择出手了 那么他们便要试试 究竟是他们这两名合体竞强者厉害 还是那个刚踏足之修仙界的年轻人厉害 去死吧 两名长老齐声抱和道 下一秒 他们双掌便齐刷刷地朝着莫悠然的天灵盖拍了下去 然而 正当他们的双掌即将触碰到莫悠然头顶的瞬间 蹭 一道尖锐刺耳的破空之声 却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原本被莫悠然拿在右侧的宝剑 此时却已经变换到了莫悠然身体的左侧 仅是在这短短一瞬间 莫悠然便已经完成了挥剑的动作 没有人能看清 刚刚的那一剑 是怎么会砍出去的 伴随着那道尖锐的破空之声响起 一道迸发着耀眼白色剑光的剑气 便已瞬间将那两名长老的身形斩断 那道白色剑光的剑气 将那两名合体镜的长老斩杀后 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而是在空中迅速地扩张着 转而变成了一道数百米长的剑气 朝着圣宗能的众人报事而去 雷安福健壮 顿时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门下最得力的两名合体镜的长老 竟被那名看不透修为的年轻人 一箭斩杀了 这个年轻人 当真是刚踏足之修炼界的修仙者 望着那道急射而来的恐怖剑气 立在雷安福身后的墨宇州众弟子 也顿时慌了神 就连他们两名合体镜的长老 都被对方轻易斩杀了 他们这些化神镜 甚至圆英镜的弟子 又怎能抗得下那道恐怖的剑气 圣宗蒙奋斗的众弟子 来不及犹豫 赶忙朝着四周飞穿着躲闪开来 就连拥有着大成静修为的雷安福 也不敢直面那恐怖的剑气 他只能谋足了全身的灵力 朝着天空之上逃窜而去 蹭 剑光闪烁间 那道数百米的剑气 仅是瞬间便已划过了 圣宗蒙众人所站的位置 实力稍强一些的圣宗蒙弟子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才勉强躲过了那道灵猎的剑气 但是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 遭受到了 那道剑气的余波的攻击 当场便昏厥了过去 而实力稍弱点的弟子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面对莫悠然这位大成竞强者的攻击 尽管他们双方 之间相隔近千米 但他们 却依旧来不及去躲闪 一时间 被剑气斩断身体的圣宗蒙众弟子 便如同下饺子似的 从天空之上 坠落在了圣宗蒙长州分舵的废墟之中 雷安福望着那眨眼间 就已经被斩杀过半的众弟子们 心里是一阵的心疼 他门下的这些弟子 个个都是天赋异禀的修炼奇才 可是那个年轻人 仅仅使用了一招 便将他的爱徒斩杀过半 这换作是谁 谁能不心疼 前辈浩强 云龙殿殿主见状 激动地直接跳了起来 直到他看见那位前辈出手 他才真正地意识到 原来是他低估了那位前辈的实力 面对那位前辈的攻击 就连那墨宇舟分舵的舵主雷安福 都不敢正面应见 照这样看来 这场战斗谁胜谁负 还真有点说不准了 陈武博望着云龙殿殿主那激动的样子 不禁淡笑着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早就跟云龙殿殿主提醒过这件事 但只可惜 云龙殿殿主 却一直没有要相信他的意思 若是云龙殿殿主 刚刚不识趣地跑过去帮助前辈的话 就凭前辈挥砍出的那道剑气 若是云龙殿殿主 再站在前辈的身旁 那绝对是会被前辈误伤的 然而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这场战斗的局势 变得有些明朗的时候 天空之上 却忽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开裂声 咔嚓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紧接着被莫悠然握在手中的那把宝剑 竟直接炸裂开来 碎成了无数的残片 废墟内的众人剑状 瞬间倒吸了口凉气 前辈的宝剑 居然损毁了 望着那漫天散落的宝剑残片 众人的心又再次提到了嗓子眼 要知道 对于一名剑修来说 其所持有的的宝剑的品阶 几乎就决定了 他能够施展出的剑法的高度 方才 那位前辈拿出来的宝剑 显然是一把上品中的上品 可是现在 那位前辈手中的宝剑 却直接损毁了 这岂不是就说明 那位前辈 已经无法再施展出第二道剑气了 立在天空之上的雷安芙 很快便察觉到了 莫悠然所站之处 发出的异响 此时的他 同样也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宝剑居然损毁了 雷安芙难以置信道 刚刚的他 甚至还扬言 要将那把宝剑 从那个年轻人的手中抢过来 可谁曾想到 那个年轻人 仅是使出了一招 他手中的宝剑 就彻底损毁了 雷安芙又不禁在心中 暗自心疼了起来 那把宝剑的损毁 甚至比他门下半数的弟子陨落 更让他觉得心疼 只不过 雷安芙很快便平静了下来 通过那个年轻人使出的剑法 他便能看得出 对方是名在剑术上 有着很高造诣的修炼者 眼下 那个年轻人手中的宝剑 已经损毁了 这就预示着 那个年轻人 已经没有与他们墨宇舟 分舵作对的资格了 想到这 雷安芙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哼 本舵主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 没想到 你也不过如此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刚刚使出的那一招 已经拼尽了你的权力了吧 雷安芙朝着墨悠然 冷嘲热讽道 在他看来 一个真正懂得用剑的人 是不可能将手中的宝剑 用到损毁的 而眼下 那把宝剑的损毁 其实就预示着这个年轻人 是使出了权力后 才达到了刚刚施展出的恐怖效果 也就是说 不论那个年轻人 有着多高的修为 在失去了武器后 他雷安芙 也能有与对方的一战之力 立在空中的墨悠然 望着众人那神色各异的神情 心中不禁感到了一丝的无语 不就是碎了一把破剑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墨悠然没好气到 破 破剑 众人闻声 当场就傻了眼 就凭那把宝剑的装表 以及无法看透的品阶 这怎么看 也不是一把破剑啊 哼 少在那嘴硬了 雷安芙以为对方 是在虚张声势 随后继续开口道 没有了武器 本舵主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跟本舵主斗 雷安芙说着 便急速地朝着墨悠然辅冲而下 趁着对方刚施展过一招 现在无非是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最佳实际 谁跟你说的 本尊只有一把武器 莫悠然淡淡道 随着莫悠然的话音落下 色无把形色各异的宝剑 便被他从系统空间内取了出来 直到他使用了混元九斩后 他才真正地了解到了 混元九斩的恐怖之处 在神阶剑法面前 哪怕是天阶高级的宝剑 都无法承受得住 那神阶剑法所释放而出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 在他灰砍出去一剑后 他手中的宝剑会直接碎裂的原因 不过 莫悠然倒是不在意这些 毕竟 他系统空间内最不缺的 就是天阶级别的宝剑 对于莫悠然来说 这种级别的宝剑 就跟餐桌上的牙签似的 用完就扔就可以了 自己根本就不缺这样的玩意 见莫悠然又拿出了五把宝剑 在场的众人当场就傻了眼 我去 不是吧 居然还有那么多 众人皆是赶忙赶支起了 那五把宝剑的品贴 但毫无例外的是 那五把宝剑 同样都是他们看不透品贴的存在 直到这时 众人才意识到 原来前辈刚刚说出的那番话 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别人家的修炼者 拿着的宝剑 都是当做装备使用 可前辈倒好 他老人家直接把这玩意 当消耗品使用 这特么谁能顶得住 你可能是本尊见过的人中 最急着送死的一个了 手持着五把宝剑的莫悠然 但笑着看向了 朝着他俯冲而来的雷安福 雷安福剑壮 差点被吓得没稳住气息 一头栽到地面上去 这个年轻人 是怎么搞来那么多 这种级别的宝剑 难不成 刚刚的那道 差点要了他小命的剑气 只不过是对方随手施展出来的 而接下来他要面对的 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雷安福的心中顿感不妙 他赶忙掉转着身姿 准备从这里逃离出去 但只可惜 他逃窜的速度再快 也抵不过那神阶剑法的无上剑气 只见莫悠然随便挑选了一把宝剑 紧接着便再次施展了一次混元九斩 泰玄斩星绝 莫悠然在心中爆喝了一声 第二次施展这一招 莫悠然明显是得心应手了许多 随着体内万倍之多的灵力 涌入那把宝剑 一道更为狭长的剑气 便瞬间被他从手中的宝剑中甩了出去 此时的那道剑气 不再是刺眼的银白色 而是直接变换为了耀眼金色 仅是眨眼间 那道金色的剑气 便已盖过了圣宗蒙分舵的整座庭院 化为了一道数千米长的恐怖剑影 在那道恐怖的剑影之下 仿佛这一剑挥出 便可斩尽世间日月星辰 面对那数千米的金色剑气 圣宗蒙的众人彻底瘫软在了地上 若是刚刚对方使出的那道剑气 他们还能来得及躲闪的话 那么如今的这道剑气 他们就连半点躲闪的余力都没有了 金色的剑气滑破长空 入夜的深空已被照亮了半边天 剑斩之处 寸草不生 此乃神接剑法 伴随着那道金色的剑气射向远方 天空之上圣宗蒙众人的身影 便彻底消失了 莫悠然将手中已经碎裂的宝剑再次丢掉 随后又将剩余的四把宝剑 丢回了系统空间 这家伙 当真是大成静的强者 莫悠然心中暗道 他感觉很不尽兴 他们同样都是大成静的修为 可对方却连他的一剑都扛不住 还枉费了 他从系统空间中多拿了几把宝剑出来 早知道对方那么弱 他就不拿那么多剑出来了 将圣宗蒙末宇舟分舵的人灭掉后 莫悠然便取出了一张传送符 将自己传送到了废墟之中 可还没等他刚站稳脚跟 废墟之中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 前辈威吾 废墟内的众人齐声道 众人的脸庞上 毫无例外地都表露着心中的激动 直到他们看到这位前辈出手 他们才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竟还有这般强大的存在 这位前辈的强大 跟他们相比 简直就不是一个次元的存在 实在是太强了 屁大点事 别瞎嚷嚷 莫悠然美好气道 每次他当着其他人的面出手 等他回来后 其他人就必定会对他的耳膜 发动魔法攻击 我说你们喊就喊吧 你们还调动着灵力 喊是几个意思 你们刚刚不都是 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吗 怎么现在就忽然变得那么精神了 莫悠然感觉 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地被人坑了 嘿嘿 前辈 您实在是太强了 晚辈们都是下意识的 就 陈武博赶忙陪着笑脸 跑到莫悠然的身旁解释道 莫悠然文言 也只能无奈地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知道了 而就在这时 云龙殿店主也赶忙迎了过来 看样子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是有点多余了 现在看来 反倒是我们给前辈宁添了麻烦 云龙殿 殿主满脸苦笑道 但凡是个名眼人都能看出 以这位前辈的实力 这位前辈抬手间 便就能毁掉圣宗能的一个分舵 而他们 却足足与圣宗能的长洲分舵 熬战了半天时间 才勉强将圣宗能的长洲分舵拿下 若是这位前辈想要出手的话 这位前辈早就把圣宗能给灭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位前辈肯定是察觉到 他们遇到了危险 所以才特意赶来救他们的 因此 在见识到了这位前辈的实力后 云龙殿殿主的心中 顿时就对这位前辈充满了歉意 本尊许久没有外出了 倒不嫌麻烦 莫悠然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其实 他就只是想当个闲鱼 压根就没有要统治五洲大陆的意思 如果不是圣宗蒙整天想着 要跟他们好天宗动手的话 他才懒得去管圣宗蒙 处理完圣宗蒙的墨宇洲分舵后 莫悠然感觉圣宗蒙那边 应该会消停一段时间了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却在莫悠然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所在宗蒙 成功剿灭圣宗蒙墨宇洲分舵 检测到墨宇洲境内五掌权宗蒙 请宿主即时在墨宇洲内建立分舵 检测到宿主所在宗蒙 在五洲大陆境内得到半数统治权 系统发布主线任务 请宿主在三十天内 夺得五洲大陆绝对统治权 任务奖励 神阶至宝 天地斩引剑 失败惩罚 宿主获得报衣体制 住 报衣体制 宿主实力翻倍 但穿戴的所有衣物会瞬间爆炸 瞬间爆炸你妹啊 莫悠然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 差点被气得直接骂出声来 老子好不容易能休息几天 你这时候 给我派发主线任务 是几个意思 话说报衣体制是什么鬼啊 要不要那么狗啊 老子要是天天报衣 老子门下的人该怎么看我 嗨嗨 虽然实力翻倍好像挺强的 想到这 莫悠然又赶忙摇了摇头 呸呸呸 我在想什么呢 老子可是正经修士啊 沃云州 圣宗蒙总舵 总舵主殿内 圣宗蒙盟主穆天成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随着放置在他身边的酒煤 地界临时失去光泽 他的境界 已然稳固在了大城境巅峰 长洲分舵那边有没有传来新的密函 就在这时 穆天成缓缓转过头 向坐在他身旁 为他护法的大长老石玉山问道 石玉山文言刚忙拱了拱手 随后如实禀报道 回盟主的话 长洲分舵那边暂时还没有新的情况汇报 根据墨宇州分舵那边传来的情报 咱们墨宇州分舵 昨天晚上便已经抵达了长洲 浩天宗那边恐怕是听到了风声 至今还没有新的动作 现在的长洲境内 有咱们圣宗蒙两大分舵坐镇 想必那浩天宗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吧 石玉山跟穆天成 讲述了一下长洲境内的情况 好在几天前 他们就收到了长洲分舵内 发出的求救密函 只不过当时的穆天成 刚好在突破的关键阶段 来不及应付这件事 因此 穆天成便吩咐了他们的墨宇州分舵 先去赶往长洲 而如今 穆天成的修为 也成功突破到了大城境巅峰 他们也是时候 该跟浩天宗清算一下这笔账网 嗯 不错 还好娇阳凯那小子汇报得及时 不然还真让那个浩天宗给算计了 穆天成说着 便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石长老 你下去吩咐一声 咱们现在就立即奔往长洲 王主大人 您难道不需要先敬仰一段时间吗 石玉山忧心冲冲道 要知道 他们圣宗盟的盟主 在几个月前 还是渡劫期巅峰的修为 只因渡劫失败 这才落得了境界跌落的结果 尽管大城境巅峰的修为 在五州大陆内 已是食物链顶端的存在了 但对付那个突然崛起的浩天宗 还是要采取最稳妥的办法为好 怎么 你觉得 本尊不是那个浩天宗的对手 穆天成不悦道 属下绝无此意 石玉山闻言 顿时慌了神 随后赶忙开口解释道 盟主大人您看 那个浩天宗直到现在 只透露出了 要攻入长州的风声 却始终还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属下觉得 盟主大人 您完全可以等到浩天宗动手后 再赶往长州也不迟 石玉山说出的这番话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身为圣宗盟总舵的大长老 他对各个分舵内的情况 都了如指掌 但是在他们圣宗盟的长州分舵内 就足有两名合体静的强者 以及娇元凯一名大成静的强者 而他们圣宗盟的墨宇州分舵 几乎有着与长州分舵等同的战力 也就是说 即便是那个浩天宗攻入长州 但是他们两个分舵的力量加在一起 就足以对付那个浩天宗了 即便是这两大分舵不敌浩天宗 这两大分舵也足以给他们总舵 争取足够多的时间 总之无论如何 那个浩天宗 都不可能是他们圣宗盟的对手的 听到了石玉山的这番解释 慕天成这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他得知到龙峰州沦陷的消息后 他的确是有些乱了分寸 可归根结底地说 那个浩天宗也才不过是个刚刚崛起的宗盟 不管那个浩天宗有多强 也不可能跟他们圣宗盟几万年的底蕴 相提并论吧 想到这 慕天成便无奈地摆了摆手 既然如此 长州那边的事情便由你全权抄手吧 慕天成准备将这件事 暂时交给石玉山处理 他刚好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继续朝着杜劫期突破 然而 正当慕天成刚刚敲定下这件事的时候 只听砰的一声 主殿的大门却被人猛地撞开了 在慕天成和石玉山震惊的目光之中 两名长州分舵的长老却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这是长州分舵的七长老和九长老 他们跑过来作善 石玉山微皱着眉头 小声嘟囔着 显然 这两名长老出现在了他们不该出现的位置 要知道 如今的长州分舵内还正缺人手吗 虽然这两名长老的实力只是摸到了练须境的门槛 但放在宗门之中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了 可是现在 这两名长老好端端地步守在长州境内 跑来他们总多干什么 真是焦远凯带出来的好部下呀 慕天成用反朝的语气说道 石玉山闻言 这才意识到了这两名长老的闯入 引起了他们盟主的不悦 于是 石玉山便赶忙朝着那两名长老怒斥道 放肆 不看看 这里是什么地方 焦远凯平日里都不管教你们的吗 石玉山说罢便上前了一步 大城境中期的恐怖气息骤然释放 闯入主殿内的长州分舵的七长老和九长老 感知到了那恐怖的气息后 赶忙停下了脚步 只不过 此时的他们却并没有要离开主殿的意思 只见那两名长老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 随后便赶忙朝着慕天成汇报道 盟主大人 大事不好了 长州分舵 长州分舵已经 两名长老说着说着便哽咽了起来 慕天成和石玉山文言 瞬间在心中暗自倒吸了口凉气 他们的心头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快说 长州分舵怎么了 慕天成大声吼道 这次终究是该轮到他着急了 前来报信的七长老和九长老文生皆是被吓得打了个机灵 微微缓和了片刻后 长州分舵的七长老这才颤颤微微地开口道 长州分舵已经被号天宗攻占 长州 长州沦陷了 什么 慕天成文言顿时瞪大了眼睛 此时 站在慕天成身旁的石玉山也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开什么玩笑 慕天成分舵的支援不是早应该抵达长州了吗 长州怎么可能会沦陷 石玉山当场也急了 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 无非是个晴天霹雳 明明三天前 长州那边才刚发来了救援的密函 而昨天晚上 墨宇州分舵那边也刚传来了抵达长州的消息 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 他们却得知了长州分舵被攻占的消息 石玉山不提到墨宇州分舵还好 当他将这几个字说出口时 前来报信的七长老和九长老便将投递得更深了 石玉山见对方居然还有事情没有禀报 他顿时当场怒喝道 还有什么消息没说 赶快说出来 此时的石玉山 甚至都不敢看站在他身旁的慕天成的面色 他能够想象得到 他们的盟主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那震怒的表情 长州分舵的七长老闻言 不敢再继续汇报下去了 于是他便下意识地看向了站在了他身旁的九长老 九长老见状顿时面露出了难堪之色 不过他终究还是将后面的话说了出来 石长老就是那个九长老支支污了好半天 却始终没有透露出半点有用的情报 这可把沐天成和石玉山急坏了 然而 正当沐天成彻底绷不住 准备发火的时候 九长老的声音却又再次响起 墨宇州分舵 在昨天晚上也已经全军覆没了 什么 石玉山文言 只感觉脑袋一阵发猛 下意识地变朝后亮枪了几步 如果说 长州分舵的沦陷 可以解释为 长州分舵受到了浩天宗的奇袭的话 那么 墨宇州分舵的覆灭 又该何如解释 他们圣宗蒙两大分舵的强者加在一起 少说也有两名大成镜的强者 和四名合体静的强者 而炼须静和化神静级别的长老弟子 更是数不胜数 这般的阵势 放在五州大陆内 足以踏平五州大陆内的任何角落 可是到如今 他们却从长州分舵的两名长老的口中 得知了这两大分舵 都已经灭亡的消息 这换作是谁 谁听到了不发猛 还是那个浩天宗干呢 就在这时 一直阴沉着脸的沐天成发话了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不难发现 此时的沐天成的指尖 都已经被弃得深深地陷入到了掌心之中 长州分舵的七长老和九长老互失了一眼 这才整齐地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 被郊元凯派出去看守长州平原 他们回到宗门的时间比较晚的话 他们恐怕也会惨死在宗门之内了 好一个浩天宗 没想到 居然都敢跑到盛宗门的头顶上撒野了 沐天成猛一跺脚 大城进巅峰的恐怖威压 骤然释放 当初浩天宗攻占龙峰州的时候 他刚好杜劫失败境界跌落 没有十足地把握去跟对方算账 而如今 那个浩天宗占领了龙峰州后 居然还不满足 甚至将爪牙伸向了他们圣宗门的其他奋斗 如果现在 他再不出手的话 他们圣宗门 岂不是要被那个浩天宗当软柿子捏了 盟主大人息怒 盟主大人息怒 石玉山见沐天成 马上就快要失去理智了 他赶忙准备上前将沐天成拦下 可还没等石玉山的前脚刚刚迈出去 一道恐怖的气浪 却瞬间将他先飞了出去 息怒 这浩天宗欺人太甚 你让本尊息怒 沐天成终于是绷不住了 武州大陆的五个部州 浩天宗已经攻占下来了三个 他们圣宗门统御武州大陆数万年 何时出现过这种情况 如果他现在再不出手的话 武州大陆怕不是都要一主了 盟主大人 您先听属下讲一句 石玉山连滚带爬的 从地上站了起来 身为大长老的他 太懂沐天成的性格了 若是他现在不将沐天成拦住 沐天成极有可能会直接单枪匹马地 冲进浩天宗的底盘 盟主大人 或许咱们真的该证实一下那个浩天宗了 您看 咱们圣宗门的龙峰州分舵 长州分舵 墨宇州分舵 都已经被那个浩天宗攻占了 而且 他们攻占的速度极快 不论咱们派出去多少人 他们都能在一天的时间内 将我们击败 如果属下没有猜错的话 那浩天宗内 必定有高人作证 若是咱们直接选择反击的话 咱们恐怕也石余山的话说到一半 便不敢继续向下说下去了 沐天成文言 不禁冷哼了一声 你是想说 如果咱们现在攻过去的话 咱们也会被那浩天宗给灭了 这石余山本是不打算承认这件事情的 但一想到这是 关着他们圣宗盟的存亡 他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沐天成望着这位 跟随了他上万年的大长老 那副点着头的样子 他的双眸之中 忽然间却变得不带有一丝的感情了 石余山 这一万多年辛苦你了 沐天成忽然语气平淡道 不过从此以后 圣宗盟便与你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你走吧 沐天成说罢 便直接转过了身去 不再搭理对方了 盟主大人 您这又是何必呢 石余山望着沐天成那孤高的背影 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的心里非常清楚 即便拥有着巅峰实力的沐天成 都不可能同时抗住那两大奋斗的围攻 只因他们从一开始 就低估了那浩天宗的实力 现在的圣宗盟 几乎已经算是大势已去了 即便是现在沐天成亲自出面 恐怕也对那个浩天宗 造成不了多少影响 石余山想不明白 他们的盟主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还如此的固执己见 滚吧 别让本尊再看到你 沐天成大手一挥 显然是在赶人走了 对这个跟随了他上万年的唯一心腹 他却在关键时期将其赶走了 石余山微微抬起了手 想要劝说对方两句 但看着那决绝的背影 此时的他终究是将举起的手放了下去 随后便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武洲大陆的北部飞去 沐天成感知着石余山那渐渐远去的气息 这才在心中微微地松了口气 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敢确定 自己是否是那浩天宗的对手 为了能让他们圣宗盟不被那浩天宗彻底剿灭 他只能选择先将石余山赶走了 想必用不了多久 石余山便能意会得出他的心思了 稍微整理了下思绪后 沐天成便朝着长州分舵的七长老和九长老下领导 浩天宗的主要战力 现在必定都集结在了长州境内 传本尊法令 集结全部总舵长老及弟子 准备反攻龙丰州 长州连起山 浩天宗分舵 分舵主殿内 随着数十道金光亮起 莫悠然便带着分舵的众人 以及宁幽宫的众人 返回了长州分舵 因为在莫悠然抵达圣宗盟长州分舵前 陈武伯已经带着众人 将圣宗盟的物资都搜刮完了 所以 众人也没有在圣宗盟分舵那边逗留太长时间 小陈 从今以后 长州内的事情 本尊便全全交给你负责了 莫悠然微微侧过头 对陈武伯说道 对于管理周遇这种事情 莫悠然肯定是不会亲自负责的 莫悠然表示自己非常相信陈武伯的办事能力 当然了 他绝对不是因为懒得去管 才把这件事 甩手给陈武伯的 前辈 如此大任 晚辈恐怕难以承接啊 陈武伯忧心忡忡道 圣宗盟长州分舵 被他们浩天宗灭了之后 长州境内 自然是不能少了管理周遇的宗盟的 而他们老祖说出的这番话的意思 可不就是想让他接受管理整个长州吗 放心吧 除了事有本尊单长 你放手去干就行 莫悠然云淡风轻道 话音落下 莫悠然的目光 便随即落在了云龙殿殿主 以及木萧盈的身上 你们两个应该没有意见吧 莫悠然缓缓问道 前辈 您真是开玩笑了 晚辈怎可能有意见 云龙殿殿主笑着 朝着莫悠然拱了拱手 木萧盈文言 也赶忙点了点头 这位前辈的强大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连那圣宗蒙莫宇周分舵的舵主 都被这位前辈 一箭斩杀了 他们这样的小喽啰 又怎敢违背这位前辈的意思 更何况 若不是这位前辈出手及时的话 他们恐怕早就惨死在 圣宗蒙长州分舵之内了 他们不敢有任何怨言 也不可能有丝毫的怨言 莫悠然见着 另外两大宗门的宗主 都没有任何意见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今的长州境内 另外的两大宗门 都已经承认了 他们浩天宗接管长州的这件事 想必过不了多久 这件事就会被 长州内的各大宗门知晓 有了云龙殿和宁幽宫带头 长州境内的大多数宗门 应该很快就能接受 他们浩天宗的管辖了 陈武伯见他们老祖 执意让他接管长州 此时的他 也不敢有任何的意义了 只见他朝着莫悠然败了败 随后道 多谢前辈信任 晚辈必将打理好长州 陈武伯的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他们老祖 如今赐给他的地位 就相当于 元圣宗蒙长州分舵舵主的身份 这样的身份 换做事以前 他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交代完长州内的事情后 莫悠然便朝着陈武伯挥了挥手 安排陈武伯下去了 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见陈武伯离开了 也纷纷朝着莫悠然拱了拱手 准备离开这里 至于向这位前辈讨要机缘的事情 他们就不敢多想了 即便是他们不跟陈武伯联合 以这位前辈的实力 这位前辈 也能分分钟灭了圣宗盟的长州分舵 因此 他们认为他们昨天做的事情 都只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 他们又怎敢向这位前辈讨要机缘 随后 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便转过了身 准备返回宗门 可就在这时 莫悠然那清亮的声音 却又再次响起 你们两个先等一下 本尊还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闻言 顿时停下了脚步 他们赶忙转过了身 不知道这位前辈 要安排他们做什么 只见莫悠然在系统空间内摸索了一阵 随后两本厚重的功法 便被他从系统空间内取了出来 这两本天阶高级功法 是对你们的犒劳 没有你们的帮助 那圣宗蒙长州分舵 也不可能那么快被攻占 你们各自挑一本 拿回去修炼吧 莫悠然说着 便将那两本天阶高级功法 朝着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递了过去 天 天阶高级 云龙殿店主震惊道 望着莫悠然手中拿着的厚重功法 云龙殿店主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嗯 天阶高级 莫悠然点头重复道 对于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那震惊的表情 莫悠然的心中 其实早有预料 五州大陆内 修炼资源匮乏 哪怕是云龙殿这样的二品宗门 宗门内都不可能有天阶级别的法宝存在 而他的系统空间内 品阶最低的功法 也才是天阶高级的 从今天开始 长州就要归属于他们浩天宗管辖了 对于这长州境内的另外两大宗门 莫悠然肯定是要给他们一点好处的 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闻言顿时就慌了神 前辈 这也太贵重了 晚辈恐怕承担不起啊 云龙殿店主赶忙摆手推托道 尽管他也非常渴望得到这位前辈赐予的机缘 但这种级别的功法 显然不是他这样的后辈能够接受的 沐霄迎闻言也赶忙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是啊前辈 晚辈们能为前辈做事 已经非常荣幸了 晚辈们怎能接受您如此贵重的东西 沐霄迎也不敢贸然接受这位前辈的好意 要知道 他掌管的宁幽宫内品阶最高的功法 才不过是地阶中级 而这位前辈 一开口就要送给他们天阶高级的功法 这两者之间的跨度 未免也太大了点吧 莫悠然看着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 那副谨慎的样子 不禁觉得有点好笑 拥有着神阶功法和神阶剑法的他 从来都不觉得天阶功法是什么稀罕货 不过见云龙殿店主和沐霄迎如此的不上套 莫悠然也只能缓缓开口道 放心 东西是不会白给你们的 若是以后长州境内出了麻烦 本尊还需要你们出手帮忙 莫悠然表示 自己还是懂得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的 就比如说昨天 如果不是系统提示他 他们浩天宗攻占了圣宗龙的长州分舵的话 他恐怕都不会赶到长州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长州分舵以及宁幽宫和云龙殿 都会被那圣宗龙的墨宇州分舵剿灭 所以 等他们浩天宗日后接管了长州 这两大宗门的力量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随后 莫悠然的目光便缓缓地落在了云龙殿店主的身上 如果本尊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叫云长生对吧 云龙殿店主文言赶忙点头答应道 是的前辈 有件事 本尊倒是还想争取一下你的意见 墨悠然顿了顿 随后继续道 你有没有兴趣帮本尊接管一下墨宇州 接管墨宇州 云龙殿店主文言顿时就愣住了 晚辈不是很明白 还请前辈细说 云龙殿店主赶忙回应道 显然 他根本就没有意会出墨悠然说出的这句话的意思 目前圣宗蒙墨宇州分舵的全部力量 都已经陨落在长州了吧 墨悠然缓缓道 云龙殿店主文言不禁点了点头 的确 就冲着昨天圣宗蒙墨宇州分舵拍到长州的人数 他就能看出 圣宗蒙墨宇州分舵那边几乎是倾尽了整个宗蒙的力量 赶往了长州 只不过 这圣宗蒙的确是惹到了不该招惹的存在 终究是落得了陨落在长州境内的下场 墨宇州那边 现在可以说 已经完全脱离了圣宗蒙的管辖范围 随后 墨悠然便继续道 所以本尊想借此机会占领墨宇州 你有没有兴趣 成为我们浩天宗墨宇州分舵的舵主 墨悠然说罢 便看向了云龙殿店主 对于云龙殿店主 墨悠然倒是还挺放心的 就冲着陈武伯与对方的关系 他便能大概地猜出 这个人是信得过的 眼下他们浩天宗内 实在没有那么多的人 继续组建新的分舵了 所以 他便打算将整个墨宇州 交给这个云长生打理 云龙殿店主 听到墨悠然的安排 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云长生何德何能 能在这位前辈的手中 讨得一整片周域的管理权 陈武伯负责管辖长州的这件事 他倒是能理解 毕竟人家陈武伯 早就跟随了这位前辈 可是他云长生 才跟这位前辈 认识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这位前辈 居然直接就决定 将整个墨宇州 都交给他去管辖 这足以看得出 这位前辈对他的信任 回前辈的话 晚辈自然是愿意 为前辈效劳的 云龙殿店主赶忙回应道 只不过 这件事 晚辈可能要回宗门内 与其他长老商量一下 不知前辈能否等晚辈几日 云龙殿店主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 他虽然是云龙殿的店主 但云龙殿 却又并非是他一个人的 他坐在云龙殿店主的 这个位置上 才不过几百年的时间 而他们宗门内长老 有的却是建宗之后 就成为长老的元老级人物 一旦他答应下了这件事 就意味着他们云龙殿 成为了浩天宗的附属宗门 这样的大事 他肯定还是要回到宗门内 与其他的几名长老商量一下的 嗯 不着急 你回去处理便是 莫幽然自然也知道 宗门内的这些条条框框 当初林飞一答应 成为他们浩天宗分舵之前 也是先返回的宗门 与其他长老商量过后 才答应的 反正系统给他发布的 统一五周大陆的任务 还有三十天的时间 就这几天的时间 他倒是可以等的 云龙殿店主文言 顿时喜上眉梢 莫幽然也没有跟对方多说些什么 直接便将手中的两本天阶高级功法 送给了云龙殿店主以及木萧盈 这回云龙殿店主和木萧盈 总算是没有客气 从莫幽然的手中 郑重地接过了那两本天阶高级功法 只不过 这时候 反倒是木萧盈 羡慕起了云龙殿店主 如果他们宁幽宫的实力再强些的话 或许这位前辈 就会安排他们宁幽宫 帮忙接管墨宇州了 莫幽然望着木萧盈那羡慕的神色 此时却并没有多说些什么 毕竟 五州大陆共有五个州域 单靠他们浩天宗现在宗门内的人数 肯定是管理不来全部的州域的 等到他们浩天宗将五州大陆拿下之后 他也不是不能考虑 让木萧盈帮忙管理一个州域 稍加寒暄了几句后 云龙殿店主和木萧盈 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莫幽然间时间也不早了 也随即掏出了张传送福 返回了总舵 此时月龙山谷内 还是如往常般寄计 众弟子都在阁楼内修炼 叫人的双龙阁学习炼药 莫幽然的境界才刚突破至大城镜中期 此时的他闲着也没什么事做 于是便直接动身前往双龙阁 他打算过去围观一下 顺便看看自己能不能偷学点炼药的技巧 随着双龙阁内一道金光的显现 莫幽然的身影瞬间出现于此 可还没等莫幽然刚站住脚跟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却在他耳畔边炸响 哄 浓浓的黑烟瞬间充斥在了整座双龙阁内 刚突破至大城镜中期的他 感知能力又提升了数倍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巨响 莫幽然感觉自己的耳朵差点没被震聋 我去 你们到底是在炼药 还是在研究生化武器 看着眼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烟 莫幽然感觉自己都快喘不过来气了 只见他微微抬起了右手中指 神阶功法驯风便瞬间发动 随着一道钢风在双龙阁内吹过 双龙阁内的浓烟便瞬间消散了 此时的双龙阁内 朴不成和广元道人都以抱头的姿势 蜷缩在药顶的后面 浑然没有察觉到莫悠然的到来 直到双龙阁内的浓烟消散后 广元道人这才站起了身来 不成 你这样 练得不对劲啊 广元道人干咳了几声 显然他也被刚刚的浓烟呛到了 广元长老 弟子是不是没有成为炼药师的天赋啊 朴不成灰头土脸的站起了身来 如果不是广元道人提前察觉到了异样 提前将他拉到了药顶后面的话 他若是一直站在药顶前面 他肯定会被那股爆炸力量崩飞出去的 嗨嗨 刚开始学习炼药 的确有可能出现意外 你要注意控制好火候 咱们再试一次 对于教导徒弟这件事 广元道人倒表现得挺有耐心的 可还没等他刚抬起头 他却猛然注意到了一道身影 此时正站在那口发生爆炸的药顶的正前方 只不过那道身影似乎是正面迎在了那爆炸的正前方 此时的那道身影 甚至都被熏黑的 完全看不出来是谁了 比朴不成还要黑 广元道人还以为是其他弟子过来找他 刚好遭受了爆炸的波及 于是他赶忙上前准备查看对方的伤势 然而 就在这时 那被熏黑的脸颊上 此时却嘴唇张开 露出了一副整齐的牙齿 你们可真是给本尊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莫悠然美好气道 劳资特么的招谁惹谁了 我就想过来蹭个课 你们还想把我给包破了咋地 莫悠然的心里憋屈的一批 广元道人和朴不成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 先是一愣 随后面露惊恐之色的瞪大了眼睛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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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直到这时 广元道人才意识到 那被爆炸波及的人 哪是什么门下的弟子 这分明就是他们家的老祖啊 广元道人的心 顿时都凉了半截 随后 他赶忙拉着朴不成 跪拜在了莫悠然的面前 对不起前辈 晚辈真不是故意的 晚辈也没曾想过 您老人家今天会来这里 广元道人拼了命地解释道 因为他的教导失误 他差点伤到了他们家的老祖 如果这件事解释不清楚的话 他们老祖肯定要拿他开涮了 刚刚那顶的丹药 是谁炼制的 莫悠然不怒自威道 还好他送给广元道人的药顶 是天阶高级的 并没有砸碎成瓦片 如果那要顶品阶稍微低一点的话 他说不准就得隐恨西北了 广元道人和朴不成 听到他们老祖要追责了 结实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随后 朴不成颤颤巍巍地抬起了一只手 如实禀报道 回老祖的话 是弟子炼制的 莫悠然闻言 差点没被气得背过气去 朴不成啊朴不成 果然是你啊 你平时坑走我几枚复活时也就算了 你怎么学习个炼药 都想给我整个大义灭亲啊 话说回来 朴不成这小子 真的有炼药天赋吗 随后 莫悠然的目光 便缓缓落在了广元道人的身上 广元道人注意到了他们老祖的目光 只能认错般地低下了头 没办法 炼药的这种事 是他交给朴不成的 眼下 朴不成出了差错 还险些伤到他们老祖 身为师父的他 自然是要被他们老祖追责的 莫悠然望着广元道人 那副认错的样子 心中顿时一阵无语 广元啊广元 你迟早有一天得被朴不成给带坏 刚来到双龙阁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已然没有了学习炼药的心情 此时的他 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么样找个理由 把朴不成这小子给安排了 虽然他们浩天宗内 已经有了复活神坛 但他白给出去的那几枚复活时 他肯定是忘不了的 莫悠然的思绪 飞速跳动着 可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却忽然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叮 检测到灵州七艘 已驶入龙峰州境内 宗门建筑子舞塔 已开启自动攻击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 莫悠然的眼前 随即出现了一串数字 那串数字 每过一秒 都会跳动几个数 仅是几细间的功夫 其数值便已经超过了三位数 莫悠然看着眼前跳动的数值 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是吧 我才刚回来 龙峰州内就出师了 要知道 紫舞塔这个宗门建筑 只有再有对他们 浩天宗有敌意的人 进入到他们 浩天宗的领地内后 才会自动开启 难道说 有人想要攻入龙峰州 莫悠然的心中 微微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根据系统的提示 进入到龙峰州境内的人 是驾驶着灵州过来的 而灵州这种奢侈品 却又并非是寻常宗门 能够购买得起的 对方一次性就派出了七艘灵州 这来头可不算小啊 瞥了眼依旧跪在地上的朴不成 和广远道人 莫悠然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也算得上 是个分得轻缓及轻重的人 如今 有人试图进入龙峰州 对他们浩天宗不利 他也只能先将今天的事情放一放了 你们两个都起来吧 莫悠然的眉头未曾舒展 随后继续道 通知宗门内的所有人 半刻钟后 庭院内集合 莫悠然撂下了这句话后 便随即化为了一道金光 消失在了原地 广远道人和朴不成望着双龙阁内 那尚未完全消失的金色光芒 顿时就傻了眼 完了 老祖他老人家 是真的生气了 广远道人和朴不成 联想着他们 老祖那生气的表情 心中是无比的绝望 他们老祖何时生气的时候 皱过眉头 通知宗门内的所有人 到庭院内集合 难道老祖他老人家 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责罚他们 想到这 朴不成差点的肠子 都快要毁清了 对不起 广远长老 是弟子拖累了您 朴不成跟广远道人道歉道 如果不是他想成为炼药师的话 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这种事了 他被他们老祖都责罚惯了 可广远道人 毕竟是他们浩天宗的炼丹长老 如果他们老祖 当着众弟子的面 责罚广远道人的话 那广远道人 还有什么脸面 在浩天宗里混下去 唉 许久没有带过徒弟了 或许是本长老真的老了 广远道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感觉是自己没有教导好谱不成 才导致了今天的这种事发生 眼下 不过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他们就只能等候着他们老祖的责罚了 广远长老 要不弟子先去一趟老祖那边 跟老祖他老人家商量一下 将这件事的过错 都归结到弟子的头上吧 朴不成做出了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广远道人文言 只是苦笑了一声 老祖他老人家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觉得这件事有商量的余地吗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朴不成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总之无论如何 他都不希望他们的老祖 当着众人的面 责罚广远道人 本长老有个办法 或许能平息他老人家的怒火 就在这时 广远道人像是想起了什么 随后便趴在朴不成的耳边 遗语了一阵 朴不成文言 不禁微微睁大了眼睛 这办法可行吗 朴不成不确定道 放心吧 这里面是有典故的 前辈他老人家的心也是肉掌的 肯定是有用的 广远道人斩钉截铁道 见广远道人如此肯定 瞟不成这才郑重地点了点头 好 就按长老名说的做 与此同时 坠日阁内 莫悠然从系统空间内 取出了一盆天阶洗髓液 随便地洗了几八脸 没办法 因为刚刚的爆炸 他的脸都被烟尘熏黑了 稍后 他还得告知门下的众人 准备迎战外敌的事情 如果他黑着一张牢脸跑出去的话 他这人设崩的 可就没得洗了 稍微整理了下思绪后 莫悠然便盘腿坐下 直接运转起了神眼诀 对于这种已发生的事情 他完全可以使用神眼诀 窥探龙峰洲边界处的景象 随着神眼诀功法的运转 龙峰洲边界处的景象 便随即映入了他的脑海 只见在辽阔的长洲平原上空 七艘如遮天蔽日之势的灵州 正朝着龙峰洲境内栩栩驶来 那七艘灵州 规模并不次于他们好天宗的灵州 更重要的是 那七艘灵州都是以银白色的木料制成 且声势浩大 每艘灵州的船帆上 都印刻着圣宗盟的圣字 毫无疑问 这些灵州都是圣宗盟派来的 怎么又是这个圣宗盟 莫悠然的心里微微有些不愿 明明圣宗盟的三个分舵 都因为想对他们好天宗动手 而被他们好天宗给灭了 可这个圣宗盟却偏偏不知悔改 居然又想对他们好天宗动手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我不用出门 就能把系统任务给完成了 莫悠然自言自语道 龙峰洲边界处的天空上 不时的有镜百道的赤红色的灵波闪过 莫悠然知道 那是紫武塔发动的自动攻击 莫悠然细细地感知了一下 那镜百道的灵波 所裹挟着的灵力 都是相当惊人的 练须境之下的修饰 在紫武塔的自动索敌的攻击下 就没有招架的余力 等到圣宗盟的灵州开到月龙山谷 恐怕他们剩下的人也没有多少了 看过了龙峰洲边界处的景象后 莫悠然便直接掐断了神眼诀 这圣宗盟放着好日子不过 却偏偏想对他们好天宗动手 而这次 圣宗盟却直接想攻入他们好天宗所在的月龙山谷 此时的莫悠然 甚至都已经想到 那圣宗盟自讨苦吃的样子了 等会就把这件事 交给门下的人去做吧 老子培养了他们那么久 他们应该能对付圣宗盟了吧 莫悠然的心中是这样想的 如果每次遇到麻烦 都需要他这个老祖出手的话 那他培养的这些弟子 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反正莫悠然也不用担心 自己门下的人会出事 如果有强者出现的话 还有小白和莫语帆 这两个先帝级别的强者顶着 即便是他门下的人陨落 他们宗门内 还有复活神坛能将其复活 有人赶来他们好天宗的地盘惹事 这不就是纯诚的找虐吗 莫悠然缓缓地伸了个懒腰 脸上的阴霾瞬间消散了 这回总算是轮到 他当一次观战者了 与此同时 龙峰州与长州边界 圣宗盟的七艘灵州上 所有的圣宗盟弟子 都在提心吊胆着 镇守在各大灵州上的众长老 也是满脸警惕地 望着南方的天空 因为 他们都不知道那诡异的攻击 什么时候还会向他们袭来 盟主大人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就想夺回龙峰州了 灵州甲板上 有的弟子趁着看守灵州的长老没注意 偷偷一语着 这件事 你还没有听说 前天晚上 咱们圣宗盟的长州分舵 和墨宇州分舵 都沦陷了 什么 还有这种事 据说 攻占了那两大分舵的势力 就是几个月前 攻占了龙峰州的浩天宗 对对对 而且我还听说 盟主大人还因为这件事发了火 只因大长老说错了话 就把大长老逐出圣宗盟了 啊 不会吧 甲板上的弟子议论纷纷 大概地了解了整件事的全过程 如今 他们的盟主没有选择夺回长州和墨宇州 正是因为他们盟主认为 浩天宗刚拿下这两大州域 所以赌定了龙峰州内浩天宗防御空虚 因此 他们才被他们的盟主带着连夜赶往龙峰州 只不过 就连他们的盟主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龙峰州内的防御 似乎并没有因为浩天宗攻入长州而遭到衰减 就冲着那天边时不时暴逝而来的赤红色灵波 他们便能看出 那浩天宗并非是没有防备的 前面又来了 快注意躲避 就在这时 站在桅杆顶部观察敌情的弟子突然大声喊道 随着这道声音的落下 甲板上的圣宗盟总舵的弟子顿时乱作了一团 上轮攻击不是刚过去吗 怎么又来了 啊 我想回家 面对那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暴逝而来的灵波 他们就只有被动躲避的份 圣宗盟总舵 这个只有整个五周大陆中修炼天赋最好的人才能进入的宗门 其门下的弟子不乏有踏足制化神镜的强者 但在那天边急射而来的攻击下 哪怕是化神镜巅峰的强者 都扛不住那猛烈的攻击 面对那上百道的灵波 镇守在船头的总舵中长老 根本就没有将其全部拦下的能力 每次的攻击袭来 甲板上站着的弟子都会折损近百名 随着那上百道灵波在圣宗盟的七艘灵州上轰炸而过 甲板上的总舵弟子又是损伤惨重 而那些灵波就像是挑准了人打似的 只攻击甲板上的人却对灵州没有半点损伤 站在最前方灵州上的穆天城 听着身后频频发出惨叫的众弟子们 他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就连他也未曾想过 那个昊天宗竟还有这般御敌之法 尽管他也试图寻找过那些灵波的来源 但他终究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那些灵波就像是从天边射过来的一样 其精准度简直令人瞠目结实了 都给本尊打起精神 严加防范 穆天城朝着身后的众弟子大吼道 在他们圣宗盟的灵州 驶入龙峰州的那一刻 就决定了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若是在这种时候认怂的话 他们圣宗盟的士气就会大打折扣 即便是等到他们退回窝云州 昊天宗一旦对他们总舵宣战 他们圣宗盟也必将不再是那昊天宗的对手 站在灵州甲板上的圣宗盟众弟子 听到了他们盟主的法令后 也只能乖乖地重新布阵 重新站好 从他们灵州现在所在的地方到月龙山谷 至少还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整整一天的时间 他们都得无时无刻地不去提防 那天边急射而来的诡异攻击 没有人知道 他们能否可以活到明天 此时的他们 只能在心中自求多福了 月龙山谷 昊天宗总舵 坠日阁内 莫悠然估算了下时间 觉得众人应该在庭院内集结完毕了 随后 莫悠然便从系统空间内 取出了张传送符 将自己传送到了庭院之中 在坠日阁内 莫悠然已经想好了说辞 他准备在众人的面前狠狠地装一把 然后再把对付圣宗盟的事情 甩手给宗门内的其他人 只可惜 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却是骨感的 当莫悠然出现在庭院内的瞬间 他便随手使出了张天雷符 在天空之上召唤了一道天雷 轰隆隆 一道惊雷在月龙之巅上乍响 天空一声巨响 老子闪亮登场 莫悠然感觉自己的逼格都拉满了 可是 正当他微微仰起头 准备偷看众人那震惊的表情时 他却愕然发现 此时的庭院之中却连半个人的踪影都没有 我去 不是吧 玩我呢 莫悠然顿时就傻了眼 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庭院 莫悠然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被坑了 明明他都已经交代了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要把宗门内的人都叫出来 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 半个钟的时间都过去了 庭院内却还是空无一人 莫悠然很是不满地扁了别嘴 他甚至怀疑 是广源道人和朴不成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然而 正当莫悠然准备调动灵力 想要将宗门内的所有人叫出来的时候 两道声音 却忽然在他的身后响起 前辈 老祖 发出这两道声音的并不是别人 正是他刚刚交代过 事情的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听到这两道熟悉的声音 莫悠然缓缓地转过了头去 他倒是想问问 这俩人这半刻钟的时间 究竟跑出去干啥了 可是 正当莫悠然的目光 缓缓移至身后时 当他看清了身后的情景后 他差点没被惊得下巴都掉在了地上 你们 在搞什么 莫悠然看着站在他身后的广源道人 和朴不成问道 只见他的身后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正赤裸着上身 跪在他的正后方 而在这两个人的身后 则是披着好几根带刺的荆棘 那几根荆棘 都是月龙之巅上 严寒之地所生长出来的 其锋利程度 足以伤到炼虚境级别的强者 莫悠然望着身后那满身血淋淋的两人 头顶上差点蹦出来三个问号 你们在玩 Cosplay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听到他们老祖的问话 他们下意识地 便将头埋了下去 原因不是为了别的 主要是因为 他们发现 他们今天是 真的把他们老祖给气到了 就从他们老祖过来时 引发的天雷便能看出 他们老祖这次的怒火 甚至都已经引发了天地震怒 其实仔细想想 也不难理解 他们老祖好不容易有空 到宗门内其他人的阁楼内 转一转 可还没等他们 老祖刚抵达双龙阁 他们老祖就被爆炸得 要顶绷了满脸的灰 这种事 搁谁身上 谁都受不了 更何况 被卷到剑室中的 还是他们老祖这样 有着通天修为的老前辈 对不起前辈 数晚被教导无妨 没能尽快地将不成 培养为一名合格的炼药师 广源道人满脸愧疚道 不 老祖 是弟子愚昧 未能吸得广源长老的真传 弟子恳求老祖 这次就责罚弟子一人吧 朴不成郑重道歉道 莫悠然听着这两人的致歉 恍然间这才明白了 这两人是在说的什么事 好家伙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让你们把所有人叫出来 是为了在所有人面前责罚你们 老子又不是变态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莫悠然表示 自己压根就不会用这种办法 惩罚门下的人 顶多 他顶多就把朴不成 丢到了试炼宫殿里面几回 对于宗门内的其他人犯错 他一直都很包容得好不好 说你们两句 那是为了鞭策你们 老子可从未真正地发过火吧 应该是没有的吧 应该是没有的吧 想到这 莫悠然自己都心虚了 不过 看着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那身上血淋淋的样子 饶事他刚刚再怎么生过气 他也不忍心 再多说这两人几句了 你们起来收拾收拾吧 宗门内还有其他人 免得被人说了闲话 莫悠然大手一挥 示意广源道人和朴不成起身 至少他也没有想到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会跟他玩附近请罪这一套 宗门的人都是他手把手带起来的 他肯定不希望自己门下的人 因为这点小事受伤 前辈 您绕过我们了吗 广源道人 依旧跪在地上 没敢起身 他格外地珍惜着 浩天宗炼丹长老的身份 如果没有他们老祖的话 他或许现在还在蹲山沟沟里 抱着地阶的药顶 炼制着廉价的丹药 本尊又并非是小肚鸡肠之人 刚学习炼药 乍顶乃在寻常不过之事 本尊又怎可能真的动怒 莫悠然说吧 便转过了身去 这俩人的惨状 简直他不敢直视 平时他抬手灭掉的那些人 大多都是被他直接轰成了虚无 直到今天 看到了广源道人 和朴不成这副样子 莫悠然才真正意识到 他似乎是有点晕血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听到他们老祖说出的这番话 不知不觉间 都已经露出了感动的神色 对啊 朴不成才刚开始学习炼药 炸个顶 不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吗 尽管他们的老祖受到了波及 但听到了他们老祖这番言论后 他们便彻底释然了 恐怕放眼整个修仙界 都没有他们老祖这样明辨是非 且懂得包容他们 这样的晚辈的人了吧 随后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便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将身上披着的荆棘取下 莫悠然听着身后 稀稀苏苏的声音 直到他确定 两人都重新穿好了衣服后 他这才继续开口道 收拾好了 就把所有人都给本尊叫过来 本尊有要事宣布 莫悠然说吧 便缓缓地转过了身去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文言 这才意识到了 他们从一开始 就误解了他们老祖的意思 是 前辈 晚辈马上就去 广源道人应喝了一声 随后便准备奔往各个阁楼 可就在这时 莫悠然的声音 却又忽然响起 对了 你们刚刚请罪的那个点子 是谁想出来的 莫悠然表示自己 对此很感兴趣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文言 互视了一眼 随后朴不成便赶忙回应道 回老祖的话 是广源长老想出来的 朴不成表示自己读书少 很钦佩广源道人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哦 是吗 莫悠然意味深长地 看了广源道人一眼 随后便朝着两人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下去 将所有人叫出来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跟莫悠然拱了拱手 随后便退了下去 只不过 当广源道人回想起 他们老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时 他又不禁感觉一阵背脊发凉 前辈他老人家的眼神 似乎没那么简单啊 庭院内 莫悠然看着手中的传送符 和天雷福陷入了短暂的纠结当中 刚刚他预想中的登场方式 已经是他觉得逼格最高的了 可是 他也没想到 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却压根就没有把宗门内的 其他人都叫出来 整个浩天宗内 也就只有广源道人和朴不成 看到了他的登场方式 如果他现在返回坠日阁 等人齐了 再回过头来演一遍的话 那会不会 显得他没有心意 纠结了片刻后 莫悠然终究还是放弃了 操 老子的创意 就这样浪费了 不行 等有时间 我得找个借口 再把朴不成 丢到试炼宫殿里面去 莫悠然的心中 是这样想的 这可跟刚刚那个自诩 从不发火的家伙 叛弱两人 约莫过了两分钟的功夫 浩天宗内的众人 便陆续抵达了庭院 对于他们老祖下达的命令 他们从不敢有半点拖延 而最先抵达庭院的 自然便是身为掌门的顾灵雪 自从龙风舟被他们浩天宗拿下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顾灵雪这个掌门出面的场合了 论其根本 主要还是因为有莫悠然这样的咸鱼老祖带头 因为莫悠然的处事风格 他们浩天宗的总舵 向来不主动与其他宗门来往 这也使得顾灵雪 平日里 有着大把的时间去修炼 莫悠然下意识地感知了一下顾灵雪的境界 他竟发现 不知不觉间顾灵雪这丫头 居然都已经突破到了炼虚境中气 应该是之前我赐给她的双倍神谷 有了效果了吧 莫悠然心中猜测到 双倍神谷 乃神级根谷 可赐予接受者双倍的修炼速度 再加上他们浩天宗内灵气充盈 和她一个月前无意中施展的灵气灌溉 顾灵雪能达到这般修为 也当属情理之中 没想到当初炼气九层的小丫头骗子 如今竟也成为了 能独当一面的炼虚竟强者了 莫悠然的心中感慨万千 顾灵雪注意到了他们老祖那深邃的眼眸 他下意识地便低下了头 对于他这样的晚辈来说 如果他直勾勾地跟他们老祖对视 那就显得他有点太不懂礼貌了 莫悠然也没有在意 转而将目光落向了他处 随后 李子颖 恭问天 以及门下的众弟子 都在庭院内到齐了 众人的修为都有些许的提升 但还远没有达到突破的程度 等众人到齐后 莫语番才拖着小板凳 从聚林阁内走了出来 当然了 整个浩天宗内 除了莫悠然和小白外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见过莫语番 庭院内的众人 望着那副陌生的娃娃脸 只是猜测着对方 可能是刚被他们老祖收入到门下的弟子 却浑然不知 对方其实是一名先帝级别的强者 莫悠然朝着莫语番点了点头 示意他随便找个地方坐下 随后 他便朝着庭院内的众人说道 本尊今日叫你们出来 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宣布 庭院内的众人闻言 赶忙端正的站好 仔细地聆听着 他们老祖说出的每一个字 莫悠然并不想耽误太长时间 随后 他便直奔主提到 本尊闲来无事 今日掐指推演了一番 发现有对浩天宗图谋不轨的人 已经踏足至了龙峰州境内 如果本尊没有算错的话 那些人明天的这个时候 便会抵达月龙山谷 本尊到时候 需要你们出面迎战强敌 你们可有把握 莫悠然说吧 目光便在众人的身上 依次扫过 众人面面相去后 赶忙点了点头 他们老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他们要是摇头的话 那可就是真的在找事了 听到他们 老祖说有强敌来犯 顾灵雪不禁抬手问道 老祖 您说的那些人 是来自于哪方势力的 顾灵雪相信 以他们老祖通天的手段 他们老祖应该对敌方的情况 了如指掌才对 圣宗蒙 而且是圣宗蒙总舵派来的 莫悠然云淡风轻道 圣宗蒙总舵 舒子轩文言 不禁在心中 暗自倒吸了口凉气 对于他这种 早早地就接触到修仙界的人来说 圣宗蒙的强大 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扎根了 在场的众人文言 脸上也顿时写满的震惊 圣宗蒙 那个统一了武洲大陆数万年的存在 如今竟想对他们 好天宗动手 老祖 弟子还有一个疑问 顾灵雪赶忙开口道 莫悠然点了点头 示意顾灵雪将话说下去 顾灵雪见状 赶忙继续问道 圣宗蒙那边来了多少人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们老祖既然跟他们说起了这件事 就意味着他们老祖准备将这件事 交由他们去处理 圣宗蒙的进攻 对他们老祖来说 或许就只是给他们这些晚辈 一次历练的机会 因此 顾灵雪觉得 自己还是先问清楚 圣宗蒙那边的情况比较好 对方的人数不是特别多 莫悠然缓缓地抬起了两只手 伸出了七根手指头 七十人 李子颖在一旁斗胆猜测道 直到今天 他们老祖才跟他们讲起这件事 而且 他们老祖也说过 圣宗蒙的人 明天就能抵达月龙山谷 照对方如此的行军速度来看 圣宗蒙派出的人 应该都是宗蒙内的顶级强者 所以 李子颖猜测着 圣宗蒙那边少说 应该派出来了 七十名炼虚径左右级别的强者 然而 面对李子颖的猜测 此时的莫悠然却缓缓摇了摇头 众人健壮 心中顿时一个咯噔 难不成是七百人 要知道 他们总多上下的人数加起来 还没有超过十个人 若是他们将奋斗的弟子 强行带过来帮忙 面对炼虚晋级别的强者 也只会平添他们浩天宗的伤亡 也就是说 他们每个人都得至少面对 近百名左右的化神晋级别的强者 莫悠然看着众人那震惊的表情 不禁微微一笑 七艘灵舟 差不多三万人 莫悠然的声音缓缓传出 听到他们 老祖以如此平淡的语气 说出了这般令人震惊的话 众人差点没双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 老祖啊 老祖 您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 一日清晨 浩天宗庭院内 天色才刚亮 总多内的众人 便已在庭院内集结完毕了 而同时出现在庭院内的 还有居身在开源圣地分舵的圣元道人 长州分舵的舵主陈天化 以及长州的总舵主陈武伯 昨天 在顾灵雪得知了圣宗盟 即将来犯的消息后 顾灵雪便亲自去了趟这两大分舵 并将分舵内的强者 叫回了总舵内应援 尽管在他们总舵内 还有他们 老祖坐镇 但顾灵雪却是觉得 能不让他们老祖出手的时候 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老祖出手为好 众人在庭院内碰过面后 也算是相互认识了 只不过 令尘武伯感到震惊的是 他原本以为朴布城和苏秦儿 已经算得上 他们总舵内天赋出众的弟子了 可当他看清 站在总舵庭院内 众弟子的灵根后 他才惊讶地发现 这些弟子的灵根 居然一个比一个出众 虽然这些弟子年纪轻轻的 但修为最低的 竟也达到了原因之境 这般的恐怖的修炼天赋 哪怕是在圣宗龙的总舵内 恐怕也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 对了顾掌门 前辈他老人家 如今身居何处 老夫想先去拜见一下他老人家 陈武伯朝着顾灵雪拱了拱手说道 他还是第一次来到总舵 自然是要先去拜见一下他们老祖的 老祖他老人家 现在恐怕还在神游太虚 不方便见人 顾灵雪尴尬笑道 如果陈总舵主想要拜见的话 估计就得等到日上三竿之后了 身为浩天宗内 最早与他们老祖接触的人 顾灵雪表示自己太懂他们 老祖的作息习惯了 不论外面发生了多大的事情 他们老祖都要等到日上三竿后才会出现 哪怕是今天 圣宗龙的总舵即将攻入月龙山谷 他们老祖肯定依旧不会那么早现身 听到顾灵雪说出的这番话 陈武伯只能有些失落地点了点头 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 陈武伯倒也释然了 毕竟 像他们老祖这样 有着通天修为的人 寻常之人 的确是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拜见到的 转眼间 小半天的时间过去了 坠日阁内 莫悠然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揉着心松的睡眼 从主位之上坐了起来 还没刚睁开眼睛 化为人形的小白 便已经恭敬地站在了他的身旁 主人 今日之事 还需要我出手吗 小白赶忙俯身轻声问道 身为浩天宗的护宗神兽 按道理说 这场战斗他本应该是要参加的 但只不过 昨天莫悠然开会的时候 并没有叫上他 所以小白觉得 还是问清楚 他的主人比较好 可 本尊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随意化为人形吗 莫悠然轻咳了一声 下意识地将目光移向了别处 原因不是别的 正是因为小白现在 跟他俯身讲话的姿势 从他的这个角度看过去 多少都带点颜色 莫悠然表示 自己在那方面 是非常正常的男人 但不可否定的是 化为人形的小白 的确要比那些修仙界内的胭脂俗粉 要不知道出色多少倍 因此 在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后 莫悠然感觉 这多少的 都有点伤身体 小白文言 只是弱弱地低下了头 他只是觉得 如果自己不化为人形 说话的话 自己就很容易 吓到自己的主人 莫悠然见小白 低下了头 借此间隙 他赶忙整理着衣服 从主位之上站了起来 不到万不得已时 你不必出手 留在本尊身边便是 莫悠然随口交代道 小白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他心里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小白出手的话 估计等不到圣宗盟的人 抵达月龙山谷 小白就已经将圣宗盟给灭了 因此 莫悠然还是打算 先让他门下的这些人出手 等不敌对方后 再让小白出手救场 也不迟 对了 旺财都跑出去多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就在这时 莫悠然却忽然想起了旺财的事情 他本是安排旺财 去打探回玉殿的事情去了 可是直到今天 旺财却始终没有回来 莫悠然不禁有些担忧起了旺财的安危 呃 主人 这个小白文言 顿时就慌了神 直到莫悠然跟他讲起这件事 他才忽然想起 当初那魂玉殿的两位长老 进入五州大陆时 他为了能将这个消息 尽快地告诉他的主人 所以就暂时 把旺财留在了外面 细数了下时间 小白这才回想起 旺财都被晾在五州大陆边境外 十多天的时间了 旺财还受着伤 在外面躺了那么长时间 现在的旺财 岂不是要被晒成狗干了 嗯 你知道他的去向 莫悠然见小白似乎有所隐瞒 随后赶忙开口问道 呃不知道 小白有些心虚地整理着病角的戏法 下意识地躲开了莫悠然的目光 莫悠然美好气地白了对方一眼 随后也没跟小白深聊下去 使用了一下神眼觉 探清了圣宗蒙灵州的位置后 莫悠然便随即将自己传送到了庭院之中 此时的庭院内 众人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因为总舵内就他们几个人 他们也没什么需要收拾的东西 所以 在他们老祖交代完他们事情之前 他们也只能在庭院内安静等候 众人望着庭院内亮起的那道金光 心中皆是一喜 随后赶忙拱手相迎道 参见老祖 参见前辈 嗯 不必多礼 莫悠然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便在众人身上一次扫过 只不过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此时的人群中 圣元道人和陈武博 居然也在其中 是故灵雪把你们叫过来的 莫悠然缓缓问道 圣元道人和陈武博文言 赶忙拱手点了点头 莫悠然见状 不禁在心中发出了声嗤笑 好家伙 顾灵雪这丫头 啥时候有那么多新眼子了 居然都学会摇人了 对于圣元道人和陈武博 以及陈天化的到来 莫悠然倒也没多说些什么 昨天他使用神眼角的时候 倒也顺道看了眼 圣宗盟总舵内的那些人的修为 在圣宗盟的灵州之上 单是大成镜的强者 便足有五名 而合体镜的强者 更是有十余名之多 而在剩下的人中 化神镜 甚至是炼须镜的修士 更是不计其数 在莫悠然看来 圣元道人和陈武博 这两位尚未修炼天阶功法的人 未必能在战斗中 起到关键性作用 不过 既然他们两个愿意来到总舵 直面那圣宗盟 就已经表明 他们对昊天宗的忠心了 莫悠然自然也不会让他们回去 两位有心了 莫悠然轻描淡写地点评了一句 随后目光便落在了众人身上 圣宗盟的灵州 目前已经抵达龙峰州中部 预计还有两个时辰 便能抵达月龙山谷 本尊事先跟你们讲好 这场战斗 本尊不会出手帮助你们 你们跟了本尊那么长时间 也该让本尊看到你们的修炼成果了 若是你们能打赢了圣宗盟 本尊到时候会润功行赏 但前提是 任何人不得擅自脱离战场 莫悠然简单地 跟众人说了一下自己的要求 对于圣宗盟那边的情况 莫悠然已经完全摸清楚了 但圣宗盟对他们浩天宗内的情况 却是一概不知 如果圣宗盟能够真正地了解到 他们浩天宗的恐怖之处的话 或许圣宗盟打死 也不敢与他们浩天宗作对了 他门下的人 跟着他那么长时间了 也该代表他们浩天宗迎战外敌了 众人听到他们老祖的要求 赶忙开口答应着 不过 他们倒并不在意 他们老祖到时候 会给他们什么奖励 对于他们而言 外敌来访守卫宗盟 是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 至于他们老祖说出的脱离战场之类的话 那肯定是不会存在的 毕竟 在他们浩天宗内 还有复活神坛这样逆天宗盟建筑 圣宗盟的人多又怎样 他们浩天宗内有复活神坛 就意味着 他们有无限与圣宗盟交战的机会 这同样也是他们难得的历练机会 交代完门下的人后 莫悠然并没有在庭院中久留 而是直接掏出了张传送符 盘坐在了月龙之巅之上 月龙之巅 乃南国地界最高峰 坐在此处 可将月龙山谷内的情况 尽收眼底 这是莫悠然给自己预留的 VIP观战席位 见圣宗盟的灵州还没有开过来 莫悠然便将小白和莫宇帆 这两名先帝之境的强者 传送到了月龙之巅上 莫悠然表示 自己得看紧这两个人 万一这两个先帝之境的强者 忍不住出手 把圣宗盟给灭了 那他门下的人 可就又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转眼间 半天时间已过 此时的月龙山谷外 七艘灵州正朝着月龙山谷内 栩栩驶来 与当初这七艘灵州 驶入龙峰州边界时的气势相比 此时的这七艘灵州 就显得愈发地迟缓了 主灵州之上 慕天成微眯着眼睛 望着不远处的月龙山谷 他的目光逐渐变得阴沉了起来 终于抵达月龙山谷了 慕天成的口中 缓缓地吐出了几个字 经过整天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抵达了 这南国地界的偏远之地 换作是以前 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亲自到场 但只因那号天宗欺人太甚 且宗门内极有可能有高人坐镇 他也只能选择亲自出面了 其余六艘灵州上 共折损了多少名弟子 慕天成不慌不忙地 向身旁的二长老问道 二长老闻言 赶忙拱手回应道 禀报盟主 从灵州驶入龙峰州后 灵州共遭受攻击四百余波 第二灵州与第三灵州 损失最为惨重 咱们共折损了四万余名弟子 四万余名弟子 听到了这个恐怖的数值 饶是星星再怎么沉稳的他 心中也不禁咯噔了一下 他们圣宗蒙总舵的灵州 规模堪称五州大陆内最大 每艘灵州都可承载近万名左右的弟子 可在他们驾驶着灵州 赶往月龙山谷的途中 他们就因那诡异的攻击 折损了大半数的内外门弟子 要知道 都是在五州大陆内百里挑一才 选出来的修炼奇才 有的内门弟子 修为甚至已经达到了化神境 拥有着这般修为的弟子 即便是单飞出去开创宗门 也至少是八品宗门起步的 但是 为了除掉这个浩天宗 他们却轻动了整个圣宗门的力量 尚未开战 就折损了那么多精锐弟子 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 谁又会不心疼 好一个浩天宗 本尊必要他血债血偿 穆天成说罢 随即大手一挥 七艘声势浩大的灵州 瞬间朝着月龙山谷内 进发而去 而此时的浩天宗庭院内 浩天宗的众人 望着那飞速驶来的七艘灵州 皆是有些激动的摩拳擦掌了起来 看样子 圣宗门这次是清朝而出了呀 身为大师兄的朴不成 早就等不及了 自从他上次秒杀了 圣宗门的那名恋须径巅峰的长老后 他就一直没有出手的机会 直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 自己能够迎战的强敌的极限在哪 借此机会 朴不成觉得自己 刚好能够摸清自己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大师兄 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就在这时 圣天磊和舒子轩也上前一步道 在他们这些弟子中 他们从始至终 都是把朴不成 当作学习的榜样的 他们也迫不及待地 想通过这场战斗 知道他们与他们师兄之间的差距 好啊 比就比 朴不成文言 顿时自信回应道 身为掌门的顾灵雪 听着门下弟子 如此地不把这场大战当回事 他下意识地 便想要劝倒他们几句 可是话还没到嘴边 顾灵雪却又感觉 自己好像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毕竟 他们浩天宗内 还有着复活神坛啊 他们连死都不用怕了 还能怕什么 浩天宗的众人闲谈之余 圣宗盟的灵州 已然开到了浩天宗的庭院上空 圣宗盟的主灵州至上 慕天城望着浩天宗庭院内 那熙熙松松 站着的十余人 他的心中不禁发出了一声冷笑 哼 浩天宗的主力 果然都在长州境内 如今的浩天宗的门庭无人看守 他们圣宗盟将其毁灭 还不是一如反掌 针对眼前的这个浩天宗 慕天城早已定制了详细的计划 而他的计划便是 趁着浩天宗刚拿下长州 浩天宗总舵内的防御必定空虚 他们圣宗盟便可借此机会 先灭了浩天宗的总舵 浩天宗的总舵一旦被灭 就意味着留守在长州境内的浩天宗的人 没有了退路 而长州又位于五州大陆 偏东南部方向 位置略靠近五州大陆中部 等他们拿下了龙峰州 他们便可以包夹之势 彻底围剿残余在长州境内的浩天宗的势力 只不过 慕天城万万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费尽了心血 才抵达的浩天宗总舵 而这总舵内 却只留有了十二个人看守 慕天城的内心 微微感到了一丝挫败 或许这浩天宗为了能拿下长州 也轻动了整个宗门的力量 他们圣宗盟 折损了四万名弟子 难道就只是为了将浩天宗的这十二个人杀死 禀报盟主 属下已经感知过了 整个月龙山谷内就只有这十二个人 这些人中 仅有四名合体近初期的强者 而剩下的就只有两名炼须静 以及一群实力不到化神静的小喽啰了 就在这时 圣宗盟二长老上前汇报道 他的脸色同样也不太好看 虽然他们反攻浩天宗总舵 避开了浩天宗的锋芒 但眼下 他们能杀死的浩天宗的人 却远远赶不上他们圣宗盟的损失 传本尊法令 移平月龙山谷 穆天宗撂下了这句话后 便一甩衣袖 朝着船舱内走去 尽管他们 能抹杀的浩天宗的人并不多 但灭掉浩天宗总舵的目的 便已经达到了 只要浩天宗的总舵 被他们移平了 他们就断绝了浩天宗的后路 至于观战 穆天宗倒没有半点兴趣 对付浩天宗的十几人 难道他门下的三万弟子 还不足以应对吗 然而 正当穆天宗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一道中气十足 却又略显稚嫩的声音 却从圣宗盟的主灵州上空响起 圣宗盟的狗贼们 你们不成爷爷 今天不要灭了你们 话音落下 朴不成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了 圣宗盟的主灵州上空 站在主灵州甲板上的 圣宗盟弟子 望着天空之上出现的那道身影 顿时就面面相去了起来 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而此时的月龙之巅上 莫悠然望着朴不成的身影 也同样傻了眼 这个愣头青 他自己一个人跑过去干啥 莫悠然当场就愣住了 这小子也太勇了吧 朴不成俯视着圣宗盟的主灵州 双眸之中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的目光在圣宗盟的灵州上扫过 一眼便看到了 正在朝着船舱内走去的慕天城 望着慕天城那滑跪的俯视 朴不成几乎是瞬间便猜出了 对方圣宗盟盟主的身份 狗贼头子 还不耐命来 狗贼头子 这是朴不成临时给对方起的绰号 随着朴不成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慕天城的身后 对付这个圣宗盟 他并不想浪费太多口舌 敌方要站 那他便站 几乎是瞬间 熔龙针法便发动 七条黑岩火蟒 仅是刹那间便出现在了朴不成的身后 找死 慕天城感知到了身后突然出现的气息 顿时勃然大怒 那狗贼头子的名号 显然是对方用来称呼他的 他慕天城 何时被人这般羞辱过 尽管慕天城未曾转身 但他却凭借着强大的感知能力 直接朝着身后 凭空拍出去了一掌 叮 检测到宿主门下弟子朴不成已无生命迹象 请宿主及时前往复活神坛 将其复活 几乎是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便在莫悠然的脑海中响起 操 老子就知道 莫悠然闻声 当场就骂出了声 看到朴不成方才的架势 他差点就以为 朴不成能跟对方过上两招呢 可现在看来 这属实是他想的有点多了 白给 这小子 居然被秒了 人家打架 都专挑软柿子捏 就你特么的脑回路亲戚呗 莫悠然差点没被朴不成给气死 虽然咱家有复活神坛 但也不带你这样玩的呀 嗨嗨 老祖 就在这时 顾灵雪传音的声音 忽然在莫悠然的脑海中响起 老祖 不成 不成他顾灵雪支支吾吾地说着 显然 连身为掌门的他 都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老祖说起这件事了 他只是稍不留神 朴不成那小子 就直接奔着人家圣宗盟的盟主冲过去了 虽说他们也没制定什么作战计划 但也没有朴不成那么猛的呀 不用说了 本罪已经知道了 此时的莫悠然 还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只见他抬手一挥 他的一缕神石便已然飘落在了复活神坛之上 随着他的境界突破至大城镜中期 他催动复活神坛的速度也便快了许多 仅是几期间的功夫 朴不成便已经复活在了复活神坛之上 顾灵雪见朴不成被复活了 随即化为了一道流光 飞到了复活神坛之上 不成 你若是在这般鲁莽 本掌门就不允许你参战了 顾灵雪立生殉择道 谁人都知道 整个浩天宗内 只有他们的老祖能够使用复活神坛 他们老祖都跟他们说过 这场战斗 他们老祖是不会出手的 若是他们 让他们的老祖 频繁使用复活神坛的话 哪怕是他们灭掉了圣宗盟 那又跟他们老祖亲自出手 有什么区别 对不起掌门 是 是弟子激动了 朴不成赶忙道歉道 他刚刚甚至都没有看清对方的动作 他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复活神坛上 看样子 这修仙界内 果然还是有很多人 是他招惹不起的 顾灵雪也没有多言 便直接又将朴不成 领回了庭院当中 众人见朴不成回来了 这才准备重振旗鼓 重新迎战圣宗盟 而与此同时 圣宗盟主灵舟之上 站在甲板上的圣宗盟弟子 甚至还没有缓过神来 刚才是不是有只大黑耗子窜过去了 方才发生的事情 不过在电光火石之间 众人只是听到有人叫嚣 紧接着 那人便被他们盟主 一掌打成了一片血雾 也就是说 现在的浩天宗总舵内 就只有十一个人了 圣宗盟甲板上的众弟子 小声议论着 在他们临行前 他们盟主曾经答应过他们 凡是能杀死浩天宗内修士的弟子 便可领赏五百零食 五百枚零食 即便是对于他们这些总舵弟子来说 也算是相当丰厚的奖励了 但只可惜 留守在浩天宗总舵内的人并不多 而且 刚刚他们的盟主 还亲手杀死了一个 眼下 浩天宗内剩下的十一个人的人头 又该如何平摊到他们这些弟子的身上 顿时 圣宗盟灵州甲板上的弟子 便纷纷将目光投进了浩天宗的庭院内 寻找这容易被他们击杀的对象 可就在这时 甲板上某位真传弟子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不对劲啊 这浩天宗庭院里 怎么还有十二个人 听到了这个声音 甲板上圣宗盟众弟子 便纷纷细数起了浩天宗庭院中的人 十二人 的确是十二个人 数清了浩天宗庭院内的人数后 越来越多的弟子 发出了震惊的声音 在他们抵达浩天宗上空的时候 就连他们的二长老也说过 整个月龙山谷内 就只有浩天宗庭院内的那十二个人 可是 明明他们盟主刚才都已经亲自杀死了一个 但为什么浩天宗庭院里却依旧是十二个人 慕天宗听着众弟子们发出的震惊的声音 起初还以为是这些弟子数错了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的声音响起 慕天宗也不禁起了疑心 只见他漫步走到了灵州甲板外侧 也朝着浩天宗庭院内看了过去 然而 当慕天宗看清了浩天宗庭院内的景象后 饶氏贵为原杜杰七强者的他 也不禁顿时瞪大了眼睛 二长老 你过来看 慕天成朝着二长老怒合道 二长老闻言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赶忙跑到了慕天成的身旁 你确定你刚刚赶制的越龙山谷内的情况 没有出现纰漏 慕天成质问道 二长老闻言 有些不明所以地眨了眨眼睛 盟主何出此言 你自己看 慕天成说罢 便朝着浩天宗庭院内指了指 二长老满是疑惑地看了眼慕天成 随后便将目光落在了浩天宗庭院内 可是当他看清了浩天宗庭院内的情况时 他也不禁面露震惊之色地瞪大了眼睛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二长老甚至怀疑自己是看走了眼 但细数过后 他却发现自己真的没有看错 那浩天宗内的人数的确没有减少 这就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 他方才明明看到他们盟主 亲手打死了一个穿着浩天宗道服的浩天宗弟子 可是为何 浩天宗内的人数却未曾减少 二长老赶忙眯起了眼睛 他的目光从庭院内的众人脸上依次扫过 当他的目光注意到了那肤色有黑的年轻人时 他顿时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巴 王 盟主大人 您快看 那小子 不就是您刚刚打死的那个人吗 二长老连忙向沐天成禀报道 沐天成文言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刚刚打死的那个人 他甚至都不屑于回头看清对方的样貌 但二长老此时的表情 却告诉他 二长老并没有在撒谎 难不成 这世上还真有这般诡异的事情 然而 正当沐天成还在努力地思考着其中的缘由的时候 浩天宗庭院内的一角 却忽然闪过了一道诡异的红光 沐天成和二长老见状 顿时睁大了眼睛 注意躲避 二长老赶忙朝着甲板上的众弟子吼道 那道诡异的红光 可不就是那攻击了他们四百多次的灵波 报事而来前 会出现的预兆吗 那诡异的灵波 竟是从这浩天宗的庭院内 打到了龙峰州的边界 甲板上的圣宗蒙众弟子闻言 皆是傻了眼 显然 在他们看到了浩天宗总舵内的情况后 他们多少都有些松懈了 面对那突然袭来的灵波 他们甚至连半点招架的准备都没有 刹那间 上百道灵波瞬间朝着圣宗蒙的灵州 急射而去 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饶势练须境的强者 此时也根本反应不过来 一时间圣宗蒙的灵州上更是惨叫声不断 直到这一轮的灵波攻击停止后 甲板上的众弟子 这才重新站回了原来的位置 慕天宗望着脚下那浩天宗的庭院 此时的他也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看样子 这浩天宗远 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若是他一直轻敌下去的话 他恐怕就真的 要在这里栽根头了 传本尊法令 将灵州驶离月龙山谷 慕天宗下令道 驶离月龙山谷 门下的众人附和着 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遍了七艘灵州 圣宗蒙的众人虽然猜不透他们盟主的心思 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将灵州从月龙山谷内开了出去 浩天宗庭院内 浩天宗的众人望着圣宗蒙那突然又离开的灵州 心中皆是倍感疑惑 这就走了 陈武博表示自己不能理解 嘿嘿 看样子他们是被我的气势吓到了 朴不成甜不知耻地笑道 众人听到朴不成说出的这句话 也只是无语地赏给了朴不成一个白眼 气势是有了 但吓到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众人皆是以为 圣宗蒙的人在看到了他们的子舞塔后 就选择与他们避站了 而唯有众人之中的圣元道人 望着圣宗蒙那逐渐驶离的灵州 微微皱起了眉头 只见他缓缓闭上了眼睛 紧接着便运转起了神眼觉 神眼觉 乃是这世间推演之法中 推演能力最强的功法 通过神眼觉的推演 圣元道人便能马上看破 圣宗蒙的下一步动作 约莫过了几期间的功夫 圣元道人便猛地睁开了眼睛 掌门 总舵之中 可有护宗大阵 圣元道人快步来到顾灵雪身旁 面色焦急道 有道是有 不过圣元长老 您怎么忽然想起这件事了 顾灵雪不解道 掌门 此事紧急 稍后与您解释 还请掌门马上开启护宗大阵 圣元道人再次拱手恳请道 对于圣元道人的身份 顾灵雪自然是不可能忘记的 这位乃是元天机阁的剑宗老祖 是几乎与他们老祖同时代出现的强者 因此 顾灵雪对待圣元道人的态度 向来都是格外谦逊的 见圣元道人如此着急 此时的顾灵雪 也不敢多问些什么了 好的圣元长老 您稍等 顾灵雪说罢 便直接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十月阁内飞去 而此时的月龙之巅上 坐在小板凳上的墨宇帆 望着庭院内圣元道人 那满脸紧张的样子 差点当场就笑出了声 爷爷 你看他紧张的 不就是灵舟公鸡吗 墨宇帆不以为一道 身为先帝之境强者的他 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里 各类功法都学习过 至于推演之法 他虽没有精通 但也略懂些许 在他看来 那个圣元道人 显然是因为推演到了圣宗盟的动向 所以才慌神 灵舟公鸡 墨悠然心中不解道 不过 墨悠然却并没有将心中的不解表露出来 因为 他生怕这是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如果他表现出了自己听不懂的话 那岂不是就显得他有点没见过世面了 小白看着墨宇帆 那副没大没小的样子 此时的他 不禁细眉微皱 开口提醒道 宇帆 主人面前要注意分寸 圣元道人乃是执法长老 与主人之间 甚至都无大小支撑 乃是你爷爷辈 你又怎能这般无礼 通过最初与墨宇帆的接触 小白便看出 墨宇帆跟之前的那名八命先帝之间 就没大没小的 魂玉殿那边的事情 他不想去管 但浩天宗内的事情 他又不得不提醒对方两句 况且 主人现在是席地而坐 而你却坐着板凳 你这样坐 是不是有失体面 小白轻声提醒道 对于他主人的甘孙女 他还是非常尊重的 咦 还有这种礼数吗 墨宇帆文言 不禁好奇地眨了眨眼睛 他在魂玉殿内混了几千年 从来都没有人叫过他这些 他唯一知道的事情 就是要在拜见他们店主的时候 行跪拜之礼 爷爷 要不这板凳 还是您来坐吧 墨宇帆纠结了片刻后 终究是将屁股下的小板凳抽了出来 墨悠然望着墨宇帆递过来的小板凳 脸上顿时写满了无语 这小板凳 怎么说呢 墨悠然看着那三寸高的板凳 感觉自己人都快要抹了 墨宇帆身材娇小 坐在那小板凳上倒不显得违和 可如果换做他去坐的话 就多少显得有些不自然了 他如果去坐的话 那三寸高的高度 就显得跟他蹲在地上似的 不知道的人 估计还以为他在这里拉屎吗 墨悠然想了想 终究是摆了摆手 不必了 本尊早已习惯坐在地上了 你知道这个道理便可 直到这个时候 墨悠然的风度依旧不减 看到了吧 老子不是不愿意坐 老子是懒得跟你们这些 小辈争抢 墨宇帆文言 顿时眼眸一亮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 便看向了小白 小白健壮 也只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 墨宇帆便又将那张小板凳 重新塞回了屁股下面 看戏三人组 就这样若无其事地 坐在月龙之巅上 谈着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 浩天宗庭院内 自从圣元道人说出了那番话后 众人的神色 都不约而同的变得有些紧张了 马上开启护宗大阵 究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才使得圣元道人 如此急于开启护宗大阵 约魔又过了几期间的功夫 返回了十月格的顾灵雪 便已经旋转了一下 护宗大阵的开关 随着护宗大阵的开关开启 浩天宗的庭院外 瞬间升起了一道透明的护宗大阵 自从龙丰洲 被他们浩天宗拿下后 顾灵雪就再也没有 开启过护宗大阵 直到顾灵雪再次开启护宗大阵 顾灵雪才发现 原来他们宗门的护宗大阵 是与他的实力相匹配的 几个月前的他 仅是金丹静的修为 所以他开启的护宗大阵 只能抵挡地助练 虚境以下强者的攻击 可是现在 他早已也跻身到了 练虚境强者的行列 通过护宗大阵内 散发出的灵力波动 他便能感知得出 在他们护宗大阵的保护下 哪怕是杜杰七的强者 恐怕都无法将他们的护宗大阵攻破 将护宗大阵开启后 顾灵雪便返回了庭院 庭院之中 圣元道人看到了那的护宗大阵后 这才微微地松了口气 随后 顾灵雪便赶忙上前询问道 圣元长老 您现在可以说明 开启护宗大阵的原因了吗 圣元道人闻言 只是笑而不语 转而将目光移向了月龙山谷之外 众人见状 心中皆是不解 随后便也将目光投了过去 然而 正当他们的目光 落在月龙山谷之外时 在月龙山谷外 停靠着的圣宗浓的灵州之上 却接连闪过了 数道颜色各异的刺眼光芒 还没等众人看清 月龙山谷外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成千上万道 裹挟着恐怖灵力的巨焰 便瞬间朝着月龙山谷内 轰击了过来 众人感知着 那些巨焰中裹挟着的恐怖灵力 脸上竟是写满了亥然之色 那成千上万道的恐怖巨焰 每一道都裹挟着 足以杀死化神境强者的力量 若是那宫鸡 落入他们浩天宗的庭院内的话 哪怕是他们躲过了那些宫鸡 他们浩天宗的庭院 也会瞬间 被那一道道的宫鸡移为平地 轰隆隆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顿时在众人的耳畔边炸响 月龙山谷内 火光冲天 那些屹立了数万年的山脉 在那一道道猛烈的轰击下 尽数崩塌 转眼间便被削去了山峰 攻击还在继续 无数的巨焰 砸在浩天宗庭院外的护宗大阵上 如雷鸣般炸响 整座庭院 都如同被丢进了丹炉里一样 除了那漫天的火焰 便再也看不到其他景象了 但饶是那圣宗萌的灵州攻击 再怎么恐怖 却都无法攻破浩天宗的护宗大阵分毫 庭院内的众人见状 这才明白了圣元道人的用意 若是他们不及时开启护宗大阵的话 他们浩天宗 恐怕就要被连同着月龙山谷 移为平地了 众人顿时细思极恐了起来 寻常的交战中 凡是正常人看到了敌方的灵州驶离 都会下意识地以为 对方是在撤退吧 如果不是他们浩天宗内 有圣元道人 这位精通推演之法的老前辈的话 那他们岂不是都得殉命 在那圣宗萌的炮轰之下 与此同时 圣宗萌成凤州分舵 分舵主殿内 成凤州分舵舵主白岩同 亲自接见了圣宗萌总舵大长老石玉山 盟主大人将您赶出圣宗萌啊 听过石玉山的叙述后 白岩同的心中震惊不已 这位石长老 也算是圣宗萌的元老级人物了 曾跟随着穆天城 征战过五州大陆 可是为何 就因石玉山说错了两句话 就被穆天城 逐出了圣宗萌 石玉山文言 只是叹息着摇了摇头 成凤州 位居五州大陆 极北之地 是圣宗萌所统御的五大州域中 唯一没有被卷入到 与昊天宗的斗争中的州域 石玉山不想就此离开圣宗萌 于是他便奔往了成凤州 打算再次逆深几年 石长老放心 您就安心留在此地便是 白岩同开口安慰道 盟主大人也并非决绝之人 或许他也在气头上 说不准再过几日 他便又将您召回总舵了 石玉山文言 脸颊上不禁泛起了一丝苦涩 白舵主 你还没有跟那个昊天宗接触过吧 白岩同文言 先是一愣 随后便面露疑惑之色地点了点头 在下的确没有与那昊天宗接触过 不过听石长老的意思 难不成那昊天宗 还有什么过人之处 成凤州在五州大陆内的地位 与龙丰州几乎相同 这两大州域 各居南北 且灵气稀薄 通常情况下 圣宗萌总舵内发出的消息 都要晚几日送达 因此 在白岩同对昊天宗的了解中 他还只是知道 昊天宗霸占了龙丰州 长州沦陷了 墨宇州分舵赶往长州的支援 也全军覆没了 石玉山将两天前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给了白岩同 而且 本长老来时的路上 还听到了风声 长州境内的二品宗门云龙殿 以清朝而出 直指墨宇州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云龙殿是受得昊天宗指使 想必不出两日 墨宇州也必将沦陷 白岩同文言 不禁面露震惊之色地瞪大了眼睛 他完全不敢相信 石玉山告诉他的这些事 竟是在这两天内发生的 那昊天宗如此猖獗 其宗门必有高人坐镇 白岩同说着 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盟主大人是怎么想的 难道那么明显的事情 他看不出来吗 白岩同表示自己不能理解 在这种关乎着圣宗盟存亡的关键时期 他们的盟主 不但意气用事 直接攻入了龙丰州 而且还将总舵内 实力排名第二的大长老 逐出了圣宗盟 这显然不是他们盟主的作风 就在这时 白岩同似是想到了什么 随后赶忙开口道 石长老 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盟主大人是自知自己不敌好天宗 所以才特意将您赶出了圣宗盟 为的就是保全石长老您的性命 石玉山文言 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盟主大人做不出这种事吧 以石玉山对穆天成了解 穆天成向来不是这种性情中人 他跟随穆天成那么多年 穆天成从未做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石长老 您要知道 这次可不一样 白岩同说罢 便意味深长地看向了石玉山 石玉山文言 顿时如梦初醒般睁大眼睛 两久之后 石玉山缓缓开口道 白舵主 此次你可愿圣宗盟的存亡而战 石长老的意思是 白岩同微微眯起眼睛道 石玉山缓缓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了对方 白岩同见状 不禁苦笑了一声 若是总舵那边出了事 成凤舟又还能有几天好日子 随后 只见他神色一灵 继而转身朝着主殿内跪拜着的朱长老下令 传本堕法令 筹备灵州 即刻起 奔赴龙丰州 围剿浩天宗 是 堕卓 主殿内的众长老 齐声附和道 随后便从主殿内退了出去 石玉山看着白岩同那坚定的眼神 不由地心生感动 他们的圣宗盟 也并非只是一盘散沙 既然那浩天宗 要与他们圣宗盟为敌 那么不如 双方都亲近所有 大不了四个鱼死网破 然而 正当白岩同和石玉山 都准备着奔赴灵州之上时 一道身影 却忽然立在了主殿正门前 你们 想对付那个浩天宗 苍老的声音随即响起 石玉山与白岩同文言 都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显然 发出这道声音的人 并非是他们认识的人 这位道友 此地乃我圣宗盟一试殿 阁下这般唐突闯入 怕是有些不妥吧 白岩同并不想在这种 结果眼上 节外生枝 因此 他始终保持着理性 然而 面对白岩同的反问 此时站在主殿门外的那道身影 却依旧不为所动 自顾自地说着话 若是你们想对付那个浩天宗 本尊倒是可以在暗中帮助你们 那道苍老的声音 徐徐传出 那不慌不忙的语气 实在听得让人窝火 本舵主在于你讲话 难道你听不见吗 白岩同发出了不满的声音 按道理说 外人出现在意识殿中 乃是死罪 他没有追究对方的过错 也就算了 对方居然还选择将他给无视了 这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 然而 正当白岩同准备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 立在主殿门外的那道身影 却微微动了一下 紧接着 没等白岩同和石玉山 看清那人的动作 一道恐怖的威压便瞬间朝着 他二人扩散而去 感知到了那恐怖的威压 白岩同和石玉山 几乎是瞬间便跪拜在了地上 您 您究竟是何方神圣 石玉山的双眸之中 写满了震惊 因为对方所施展而出的威压 远比他预想中的还要恐怖 哪怕是他们圣宗盟的盟主 登顶杜杰七巅峰时所施展的威压 都不如吉人的十之一二 莫非 对方是那传说中的人先进强者 本尊来自武洲大陆外 曾有幸与那好天宗的人交过手 说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攻破武洲大陆外结界的人 先进巅峰强者 贾明智 上次的溃败后 他并没有离开武洲大陆 而是潜伏在了武洲大陆边界处 盗走了放置在武洲大陆边界处的结界时 并伺机打探那好天宗的底细 而如今 统遇着武洲大陆的圣宗盟 准备要对那好天宗发起总功了 他又怎能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只见贾明智弹动了下手中的储物戒指 紧接着被他盗走的那枚结界时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此物 乃本尊机缘巧合下得到的质保 其品阶远在天阶高级之上 你们将它拿去吧 或许 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贾明智冷笑道 一日清晨 月龙山谷内 圣宗盟总舵的七艘灵舟 持续不断地朝着月龙山谷内 倾泻着炮击 那些屹立了千万年的山峰 此时竟已完全看不到踪运 圣宗盟主灵舟上 暮天沉望着 在那炮火中 若隐若现的浩天宗庭院 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盟主大人 灵舟消耗的储备灵石量 已经过半了 咱们真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 就在这时 总舵二长老上前禀报道 在他看来 他们圣宗盟的灵舟攻击 似乎是破不了那浩天宗的护宗大阵了 就拿他们昨天的灵石消耗量来说 如此恐怖的灵石消耗量 都足以将任意二品宗盟移为平地了 可反观那个浩天宗 那浩天宗 竟在如此密集的炮击之下 依旧屹立不到 对方的护宗大阵之上 甚至连半点破损的迹象都没有 如果继续攻击下去的话 浩天宗还没被灭掉 他们圣宗盟就被拖垮了 暂且停止攻击 慕天成下令道 随着慕天成一声令下 七艘灵舟上冒着的火光瞬间消散 甲板上的圣宗盟众弟子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那座庭院 那个浩天宗应该被移为平地了吧 众弟子的心中是这样想的 然而 当他们看清月龙山谷内的景象时 他们却当场被惊得眼珠子掉了一地 那个浩天宗居然还在 只见在月龙山谷之中 所有的山脉都在他们圣宗盟的攻击下 被移平了 可唯独在那高耸着的月龙之巅下 那座庭院却依旧屹立在原地 在浩天宗的宗门范围外的地面 都被战火熏黑了 可唯有那浩天宗没有受到半点波及 这怎么可能 圣宗盟众弟子纷纷惊呼道 休整半课钟 半课钟后 发起总攻 慕天宠朝着众弟子下令道 灵州攻击乃是不消耗门下弟子体内灵力 仅是消耗灵石便能完成的高效进攻手段 眼下 浩天宗的护宗大阵他们无法攻破 他们也只能放弃灵州 选择直接攻入浩天宗了 甲板上圣宗盟的众弟子文言 都纷纷准备了起来 他们盟主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他们必须要在接下来的进攻中 拿下浩天宗 可就在这时 甲板之上 一名总舵弟子却忽然喊道 盟主大人 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人飞过来了 随着这道弟子的声音响起 越来越多的弟子的目光 都投向了浩天宗所在的方向 只见在那浩天宗的庭院上空 护宗大阵逐渐打开 紧接着 十二道身影便齐刷刷地飞向天空 朝着他们圣宗盟的灵州报射而来 准备迎战 沐天宗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下令道 听到了沐天宗的命令 镇守在七艘灵州之上的总舵长老 便纷纷起身 带着门下的众弟子 朝着远处飞来的那十二道身影 报射而去 此时的月龙之巅上 莫悠然看着自己门下的十余人 迎战圣宗盟三万人的场景 发出了振振咋舌的声音 嘖嘖嘖 真不愧是本尊带出来的人 这才是浩天宗的子弟应有的样子 莫悠然感慨道 坐在莫悠然身旁的小白和墨宇帆文言 都没敢直接点破 他们浩天宗的人那么勇 难道不是因为有复活神探吗 双方的交战 仅是瞬间便开始了 顾灵雪 圣元道人 广元道人 以及云龙殿殿主 冲在了最前方 再往后便是黎子颖 陈武伯 陈天化 以及门下的五名弟子 位居首位的顾灵雪 望着天空之上 那密密麻麻的圣宗龙众人 并没有丝毫要保留实力的意思 只见他手指一弹 一根闪烁着耀眼光芒的鸡骨头 便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是掌门的武切 陈武伯及云龙殿殿主见状 差点没一头栽倒栽定 本来双方对战的紧张气氛 都已经烘托出来了 但当他们掌门将那根鸡骨头 拿出来的那一刻 却又硬生生地被憋了回去 圣宗龙的众人 望着顾灵雪手中的那根鸡骨头 都不禁发出了阵阵痴笑 可是 正当他们想要开口嘲讽顾灵雪两句的时候 无上剑气 顾灵雪随即爆喝了一声 进而挥动了一下手中的鸡骨头 刹那间 无数的灵力在那根鸡骨头之上汇聚 鸡骨头上闪烁着的光芒 变得更加夺目 随着顾灵雪将鸡骨头挥出 银白色的无上剑气 瞬间从那根鸡骨头上暴射而出 蹭 破空之声 划破苍穹 圣宗蒙的众人 望着天边袭来的恐怖剑气 皆是傻了眼 这特么是什么神仙操作 无上剑气剑斩虚空 仅是眨眼间 便劈砍在了圣宗蒙的人群中 在神阶至宝的面前 不论对方祭出何等挺接的护身法器 都是徒劳的 剑气划过的瞬间 数千道身着圣宗蒙道夫的身影 便从天空之上被斩落 净 净连七长老都扛不住那道剑气 圣宗蒙的众人中 发出惊呼 那数千道坠落的身影中 圣宗蒙总舵七长老 露出了不甘的神色 他堂堂圣宗蒙总舵的七长老 拥有着合体静中期修为的他 竟被一根击骨头释放出的剑气 斩断了身躯 他不甘心 自己就这样死了 更不甘心死在那种奇葩武器之下 但只可惜 身体被无上剑气斩断的他 生命却已是走到了尽头 随着圣宗蒙那整齐的布阵 被劈开了一个缺口 顾灵雪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率领着门下的众人 从那道缺口中杀了进去 以十余人之力 应战三万人 朴布城等门下众弟子 也不甘示弱 纷纷祭出了自己所修炼的天阶功法 而此时 圣宗蒙众弟子所修炼的玄阶功法 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诸如烈火掌 奔雷爵等玄阶功法 在天阶高级功法面前 简直形同虚设 浩天宗的十余人 在迎战那三万人的情况下 竟丝毫没落地下风 立在主灵州之上的慕天城 望着那成片成片 从空中坠落的众弟子们 他的眉头逐渐紧锁了起来 这浩天宗内 留下看护门院的几个人 怎么看起来 比他们圣宗蒙的总舵还要猛 转眼间 半刻钟时间已过 原本占据着人数优势的圣宗蒙 此刻竟逐渐显露出了败兵之势 站在主灵州之上的慕天城健壮 终究是看不下去了 仅是这一会的功夫 他门下的弟子 便被昊天宗的人 斩落了数千人 若是他再不出手的话 还不知道站到最后 他门下会损失多少名长老和弟子 欺神剑阵 只听慕天城抱贺一声 紧接着七把宝剑 便从他储物戒指内飞出 那七把宝剑 皆是有着地阶高级的品贱 随着慕天城的抱贺声响起 那七把宝剑 便瞬间朝着昊天宗的众人报尸而去 身陷苦战中的昊天宗众人 几乎是瞬间便察觉到了 远处急射而来的恐怖气息 是地阶高级剑法 云龙殿殿主几乎是瞬间 便看出了慕天城所施展的功法品阶 尽管他也在与圣宗蒙总舵的三长老战斗 但他还是时刻在关注着慕天城那边的动向 毕竟 面对那位曾经踏足杜杰七的强者 他不得不留出个心眼 提防着对方 昊天宗的众人闻声 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赶忙朝着四周躲闪而去 然而掠空而来的那七把宝剑 就像是长了眼睛似的 面对昊天宗众人的躲闪 那七把宝剑瞬间在空中划过了一道诡异的弧线 紧接着便又朝着昊天宗的众人急射而去 顾灵雪见状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看样子 对方的这一招 他们是躲不过去了 于是顾灵雪便再次将手中的击骨头给举了起来 无上剑气 随着顾灵雪一声爆喝 一道数百米长的无上剑气便瞬间朝着那急速而来的七把宝剑暴射而去 哄 仅是眨眼间的功夫 双方的攻击便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那拥有着地阶高级品阶的宝剑 在无上剑气的天道之力下 完全没有丝毫招架的余力 在无上剑气 接触到那七把宝剑的瞬间 那七把宝剑便骤然被轰成了鸡粉 什么 慕天成剑壮也不禁正在了原地 他苦练了数千年的地阶高级剑法 竟被那练虚境的小丫头轻易化解了 这怎么可能 慕天成表示自己难以接受 可就在他愣神的这一回功夫 那道无上剑气 却又保持着原本的速度 在圣宗蒙的众人身旁划骨 天空之上的圣宗蒙的众弟子 在那道无上剑气面前 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又是被斩落了数百名之多 盟主大人 那丫头手中的那件质宝 绝非凡物 浩天宗内必有高人作证 就在这时 圣宗蒙总舵二长老的传音之声 在慕天成的脑海中响起 身为大成竞强者的他 也深陷战斗之中 无法顾及门下弟子 面对李子颖和广元道人 两名合体竞强者的围攻 他竟丝毫没能占到便宜 慕天成文言 不禁微微眯起眼睛 的确 那丫头手里拿着的击骨头 虽然是丑了点 但不得不说的是 大成竞巅峰修为的他 居然都无法看破 那根击骨头的品阶 慕天成的目光 下意识地在四周搜寻了起来 他试图寻找 那位站在浩天宗背后的高人身影 可是 这不看还不要紧 当他的目光 落在月龙之巅之上时 他却震惊地发现 在远处的月龙之巅上 竟有三个人正坐在地上 一副看戏的模样看着他们 那三浮有恃无恐的样子 仿佛就像是在跟他说 这场战斗 他们圣宗蒙必输无疑 慕天成见状 不由地神色一沉 紧接着 只见他微微调动了下灵力 紧接着 他的身形便瞬间化为了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的月龙之巅之上 暴射而去 爷爷 有人怪送死了 墨宇帆见状 当场就激动地撸起了袖子 站了起来 相较于坐在这里看戏 他更希望自己能加入到这场战斗 稍安勿躁 墨悠然朝着墨宇帆地了个眼神 示意对方坐下 墨宇帆文言 只是赌气地嘟起了嘴 紧接着 又坐回了小板凳上 慕天成的飞行速度极快 仅是眨眼间 便已抵达了月龙之巅 看着坐在月龙之巅上的三人 慕天成目光阴冷道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阁下便就是传说中 那浩天宗的老祖吧 慕天成早就打探清楚了 浩天宗的底细 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 将浩天宗 转变为 能与他们圣宗蒙对抗的势力的人 除了浩天宗的那位传说中的老祖外 就不可能有其他人了 墨悠然文言 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没有搭理对方 身为浩天宗的老祖 他此时随意的一个言行 都有可能影响门下众人的士气 而保持逼格的最佳方法 便就是少说话 他说出的话字数越少 就越显得他高深莫测 身边有两名先帝之境的强者护着 他压根就不担心 对方能伤到他 慕天成望着墨悠然 那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不禁微微皱起眉头 此人样貌年龄看起来不过二十岁 当真是那传闻中的浩天宗老祖 随后 慕天成的目光 便落在了墨悠然身旁的两名女子身上 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除了与他对话的那名青年 他看不透修为之外 这两名女子的修为 他竟也丝毫看不透 阁下可愿意与本尊一战 慕天成跟墨悠然再次大话道 所谓擎贼先擎王 他倒想看看 那传闻中的浩天宗老祖 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 宗门之战的决胜点 往往都是宗门内的最强者决定的 慕天成对于这个道理 早已是心知肚明 就凭你 也配与主人一战 小白文言 当场就不乐意了 他的主人愿派他们浩天宗门下的人 先与对方门下的人玩一玩 已经算是很给对方面子了 而眼前的这个家伙 居然还敢不知好歹地主动跑过来 想与他的主人一战 修仙界内 又并非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配死在他的主人手中 更何况 对方才不过是个大城镜巅峰的小修士 主人 请让我与他一战 小白主动请应道 就单凭对方敢没大没小地 直接站在他的主人面前 他就必须要让对方知道 什么才是修仙界内的规矩 莫悠然看了眼小白 沉思了片刻后 他终究是点了点头 其实 早在战斗之初 莫悠然便注意到了 站在主灵州之上的慕天成 对方拥有着大城镜巅峰的修为 而他门下的人实力最强的 才不过是合体近初期 若是让他门下的人对付慕天成的话 想必也没有人会是这慕天成的对手 小白见莫悠然答应了下来 此时的他不禁神色一喜 这可是他难得的 在他主人面前表现的机会 慕天成见眼前的这三人 竟商量起了 由谁来对付他 此时 他的脸颊上顿时写满了不愿 没等莫悠然等人反应过来 他便直接调动起了灵力 朝着莫悠然等人暴射而去 区区人类小修士 也敢再次造次 小白见状 顿时神色一灵 他原本以为 对方跑过来敢与他们搭话 说不准还是个蒋武德的人 可从对方的这一行为来看 之前他所想到的那些 属实是有些多余了 随着小白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便瞬间朝着天空之上暴射而去 自寻自落 小白望着对方那幅不怕死的身影 不由得神色一沉 只见他猛地抬起了他那仙仙玉腿 紧接着便是一记鞭腿 朝着木天成的小腹便袭了过去 木天成健壮 心中顿时发出了一声冷笑 他原本以为 对方敢出面迎战 说不准还可能是个有点手段的家伙 可现在看来 对方使出的攻击 也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 木天成微微眯起眼睛 储物戒指闪烁间 两把宝剑便已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蹭 剑刃出鞘 木天成手持着利刃 直接朝着小白的身上砍去 莫悠然健壮 手心之中不禁冒出了一丝冷汗 小白的模样 看起来就不像是擅长战斗的人 此时 小白迎战的对手的手中 还拿着武器 万一小白被对方给伤到了的话 碰 然而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 却忽然传来了一声闷响 紧接着 便是有剑刃破损的声音传来 莫悠然满目震惊地看向了天空 只见天空之上 小白的一袭鞭腿 竟直接将横在木天成身前的两把利刃 踢了个粉碎 随后 那剑鞭腿 便已然重重地落在了木天成的身上 So 没有人能看清 天空之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一道破空之声响起 紧接着 木天成的身影 便瞬间朝着远处七艘灵舟的方向 倒飞了出去 哼 几乎是瞬间 木天成的身躯 便已将那其中的三艘灵舟洞穿 灵舟之上 顿时火光乍现 伴随着三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三艘耗资巨大 才打造出来的灵舟 竟直接由天空之上 朝着地面坠落而去 原本还在交战中的圣宗蒙众人 以及耗天宗的众人 望着那朝着地面坠落而去的三艘灵舟 皆是傻了眼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莫悠然 也被小白的实力 惊得目瞪口呆 乖乖 直接迎着人家的刀刃 把人家的两把宝剑都给踢爆了 这也太猛了吧 小白赶制着木天成依旧尚存的气息 准备追出去将对方诛杀 可就在这时 莫悠然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回来吧 啊 小白文言不禁眨了眨眼睛 此刻 显然是成圣追击的最佳时机 可是为何 他的主人却现在要将他教诲 面对小白的不解 莫悠然没多做解释 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北方的天空之上 小白见他的主人没有解释 于是也没敢多问 可正当他要返回到莫悠然身边时 北方的天空之上 却忽然响起了一声轰鸣 紧接着 一艘通体银白的巨型灵舟 便出现在了北方的天空之上 而那艘灵舟 正是由成凤舟开过来的 圣宗蒙总舵二长老 望着远处飞来的那艘灵舟 他的双眸之间顿显喜色 咱们成凤舟分舵的支援 抵达龙峰州了 圣宗蒙总舵二长老 朝着众弟子喊道 圣宗蒙众弟子闻声 纷纷朝着北方的天空看了过去 那 那是白舵主和石长老 此时 有不乏眼尖的圣宗蒙弟子 发出了一声惊呼 只见在远处的那艘 驶来的灵舟之上 成凤舟分舵舵主白盐同 以及他们圣宗蒙总舵的 大长老石玉山 此时正站在那艘灵舟的 甲板最前方 浩天宗的众人闻声 也不禁朝着北方驶来的 那艘灵舟看去 可当他们看清 站在甲板前方的那两人的修为时 合体进后期 大成进中期 圣宗蒙竟又派来了两名强者坐镇 原本他们对付这些圣宗蒙的弟子 就已经非常棘手了 可是现在 圣宗蒙的支援 居然又赶来了 那岂不是就说明 他们又得多迎战一整个宗蒙的力量 圣宗蒙成凤舟分舵的灵舟 飞行速度极快 仅是几席间的功夫 便已经驶入了月龙山谷 圣宗蒙成凤舟分舵的众人 纷纷从灵舟之上跳下 月龙山谷之中 又瞬间平添了近五千名修炼者 圣宗蒙总舵二长老见状 赶忙脱离了战场 朝着白岩铜及石玉山所站的方向飞去 石长老 您不是 总舵二长老震惊而又惊喜道 他万万没有想到 被他们盟主逐出宗门的石玉山 竟然会跟着成凤舟的灵舟过来 石玉山文言只是淡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白岩铜望着月龙山谷内坠落的三艘灵舟 赶忙上前与总舵二长老搭话道 红长老 盟主大人去哪了 白岩铜迫切地想见到慕天成 他们奋斗的行动 是没有经过慕天成的允许的 所以他必须要见去拜见一下慕天成 总舵二长老文言 神色顿时就僵住了 盟主大人 刚刚似乎是落败了 在场的众人中 几乎是所有的人 都看到了慕天成那倒飞出去的身影 但是没有人敢相信 他们的盟主 会在那么快的时间内落败下来 随后 总舵二长老的目光 便朝着远处的月龙之巅上看去 只见在远处的月龙之巅上 一道深细白衣的曼妙女子 正眼目光冰冷地看着他们 慕天成落败后 圣宗盟士气大减 石玉山携神街结界时 直逼月龙之巅 月龙山谷外 贾民志想借机查看浩天宗底细 莫悠然出手 太玄斩星爵 直破结界时 莫宇帆察觉贾民志气息 将贾民志抓回月龙之巅 贾民志见莫宇帆眼熟 认出莫宇帆魂玉殿七长老身份 圣宗盟溃败 贾民志被杀 至此 圣宗盟对五州大陆八万年统治 就此终结 莫悠然得到系统附加奖励 强者光环升至最高级LV5 五州大陆边界处 旺财兵死 贝洛清城出手相救 两人返回浩天宗 莫悠然闭关修炼 成功渡劫 踏足仙境 唤醒九世记忆 恒山先帝竟是我自己 剑斩月龙之巅 仙气灌溉五州大陆 众人突破 莫悠然踏足先帝之境 莫悠然启用万道神体 吞噬系统空间全部物品 登顶九命先帝 两年时间内 浩天宗代表五州大陆 征战五州大陆外众多大陆 时隔半年 浦布城踏足先帝之境 被莫悠然赐于法号 火云邪神 再隔半年 慎天磊踏足先帝之境 被莫悠然赐于法号 雷电法王 再隔半年 浩天宗众人踏足先帝之境 顾灵雪获得复活大陈使用权 浩天宗历代掌门复活 被称赞为浩天宗历代最杰出的掌门 李子颖晋升莫悠然贴身护法 每天为莫悠然跑腿 时不时还会闹点误会 苏秦儿踏足先帝 与朴不成成婚 并怀有身孕 旺财踏足先帝之境 可化为人形 云洛青城代管五周大陆 云龙殿殿主女儿 云淑瑶及云洛骁 败入浩天宗总舵 淑子轩踏足先帝 追求者无数 但早已戒色 陶陶踏踏足先帝 周游五周大陆 已不再怯弱 浩天宗弟子人数超十万 广元道人 圣元道人 恭问天 陈武伯 陈天化 林飞翼踏足先帝之境 接管五周大陆外九幽大陆 朴不成孩子出生 男孩 被陌幽然赐名 朴成功 全员传颂 征战魂玉殿 拿下魂玉殿 魂玉殿主殿内设有封印 陌幽然透视功能开启 解除封印 封神仙路开启 魂玉殿 主殿暗室内 陌幽然眼眸深邃地 望着眼前的封神仙路 本尊走后 你们要勤家修炼 本尊会在那边等着你们 陌幽然故作深沉道 正如他原本猜想的那样 先帝之境 果然不是修仙界内的最高境界 想要踏足至更高的境界 就必须要通过封神仙路 抵达神界 而那传说中的神界 便就是那真龙所在之地 莫悠然倒不担心自己 踏足至神界后 会被神界内的强者秒杀 拥有着元须境 须于戒指 以及不灭今生 体验卡的他 在战斗之中 至少也会立足于不败之地 在迎战那魂玉殿殿主的时候 他的神界剑法 以及强者光环 对对方来说也是 降维打击般的存在 莫悠然相信 自己踏足神界后 用不了多长时间 便能争取到一片 属于他自己的天地 到时候 等他门下的众人 踏足神界后 他至少 也能给门下的人 一个栖身之地 老 老祖 您到了那边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顾灵雪哽咽着上前道 莫悠然 顾灵雪啊顾灵雪 老子又没死 你哭啥玩意啊 前辈 等我们踏足至神界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找您 就在这时 李子颖不禁上前问道 莫悠然文言 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 送无真命者 五戒之内 皆可相见 装完了最后一个逼后 莫悠然便直接一脚 踏入了风神仙路 在场的众人文言 顿时面露震惊地 瞪大了眼睛 五 五戒之内 老祖他老人家 究竟是何等的修为 竟能在五戒之内随意穿行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都没有摸清 他们老祖 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可就在这时 广源道人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前辈他老人家 跟你们说过 他的真名吗 众人文言 皆是面面相觑了起来 对啊 老祖他老人家 从来都没有 跟我们说起过 他老人家的名字 众人的目光 几乎是瞬间 便都落在了 那封神仙路之上 然而 此时的封神仙路之中 却早已没了 他们老祖的身影 本书完